山崖之盼,徐天静静坐着,胸前的长命锁随风摇曳发出清脆的声响,她望着天空,眼神恍惚地问道,灵溪,你说,没有灵根,就真的不能修行吗? 叶灵溪望着她的脸庞,深吸一口气,坚定地握住徐天的手,哥,别这样想,一定还有机会的,无论怎样,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不离不弃。 徐天听了这话,心中的阴霾稍微散去了一些,就在两人低语之际,一个不和谐的声音突然响起,泽泽,今天师父刚讲完道法,灵溪师妹就急匆匆地跑了出来,原来是来找你这个没灵根的废物哥哥。 叶灵溪回过头看了一眼,愤怒地站起身,指着那个男子立声道,叶洛生,你能不能闭嘴,我哥不过是暂时没有灵根而已,难道你有灵根就了不起吗? 修行这么久,也不过才练起七层,叶洛生毫不在意叶灵溪的话,反而更加得意地笑了起来,师妹何必如此为难我呢? 我说的可都是事实,在这世间,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没有灵根的废物了吧。 徐天戏学道,你的不过也就是根号二,叶洛生不解其意,显得有些呆傻,什么根号二? 叶灵溪捧腹大笑,你真蠢啊,我哥是说,你的灵根不过就一千四百一十四。 你,我要杀了你! 叶洛生双手握拳,恼怒不已。 你找打? 叶灵溪怒火中烧,手中的红铃已经飞了出去,将她摁在原地。 徐天却拉住了她,柔声道,算了,不必与这种人计较。 我们回去吧。 叶洛生看着那两道渐行渐远的倩影,心中怒火难平,咬紧牙关低声咒骂着。 兄妹二人刚进门,就迎面撞见了刚从厨房走出的叶正清。 她脸上带着几分责备的神情, 灵溪,你今天才听完我讲道,就急匆匆地跑了出去,这么晚才回来。 叶灵溪下意识躲到徐天身后,悄悄瞄着叶正清。 女孩子家家的要懂得收敛一些,莫要整日里只知道往外跑。 秦哥,孩子回来就该先吃饭吗?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说教。 屋内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随即一个优雅的妇人端着菜走了出来。 叶灵溪见母亲出面,立刻奔到她身旁撒娇道。 就是嘛,娘还是最疼我了,哪里像爹总是喋喋不休。 徐秋凌,你就这么放任她吧,总有一天会被你宠坏的。 叶正清坐于桌前,脸上写满了担忧。 徐天替叶灵溪解释道, 姑父,您言重了,灵溪不过是去牙畔找我,所以才。 小天,你不必为她掩饰,如今都是大姑娘了,还整天毛手毛脚,再过几年都要嫁人。 谁让您当初给我订了个娃娃亲啊? 我实在是讨厌那个家伙,找机会我一定要和她退婚。 叶灵溪皱着眉头不满地说道,显然对这门亲事非常抵触。 退什么婚?我觉得叶洛生那孩子挺不错的,谦逊又上镜,我很喜欢她。 提起叶洛生,叶正清的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笑意, 看得出她对这个女婿颇为欣赏。 她不过是个仗势欺人的家伙罢了,今天你没看到她在我面前都敢羞辱我哥呢? 算什么了不起的人。 听到这话,徐秋凌和叶正清脸色一变,小心翼翼观察着徐天的神色。 徐天强装镇定,没事,咕咕咕咕不必紧张,我不在意这个。 一直以来,为了不刺激徐天的情绪,叶正清始终不让徐天去以望斋听自己讲道。 她的良苦用心,都是希望徐天能够平安快乐地度过余生。 灵溪啊,最近你可得加,把劲修炼,咱们族里十年一度的感望节,眼看就要到了。 你得赶紧提升修为,这样才能有所斩获。 徐秋凌岔开话题,一边往叶灵溪碗里夹着菜,一边用她那温柔如水的语调细细叮嘱着。 叶正清一听这话,也连忙点头附和。 对对对,参加感望节。 那可是咱们每个族人一辈子就只有一次的机会。 想当年你老爹我就是在感望节上,抓住了机遇,参悟先祖的传承,修为这才突飞猛进,一跃千里。 你可得好好珍惜这次机会,别给咱家丢脸啊。 叶灵溪听了爹娘的话,无奈地撇了撇嘴,敷衍道。 知道了知道了,你们俩就别再让我操心了,修行的事情我心里有谱。 说完,她便不再理会爹娘的叮嘱,只顾埋头吃饭,塞帮子塞得鼓鼓的。 然而,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 一日,正当徐天在院中砍柴时,一股突如其来的剧痛,猛然爬上她的头颅。 那疼痛,仿佛是一把无形的锯锤在她脑海中疯狂敲打,痘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 整个世界在她眼前天旋地转,最终,她无力地倒在地上。 这样的剧痛,对于徐天来说,并非初次体验。 自她七岁起,这疼痛便时常光顾。 但这一次,那痛楚却前所未有的强烈,仿佛要将她的灵魂撕裂一般。 意识模糊之间,她仿佛听到了姑姑那温柔且焦急的呼唤。 当她再次睁开眼时,已经躺在柔软的床铺上,姑姑紧握着她的手,眼中满是关切。 姑姑与叶灵溪也守候在一旁。 见她醒来,几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急忙制止她想要起身的动作。 小天,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会突然晕倒? 徐秋玲急切问道,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身体要紧啊。 关心的话语接连而出,让徐天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 但只有她自己清楚,这痛苦从未真正伤害过她的身体。 反而每次过后,她都能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与畅快。 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许多从未见过的奇异记忆。 那些记忆,包括奇异的符号,有的单独存在,有的串联成片。 还有些她从未经历过的事情,也有许多陌生的面孔,如同梦境般飘渺,但却又觉得真实。 这些荒诞的经历,让她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她又如何向一直关心她的姑姑和姑父倾诉呢? 第二章,符文与修炼有关。 徐天她不愿让他们为自己忧心,因而闭口不提。 只轻描淡写地说是最近休息不好,精神恍惚罢了。 心中那无尽的迷惘与不安,似乎只有她独自承受。 眼见徐天的伤势无碍,叶正清的心头大石也随之落下。 长长地输了一口气,既然小天已经无恙,今日就好好写着,切勿再去做什么体力活。 说吧,转身对旁边的徐秋林说道,弟子们还在以望斋等候,我先过去看看。 若小天再有异样,务必立刻找我。 徐天面带笑意,心中充满温暖,回应道,姑父,我没事,您去忙吧,别让他们久等了。 那你就好好休息,姑姑不打扰你了。 三人相视一笑,随后纷纷离去,留下徐天独自于屋中。 几人走后,徐天沉浸在那些奇异的符文记忆中,那些符文似乎蕴藏着某种法则,隐秘而浩瀚,但他却无从解读,心中百般纠结。 躺在床上,徐天翻来覆去,心中烦乱不已,最终翻身掀开被子,走出房门。 正巧撞见正在院中浇花的徐秋林。 他见徐天出现在眼前,急忙跑过来,与其中夹杂着一丝责备。 你这孩子,怎么又出来了?不是让你好好休息的吗? 徐天无奈地怂怂肩,伸展四肢,嬉笑道,姑姑,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这身子骨健硕,哪能轻易病倒? 徐秋林来回检查,心中烧安,才缓缓说道,你为何又出来? 今日家中也没什么事情,可忙,身体无碍,也该好好休息。 闲来无事,走走而已。 徐天低声回应,我想去乙旺斋瞧瞧。 听吧,徐秋林眉头微皱,关切地劝道,你忘了姑父的叮嘱吗? 他让你最好别靠近乙旺斋,怕你触景生情,愁闷成日。 徐天握住徐秋林的肩膀,缓步向外走去。 姑姑,我早已想明白了,不会再犯傻。 再说,直面现实,才能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徐秋林无奈一笑,摇头说道,真是拿你没办法,性子总是这样卷。 好吧,既然你想去,就去吧。 若有谁说什么,你也别放在心上。 听到姑姑的允诺,徐天猛的一跃而出,兴奋地喊道,姑姑您就放心吧。 从前他越是这样避开,心中的好奇与怨念却愈发加深。 每当空闲时,他便思索着他人如何修行,这种思考反而加剧了他内心的焦虑。 刚走进一望斋,徐天便听见叶正清传道的声音,虽听来模糊不清,却引得他心中一阵激动。 他小心翼翼地靠近,生怕打扰到那群弟子,眼前的景象令他无比羡慕。 轻轻挪动脚步,徐天凝神望去,突然大吃一惊。 只见叶正清正用灵力在身后显现出众多符文。 那些符文闪烁着神秘的光辉,悬浮空中,宛如星辰在夜空中闪耀。 徐天的眼中闪过一抹惊异,然而令他震撼的并非那神秘莫测的法术,而是那些符文之中。 那些符文竟然有与他脑海中无端浮现的符号如出一辙,甚至可以说是如影随形。 他愣在原地,内心如同翻滚的海浪,心中百般疑惑,莫名其妙的困惑如同黑夜中的幽灵,令他无法捉摸。 更令人窘迫的是,这些道法之术他,虽能理解,却因无灵根而无从修行,犹如沙漠中的水影,遥不可及。 徐天心中波澜起伏,不禁转身奔出,脚步匆匆,在转脚处,他无力地靠着墙根,瘫坐余地。 低声乌烟,天啊,为什么要如此对我?为何要让我承受这样的折磨? 不觉间,泪水早已湿透了他的面颊。 既然不赐我灵根,又何必让我知晓这些符文?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竟然要承受这般痛苦。 他愤怒地将拳头重重砸在地上,直到鲜血染红了手心,依旧未曾停下, 仿佛唯有此法,才能宣泄心中无尽的悲愤。 就在这时,耳边传来一声轻蔑的嘲讽。 泽泽,哪里来的废物,怎么在这里发疯? 快让小爷瞧瞧。 那声音如同寒风刺骨,令徐天心中的愤怒更甚。 然他已无心理会,站起身来,目不斜视,静止从那人身旁走过。 起料,那人却不轻易放过他,一道手掌如鹰爪般,猛然抓住了他的胳膊。 徐天心中一领,有如寒霜降至,顿时一阵无力与愤怒交织。 两人目光交汇,一方目中闪烁着冷嘲热讽,而另一方则怒火中烧。 徐天一甩手,愤怒质问,叶洛生,你到底想干什么? 叶洛生冷冷一哼,似乎不屑一顾。 不如问你自己想做什么? 我实在不明白,一个连修行都无法入门的废物,跑到以望斋来作甚。 徐天凭劲坚定,以望斋乃是足内公然之所。 我想来便来,你我之间肃无恩怨,何以你总是对我冷嘲热讽,究竟因何? 这话一出,叶洛生的怒火几乎要喷涌出,他猛地揪起徐天的衣领。 诺吼道,你明知我与灵溪师妹早有婚约,却不遗余力地纠缠他。 即便你是他的表兄,也不过是个旁之,我对此可不敢怠慢。 哼,叶洛生突然放下了手,与其中透出一丝细血的丸。 其实我也不必太过担忧,毕竟这种连灵根都没有的废物,随时都能被我收拾。 他接着说道,徐天心中虽有不甘,但他不得不承认,叶洛生所言不虚。 在整个叶族中,只有他一人无缘修行,这也难怪叶洛生总是轻蔑地看待他,根本不将他放在眼里。 徐天握紧的拳头渐渐松开,正欲默默离去,却不料叶洛生并不打算善罢甘休。 只见一圈如沙般的光影从他身后袭来,瞬间将他的手脚紧紧束缚。 随着一声巨响,徐天重重摔倒,脸上沾满了鲜血。 我何曾说过,可以让你离开? 今天没人能救你,我定要让你见识见识。 叶洛生靠近徐天,手指轻轻一挥,徐天的身体瞬间腾空而起,悬挂在树枝之上。 今天你就在这里好好反思,想想日后如何孝敬我。 话音未落,他冷哼一声,便扬长而去。 徐天没有挣扎,心如死灰,再也没有那股怨气。 或许如叶洛生所言,像他这样的废物,本就该任人摆布。 突然,转角处传来低语,徐天的思绪被拉回现实。 第三章,不甘便搏一搏。 他抬头望去,竟发现叶洛生重新出现在视野中,正向他走来,脸上满是力气,紧咬牙关。 一挥手,徐天被释放,重重摔落在地。 叶灵溪急匆匆赶到巷口,见徐天狼狈不堪,立刻奔到他身边, 扶起徐天,泪水在眼中打转,愤怒地瞪着叶洛生。 叶洛生见状,心中慌乱,打算逃离。 然而,叶灵溪不肯放过他,右手一挥,赤红色的灵条如闪电般飞出,将他扯了回来。 叶洛生,见不得我哥好,今日就算你想逃也难。 叶灵溪怒吼道,随即一个闪身,右脚已踢向叶洛生。 但他迅速用手抓住了他的脚腕,借力一甩,瞬间将他推开。 叶洛生轻轻摇动手中折扇,一脸的轻挑笑意,口中轻声说道,第一次碰师妹的脚,不禁让我心头一阵激动啊。 无耻之徒! 叶灵溪手中红灵光芒更甚,宛如利刃般一次次逼近叶洛生。 然而,无论他如何施展拳脚,始终无法站到丝毫的上风。 徐天见识不妙,心中不想事态闹大,便低声劝道, 灵溪,放他走吧,我没事。 趁着叶灵溪稍有分神,叶洛生迅速聚集灵力于扇柄,轻轻一拍,便将他击退数十米,转身间已然顿去。 叶灵溪本想追赶,却一见徐天伤势惨重,顿时心中焦急,抑制住了怒火。 哎呀,你怎么搞得这么狼狈? 徐秋灵见徐天满身伤痕,心如刀脚,急忙上前查看他的伤势。 徐天则连连摆手,忙安慰道,我没事,只是些皮外伤吧。 我爹呢?我要告诉我爹,叶洛生这家伙欺人太甚。 要不是,我今天跟过来,我哥只怕要遭受更大的折磨。 叶灵溪愤愤不平,怒火难消。 徐秋灵虽不知事情的详细经过,但听女儿这样说,心中也隐隐明了几分。 这时,叶正清自屋内走出,徐天顾不得身上的疼痛,急忙迎上前去。 姑父,我有些事情想和您谈谈。 徐秋灵与叶灵溪欲劝阻,却见叶正清微微一摆手,示意无需阻拦。 两人走进屋内,徐天将今日在以望斋所见的符文一一讲述,但他说的却是自己似乎见过一些。 叶正清听后,面露震惊之色,这些符文乃是修士修炼十海方能所见,小天没有灵根,又从何见得? 那你可知,这些符文的含义。 叶正清忙问,徐天摇头道,我只在梦中见过,却不知其意。 然而,这些符文似乎并非孤立存在,它们之间有某种规则,能够相互组合,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奇怪的符号。 如此,你能否画出一些?叶正清急忙找来纸笔。 徐天接过纸笔,画下十几个最简单的符文,叶正清仔细端向之下,看出徐天所会并非草率之作,心中稍安。 他指着一的符号说,这个符号就是我们技术的一。 随后,他又详细解释了二至九以极加的含义。 这一结果令徐天意外,原本遥不可及的修炼,竟与日常生活中的数学运算息息相关,然而之前却无人提及。 不过低阶修士可借助这些简单的数字运算修出灵力,但境界越高,面临的问题便愈加复杂,连我也不知那结单修士的修炼究竟是怎样。 叶正清拍了拍徐天的肩膀,随即催动灵力,绿色的气息瞬间包裹住徐天的身体,他身上的伤势竟被奇迹般愈合。 姑父,我绝不愿意就此过着平淡的生活,任人宰割。 今日所见,令我心中暗响。 既然天意让我窥见这些符文,或许意味着我还有机会踏上修行之路。 徐天的声音如同幽谷回响,带着一丝坚定和不屈。 叶正清沉阴片刻,缓缓说道,若是如此,那我们便不妨试一试。 十日后的赶望节,你便一同参与。 身为族长的他,自然了解,这一决定将遭遇无数阻碍。 赶望节自古便是叶族青年的独占之地,那是祖先留下的传统,族中之人岂能容他人来涉族。 但即便困难重重,他也要尽力一事,徐天是他看着长大的孩子,他也不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 徐天心中暗潮涌动,听完徐正清的话,心中再度燃起了希望。 正值时光不带人,他盘踞在家中,门不出户,细细揣摩那记忆中的符文。 他不仅领悟了基本的数字和符号,还熟练地进行符文的计算。 甚至能将那些模糊的图形与无数串符文相互对应,恍若进入了另一番天地。 时光悄然流逝,转眼已至赶望节的前夕。 正当他沉浸在符文的世界时,忽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敲门声。 哥哥,睡了没? 叶灵溪的声音如同春风拂面,带着几分期待。 徐天闻声立刻打开房门,让他隐隐而入。 听父亲说,明日的赶望节你也将参与,真希望你能借此找到修炼之法。 他的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但若是未能如愿,也不要心灰意冷。 徐天微笑着回应,小丫头真是长大了,这些年我都熬过来了,难道如今连这点挫折也承受不住? 如今有了心火希望,我自然得去试试。 嗯,你能如此想,自然是最好。 叶灵溪点了点头,眼中满是欣慰。 快回去休息吧,明日也要好好参悟,力争早日铸鸡,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徐天轻轻抚摸着她的头,与其温柔如春风。 哎呀,你这话也变得和爹娘一模一样。 我猜练弃六层,注击哪有那么容易? 叶灵溪撅起小嘴,不满得嘟囔的,随即起身蹦出门外,不和你说了,你早点休想。 徐天一夜未眠,明日的感望节如同那玄于天际的明月,或许真是她命运的转折点。 思绪翻涌,脑海中的符文反复交织,时而模糊,时而清晰。 天际渐渐泛起于赌白,徐秋林早早叫醒他们,便一同急匆匆向叶族的祖辞赶去。 由以叶正清为重,身为族长的他,此日更是世事关乎家族荣耀,万万不可出错。 第四章,就让他试试。 叶族祖辞气势辉宏,庄严肃穆,占据了整个叶族四分之一的地盘。 当他们抵达时,祠堂内已经聚集了不少族人。 叶洛生带着几个小弟也早早到场了,旁边还站着一位魁梧的中年男子,叶正清的生死之交叶鲁。 看到徐天走进来,叶洛生脸上露出不屑的神色,心中暗自发笑。 他只能勉强收敛起表情,冷冷地打了个招呼,师父好。 族长早,众人纷纷向叶正清致意。 叶正清微微挥手,示意大家不必拘束,禁止走向叶鲁。 大哥你来得真早,我这几日忙于筹备赶望节未能拜访。 等这事忙完了,咱俩得好好聚聚。 叶鲁虽然外表粗犷,但内心却十分真诚。 族长客气了,你辛苦了。 几人寒暄之际,叶洛生悄悄靠近徐天,低声威胁道。 那日的教训这么快就忘了,今天可是我叶族的赶望节。 你一个外星人来这里凑什么热闹? 徐秋林察觉到两人之间的火药味,连忙打断道, 小天过来见见你叶鲁伯伯。 叶铃则悄悄踩了一下叶洛生的脚,挽着徐天的胳膊向前走去。 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祖辞内变得越来越热闹。 天色也逐渐明亮起来。 叶正清站在祭坛上,声音红亮如钟。 各位,我叶族的赶望节是祖辈传承千年的传统。 每十年举办一次,这是年轻一辈参悟道法的绝佳机会。 祭坛下鸦雀无声,众人都满怀崇敬,期待着这神圣仪式的到来。 接下来请十二到二十一岁的孩子们上祭坛。 叶洛生冷哼一声,从徐天身边走过,静止登上了祭坛。 紧随其后的是叶灵儿、叶文昌、叶清云等二十七名青年才俊。 徐天刚想跟上去,却被徐秋林拉住了。 你姑父自有安排,先别着急。 随后,叶鲁、叶一倩、叶孤城三位长老也走上了祭坛,分别站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他们催动灵力,祭坛下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青紫色法阵,圆盘祭坛也随之轻轻晃动起来。 随着灵力的不断注入,祭坛中心光芒大盛,一道耀眼的光芒闪现而出。 紧接着,一个散发着浓郁青紫色光辉的神秘根系逐渐显现了出来。 叶族众人纷纷跪倒在地,徐秋林也拉着徐天跪了下来。 叶一倩长老的声音温柔道,孩子们,闭上眼睛,随我感悟着灵光之力,参悟道法机缘。 年轻的族人们闻声响应,纷纷闭上了双眼。 下一秒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二十七人中,有十四人竟然如同被风拖起一般腾空而起,悬浮在了空中。 叶铃和叶洛生赫然在脸。 尤其是叶洛生,他的身体被那根系的光芒紧紧牵引,缓缓靠近那光辉。 他在腾空而起的众人中离那神秘根系最近,紧随其后的是叶铃、叶清云与叶文昌四人宛若仙童仙子般飘逸而立。 一刻钟的时间转瞬即逝,祭坛上的二十名年轻族人逐渐落回了地面。 他们的目光紧紧追随着那漂浮于空中的七人,心中虽有不甘但也无怨无悔。 毕竟他们已经竭尽全力,参悟了自己所能触及的道法,心中也算无憾了。 就在这时,叶正清突然开口了,声音如同红中般清晰有力。 诸位长老容我一眼,我那侄子徐天虽然无灵根,但却对道法有着独到的见解和领悟。 他孤身一人,潜心钻研了许多道文,是否可以在此机会中让他也试一试。 三位长老闻言面面相去,默契地选择了沉默。 而祭坛下的叶族众人,脸上也流露出一丝不悦的神色。 叶正清眼见四周一片寂静,无人应答,心一横,再次开口,言辞恳切。 徐天这孩子,自右边伴我左右,心地纯良,志向比天高。 我叶正清在这里,厚着脸皮,恳请各位长老,给他一个最后的机会,让他也试试着青木根的机缘。 叶孤城闻言,眉头微皱,沉阴片刻后,终于缓缓开口。 既然组长都如此说了,那便破例一次,让徐天试试吧。 但丑话说在前头,若他无法感应到青木根的力量,或者青木根有丝毫异动, 务必即刻退出,莫要影响了其他孩子的机缘。 见叶孤城松了口,叶卢与叶依倩也默默点头,表示同意。 叶正清健壮,心中烧鞍,随即向徐秋凌投去一个鼓励的眼神,示意他准备。 徐秋凌心领神会,轻轻推了推徐天,眼中满是温柔与期待。 小天,去吧,这是你的机会。 徐天回首,给了徐秋凌一个温暖如出阳的微笑, 那笑容中既有期待,也有无畏的勇气。 他深吸一口气,毅然踏上了祭坛,仿佛踏上了通往未知世界的桥梁。 这一刻,他等得太久了。 这条通往未知与奇迹的路途,他走得无比坚定, 每一步都踏出了他心中的决心与信念。 他迈着稳健的步伐,缓缓走进法阵之中。 闭上双眼的那一刻,青木根的光芒仿佛响应了他的召唤, 煞时间绽放出耀眼夺目的万丈光滑。 那光辉犹如狂风骤雨般猛烈,卷斜着徐天直冲云霄。 他的身影,竟然比叶族的天之骄子叶洛生还要更接近青木根。 仿佛要被这股神秘力量吞噬,与之融为一体, 共同谱写不朽的传奇。 这一幕,简直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让在场的叶族众人瞠目结舌。 连一向以冷静著称的徐秋林也愣住了。 他的心中犹如惊涛骇浪,久久不能平息。 叶鲁见状,眉头紧锁, 心头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不悦与焦虑。 他忍不住向叶正清质问道, 族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何一个外族之人徐天, 竟能赢得青木根如此禽烂? 难道是我叶族无人了吗? 叶正清内心也是波涛汹涌, 他不知如何作答, 只能尽力安抚众人。 虽然青木根对徐天情有独钟, 但目前看来并无异样。 若真有变故, 我等自会及时出手中断法阵, 确保万无一失。 而被青木根牵引的徐天, 此刻却仿佛置身于一个与世隔绝的神秘空间。 无感被彻底隔绝, 灵魂仿佛被剥离, 漂浮在无尽的虚空之中。 没错, 青木根已经接纳了他, 允许他沐浴在叶族先辈留下的无尽机缘之中, 接受着古老传承的洗礼。 很快, 徐天的眼前浮现出一串串神秘的符号, 细看之下, 竟是加减法的术式计算方式。 第五章, 不速之客。 徐天心中一惊, 但随即镇定下来, 因为他早已对此有所准备, 这些知识早已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之中。 他迅速给出了自己的计算过程, 伴随着一阵术式符号的消散。 紧接着, 惩罚口诀, 惩出法的术式, 惩出法的交换率与分配率等数学知识一一浮现, 仿佛要将他打造成一个数学天才。 而在徐天沉浸于传承之时, 其他参悟者也相继完成了自己的感悟。 纷纷醒来, 只剩下他, 叶洛生与叶青儿三人依旧在空中悬浮, 沐浴在青木根的恩泽之中。 然而, 就在此时, 屋顶上却传来一阵稀稀锁锁的声响, 打破了这份宁静。 叶族果然藏有秘密, 一个阴冷的声音响起。 众叶族人闻言, 不约而同地抬头望去, 只见来者正是青衙门的长老布群。 他身后跟着四位护法和一众弟子, 气势汹汹, 仿佛要将整个叶族吞噬。 见到布群等人如此嚣张, 叶正清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他冷冷地说道, 我叶族与青衙门向来井水不犯河水。 今日布群长老突然造访, 不知所为何事。 布群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笑容, 说道, 不敢当, 叶族长, 只是在下对你们叶族的法宝有些兴趣, 想借去参悟一番, 不知叶族长是否愿意割爱。 听罢此言, 叶族众人怒火中烧, 叶文昌和叶清云更是忍无可忍, 飞身跃出, 准备与布群一较高下。 可布群只是轻轻一挥手中长剑, 一道剑气如虹, 直逼二人而去。 叶文昌和叶清云本欲合力抵挡, 却被这道剑气震得倒飞而出, 重重摔在地上, 轻蚀地面顿时碎裂开来。 叶清云倒地时, 双手颤抖, 连剑都握不稳, 眼中满是惊恐与不甘。 布群见状更是一副高傲的姿态, 冷笑道, 助击初期的黄毛小儿, 也敢与本长老争锋。 真是笑话, 她的话中透着无尽的轻蔑与侮辱, 仿佛在宣告着叶族的无力与屈辱。 叶一欠见状, 怒火中烧, 心头羞辱难当, 脱口而出, 叶家遭遇恨祸, 我四人出手, 定能让这群无耻之徒退避三射。 然而, 叶鲁长老却缓缓摇头, 目光深邃如海。 叶族之人, 生平仅有一次这样的机遇。 如今, 生儿与灵犀正在苦心参悟, 若强行打断, 恐怕会损其根基, 得不偿失。 叶孤成也附和道, 叶鲁长老所言即是, 若此事出错, 我叶族将遭受更大损失, 需再忍耐片刻, 待孩子们结束, 事情就有转机。 布群早已失去耐性, 心中怒火中烧, 挥手命令道, 伙计们, 给我上, 夺回那宝物, 谁敢拦路, 格杀勿论。 随着他一声令下, 青衙门的弟子们, 如潮水般涌来, 叶族中修为不俗的族人, 也纷纷站出, 护卫在祭坛周围, 双方人马瞬间混战成一团。 祭坛之上的叶正清, 和三位长老, 虽然焦急万分, 却也无力出手相助。 布群立于屋顶之上, 冷冷一笑, 目光如炬, 扫视着战场, 心中暗自惊叹叶族的底蕴。 他哼了两声, 随即俯身下, 直奔青木戈儿去。 正当他得意之时, 叶清云和叶文昌突然从后袭来, 抓住了他的腿。 两人奋力一扯, 竟将布群甩了出去。 布群心中大惊, 若再让祭坛中的年轻人参务完成, 等四位长老腾出手来, 他一人根本无力应对。 你们两个小子, 胆子倒是不小, 刚铸鸡就敢与本长老动手。 我可是铸鸡大圆满。 布群怒吼一声, 手中长剑高举, 直冲二人而去。 刀剑交击, 灵力火花四剑, 叶族的祠堂瞬间陷入一片混乱。 许多秀为低微的叶族族人纷纷躲避, 包括徐秋林在内。 他虽然心急如焚, 却也知道自己练弃四层的修为贸然出手, 只会拖累他人。 青衙门的弟子们拼命激战, 却始终无法突破叶族的防线, 几位年轻门人已然败下阵来。 叶青云与叶文昌虽然全力以赴, 但面对布群的强大实力, 二人也是伤痕累累, 仍如狗皮膏药般紧紧缠住布群不放。 尽管青衙门的长老已是筑击大圆满之境, 四位护法也未筑击中击之强。 但面对叶族这般庞大的力量以及坚定的守护之心, 他们想要轻松夺走青木根却绝非一事。 现行事不妙, 布群掏出手中炮杖, 意图发出信号求援。 然而, 就在这时, 叶灵溪终于完成了参悟, 修为大增, 成功助击。 灵溪, 快替你一吸咕咕出手, 让她腾出手来。 叶正清见女儿行转, 立刻安排道。 此时的布群正击溃了叶青云与叶文昌的纠缠, 摆脱束缚直冲祭谈而去。 然而, 迎面来的一掌却将她震退束步, 搅动了这场战局的风云。 哼哼, 叶老婆子, 你我修为相当, 何必硬碰硬。 等墨团长老带着她的护法们过来时, 再来收拾你也不迟。 布群拖着疲惫的身躯, 嘴角勾起一抹嘲弄的笑意。 来吧, 讨打得又何惧? 我老生可不怕你这青鸭门的长老。 叶一倩毫不示弱, 冷冷回击道, 不怕又如何。 可那小姑娘可未必能撑得住。 布群的目光落在祭坛一角, 只见叶灵溪正艰难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尽管叶灵溪曾得父亲亲传, 沿袭过叶家秘阵精髓。 但她毕竟出入驻击之境, 要想独立承载这等磅礴伪力, 无疑是场兼具考验, 恐怕难以持久。 叶一倩一听这话, 心头猛的一颈, 连忙转头望向叶灵溪。 那双眸子里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坚决, 是要驱逐这帮贼人的信念, 愈发赤脸。 她没有丝毫犹豫, 双手如穿花蝴蝶般迅速在胸前结印。 一时间, 空气中仿佛有某种古老的力量在涌动。 猛然间, 一只遮天蔽日的巨大手掌凭空显现, 带着毁天灭地之势直朝不群轰去。 不群此刻已是强弩之末, 面对着铺天盖地的一击, 心中明镜似的清楚, 即便是拼上老命, 也难以正面抗衡。 可她毕竟是个硬骨头, 岂会轻易言败。 当下强提一口气, 试图凝聚起最后一丝灵力, 做垂死挣扎。 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 一道蓝光犹如划破夜空的流星, 从不群身后急驰而出, 与那凶猛的手掌撞了个阵阵, 瞬间将叶一倩的攻势化解于无形。 哼, 对付一个没落的叶族, 竟还要老夫亲自屁挂上阵, 真是可笑至极。 伴随着一阵冷嘲热讽, 那声音仿佛从九天之外传来, 带着无尽的威严与不屑。 为首之人, 竟是赫赫有名的金丹大修, 莫湍。 其身后紧紧跟随着四位驻击大圆满的护法, 气势如红, 压得叶族众人喘不过气来。 想当年, 叶族尚能与他们平分秋色。 如今, 却是今非昔比, 即便是族长与长老联手, 恐怕也难以撼动其分猴。 眼见敌人如狼似虎, 叶族众人心中顿时如坠冰窖, 深知今日一战, 必无可避。 莫湍双手翻飞, 快速结印。 一声断鹤, 剑阵, 起。 话音未落, 他身后漂浮的利剑便化作漫天剑影, 直指祭坛, 杀鸡四伏。 叶一欠剑状, 毫不犹豫地冲向祭坛, 拼尽全力, 欲要抵挡这毁天灭地的一击。 然而, 金丹修士的全力一击, 起事而谢。 他只觉一股俱力袭来, 身形不由自主地连连后退, 防线岌岌可危。 叶正清目光如炬, 沉声道, 二位长老, 此时我等若继续布阵, 恐青木根有失, 不如暂且放弃, 全力对敌。 叶孤成文言, 立刻附和, 叶鲁也毫不犹豫地点头。 随着阵法的解除, 叶洛生被猛然甩出, 重重摔在地上, 使海受到重创, 意识模糊。 当他勉强睁开眼, 只见前方四位祖老正浴血奋战, 与那漫天剑影苦苦周旋。 而青木根却异常显眼, 依旧光芒万丈, 仿佛与空中的徐天, 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快看, 青木根还在那儿? 叶族中有人惊呼。 然而, 叶正清四人已是自顾不暇, 莫吞的攻击如同狂风暴雨, 让他们这些筑击大圆满的修士, 都感到窒息。 尽管叶正清已踏入假丹之境, 但在真正的金丹修士面前, 依旧显得微不足道。 叶灵溪拖着疲惫的身躯, 搀扶着叶洛生, 徐秋凌也急忙赶来。 叶洛生眼中闪烁着感激, 虽然平日里他们有些小矛盾, 但此刻叶灵溪却不计前嫌。 你们没事吧? 徐秋凌关切地问道, 语气中满是焦急。 他抓着两人的手, 急忙向人群中挤去。 三人边跑边回答, 我们没事。 他们一边躲避着纷飞的剑影, 一边回头望向徐天, 眼中流露出复杂的情绪。 此时的徐天身处秘境之中, 眼前闪过无数数学理论的影像, 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F、X的定义, 球茧、极限、微积分、 空间解析几何、线性带数。 这些看似无关的文字在他眼前交织, 逐一浮现, 却早已深深烙印在他的灵魂深处。 你们还在等什么? 叶族的古阵法变化莫测, 此时正是夺宝良机, 否则如何向门主交代? 莫团的怒吼如同惊雷, 震得众人耳膜生疼。 四名护法文言, 立刻摆脱了与叶族族人的纠缠, 直冲青木根而去。 叶正清心中一紧, 欲要阻拦, 却被一只巨手牢牢压制, 动弹不得。 他只能听尽全力施展法术, 自保为先。 然而, 就在一名护法即将触碰到青木根的瞬间, 青木根骤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一股巨大的能量如洪水般倾泻而出, 瞬间将四名护法枕飞数十米远。 其中一人当场毕命, 余下三人重伤倒地, 鲜血四剑。 莫团见状非但没有愤怒, 反而兴奋地如同发现了新猎物的猎人。 狂笑道, 原来是原因修饰的灵根, 竟被炼制成了宝具, 我对这宝物愈发感兴趣了。 只见他双手一挥, 蓝色气焰汹涌澎湃, 凝聚成一只巨大的手臂, 口中大鹤, 天灵手。 叶正清挺身而出, 长枪在手, 瞬间施展出昆原枪法。 身后的三位长老也祭出最强杀招, 威力惊人。 强大的气息让在场的低修为修士, 纷纷退避三射, 生怕被卷入这场恐怖的争斗。 轰鸣声中, 整座祠堂尘土飞扬。 待尘埃落定, 众人只见叶正清等人趴在地上, 气喘吁吁, 显然已是强弩之末。 末团嘴角挂着一丝血迹, 却毫不在意。 他淡然一笑, 扶去衣袖上的灰尘, 朝青木根飞去, 自言自语道, 这宝物很快就是我清衙门的了。 然而, 就在他即将触碰到青木根的瞬间, 那神秘的宝物竟仿佛活了过来一般。 迅速朝徐天的胸口, 容去, 仿佛在逃避莫团的追捕。 莫团愕然当场, 呆立如木鸡。 在这紧张至极的气氛中, 众人面面相去, 连徐秋玲也不由自主地平住了呼吸, 心中焦虑万分。 莫团怒火中烧, 目光如刀, 狠狠地刺向徐天。 他一把钻住徐天的衣巾, 怒吼道, 小子, 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辛苦得来的宝贝, 怎会落入你的手中? 此时的徐天却是满脸困惑, 脑海中如同被浓雾笼罩。 他依稀记得, 在翻阅那些数学公式定理之后, 见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那老者自称是叶族的先祖, 曾困于原音大圆满之境, 苦寻突破之法无果。 寿源将禁之时, 他重返足地, 将自己的灵根炼化为一件法宝, 并将一缕灵石寄存其中, 布下重重镇法, 将法宝隐匿于此。 而这法宝, 正是那青木根。 在其中, 他将自己对修道法门的总结刻印其中, 期待日后族中有闲才, 能够将其意志传承下去。 话音刚落, 老者的灵石便逐渐消散。 待他消失后, 徐天才从迷雾中醒来, 却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这混乱的战场之中。 见徐天沉默不语, 莫团越发焦躁, 口中怒吼。 好, 既然这法宝在你身上, 那老夫就亲自将它挖出来。 这一番话, 让徐秋林惊恐万分, 右手隐隐凝聚出一道星红的法印, 准备随时出手相救。 就在他即将迈出脚步之际, 叶正清的声音如同红钟般响起, 震得众人耳膜嗡嗡作响。 莫团老贼, 你给我站住。 你口口声声说的宝卧, 乃是我叶族先祖留下的无上灵根。 而这个小子, 天生便是个无灵根的废柴, 想来那青木根已经与他血脉相容, 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你若胆敢轻举妄动, 岂不是要将这西式珍宝毁于一旦? 叶正清挺身而出, 声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莫团的眼中闪过一丝迟疑, 心中暗骂, 这该死的叶正清竟敢在此刻阻挠我。 门主派我前来夺宝, 如今看来, 他的话倒也有几分道理。 若真因我一时冲动而毁了这法宝, 我如何向门主交代? 他嘴角勾起一抹阴险的笑容, 眼神中闪烁着脚狭的光芒。 叶正清, 你是想让我放了这个小子? 叶正清强忍地伤痛, 勉强站起身来, 咬牙切齿地说道, 哼, 莫团长老, 你若是不信我的话, 大可一事, 但后果自负。 你在故意激怒我, 但我可不是那么容易上当的。 莫团冷哼一声, 眼神中透露出危险。 不过, 宝物既然在这小子身上, 那我就只好带他回去交差了。 话音未落, 莫团便于伸手抓取徐天。 就在这时, 徐秋林手中的法印悄然收回, 紧握成拳朝前迈出一步, 却被叶正清伸手拦住。 阿玲不必担心, 即便他们带走了小天, 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有事的。 徐秋林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 最终无奈地摇了摇头。 叶正清说得对, 只能寄希望于徐天能够平安无事。 于是, 青衙门的人马在莫团的带领下, 浩浩荡荡地压着徐天离去。 徐天的背影在众人眼中渐行渐远, 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担忧与无奈。 而就在这时, 徐天的耳畔似乎响起了姑姑温柔坚定的声音。 小天, 记住姑姑的话, 若要筑击成功, 你需将全身的灵力汇集在天突, 但中, 七门, 天书, 驱驰, 汽海, 内观, 这七处学位。 第七章, 刷题, 得心应手。 徐天耳畔回想着姑姑的叮嘱, 他转过头望向叶族祠堂的庭院, 已然远去数百米。 虽然对那声音感到困惑, 但此刻他无暇多想, 身处险境, 最需要考虑的是接下来的遭遇。 老实点, 梁护法用力拍了拍徐天的肩膀, 这一长下去, 徐天差点从空中跌落。 片刻后, 徐天被带到了青衙门的巢穴, 堂上坐着一位彪悍的大汉, 正是青衙门的门主白强武。 墨团恭敬地向他行礼, 声如红中, 门主大人, 这法宝本是原因修饰的灵根, 却被这小子吸收了。 话音未落, 凉, 明两位护法, 便将徐天推了出来。 白强武目光如炬, 仔细打量着徐天, 似乎并未发现他有何特别之处, 便冷冷说道, 挖出来便是, 何必带个雷坠回来。 墨团面色一变, 连忙道, 门主有所不知, 此子体内并无灵根, 那朱灵根正好填补了他的空缺, 若强行挖去, 恐怕会。 堂上的众人已显得不耐烦, 白强武立声喝道, 照你这么说, 现在便无计可施了。 墨团吓得腿脚发软, 切切巴巴回道, 属下于一剑, 不如先将此人关押, 带有粮策, 后取法宝也不迟。 白强武略作思索, 见徐天毫无修为, 与其稍微缓和, 那就依你之见, 但若一巡之内你找不出办法, 我可饶不了你。 墨团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连忙招呼手下将徐天压入地牢。 在阴暗潮湿的地牢里, 徐天的双手双脚都被铁链锁住, 身下是一个法阵。 起初他试图挣脱锁链, 然而那锁链上不满灵力, 稍微一震便疼痛难忍。 脚下的法阵也将他的行动束缚住, 若一旦离开法阵便会遭受灵力的攻击。 绝望之际, 徐天突然想起了体内的青木根, 若那青木根真的与他融为一体, 那么此刻他也能够跨越修行的门槛。 想到此处他盘膝而坐, 双手自然搭吸, 闭目凝神, 暗自灌注内力。 他的意识随着心念飘向一处奇妙的境地, 脚下是一汪小小的水潭, 而他正悬浮在水潭之上, 四周似乎被某种力量隔绝, 不可踏出屏障之外。 徐天心中默念, 难道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石海, 可这小小的地方又怎能称之为海呢? 水潭静谧, 忽然间一道神秘的符文在潭面浮现, 宛如月光下的涟漪, 映射出十二加左元括号八乘以五右元括号四八等于的奇异符号。 徐天在等于后轻描淡写地写下十四, 符文随之消散, 紧接着又有下一道符文悄然出现。 就这样, 徐天一口气连续解答了五百道题目, 水潭的水面在他眼前渐渐扩展, 几乎是先前的两倍。 与此同时, 他感受到浑身的酸痛逐渐减轻, 灵力在体内奔腾而出, 宛如江河入海, 汹涌澎湃。 难道修炼灵力, 竟要通过这般算术之法? 即使如此变化真实无比, 徐天心中仍然有一丝不可置信, 仿佛置身于梦境之中。 此时, 他的修为已突破之炼气期第一层, 四周环境如同贼窝般, 危机四伏, 徐天丝毫不敢懈怠, 必须抓紧时间, 全力修行。 可自从他抵达炼气第一层后, 接下来的题目, 竟然全是小数与分数之间的纠缠运算。 当他解答到第257道时, 意外的失误, 使得临时被强制驱逐出石海。 可奇妙的是, 他并未受到丝毫损伤, 下一瞬又重新踏入石海。 这次, 他一口气成功答对500道题目, 灵力再度增强, 修为直升至炼气第二层。 徐天心中恍然大悟, 原来炼气的每一层, 都需要在石海中连续答对500道随机题目才能提升, 而题目的难度也随之增加。 于是, 他按下决心, 凭借这份优势更加勤奋修行。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接连解答了500道集合题, 500道一元一次方程题, 500道一元二次方程题, 500道二元一次方程题, 500道二次函数题。 在短短半日之间, 他从一个平凡普通的凡人, 蜕变成了炼气七层的修饰。 一连的突破, 让徐天信心倍增, 他打算一鼓作气, 将修为提升至炼气十三层圆满, 再如姑姑所言, 突破逐机。 但接下来, 却并非如他所愿, 炼气第七层时, 石海中的第一道题目便是, 不论实数H和直时, 函数F、X等于X1、A加一横过的点作标示。 这道难题, 令徐天皱眉思索良久。 他在脑海中, 仔细回忆着关于密函数的一切, 心中暗自推演。 最终明白, 若要恒定, 那么X1、A必须恒定, 故而当X1等于一时成立, 方得定点作标为2、3。 深夜降临, 徐天不再慌张, 尽心面对每一道题目, 因一旦出错, 便需从头再来, 哪怕是第499道也不例外。 直到夜色深沉, 他才终于完成了500道密函数的题目, 成功晋升至炼气八层。 这般费脑又耗力, 徐天的灵石一退入石海便疲惫不堪, 头一扎便沉沉入梦, 似乎在梦中继续与那一道道难题抗争。 第二日晨光乍现, 地牢外脚步声如同雷霆般回荡, 徐天心中暗自警觉, 迅速将自身灵力隐藏, 假装昏睡于冰冷的地面之上。 喂? 梁护法一脚踢上来, 声调中满是轻蔑, 随即朝徐天面前扔下两块窝头, 嘴里不住嘲讽, 果真是个废物, 得了原因法宝, 竟然依旧是个没有灵力的废物。 徐天未曾搭理, 只是缓缓坐起, 目送他走出地牢, 逐渐远去。 心中怒火难平, 他发誓要尽快提升修为, 早日突破, 狠狠叫去那些仗势欺人的草莽之徒。 接下来的四日, 徐天如同在刀锋上行走, 一边努力修行, 一边还要防备着这些小人。 在此期间, 他接连攻克了五百道指数函数, 五百道对数函数, 五百道三角函数和五百道反三角函数的题目, 终于一举突破了练气十二层。 一路上虽遭遇重重挫折, 却从未延起。 此刻, 徐天心中不由得感激那位夜族先祖所留下的经验总结。 尤其是在面对三角函数之时, 那夜族前辈总结的两角合攻势, 背角攻势, 三背角攻势, 半角攻势, 以及合插化机攻势, 皆成为他突破的有力助推。 若无此助力, 想要突破之练气十二层, 谈何容易? 正当徐天闭目养神之际, 忽然一个华丽的女孩悄然无声地靠近。 如今的徐天灵力已然觉醒, 感知敏锐, 若非如此, 定然察觉不到有人悄然而至。 你是谁? 徐天侧目打量着身旁的女孩, 语气中透着一丝警惕。 第八章, 少侠谦虚了。 徐天眉头微醋, 目光在那女孩身上流转, 仿佛要将她看个透彻。 眼前的女孩身着华丽衣上, 肌肤赛雪, 晶莹剔透, 但那双眸子里却藏着难以言说的哀伤, 犹如一抹孤独的影子, 在寂静的夜色中徘徊, 寻找着归途。 你无需紧张, 女孩的声音宛如清泉, 流淌在这沉闷的空气中, 瞬间打破了原有的压抑。 我们同在这牢笼之中, 本是同命相连。 她只是徐天, 那双眸子仿佛要看穿她的内心。 徐天半信半疑, 心中疑惑如麻, 交织成一张复杂的网。 若她真是囚犯, 为何身着如此滑贵的衣裳? 这反而让她对她的身份更加好奇, 甚至警惕。 你可知道, 如今清亚门的门主是何人? 女孩见徐天沉默, 语气中带着一丝急切。 徐天摇了摇头, 心中困惑如潮水般汹涌。 女孩缓缓起身, 背对着徐天, 声音低沉, 她是上任门主的亲弟弟, 名叫白强武。 而她的哥哥, 白强人, 正是我的父亲。 说到此处, 女孩的声音已带上了哽咽, 似乎有千言万语, 却难以启齿。 徐天心中涌起一股不忍, 看着她微微颤抖的肩膀, 分明是在为往事而哀伤。 你我素妹平生, 在这深夜, 你竟在我面前流泪, 岂不是让我甘大万分? 徐天终于开口, 言语中带着一丝关切。 女孩轻轻失去泪水, 转过身来, 眼中闪烁着无助的光芒。 她暗算我父亲, 才坐上了门主之位。 可我却…… 话未说完, 她眼中的光芒渐渐暗淡, 低下头去, 泪珠滑落, 滴落在冰冷的地上, 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苦楚。 我自小未曾见过父母, 连他们的模样都不曾知晓, 是姑姑一家将我抚养长大。 然而, 若只是沉溺于过往, 终究是自寻烦恼。 徐天语气温柔, 仿佛在安慰一颗受伤的心。 女孩听后, 仿佛从绝望中看到了一丝曙光, 跪在徐天面前, 恳求道, 求求少侠, 若能替我报此深仇, 小女子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徐天连忙摇头, 心中暗想, 她的期望未免太高了些。 姑娘的修为似乎在我之上, 你为何不亲自出手? 或许成功的几率更大。 她试探性地问道, 自幼便有人称我为修炼奇才, 十二岁便已是筑基中期修为。 然而, 这三年来, 我的修为却停滞不前。 女孩微微一笑, 眼中透着复杂的情绪。 我天生灵根残缺, 修为越高, 反噬便越强。 每每动用灵力, 便会损伤自身精气。 父亲为了我, 封了经脉, 虽有修为, 却无法动用灵力。 听他如此说, 徐天心中不禁生出几分怜悯。 眼前的女孩, 竟与自己有着相似的命运。 在这囚容之中, 彼此相望, 却无能为力。 尽管心中怀着怜悯, 徐天依然冷冷地拒绝。 即便如此, 我也不过是个练习器的修士, 又如何能与他们抗衡? 少侠谦虚了。 女孩微微一笑, 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自从白强武成为门主以来, 我一直藏身于那道暗门之后。 他只向徐天身后那扇半开的门, 继续说道。 而你在短短五日内, 便从普通人月升至练习十二层。 这可不是寻常修士所能做到的。 徐天向那扇门望去, 心中暗自佩服女孩的观察力。 然而, 此刻他只想保全自身, 早日逃离这阴暗无光的牢笼, 哪顾得上旁人的安危? 思索良久, 他终于开口, 即便我心向你, 但凭我一己之力, 恐怕也难以成事。 不过, 你若能助我逃出此地, 再联合夜族共同攻伐青衙门,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女孩听罢,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与此同时, 夜族之中却弥漫着惶恐与不安。 青木根传承数千年, 早已成为夜族的精神支柱。 族长门前, 几名族人围聚在一起, 愤愤不平地喊着 要去青衙门讨回青木根。 族长, 你倒是拿个主意啊? 难道要眼睁睁看着青木根 落入那帮匪徒手中? 一名族人激动地喊道, 是啊, 青木根乃我夜族至高无上的宝贝, 若失去它, 后辈修行无望, 我夜族又如何在这世上立足? 另一人也附和道, 夜正清眉头紧锁, 尽力安抚众人。 我身为族长, 自然心系族人。 但青衙门底蕴身后, 贸然前去, 无疑是送死。 他心中无奈, 徐天还在他们手中, 怎能不交集? 然而, 作为族长, 他必须为族人考虑。 经过与三位长老的商议, 这个决定已是无奈之举。 正因他在族中威信卓著, 才得以在几番劝解后, 将众人遣散。 院中静悄悄地, 叶正清的目光, 不由自主地被徐秋林所吸引。 心中一紧, 仿佛有什么难以言说的情愫在涌动。 他突然转身, 匆匆向房内走去, 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不愿与他多作停留。 秦哥, 你这几日, 为何总是躲着我? 徐秋林的声音如清风拂过, 却毫不留情地刺入了他的心扉。 叶正清停下了脚步, 强装出一副无辜的笑容, 仿佛要将自己的心事深埋心底。 哪有, 我只是心中愧疚, 没能护住小天。 这话虽是掩饰的借口, 却也流露出几分真情。 亲眼目睹, 如子侄般长大的孩子被掳走, 他又怎能无动于衷? 徐秋林听后, 脸色瞬间暗淡下来, 忧虑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是啊, 真不知小天如今身在何处。 不过, 你不必自责, 这件事并非你的过错。 他的声音中带着几分无奈与心痛, 仿佛千斤重担压在他的心口, 难以承受。 看到他的反应, 叶正清本想回屋, 却在门前不由自主地停下。 他心中犹豫, 情绪纠结如秋水般波澜起伏, 最终还是鼓起勇气, 缓缓说道, 阿玲, 那日, 你手中的法印, 话未说完。 他却摇了摇头, 心中情感难言表, 罢了。 徐秋林闻言猛然站起, 心中一震。 没想到他那日的谨慎举动, 竟然被清哥察觉了。 清哥,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我这么做, 纯粹是不想给你带来麻烦。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藏着掖着, 没在你面前路过半分实情, 其实吧, 阿玲的话刚起了个头, 就被叶正清温柔地截了虎。 阿玲, 你要是心里有啥过不去的坎儿, 甭管啥原因, 都不用跟我说。 咱俩之间, 那份掏心掏肺的真诚, 比啥都重要。 我懂你。 他的眼神, 冷冽如寒夜中的星辰, 却闪烁着不容置疑的坚决。 小天这孩子, 我夜正清发誓, 就算是上高山下火海, 也一定把他毫发无损地带到你面前。 院子里秋风乍起, 落叶如同被赋予了生命, 翩翩起舞, 旋转着, 飘落着, 仿佛是大自然最真诚的观众, 见证着他们这份沉甸甸的誓言, 聆听着那些藏在风中的深情与担当。 第九章, 分断函数, 数行结合。 夜色如墨, 徐天在幽暗的地牢中苦思冥想, 生死攸关之际, 一分一秒都显得弥足珍贵。 他的眼神如刀, 锐利无比, 胶着的心情使得他连夜参悟, 期盼能尽快逃出生天。 在修炼的这条荆棘之路上, 炼器的十二层所需面对的, 竟全是那些繁琐的分段函数。 似乎在青木根内的公式定理中, 从未留下任何痕迹。 然而, 命运的一丝眷顾, 令徐天想起脑海中曾浮现出的一幅幅图案, 伴随而来的是树形结合的启示, 如同在无边的黑暗中发现了光明。 初时, 他的思绪如同一潭死水, 无法理解其中的奥妙, 直到此刻才恍若被点醒。 原来, 破解那些数学难题, 若能灵活运用树形结合之法, 便能轻松应对。 早在那道关于密函数的题目之时, 徐天便隐隐感受到此道的深邃。 在那夜族鲜辈的总结中, 他只见到凡复的规律, 却始终未能找到有关函数图像的蛛丝马迹。 然而, 那一幅幅初等函数的图像, 却早已铭刻在他心中, 这层晋升对于他而言, 似乎并非难事。 此时, 石海中浮现出的第一道难题, 已知F, X, 等于, X, X, 2, 球, 2, 2, 内, F, X, 的直欲。 当看到题目, 徐天心中一阵, 毫不犹豫地将绝对之去掉, 迅速将其化为分段形式。 随后在一旁勾勒出函数图像, 数形结合, 最终得出执欲为8, 0。 这一刻, 他心中涌起一阵狂喜, 这数形结合的妙用, 果然如同一记加速记, 助他在修炼的路途上大大加速。 而那女子, 自从坦白新生后, 便在一旁静静守护, 即使为他放风, 更是紧紧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他如同一株清幽的蓝草, 静静盛开, 绝不允许任何干扰打扰到徐天, 因为修士的突破便是一鼓作气, 若中途受到惊扰, 前功尽弃便是自毁前程。 时光荏苒, 天色渐渐明亮, 然而在这阴暗的地牢里, 阳光却始终无法照进一丝光亮。 女子的心中渐渐浮起不安, 日出时分, 梁护法定会送来食物。 然而, 徐天依旧入定, 毫无突破的迹象, 令他心中焦急不已。 他暗自揪心, 若被梁护法察觉到异样, 恐怕两人都难逃牵连。 两人连姓名都未曾告知, 若徐天被识破, 定会暴露出他的行踪。 就在阴暗的长廊中, 熟悉的脚步声渐渐逼近, 女子无奈之下, 只得迅速躲回密室。 那脚步声愈发急促, 仿佛带着几分焦虑。 当梁护法奔至徐天的牢房外时, 却显得有些恍惚。 徐天躺在地上, 似乎于几日前并无二致。 然而, 梁护法心中虽有疑问, 仍旧绕着徐天观察了几圈, 未见异样。 最终, 他用脚轻轻踢醒了徐天, 夹杂着试探意味地问道, 你小子应当不能修行吗? 徐天心中一紧, 却依旧装作一副无辜之态, 口中辩解。 我没有灵根, 自然不能修行啊。 别在这装傻, 轻木根就在你身上。 若是让你修行, 可就麻烦大了。 并将他心中的不安驱散。 果然没开辟出试海, 看来你真不能修行。 话音未落, 他便像往日一样, 将窝头扔在徐天脚边, 转身离去。 离开时, 他小声嘀咕, 这真奇怪, 明明这个小子不能修行, 刚才我却感受到地牢里有灵力波动。 看着梁护法的背影渐行渐远, 徐天终于松了一口气。 原来在那女孩刚回到密室的瞬间, 他成功解答了第五百道分段函数的题目, 修为也因此突破之炼器十三层。 那一瞬间灵力涌动, 正是被梁护法察觉的原因。 不过, 徐天心中明白, 自己的石海并非自身开辟, 而是借助轻木戈尔城, 这才躲过了这一截。 那石海并不在他眉心之处, 而是寄存于轻木根之中, 岂不巧妙。 女孩不知不觉又一次站在他身后, 像是幽灵般轻盈。 感受到背后的异样, 徐天转过头, 你能不能别每次都无声无息地出现, 真的很吓人。 女孩点了点头, 随即说道, 少侠现在炼气圆满, 可以尝试筑机了。 徐天想到了姑姑的叮嘱, 筑机需将周身灵力集中, 汇聚在七处穴位, 天突, 半钟, 七门, 天书, 驱驰, 气海, 内观。 他把自己所知, 一一告诉女孩, 女孩却微微摇头。 你只知道这些, 却不知突破筑机需要一气呵成, 若失败, 体内灵力躁动, 反而容易造成伤害。 说吧, 女孩从腰间掏出一个紫色的小瓶, 乘着三颗丹丸, 所以, 少侠筑机必须一举成功。 此丹药是我父亲在外游历时, 遇到的仙姑所赐, 名为筑机丹。 筑机丹? 徐天愣住了, 这种丹药他从未听闻, 也未见过夜族中有人筑机使用过。 少侠筑机时, 若体内灵力躁动, 便可服下此丹, 以压制躁动。 原本是有七例, 我当初筑机时服用了四例, 如今只剩下这三例。 女孩的眼中流露出一丝担忧, 少侠连日突破, 灵力暴涨, 却对灵力的控制生疏, 恐怕现在筑机并非良机。 徐天心中认同这样的说法, 但自己只有一身灵力, 又无功法, 该如何练习操控自身灵力呢? 他眉头紧锁, 愁苦的神情显露无遗。 女孩见他如此, 温柔地说道, 少侠无需过于担忧, 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文婷此言, 徐天心中顿时充满了喜悦。 他对眼前的这个女孩, 不知不觉中生出了许多信任, 仿佛她的话语中蕴藏着不可动摇的真理, 对于他所说, 徐天更是没有丝毫的怀疑。 好, 我将传授你一本功法, 你只需按照上面的修炼方法, 结合自身的领悟与参悟, 便能够吸得。 说着, 女孩递出一本秘籍, 上面书写着幻塑金章四个字, 自己求尽有力, 透着一种神秘的魅力。 不过, 如今我被这锁链和阵法所困, 恐怕修炼起来也十分困难吧。 徐天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 心中暗自私存着, 如何才能逃脱这困境。 女孩轻轻一笑, 笑容如春风拂面。 你也不必试探我, 这个阵法, 乃是我父亲亲自布下, 原本就是为了困住炼气修饰而设的。 你若能成功助击, 那就没有什么好担忧的了。 更何况, 这部功法乃是传承自心法, 无许你非得依赖刀枪, 静心修炼, 自能应对自如。 第十章, 幻速经章。 徐天轻轻翻开那本秘籍, 第一页上浮现出几个苍境有力的字迹, 幻速经章。 这乃是一门高深的内功心法, 旨在助修是灵巧调动灵力, 增强内力之欲用于掌控。 再往下, 字里行间透露出此功法分为四层, 每一层皆有不同的招式, 境界欲高, 修德之法愈加深奥。 然而, 当他继续翻阅, 却赫然发现后面竟是一片空白, 突如其来一道金光字书中窜出, 猛然刺入徐天的眉心, 盘旋片刻又猛然退回书中。 徐天不解, 满脸困惑道, 这到底是个什么道理? 一本空白的心法, 我又如何修习? 一旁的女孩也显得惊差不已, 我一不明白, 修习功法需在石海中破除禁止, 才能见到修习之法, 所有功法既是如此。 难道他未曾探查到你的石海? 徐天听罢, 恍然大悟, 方才意识到他的石海并不再没清楚。 他闭上双眼, 运转灵力, 将灵石聚焦于那本秘籍, 顿时, 一缕金光再次浮现。 在徐天的引导下, 金光缓缓靠近他的胸口, 猛然间便钻了进去。 与此同时, 徐天的石海中也感应到了那道金光, 金光在石海中盘旋一周, 继而潜入深处。 水面上浮现出一道奇异的题目, fx等于1a3x加7a加2x小于12x2加xx大于等于1。 他无需多想, 思绪已然涌现。 当x等于1时, 1的函数值应大于2的函数值, 且2, 需保留顶点右侧部分, 方能使fx单调递减。 于是, 徐天立刻列出数个不等式, a3小于0, a大于0, 12a小于等于1, 8a一大于等于a加1, 综合之下, 得出a在1、2、3区间内取值。 徐天见到如此结果, 清晰写在问题之后, 随即那功法中树道金光, 开始涌入他的石海。 他依照功法描述, 心境渐渐平和, 多次在瞬息之间调动灵力。 随着练习, 他已能轻松自如地聚集与释放灵力。 随后, 他开始修习第一层的招式, 名为幻影步。 这招通过灵力调动, 能形成幻影, 瞬间一步数尺之外, 令敌人产生错觉, 既可用于攻击, 亦可用于躲避。 然每每一离阵法, 便被阵法之力强行扯回。 女孩, 见他仅用一个时辰, 便将第一层掌握, 喜色满面。 看来你已将这第一层掌握得相当不错, 线下感觉如何? 是否能自如地控制灵力? 徐天心中欢喜难掩, 笑道, 休息此法后, 我已感觉调转灵力得心应手。 但这第二层, 又是何等神妙? 他与其中满是期待, 手已迫不及待地向后翻去, 再次将浮现的金光引入尸海。 见他如此焦急, 女孩心中无奈, 暗自私存。 这第二层的静置, 乃是筑机圆满之境才能休息, 连他自己尚未掌握, 如何能亏得其中奥秘? 然而, 徐天面对那静置, 却显得从容不迫。 那道复合函数的题目虽然复杂, 却在他心中闪过一丝灵光。 若是他人, 未踏入此境界, 自然难以领会其中玄妙。 但徐天却有神秘力量相助, 那些公式与定理早已在他脑海中如影随形。 此刻正式展现之时, 他挥手之间便将答案推演而出。 那本心法瞬间爆发出比之前多几倍的光芒, 犹如晨曦出入, 汹涌而入他的体内。 见此情景, 女孩竟愣在原地, 喃喃道, 怎么可能? 这简直不可能? 明明第二层只有筑机修饰才能休息。 不久, 徐天便掌握了第二层功法, 金光护体。 此法通过运转灵力, 形成一层金色光罩, 抵挡外界攻击。 此招不仅增强自身防御, 且在灵力充沛之时, 光罩还可反弹部分攻击力。 接着, 徐天一口气连连破除第三, 第四层的静止, 轻松习得起法。 第三层招式名为速影斩, 将灵力凝聚于掌心, 化作无形利刃, 瞬间斩出, 攻敌于无形。 这招速度之快, 寻常修饰根本难以躲避。 而第四层功法名为幻灵归原, 将灵力调动至极致, 形成灵力漩涡, 能瞬间吸收周围灵气, 恢复自身灵力。 此招在危急时刻, 可逆转战局, 然而最大的缺点, 便是短时间内, 只能施展一次。 徐天停下动作, 将功法递给女孩, 却见她神情呆滞, 急忙关切道, 喂, 姑娘, 你这是怎么了? 女孩愣了好几秒才回过神来, 惊讶道, 你竟然将幻速金章炼成了? 纵然从始至中都在旁观察, 他依旧难以置信。 嗯? 徐天点头, 我是不是不该给予一口气全修炼? 女孩摇头, 似乎也平复了心情, 既然少侠如此天资卓绝, 不妨开始着手助击。 能将原音功法习得, 助击怕也是不在话下。 徐天正有此意, 短短三个时辰, 已然熟练自如地, 调转周身灵力, 助击之事, 必然不在话下。 随后, 他盘膝而坐, 静心宁气, 调动灵力, 一气呵成。 当灵力依次灌入天突, 但中, 七门, 天书四处学位时, 并未见异常。 然在天书之后的驱迟学之时, 灵力却突然失去控制, 体内残余灵力四处狂窜, 徐天的身体也随之炙热, 似要被这些灵力冲破一般。 见此变故, 女孩顾不得多想, 迅速取出一颗助击丹, 毫不犹豫地塞入徐天口中。 助击丹入侯, 徐天体内的灵力瞬间温和下来, 犹如被驯服的野兽, 安静下来。 此时, 少女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复杂的情感, 既是震惊, 也是钦佩。 想当年, 她在助击之际, 虽是通过助击丹将那股暴动的灵力暂时压制住, 但却也消耗了她不少的心神与时间。 徐天心中难免感慨, 这助击丹果然非同反响, 伏下之后, 灵力竟如猛虎下山, 瞬间便破开束缚。 尽管后来的灵力波动未在显现, 但那剩余三个穴位内的灵力凝聚, 实在有些艰难, 犹如一位老者面对众多敌人孤独地与之周旋。 待到夜深人静, 月色如水, 徐天终于将逐迹的过程圆满结束。 体内灵力如海啸般翻涌, 但她也耗尽了大量的体力, 仿佛是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筋疲力竞得再无力气。 长时间的高度专注令她激进崩溃, 但此刻, 时间如白居过细, 不容她有丝毫的怠慢。 眼下最要紧之事, 便是解开脚下那张法阵。 被捆绑如此之久, 今日也该好好活动筋骨。 她暗暗思寸, 胸中燃起一团热火, 仿佛剑锋已然出窍,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 第十一章 星星相惜, 坦诚相对。 地牢阴暗, 悠悠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 徐天正专注于破除那束缚自己的法阵, 耳边突然传来女孩的声音。 少侠, 莫要心急, 破阵之法, 首先须找到阵眼。 但徐天显然不愿意再等待, 手中已然聚集起一股强大的灵力, 瞬间便发动了速影斩, 划破寂静。 光刃如雨般清晰而下, 整个地牢顿时被照得通明, 然而脚下的法阵却毫发无损, 反而爆发出一股巨大的能量, 犹如泉水般袭来。 碰! 一声巨响, 徐天竟被那股力量猛然击向天花板。 重重撞击的瞬间, 他感觉像是全身的骨头都要崩裂, 狼狈的样子让他原本英俊的面容显得有些滑稽。 女孩愣住了, 眼中闪烁着难以置信的光芒。 少侠, 难道你就如此急于出手吗? 两人对视, 单大的气氛弥漫在狭小的牢房中, 空气中似乎都能听见心跳声。 嗨嗨, 那个, 徐天挠了挠头, 脸上浮现出一抹惭愧。 我只是想试试这素影斩的威力。 说吧, 他站起身来, 双臂有些不知所措地摆动在身侧。 女孩并未揭穿她的窘迫, 反而语气温柔地解释道, 此阵的阵眼在昆卫, 你只需将灵力汇聚在指尖, 点上此处便可破除阵法。 徐天挠着脑袋, 满脸茫然。 那姑娘早为何不说? 但低头转圈的她, 却始终迟迟未能下手。 这一幕落在女孩眼中, 不禁让她有些费解。 少侠, 是不是对八卦之理不太懂? 她试探性地问道。 徐天憨憨一笑, 微微摇头, 女孩被她的模样逗乐, 心中的紧张也随之散去。 于是, 她走进一步, 用脚点了点地面, 此处便是昆卫。 她向后退去, 徐天此时已将灵力调动至右手指尖, 青紫色的光芒闪烁得如繁星般璀璨。 指尖轻轻一点, 法阵的纹路瞬间从那处开始消散, 直至整座阵法尽数解开。 徐天兴奋不已, 满脸喜悦, 心地握住了女孩的手。 她面颊微红, 徐天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利, 急忙松开手。 女孩背过身去, 低声道。 少侠, 随我一同经历事吧。 哦, 好, 徐天心潮澎湃, 内心暗自慌乱, 那个, 刚刚, 抱歉。 女孩并未介意, 反而微笑道, 你不打算解开镣铐吗? 徐天这才反应过来, 低头一看, 双脚上依旧缠着铁链, 手指轻轻一挥, 轻紫色光芒闪动, 镣铐硬声落地, 发出清脆的声响。 两人一同走向那隐秘的小门, 门后是一条狭长, 黑暗的通道。 徐天好奇地问, 这里连烛火也没有吗? 女孩走在前面, 回头一笑, 烛光只会暴露这里。 在那幽暗逼色的空间中, 徐天的心中, 不由自主地涌起一股情感。 她暗自感叹, 这女子竟能再次藏匿如此之久, 宛如一朵娇艳的花, 埋葬在了黑夜之中。 两人行走在石缝间, 脚步稳健, 终于在前方的缝隙中, 窥见一道微弱的光亮, 仿佛是一线生机, 让他们的心中燃起希望。 彼此心照不宣, 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 阳光与自由的呼唤, 如同久违的情人, 让他们渴望得无以复加。 当他们来到那缝隙旁, 女子停下了脚步, 语气如春水般柔和, 接下来, 还要看少侠的本事了。 徐天回应道, 明白。 然而, 他并未急于行动, 而是先问, 这次可没有什么阵法之类的了吧? 女孩轻轻一笑, 眼中闪烁着几分灵动, 少侠放心, 这次没有。 他话音刚落, 骤然之间, 数十道青紫色光刃如雨而下, 瞬间将挡在前方的石块撕裂成碎片。 遮挡进去, 清晨的阳光毫无顾忌地洒下, 温暖的光芒照在他们的脸庞上, 仿佛唤醒了沉睡的灵魂。 许久未见天日, 真是有些刺眼, 这阳光洒在身上, 真让人倍感舒适。 女孩扮演着眼睛, 脸上绽放出如花般的笑意。 徐天望着眼前的女子, 心中愈发复杂, 对她的怜悯, 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同情, 化为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 于是, 她微微一笑, 目光温柔如水, 我叫徐天, 你呢? 她回头望向她, 眼中似有心灰闪烁, 轻声道, 徐天, 谢谢你带我出来, 我叫白颖若。 嬉笑过后, 两人却陷入了困境, 这洞口高悬于崖壁之上, 既无法上去, 也无法下去, 真是让人头疼不已。 徐天大哥, 你是否能遇见飞行? 白颖若柔声询问, 眉目间透着一丝期待。 徐天微微皱眉, 眉宇间流露出难色。 我修为如何来的, 恐怕你心中明白。 当日你是如何进来的? 三月前, 父亲遭暗算, 是明叔叔悄然带我至此, 并用巨石封住了洞口。 白颖若顿了顿, 似乎想起了什么, 眼中闪过一抹亮光。 他从怀中取出一本秘籍, 上面赫然写着锁灵树三字, 我爹便是用此树封住我的灵力, 或许上面有破解之法。 徐天接过书卷, 毫不犹豫地开始研读。 这锁灵树乃是金丹修士才可掌握的术法, 但在他眼中却并非难事。 与此同时, 在地牢内送饭的梁护法一脸的茫然。 这小子竟像是人间蒸发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真是让他感到心中不安。 地上的阵法已被抹去, 只留下空荡荡的镣铐, 仿佛在嘲笑他的失职。 完了, 得赶快禀报门主。 他心中焦急, 但刚走出牢门又犹豫地退了回来。 不行, 若是门主知道, 定然不会轻饶我。 他在牢房里徘徊, 四下张望, 心中乱作一团。 忽然, 他瞥见了墙壁上竟有一双掌印, 四周的石壁上满是尘土, 唯独此处留有清晰的痕迹。 莫非这石壁后另有洞天? 他心中一动, 便开始试着退拉石壁。 然而那石壁却纹丝不动, 就在他陷入自我怀疑之时, 似是明白了什么。 难道, 这暗门只能在那头开启? 就在此时, 突然一个拳头轰然穿过了石门。 几声轰响后, 梁护法眼前显现出一条狭长的小道。 此刻, 他再也顾不得犹豫, 迅速跑了进去。 与此同时, 徐天也参悟了锁灵术的深意, 原来此树乃是以灵力压制灵力, 白颖若的灵力被他父亲锁在了七处穴位之内。 徐天双手掐印, 依次点在了白颖若的七处穴位, 在催动自身灵力, 以逆转之势将灌入白颖若体内的灵力, 牵引而出。 一刻钟后, 白颖若体内他父亲的灵力终于被引导而出。 他振臂一挥, 白色的气息缭绕在他的周身, 徐天大哥, 我们走吧。 话音刚落, 白颖若背上的长剑便如有灵性般飞出翘腕。 他们双双踏上剑身, 正欲离去, 然而那飞剑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催动。 身后忽然传来一阵阴森的笑声, 差点让你们逃了, 宝贝小姐, 原来你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啊。 原来是跟上的梁护法, 以灵力控制住了白颖若脚下的剑。 第十二章, 你是哪头的? 哎呦喂, 小姐, 我可是跋山涉水, 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您哪。 梁护法那张脸, 笑得跟盛开的向日葵似的, 灿烂的能照亮整个阴暗的地牢。 白颖若的眼神锐利如剑, 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烧, 声音冷冽如寒风刺骨。 梁护法, 我再叫你一声是给你面子。 我父亲带你不薄, 你为何恩将仇报, 偏偏要站在白强五那个渣子一边? 梁护法撇撇嘴, 不屑一顾地笑道。 哼, 这年头, 谁全都应谁, 就是老大。 白强人那老好人, 心慈手软, 能带领我们青衙门走向辉煌吗? 笑话! 他的目光一转, 落在徐天身上, 满是讥讽。 小子, 你还挺有两下子, 连我都被你瞒过去了。 说什么梅灵根不能修行, 差点就让你给溜了。 徐天挺身而出, 毫不畏惧地将白颖若护在身后, 灵力涌动, 气势如虹。 来吧, 既然追上来了, 不打一架怎么行? 梁护法冷笑一声, 大刀一挥。 有种, 那就让我看看, 得了青木根的你, 到底有几斤几两? 话音未落, 黑色雾气缭绕, 化作两道灵力的刀影, 直取二人要害。 徐天和白颖若身形一闪, 施展幻影部, 留下一串串残影, 让人眼花缭乱。 徐天瞅准时机, 闪到梁护法身后, 右手高举, 猛然发动速影斩。 与此同时, 白颖若常见出窍, 灵力灌注, 见光如雪, 直刺叛徒心窝。 然而, 梁护法却如同泥丘般滑溜, 黑雾缠身, 轻松化解了两人的攻势。 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大小剑, 您可真是大方, 居然把幻塑金章这么珍贵的秘籍 都传给了外人。 要是您乖乖教出来, 我或许还能放您一条生路。 索梦。 白颖若怒喝一声, 脸颊飞红, 眼中满是坚定。 梁护法脸色一沉, 敬酒不吃吃罚酒。 说着, 大刀一挥, 将白颖若狠狠推出, 他重重地摔在地上, 疼得脸色苍白。 徐天健壮, 怒不可遏。 你这混蛋, 只会欺负女人。 梁护法转身, 目光如刀, 盯着徐天。 我倒是小看你了, 居然把幻塑金章修炼到了第三层。 不过, 你今天要是跑了, 日后必成大幻。 话音未落, 他已如猛虎下山, 大刀裹挟着黑雾, 直取徐天要害。 徐天心之修为尚浅, 难以抵挡, 急忙施展灵力护盾。 然而, 那护盾在梁护法的猛攻下, 瞬间崩溃, 他口吐鲜血, 亮强后退。 白颖若健壮, 心急如焚, 却因灵力消耗过大, 四肢无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徐天受难。 这极初期的小子, 跟我斗, 你还那了点。 梁护法步步紧逼, 胜券在握。 袖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密道中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笑声, 宛如晴天霹雳。 梁护法, 看来你这次可是立下大功了。 徐天心头一紧, 暗道不好, 又一个筑基大圆满的高手来了, 甚至可能已经踏入贾丹境界。 他刚抬起的手, 仿佛被无形的力量压制, 缓缓垂下。 目光凝聚, 只见来者竟是明护法。 白颖若看到明护法的脸, 眼眶瞬间湿润, 却依然保持着沉默, 内心五味杂陈。 明护法, 你为何跟来? 梁护法语气生硬, 带着一丝戒备, 如同警惕的野兽。 明护法笑容满面, 声音如春风拂面。 哈哈, 梁护法何必如此紧张? 我不过是担心你的安危罢了, 岂会抢你的功劳? 梁护法显然不幸, 眼神中满是怀疑。 明护法并未与他争辩, 缓步走到白颖若面前, 轻声细语, 小姐, 别来无恙啊。 他的声音柔和而充满温情, 仿佛在诉说着久别重逢的喜悦。 梁护法则在一旁暗自提防, 时刻注意着明护法的举动。 然而, 下一秒, 明护法突然出手, 一把掐住白颖若的脖子, 将他悬空提起。 徐天大惊失色, 历声喊道, 放开他。 明护法却只是轻轻一笑, 隔空一掌将他震退。 白颖若的眼中满是惊恐与无助, 而明护法却仿佛没有看见一般。 把人带回去吧。 明护法走到梁护法身旁, 语气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梁护法见状, 放下了戒备, 抓起徐天的衣领, 准备向蜜道深处走去。 然而, 刚走出几步, 他突然一顿, 手中的力量骤然松开。 低头一看, 只见一只血淋淋的手, 已经穿透了他的胸口。 鲜血如喷泉般涌出, 瞬间染红了他的衣衫。 你, 果然, 没, 嗯, 好, 行。 梁护法用尽最后的力气, 说完这句话, 随着那只手的抽离, 他的身体无力地倒在地上。 明护法轻轻放下白颖若, 手掌抵在他的后背, 向他体内灌输凌厉。 小姐, 刚才多有得罪。 若不是用这个计谋, 恐怕我们难以全身而退。 他的语气中, 满是歉意与愧疚, 仿佛风雨过后, 心中的愧疚如潮水般涌来。 白颖若却并未怨恨他, 眼中流露出信任与感激。 明叔说, 我知道你是来救我的。 言罢, 他的心情渐渐平复, 身体也恢复了几分力气。 明护法走到徐天身旁, 目光如炬地打量着他。 突然, 他一掌拍在徐天的胸口, 暗静如电, 瞬间钻入他的石海。 白颖若心头一紧, 险些失声惊呼。 这小子居然连遇见飞行都不会。 明护法眉头紧皱, 从怀中掏出一把飞剑递给他。 遇见飞行乃是修仙者的基本技能, 我已将心法传给你。 快带小姐离开。 他若有半点闪失, 我唯你是问。 话说完, 明护法又深情地望了白颖若一眼。 那眼神仿佛要将他的模样永远均刻在心底, 随后身形一晃, 遇见成风, 眨眼间便消失在了连绵的群山之后。 只留下一抹令人难以忘怀的倩影, 在他心头萦绕不去, 如同晨曦中的轻雾, 久久不散。 待他身影彻底消失在天际, 明护法终于卸下了坚强的伪装。 在一个隐蔽的角落, 他俯下身躯, 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 只有那无声的泪水, 悄悄地滑落脸颊。 每一滴都承载着对命运无常的无奈与感伤, 为那些错综复杂, 难以言说的纠葛, 默默地哀悼。 而另一边, 徐天深知时间不等人, 他紧紧握住白影弱的手, 那股温暖透过掌心传递开来, 给了他无尽的力量。 他深吸一口气, 脚下凌厉涌动, 长剑轻轻一举, 两人便如同离弦之剑, 遇见冲天起, 划破长空。 第十三章, 谁在掩饰? 叶祖祠堂的大院中, 人头传动, 众人议论纷纷, 生生入耳。 组长, 今日召集族人, 莫非是为了那青木根? 叶祖巧声凑到叶正清身边, 目光闪烁, 低语道。 叶正清微微点头, 脸上凝重的神色, 如同高悬的乌云。 这几日我未曾露面, 绝非将此事置之不理。 他的话语, 如同溪水缠缠, 却又透着一股力量。 我已成功冲击结丹, 正是时候讨回那青木根。 人群中, 叶洛生听闻此言, 心中激动不已, 尊重的情感几乎异于言表, 为师父的成功而欢欣鼓舞。 我就知道, 族长绝不会做事。 有人高声应喝, 声音如同雷霆般响亮。 正是, 族长如今已是金丹修士, 乃我叶族之幸。 另一人也跟着应声, 目光中闪烁着崇敬。 这次前去, 务必捉拿捺莫团老贼。 众人喊道, 气氛愈加热烈。 在这七嘴八舌的讨论中, 叶正清一声令下, 祠堂内顿时尽如死寂, 所有目光齐齐聚焦于他。 此行胜算渺然, 让我叶族之宝流落在外。 若有谁不愿随我而去, 我也不强求。 叶正清的声音铿锵有力, 宛如山崩地裂。 然而, 祠堂内的众人各个神色坚定, 无一人退缩。 此战乃为我叶族的千秋万代, 我等愿追随族长而去。 有人高喊, 声音如同战鼓响起。 对, 我等绝不对缩。 众人齐声附和, 气势如虹。 叶正清见此, 内心欣慰, 族人如此齐心, 正是他所渴望的画面。 随即, 他为座多停留, 便带领着叶族驻鸡以上的族人, 朝着清衙门的方向飞去, 黑压压一片, 浩浩荡荡, 宛若奔腾不息的江河。 清衙门内, 宿明护法正在大堂中, 向白强武倾诉着什么。 明护法接到召唤, 踏入大堂, 见宿明看他进来, 立刻止住了话语。 看着坐上神情冷峻的白强武, 明护法心中似有所猜忌, 却为在脸上露出分毫一样, 照常走上前, 恭敬作依。 门主, 您找我有事。 明护法试探着问道, 语气中透着一丝紧张。 然而, 白强武见他, 瞬间怒火中烧, 右手一挥, 犹如狂风骤雨, 隔空给了明护法一记耳光。 明艳, 你个吃里爬外的东西。 他的声音低沉, 却透着刺骨的杀意。 明护法自然不会轻易认错, 属下不知门主今日所为何缘, 恳请门主不要听信小人之言。 他的话中透出一丝不屈, 目光冷冷落在宿明身上, 寒意逼人, 令宿明不敢与其对视。 哼, 白强武冷哼一声, 目光如刀, 我知道你杀了梁护法, 放走了夜族那小子和白强人那个废物的女儿。 你以为我会不知? 此时, 明艳再也无法保持恭敬, 腰杆一挺, 眼中闪烁着愤怒的火焰。 你暗中残害兄长, 强取豪夺, 非但不忏悔, 反而还想将青鸭门推向灭亡, 真是小人之行, 终会自食其广。 明艳的声音, 如同寒冬腊月的风, 透着无尽的愤怒与冷酷的鄙夷。 幻塑金张在他手中, 我绝不会让他逃脱, 抓回来是迟早之事, 莫团已带人追击而去。 白强武端坐于上, 全然不在意明艳的讽刺与指责, 目光中满是对那门心烦的渴望。 明艳心中一紧, 忍不住问道, 你究竟想对小姐做什么? 白强武冷冷一笑, 缓缓说道, 自然是送那小贱人与他的废物老爹团圆, 何乐而不为。 明艳再也忍耐不住, 猛然一闪身, 力爪已然伸向白强武。 然而, 白强武却不为所动, 依旧端起茶盏, 仿佛这场交锋不过是一场游戏, 强大的威压如山岳般压下来, 令明艳无力反抗, 直逼得他动弹不得。 活着好好看着吧, 别自寻死路, 我要让你亲眼见证, 青衙门是如何在我手中越走越远。 他站起身, 从高位走下, 神情间透着不屑与轻蔑。 徐天心中焦虑, 既是担忧青衙门的追击, 又是挂念着自己的姑姑姑父和那调皮的妹妹。 徐天, 你的石海不在眉心之处吗? 白颖若在他身后轻声问道, 声音如同细语般温柔。 徐天微微侧目, 眉头一皱, 青木根化作我的灵根, 终究不是我自己的, 但石海也在其中。 眼中闪过一丝聪慧, 明叔叔教你遇见之术, 非是点你眉心, 而是拍你胸口, 我便猜出一二。 然而, 白颖若的面色忽然大变, 神情紧张, 前方有高阶修士来袭。 徐天同样察觉到了这一点, 心之不妙, 连忙与白颖若躲入山林之中。 片刻之后, 视线中浮现出一群人, 为首者赫然是叶正清。 徐天心中警惕稍减, 打算现身与姑姑父会合, 却被白颖若一把拉住, 后面青木崖的人追来了。 虽说两人都是助击修为, 但白颖若的感知似乎更加敏锐。 果不其然, 话音未落, 墨团与布群带着众人, 已然拦在了叶族人面前。 叶正清怒火中烧, 生如雷霆, 快把徐天和青木根放回来。 墨团轻蔑一笑, 嘴角勾起一抹嘲讽。 金丹已结, 语气果然变了。 旁边的布群也附和道, 徐天早就逃之夭夭, 你们倒是自投罗网。 闻言, 叶正清心中虽有些许欣喜, 但就愁未解, 今日一战再所难免。 那青木根, 叶孤城向前一步, 心中焦虑如焚。 真是见不得, 你们这份虚伪嘴脸, 快把徐天小子和白颖若二人交出来。 墨团显然不幸, 冷笑着认为这是叶族的缓兵之计。 三言两语后, 双方剑拔弩张, 战斗一触即发。 墨团, 今日就让我独自来对付你。 叶正清的声音, 如同破空而来的雷霆。 长枪在手中旋转, 昆原枪法施展的恰到好处, 犹如山风吹拂, 轻盈而又沉稳。 那灵力的蕴寒, 叫当日在祠堂之战, 以强出数倍, 出招之计, 宛如电光火石, 迅捷无比。 墨团面色一变, 心知此招威力巨大, 来不及施法, 便仓促向一旁闪避。 可那锋利的枪影, 枪影划破长空, 气势如虹, 直逼前方一座山头, 瞬间将其山顶削去, 化作无数碎石洒落, 震耳欲聋。 金丹初期, 竟然强得如此? 墨团心中暗自惊叹, 眼前之人已非昨日可比。 他迅速运转凌厉, 手指飞快掐动法应, 口中低音, 天灵手。 刹那间, 一只巨大的手掌凭空而现, 猛然朝叶正清袭去。 然而, 叶正清脸上毫无慌乱之色, 眼神如炬, 手中长枪高高举起, 迎向那扑来的巨掌, 仿佛在这天地间, 他就是那无往不胜的战神。 两者相撞, 瞬间爆发出滔天的气浪, 震动四方, 似乎连浩瀚的山河都为之颤抖。 第十四掌, 你小子这么厉害! 墨团的天灵掌, 宛如一条绝地的江河, 却在叶正清的长枪之下, 瞬间被洞穿。 化为一抹残影, 如烟似雾, 消散于天地间, 只留下一地朦胧。 紧接着, 二人交战的身影如同两道飓风, 疯狂交织, 轰鸣声不绝于耳。 震战着连绵的山川, 令周围的筑基修士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纷纷受到波及, 无法自保。 可墨团仿佛始终被一道无形的枷锁束缚, 始终处于下风, 难以翻身。 另一边, 叶依倩与叶孤城各自面对一名护法, 战斗得难解难分。 而叶鲁则孤身一人对抗着布群与另一名护法, 身形逐渐显得吃力, 仿佛随时都会崩溃。 正当叶鲁陷入生死危机之时, 叶洛生目睹父亲的险境, 毅然决然地挣脱了与敌人的纠缠。 如同一道闪电, 向叶鲁的方向急迟而去, 口中声声呼喊, 爹, 我来助你。 然而, 叶鲁却高声目吼, 你来干什么? 快走! 话音未落, 他已分出心神, 衣袖一挥, 一股无形的力量将叶洛生推了出去。 仿佛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 隔绝了他的冲动与危险。 空中, 各种法力交织犹如绚烂的烟火, 染红了半边天空。 山中的草木在法力的激荡下摇曳生姿, 仿佛都在为这场生死斗争而颤抖。 徐天望着局势愈发紧张, 心中犹豫不决, 想要出手相助, 却又担心打乱整体的布局。 白颖若似乎看穿了他的纠结, 低声劝道, 此时出手, 不如静观其变, 他们都是助击以上的高手。 你若贸然现身, 只会让局势更加混乱。 徐天心中虽有不甘, 却也明白他言之有理。 正当他难以抉择之际, 白颖若再次开口。 若有机会, 务必一击毙命, 莫端此刻已成败事。 他们人心不稳, 正是我们反击的良机。 嗯…… 徐天看着他坚定的眼神, 心中暗自发誓, 定要为他手刃仇敌。 此时, 叶鲁面对两人的联手围攻, 已经节节败退。 然而, 那两人却如影随形, 步步紧逼, 是要将他置于死地。 无奈之下, 叶鲁只得一边对敌, 一边后退, 将敌人引入险峻的群山之中。 他暗中结印, 终于一切准备就绪。 转身之间, 他手中的法印迅速放大, 光芒四射, 一只猛虎之影从中探出, 蕴藏着惊天动地的力量, 突如其来的猛虎重重击倒在地, 护法正面遭受重创, 瞬间毙命。 而步群虽重伤倒地, 但片刻后, 竟又振作起来, 横空而起。 叶鲁施展此招后, 体内灵力几乎耗尽, 脸色苍白如指, 已无力再战。 步群察觉到他的虚弱, 冷笑一声, 抹去嘴角的鲜血, 眼中满是不屑。 你已游进灯枯, 乖乖受死吧。 然而, 话音未落, 无数道青紫色光刃, 如暴雨般从天而降, 从步群身后袭来。 步群再次被重重击落, 摔出一个大坑。 他挣扎起身, 抬眼望去, 只见偷袭之人正是徐天, 愤怒瞬间涌上心头。 可还未等他开口, 白颖若就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中。 小姐! 不, 白颖若, 你竟与他们同流合污? 步群震惊地喊道。 但白颖若根本不想理会这个叛徒, 常见高举, 心中怒火滔天。 见光一闪, 刺向他的心口, 恨意如刀, 声如雷霆。 你们这些叛徒, 我是要将你们一一清除, 为我的父亲报仇。 徐天的突然出现, 让叶鲁惊愕不已。 他万万没想到, 这个曾经毫不起眼的小子, 竟在短短几日内, 踏入了筑击初期的境界。 然而, 他尚未开口, 便感到全身力气, 如同被抽走一般, 瞬间失去了平衡。 幸而徐天反应迅速, 施展幻影步, 瞬息间将叶鲁稳稳接住。 看着这一幕, 叶鲁心中涌起复杂的情感, 既为徐天的进步而欣喜, 又因轻木根的归属, 感到悲伤与无奈。 叶正清与莫团剑局势突变, 才看清从暗处冲出的两人乃是徐天与白颖若。 他们连忙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莫团趁机一声大吼, 顿出数百米之外, 青衙门的人速速撤退。 不群已死, 若其他人再联手对付他们, 恐怕凶多吉少。 此地已成他们的险境, 若不及时撤退, 恐怕将葬身于此。 看着众人狼狈逃窜的身影, 叶一倩迫不及待地想要追去, 却被叶正清一把拦住。 族长, 如今他们已是强弩之末, 何不成胜追击? 他语气中充满了不甘与急切。 然而, 叶正清却镇定自若, 穷寇莫追。 况且, 他们的门主修为在我之上, 莫团已让我吃了不少苦头。 若他出手, 叶一倩心中虽有不甘, 但也只能作罢。 他望着眼前的徐天, 心中涌起一丝惊喜与欣慰。 原来这个侄儿终于得偿所愿, 踏入了驻击初期的境界。 他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叶正清并未多言, 只是意味深长地说道, 快随我回去见见你姑姑。 徐天点头阴郁, 心中的激动难以言表。 他从徐天手中接过叶鲁, 心中对眼前的徐天感到寂寞生又熟悉。 他的突变, 让原本对他不屑一顾的叶鲁生心中生出不安与惶恐。 但这种感觉只能深埋心底, 无法言表。 徐天并未纠结于过去的恩怨, 反而轻声赞道, 你的修为也进步了不少啊。 嗯。 叶鲁生淡淡地回应道, 但心中却是波涛汹涌。 他在上次感望节中领悟了许多道理, 自那之后便心无旁骛地苦修。 如今, 他已然踏入了驻击初期的境界。 叶正清的目光如阴笋般锐利地落在白颖若身上, 仿佛要将他的每一寸细节都尽收眼底。 他微微一笑, 淡淡地问道, 这位姑娘是何方神圣? 徐天连忙站出, 语气恭敬地介绍道, 他便是白颖若, 青衙门上任门主之女。 此次能够脱险, 全靠他的相助。 原来是白姑娘。 叶正清闻言, 态度瞬间转变。 他的面容变得温和如春风, 语气中透着几分感激。 你对我家小天的恩情, 叶某必定铭记于心。 日后若有需要, 我自当鼎力相助。 片刻之后, 叶正清率领着一众族人, 浩浩荡荡地返回了叶族。 此时, 家中庭院内, 徐秋林与叶灵系母女俩正相断坐。 两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焦虑与不安, 仿佛有千斤重担压在心头。 娘亲, 爹爹, 为何偏偏不让我与他们一同前往? 叶灵系心中愤愤不平, 小嘴不停地嘟囔着, 怨气冲天。 徐秋林轻轻握住女儿那柔嫩的小手, 眼神中满是温柔与疼爱, 轻声细语地安慰道。 这次前往青衙门, 危险重重, 你爹他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不想让你冒险啊。 哼, 叶灵系猛地一甩手, 挣脱了母亲的怀抱, 语气愈发激烈。 他哪里是为我着想? 分明就是因为那日感忘节的事情, 在生我的气。 叶洛生那家伙, 不也才刚当助击吗? 凭什么他就能随他们前去? 而我就不行。 回想起那日感忘节的盛况, 叶灵系虽然聪慧过人, 一举赢得了青木根的青睐, 但他却误以为父亲的期望 仅仅是让他助击成功。 于是, 他在参悟完初等函数后, 便心满意足地停下了脚步, 转而暗自修炼, 终于成功助击。 然而, 这一切在叶正清的眼中, 却成了他聪明反被聪明物的铁证。 那日, 叶正清对他一顿训斥, 言辞之中满是失望与痛心, 父爱深沉, 却难以掩饰。 父女俩的心结愈结愈深, 冷战至今, 仿佛一道无形的墙, 横跟在他们之间, 难以逾越。 第十五章 如何抉择? 叶青云如风即行, 直奔组长的府邸。 怨落之中, 徐秋林与叶灵熙早已等候, 见他归来, 急忙迎上前来。 青月, 你们可安好, 你师父可曾随你一同而归。 徐秋林目光四顾, 却只见叶青云身后空无一人, 心中不由地生起一丝忧虑。 师娘请放心, 我师父安然无恙, 且还带回了徐天大哥。 叶青云急忙安慰着他们。 不过, 族中为徐天大哥和青木根一事, 此时正聚集在议事堂中商议。 他随即补充道, 徐秋林刚刚平复的心情, 再次紧绷起来。 叶灵听到此言, 心中焦急如焚, 立刻冲出门外, 直奔议事堂而去。 叶青云与徐秋林紧随其后, 脚步匆匆, 似有氛围在后。 路途之中, 叶青云向徐秋林讲述了他这几日的遭遇, 并提及徐天的修为以达助击出妻。 可徐秋林并未因徐天的修为感到震惊, 心中更多的是对他安危的挂念。 这几天, 他心如刀脚, 倘若徐天有个闪失, 他的心头便再无宁日。 对了师母, 徐天大哥还带回了一位女子, 乃是青亚门前任门主之女, 他的相助使得徐大哥得以脱险。 叶青云突然说道, 女子? 那女子的修为如何? 竟能助徐天逃脱青亚门? 徐秋林心中不免惊疑, 但并未细想。 他未曾出手, 我也无法看出他的境界。 叶青云挠了挠头, 显得有些无奈。 义士堂坐落在叶祖祖祠之内, 祖祠屹立于族中中央, 几人急匆匆便到了那里。 只见三位长老和族长正坐在正位, 周围围拢着不少族人, 徐天与白颖若被众人环绕在中央。 徐秋林挤开人群, 奔至徐天身边, 双手搭在他的肩头, 细致地查看着他的状况, 口中不住喃喃, 无事便好, 回来就好。 叶灵溪也凑近, 拉着徐天的胳膊, 满脸关切, 哥, 你可知近日爹娘与我是多么担心你。 叶正清却道, 阿灵、 灵溪, 回去再续旧情, 此刻还有正式待办。 母女二人这才反应过来, 族人皆是迫切以待, 想来这清木根之事还未有定驳。 叶孤城首先发声, 清木根事关重大, 如今在徐天身上, 今日必须有个了结。 叶一倩望向徐天, 语气柔和地劝道, 徐天, 你还是将清木根拿出来吧, 这样方能尽快解决。 徐天本欲开口, 却无从入手, 只得默默摇头, 今日恐怕难以如各位所愿。 说吧, 他深深意居深, 叶一倩态度一变, 难不成你不打算把清木根归还? 周围的族人心中多有不满, 甚至有人愤愤不平地直言, 清木根本是我叶族先祖之物, 怎能有你这个外星人霸占数日? 为何不肯交出? 哈哈, 莫非你想独占这清木根? 有人立即附和, 语气中透着几分细血, 绝不可让他轻易外流。 这清木根关系着我族后辈的修行, 岂容他人妄想分享。 立刻有人高声叫道, 气氛在意识堂内逐渐升温, 各种讨论声此起彼伏, 甚至有人情绪激动, 似欲冲上前去动手。 住口! 叶正清猛拍桌子, 声音如雷。 今日乃是商谈此事, 徐天即便不愿交出清木根, 也须得明言其理由, 方能做出决断。 见族长面露蕴色, 众人连忙净声, 意识堂内仿佛被一阵狂风扫过, 瞬间安静下来。 夜路察觉徐天似有难言之隐, 轻声问道, 徐天, 你有什么苦衷? 尽管到来, 你在我族长大, 绝不会为难于你。 与其他人相比, 夜路显得格外温和, 他从不认为若无清木根, 夜足今日的成就会大打折扣。 修行本该依靠自己的力量, 若过于依赖前辈的一则, 那修行之路只会越走越窄, 障碍重重。 徐天仍旧沉默不语, 旁边的白颖若似乎忍不住了, 急声道, 各位长老, 我想徐天大哥是无从其耻, 他的目光投向徐天, 眼神中流露出请求的意味。 见徐天默许, 白颖若继续解释, 语气中透着一丝坚定, 这清木根乃是夜足先被灵根所炼化而成, 实则本身就是灵根。 徐天大哥体内未曾拥有灵根, 这清木根若是填补在那处, 怕是早已与徐天大哥融为一体。 徐秋林这才注意到, 徐天身旁的女孩, 心中隐隐一动,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瞳孔微微放大, 手掌也忍不住颤抖。 娘, 您怎么了? 叶灵溪见母亲神色异常, 关切地询问。 没事, 徐秋林逐渐平静下来, 虽心中已有了猜测, 却尚不敢确认。 哦? 那你所言, 也就是说, 这清木根就要归徐天所有了。 你一个外人, 有什么资格替他说话? 叶一轩的声音中透着威胁与挑衅。 是啊, 你说的可不算数啊。 族中又有人开始议论, 现场气氛愈发紧张, 众人七嘴八舌, 纷纷指责徐天, 关于事情的处理, 却毫无进展, 宛如一团乱麻, 无从理清。 徐秋林目光如炬, 见众人议论纷纷, 轻步走至徐天身旁, 温柔挽住他的胳膊。 随后轻声说道, 既然此刻无事可疑, 不如听我一言, 或许能为此局找到破解之法。 堂内瞬间寂静, 众人屏息宁神, 歇策耳倾听族长夫人的高见。 既然青木根作为族中年轻人的指引, 何不让徐天将其中所记载的奥义一一记录。 如此一来, 后辈们便不止可以参悟一次, 随时都能细细研究, 岂不是更为妙哉? 叶秋林自信地娓娓道来, 声音如涓涓溪流, 流淌入心间。 然而叶一倩却眉头微皱, 似乎对此不以为然, 夫人所言虽有道理, 可族内诸人皆会将自己所悟记录, 何以能保徐天的所悟甚不他人。 叶孤城听后沉音片刻, 缓缓说道, 此言有礼。 青木根乃我足无上法宝, 蕴藏无尽道法, 岂能断定徐天便已通透其中一切。 局势似乎再度陷入僵局, 众人面面相去, 心中无不感到一丝无奈。 徐天默默思索, 良久, 终于开口。 语气坚定, 我确实已参悟了青木根中所记载的一切道法。 这一句话宛如雷霆, 顿时引发了众人的激烈反应, 仿佛一块压在心头的巨石轰然落地。 此话可不能随意妄言。 叶正清急忙起身, 脸上露出不安的神情, 似乎是想要向徐天求证。 你真的参悟了青木根所记载的种种法门? 叶如语气中充满了怀疑, 目光如刀, 直刺徐天的内心。 第十六章, 我接受挑战。 徐天面对众人的质疑声, 心中不仅没有退缩, 反而坚定地向众人证明自己所说。 他首先讲述了自己在彻悟之后, 见到那位神秘老者的情景, 接着又娓娓道出前辈对原音七修炼总结的几条定理。 此言一出, 坐在高堂之上的几位长者, 纷纷面露为难之色。 他们都未曾亲身修炼至此境地, 自然无法轻易否定徐天的言辞。 千百年来, 族中无人能探究那境界, 关于古籍中的记载是真是假, 顺势无人敢下定论。 见众人沉默不语, 我见到了先祖的灵石。 此言一出, 众人不由自主地震惊。 前辈告诉我, 他将自己的灵根练成原音法宝。 而这不仅是传承, 亦是考验, 唯有通过考验, 方能拥有此法宝。 徐天将这一切毫无保留地拖出。 此时, 叶鲁生却冷冷一笑, 满是不屑。 若如你所说, 那这法宝岂不是自愿选择了你? 这话听来, 不过是为自己编织的借口罢了。 生儿, 不可无礼。 我族古籍中却有其事。 然则历代族人皆未能参悟, 故之以传说是之。 可叶一谦仍然心存异议。 如若在寻常时刻, 青木根若亲爱于你, 或许尚可理解。 然而那日状况惊险, 未必不是青木根自保之举。 确实, 那日青木根正是离徐天最近, 似乎也不无可能。 族中一些人纷纷附和。 面对众人对徐天的解释始终不幸, 叶洛生心中暗自得意, 嘴角不易察觉地勾起了一抹诡诀的笑意。 徐秋林摇头无奈, 终于开口道, 此事无论如何也是难以解释清楚。 他轻轻捋了捋徐天病编的头发, 接着说道, 如今青木根已融入徐天体内, 难道真要杀了他, 再弯出青木根, 才肯罢休吗? 他的语气中流露出一丝愤怒, 心中对业族众人的失望更是愈发沉重。 尽管他与徐天皆为外星之人, 但他的心早已将此地视为家园, 把眼前那些非要将他们逼上绝路的人视为亲人。 此时此刻, 这种伤心, 无奈与愤懑的情感交织, 久久不能平复。 叶正清缓缓走下高坐, 温和地搂住了徐秋林的肩膀, 另一只手则轻拍着徐天的肩头, 眼中透出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 今日, 我这个组长愿意做个宝人, 让徐天把他所领悟的道发写出来。 若将来还有意义, 自然可以再行伤讨。 不知诸位怎么看? 他的声音如清风拂面, 带着一丝权威, 瞬间让场面略为平静。 在场的众人心中虽仍存不满, 但对叶正清的为人皆看在眼里, 忍不住愿意给他一个面子。 叶鲁察觉到多数族人已不再义愤填膺, 便适时替徐天解围。 他走到人群中说道, 既然今日已有了定论, 那么各位不妨先散去, 带徐天编撰完毕再做讨论。 众人虽心中犹豫, 但在组长的面前, 只得暂时作罢, 纷纷转身准备离去。 慢着。 就在此时, 一声突如其来的喊声, 如雷霆乍响, 止住了人们离去的脚步。 所有目光瞬间聚焦在了叶鲁生的身上。 叶鲁心中一警, 生怕儿子做出不妥之事, 立声喝道, 生儿, 你在做什么? 还不快回去? 他那份紧张, 显而易见。 然而, 徐天心中明了, 叶鲁生对他向来心存不满, 今日必然想借此机会挑衅, 不可让他轻易离去。 于是, 他微微一笑, 表现得十分大度, 叶鲁伯伯, 且让他说说吧。 可这一切在叶鲁生眼中, 却是另一番模样。 他心中的怨恨, 如洪水猛兽般涌出。 毫不掩饰, 你少在这里装好人。 我想和徐天比试一场。 叶鲁生的目光, 如刀锋般犀利, 直勾勾地锁定在徐天身上, 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已化为虚无。 你我皆为助击出妻, 互不相欺。 如何? 敢来一决高下吗? 他的语气中, 透着一股挑衅的意味, 似乎在挑动着对方的斗志。 你疯了, 叶鲁伯! 叶鲁西急忙冲到徐天面前, 声音如同春雷般响亮。 你修习了家族中无数秘籍功法。 而我哥哥却一无所有, 怎能成为你的对手? 胡闹! 叶鲁怒火中烧, 静止向前, 一巴掌裹在叶鲁生的脸上。 然而, 只是固执地将目光锁定在徐天身上, 眼神中流露出倔强的挑战。 徐天将叶鲁西轻轻拉到身侧, 面对叶鲁生那双仿佛能吞噬一切的眼睛, 缓缓开口。 好, 我接受你的挑战。 场中众人纷纷议论, 似乎都不看好徐天的前景, 尽管他身上有轻木根的庇护。 叶鲁生乃足中翘楚, 徐天的修为虽有长进, 但到底仍显至呢? 有人摇头叹息, 与其中充满不限。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竟敢应战, 简直是自取其辱。 众人议论纷纷, 毫不顾及叶正清等人已经面色阴沉, 仿佛这一场对决注定是一场无谓的悲剧。 我倒是赞同侍儿的立场, 尽管他在族中的传承颇深, 但徐天也有那轻木根相护, 二者之间似也不相上下。 叶孤城缓缓走出, 声音如同轻风拂过, 透着一丝洒脱。 叶一欠面带笑意, 紧随其后, 轻声附和, 确实如此。 既然徐天手握青木根这件法宝, 倒也让大家见识见识它的威力。 它的话语如同细语般轻柔, 然则其中却暗藏算计。 他早已对徐天的说辞不屑一顾, 认为青木根乃是选择主人的宝物, 这不过是无稽之谈。 如今, 顺着叶洛生的意思, 正好可以探探徐天的虚实。 然而徐天面色坚定, 声音如同铁石般坑腔。 我会和叶洛生一较高下, 但绝不会借助青木根的力量。 用叶族的法宝对抗同族之人, 徐天不屑于此。 他的语气中透着一股无味的正气, 仿佛在这一刻, 他就像一道正道的光, 洒在这片大地上。 叶正清忍不住赞叹道, 好样的, 小天, 你尽力而为, 我和你姑姑都会在你身后支持你。 这番话如同一曲激昂的战歌, 给予了徐天无尽的鼓励, 使他心中充满了勇气, 义无反顾地向前行去。 然而, 族中大多数人却不以为然, 认为徐天不过是自负而已。 目中无人, 竟然还要为自己争得一个好名声, 内心充满了轻蔑与嘲讽。 唯有少数几人, 如同叶正清一般, 真心欣赏徐天的气概, 认为这少年虽年轻, 却已显露出不凡的风采。 此刻, 风波将起, 再现波澜。 第十七章, 风雨欲来, 青木崖内。 墨团与幸存的两名护法, 如同秋风中的落叶, 瑟瑟发抖, 跪伏在正堂之外。 堂内, 门主的威严仿若天威, 令人心胆俱寒。 一名弟子缓步而出, 站在三人面前, 声音虽是恭敬, 却难掩其中的轻蔑。 墨团长老, 门主正在堂内, 请诸位进去。 这话如同寒风刺骨, 令人不禁色缩。 三人战战兢兢地步入大厅, 连头也不敢抬起, 似乎连空气都变得压抑无比。 上手, 白墙武怒火中烧, 犹如翻腾的雷霆, 喘着粗气, 指责道, 如此简单之事, 你们近半不好, 何以看到我们重任? 他手中茶盏随即摔出, 仿佛雷霆震怒, 那三人煞时间心如死灰, 连忙跪下, 声音颤抖。 门主大人饶命, 属下不敢推诿, 然叶正清已然突破金丹, 属下无能为力。 话音未落, 杰丹的后生都对付不了, 岂不是无用之孤? 莫团心中惶恐, 求饶之声不绝于耳, 门主明鉴, 叶正清虽刚杰丹, 但其背后必有高人相助。 够了。 话未说完, 白墙武已然怒斥打断。 随即, 他扔出一本秘笈, 三人屈前一看, 赫然是西灵大法。 此法虽可助低阶修士, 短期突破贾丹境界, 却有致命的后患, 修炼者日后将无望再有突破, 且神识也会受到损害, 犹如行尸走肉。 三人心知其中苦楚, 莫团虽出见此法心生畏惧, 然转瞬间便释然。 心中暗想, 自己已是金丹修为, 此法恐怕是为那两名铸鸡中期的护法所设, 心头紧张顿时松懈。 求门主大人饶命。 无论那二人如何恳求, 白墙武却毫不理会, 静止向内视而去。 就在莫团松了一口气时, 白墙武却回过身, 似阴损般目光锁定他。 还有何吩咐? 白墙武面色阴沉, 与气冷落冰霜, 当日是你提议十日内找出夺宝之法, 今日办事不力, 罪则可大可小。 莫团慌恐不已, 连忙恳求, 属下愿为功过向底, 还请门主大人给属下一次机会。 白墙武冷冷一笑, 好, 很好, 这几日我隐约感觉瓶颈僵迫, 打算闭关冲击金丹后期, 带我出关, 自会去灭业族那群狐星。 你懂得该做什么吗? 莫团忙不迭附和, 属下明白, 请门主大人请放心, 属下必定做好万全准备。 白墙武艺离开, 那两名护法便纷纷向莫团求助, 试图寻求一线生机。 然而此刻的莫团却面露冷笑, 缓缓起身, 整理衣衫, 犹如一位俯视众生的王者。 门主如此安排, 正是为你们着想, 毕竟以你们如今的修为, 想要突破假单境界, 恐怕十年都不够。 两人见他这般变怜, 心中愤怒涌动, 双眼一合便打算动手。 莫团早已洞察了他们的阴谋, 嘴角微微上扬, 灵力如风般席卷而来, 将那二人压制在地。 背过身去冷冷说道, 不为自己, 也要为你的亲友多想想。 说吧, 莫团快步离去, 眼中闪过一丝寒光。 是啊, 他们的亲人仍在青衙门的掌控之中, 若是不听从, 结局必然凶险。 夜族祠堂, 四周静靡, 徐天与叶洛生对质而立, 周围的族人如同静止的雕像, 唯有微风轻浮, 似乎也因着紧张的气氛而变得沉默。 徐天身影挺拔, 宛如轻松, 他静静等待着夜洛生的攻击。 夜洛生暗自蓄力, 猛然出手, 拳头如狂风呼啸般直击徐天头颅, 灵力包裹之下, 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在燃烧。 在场之人, 无不为这股惊人的力量所震撼, 尤其是叶正清, 徐秋林等人, 心中暗自捏了一把冷汗。 然而, 徐天却面色如常, 似乎根本没有将这一切放在心上。 就在那拳头即将击中他之际, 他轻轻一侧身, 身形如电, 瞬间闪出了十余米, 留下的仅是一道模糊的残影。 夜洛生的拳头重重地砸在地面, 顿时地面裂开一道缝隙, 又深又长。 众人惊恶不已, 夜洛生更是愕然, 心中暗想, 这一拳怎么会被躲开? 怎么回事? 那徐天竟然躲开了。 一名年轻族人惊呼。 是啊, 他究竟用了什么秘法? 另一人疑惑不解。 围观的夜族青年议论纷纷, 夜正清的脸色稍稍缓和。 唯独徐秋林的心中却有些迷惘, 似乎对徐天的步伐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却始终无法想起。 夜洛生怒火中烧, 眼中闪烁着不甘, 紧接着再次出手。 崔天长! 随着他一声低贺, 三道掌印飞速而出, 直逼徐天。 然而, 徐天依旧沉稳如山, 毫不动摇。 轰隆隆。 一声巨响, 尘土飞扬, 仿佛天地都为之震动。 众人心中自以为徐天必败, 夜洛生得意洋洋, 还以为你有什么底气, 竟敢接下我的挑战。 没想到, 不过是两招便将你击败。 然而, 下一刻, 尘埃之中, 金光一闪, 徐天竟然毫发无损地屹立于光幕之后。 金色光幕将他包裹, 宛如神人降临。 夜洛生拍拍自己的脑袋, 百思不得其解。 怎么可能, 你竟然能接下这一招? 徐天并不想和他浪费时间, 右手高举, 轻轻一挥, 六道青紫色光刃瞬间批出, 势如破竹, 冲着夜洛生而去。 夜洛生心中一紧, 连忙掐印, 没心处寄出一口巨形轻忠, 挡在身前。 大! 钟声在祠堂内响起, 回荡不绝, 震耳欲聋, 轻松化解了徐天的攻击。 快看, 那是夜长老的父亲留下的金丹法宝, 对陈忠, 一名族人惊呼, 果然不愧是金丹修士铸就的法器, 威力惊人。 另有族人赞叹, 咱们族长的昆元枪也是那老前辈所造, 一旁的人忍不住插嘴。 然而, 夜丘灵却在这一瞬间愣住了, 他脑海中如雷霆般闪过幻速金章四个字, 情绪如潮水般涌动, 难以自已。 他心中百般思索, 却依旧想不出徐天会从何处习得。 忽然他闪过一个念头, 他的目光越过众多族人, 锁定了白颖若的身影。 徐秋林的眼神在白颖若身上来回扫尸, 似乎在剖析他的灵魂。 内心的震惊让他几乎无法自持。 他仿佛捕捉到了什么重要的线索, 心中暗暗叫道, 难道真是他? 一时间, 冲动的念头如潮水般涌来, 他恨不得立刻奔向白颖若, 询问那个迫切的问题。 然而, 他却深知此时绝不能轻举妄动, 若是被人察觉, 恐怕会引来无尽的麻烦与险境。 此时此刻, 心急如焚的他, 只有咬紧牙关, 压抑住内心的躁动, 等待那个合适的时机来临。 第十八章 给你们一点震惊。 叶洛生一声低沉而充满力量的咆哮, 猛然间祭出了那口对沉中, 双掌犹如极垫, 迅猛无比地拍击在终身之上。 煞时间, 一道道音波如同狂风骤雨, 带着催枯拉朽之势, 向徐天铺天盖地般袭来, 仿佛要将他整个人撕扯成千万碎片。 徐天身形轻盈, 犹如一只灵巧的燕子, 在空中轻盈地旋转闪避, 每一次动作都恰到好处地 避开那汹涌的音波, 仿佛置身于这无尽的音波海洋中, 却毫发无损, 游刃有余。 哼, 就这点本事吗? 只会像那缩头乌龟一样躲着啊? 叶洛生嘴角勾起一抹, 带着嘲讽的笑意, 声音尖锐如剑, 试图刺穿徐天内心的防线。 然而, 徐天对此却是嗤之以鼻, 偶尔挥动手中长剑, 剑气如虹, 划破长空, 将一道道音波轻易消去, 显得从容不迫。 在众人眼中, 叶洛生手握金丹法宝, 气势如虹, 胜券在握。 仿佛已经是这场比斗的胜者, 是那缠鸣声中最响亮的一声。 然而, 叶洛生的心中却是愈发愤懑不平, 他冷冷地说道, 快使出你的青木根, 再不使出来, 我可要下狠手了。 他心中暗想, 只要能逼迫徐天施展出青木根, 便能在这场比试中证明自己远胜于他, 挽回颜面。 徐天依旧沉默不语, 宛如一片宁静的湖面, 波澜不惊。 叶洛生的怒火却是愈发赤裂, 他停下手中的动作, 双手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符文如同流星般闪烁而出, 瞬间环绕在对陈中周围。 下一刻, 对陈中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中口猛然间朝徐天倾斜, 巨大的威压如同狂潮一般, 压得徐天几乎喘不过气来。 然而, 徐天却并未退缩, 他拼尽全力, 一记蓄力已久的宿营斩, 如同闪电般批出。 这次的光刃比先前更为浩荡, 青紫色的光芒炫目耀眼, 宛如夜空中绽放的烟花, 璀璨夺目。 就在那光刃即将撕裂一切, 将叶洛生彻底淹没至极。 光荡! 一声巨响, 对陈中竟在交锋中裂成树片, 如同天女散花般洒落。 然而, 就在光刃即将批中叶洛生的瞬间, 一道突如其来的枪影如同鬼魅般出现, 将这锋芒毕露的光刃消散于无形。 叶洛生惊恶万分, 发丝四散, 神情呆滞, 嘴角流出鲜血, 心中震撼不已。 这, 这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那可是我爷爷留给我的法宝啊。 叶洛生难以置信地喃喃自语。 此时, 叶正清缓步走出, 目光如炬, 朝着叶洛生道, 方才若不是我出手。 你怕是无法应对这招吧?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言道, 今日鄙视至此, 徐天胜出, 大家没有意义吧? 围观的叶族族人纷纷喧哗起来, 徐天那刚刚的招式, 为何会突然变得如此强大? 队臣中可是金丹法宝, 竟被一招摧毁。 叶洛生可是族中年轻一辈最强之人, 竟然败在了徐天手下。 众人心中震惊不已, 纷纷议论纷纷。 而徐天这会, 也已是耗尽灵力, 勉强支撑着战力。 他将全身灵力汇聚于手掌, 赌上这最后一击。 能将灵力御用至此, 全赖那幻塑经章这门心法的助力。 是想寻常的助击修士, 又岂敢如此冒险? 又有几人能将灵力控制的这般随心应手。 然而, 他的眼中却透着坚韧不拔的光芒, 仿佛在告诉世人, 即便身处绝境, 亦绝不轻言放弃。 叶鲁扶起瘫倒在地的叶洛生, 与其中满是责备之意。 你这般冒进, 难道不知深浅? 如今这般局面, 岂不是自取其辱? 他心中虽有对儿子的疼惜, 但此战的败继, 却是让他们这一只在家族中的声誉尽失。 叶洛生却无心聆听耳边的责备之声, 他心中陷入了无尽的屈辱与愤怒之中。 他将一切怨愤都归咎于徐天, 忘却了父亲与族长当初选择断开阵法的决定。 他心中暗想, 丢失面子是小, 唯有被昔日视为蝼蚁的徐天踩在脚下, 才是他最无法忍受的屈辱。 众族人包括叶一茜与叶孤城这两位长老, 此时也是哑口无言。 他们原以为徐天必败无疑, 却不料结果竟如此令人震惊。 轻木根一事只能交由族长叶正钦来处理, 他们虽有心插手, 却找不到合适的借口。 叶灵溪急匆匆地跑到徐天身边, 扶住她的手, 目光不由自主地瞥向母亲。 她心中疑惑, 平日里, 母亲视徐天如珍宝, 今日为何神色如此异常? 此刻, 徐秋灵的眼神恍惚, 仿佛陷入了某种沉思之中。 看到白颖若朝徐天走去, 她才回过神来, 连忙跟上。 祠堂里的众人逐渐散去, 唯有叶洛生依然愣在那里, 似是不愿离开。 连叶鲁也感到无所适从, 眼中隐约闪烁着泪光。 一次失败, 便如此失神落魄, 将来又如何能成就大业? 刚回到家中, 徐秋灵便将白颖若拉到一旁, 面露犹豫之色, 似乎有话想说, 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见徐秋灵如此模样, 白颖若主动开口, 夫人, 有什么话请直说无妨?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但白颖若却觉得, 与眼前的这位夫人之间, 似乎有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 没, 没事, 谢谢你对我家徐天的相助, 他那功法也是你所传授的吧? 徐秋灵虽然话锋一转, 却始终无法克服内心的犹豫与挣扎。 白颖若轻轻一笑, 这功法的确是我所赠, 但您不必如此客气。 虽说我助他, 但他也助我逃出困境, 算是个取所需吧。 哎呀, 娘, 您就别问东问西了, 让这位姐姐去休息吧。 她和我哥奔波多时, 定然疲惫不堪。 叶灵溪打断了二人的谈话, 拉着白颖若的手走向偏方。 望着白颖若离去的背影, 徐秋灵的神情愈发凝重, 心中悄然生起一丝莫名的伤感。 仙徒慢慢, 岁月无情, 未来的风雨又将如何掀起狂澜? 姑姑, 几日未见, 您似乎消瘦了许多。 徐天凝视着眼前这位最亲近的人, 心中不禁泛起了关切之情, 与其中透着一丝难以抑制的忧伤。 叶正清急忙回道, 自从你被那帮贼人掳走, 你姑姑这心中便像被压了一块大石, 夜夜难眠。 如今再度团聚, 自当不再提那些过往之事。 然而, 徐秋灵的眉头却始终紧锁着, 他忧虑地说道, 小天逃出之际, 带回了青衙门前任门主之女, 假之斩杀了青衙门数位长老护法, 想必他们不会轻易善罢甘休啊。 叶正清的脸色沉如锅底, 满脸都是划不开的忧虑。 没错, 那些家伙肯定会找上门来报仇雪恨, 这一战, 咱们想躲都躲不掉了。 姑姑, 姑父, 你们别太担心, 我一定会拼尽全力修炼。 如果他们真敢找上门来, 我定要让他们后悔的肠子都清忘。 徐天的声音质地有声, 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充满了不容质疑的坚定。 叶正清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 但更多的是不容动摇的坚决。 小天, 这事儿你不用太放在心上, 你只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然后尽快把编撰传承的事情提上日程。 有我在这儿守着, 我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 第十九章 真乃修行奇才 自那日起, 业族庭院内的风向骤变, 对徐天的质疑声如沉雾般被出洋争散, 取而代之的是如潮水般的赞誉之声。 族长府邸前车水马龙, 族人们络绎不绝, 皆是前来拜访这位年轻才俊。 他们口中关切着徐天的安康, 心中却更多地觊觎着 他那即将问世的今世传承。 叶正清, 这位叶族的智者 更是将族中珍藏的功法卷轴 如春风送暖般, 一一送至徐天的书斋。 徐天, 这位曾经的废物, 此刻正满手于浩瀚的数理事件。 从基础的数理符号起, 他耐心地记录着 成楚法的交换率、 结合率、 分配率, 宛如绘制一幅幅精密的星图。 函树的基本定义与性质, 每一条都被他雕琢得如诗如画。 他更将平面直角坐标系的奥秘, 读图之法, 以及初等函树的图像, 悉数融入其中, 独创一格, 仿佛一位大师在雕琢传世之作。 夜深人静, 徐天轻轻舒展疲惫的身躯, 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微笑。 今日便至此, 筑基前的公式定理, 已尽数总结, 余下的明日再续, 他的目光随即转向那堆如小山的功法卷轴, 心中涌起一股探索未知的渴望。 翻动着卷轴, 一本名为《寿灵术法》的功法跃入眼帘, 四个大字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威能, 让徐天心中一震。 他满怀好奇地翻开, 只见第一页便记载着此法的奥秘。 召唤寿灵之术, 共分十层, 层层递进, 威力倍增, 灵力消耗也随之攀升。 徐天心中暗自思量, 叶鲁伯伯昔日召唤的猛虎, 莫非便是出自此法? 一股破戒的求之欲涌上心头, 他如机四可地翻阅着运用幻速金章的心法, 牵引着侧视光芒直入石海。 短短一刻中, 他已掌握了第四层的召唤之法, 得知鸣蛇、 球牛、 碧芳与白虎皆可唤出。 他并未停歇, 继续修行, 直至踏入原因境界的召唤法则, 才因化神之上封印的稚骨而停下脚步。 后续四层, 复制, 穷奇, 九鹰, 早齿的召唤之法, 在短短半个时辰内被他悉数掌握, 这种修行速度, 即便是修仙界也先有匹敌。 徐天身形一闪, 直奔山崖, 欲视那第八层的早齿召唤法。 印记虽凡, 结印稍缓, 但那人形巨兽一出, 却震撼天地。 他手持盾牌与长矛, 灵智如人, 随召唤者心意而动。 轻轻一挥手, 长矛舞动, 山丘崩塌, 威视惊人。 徐天热血沸腾, 倦怠静消, 又接连修炼了囚天旨, 无相以剑谱, 画戟剑术等十余种法术与招式。 虽有几样平凡, 但大多威力无穷, 犹如璀璨星辰, 令人敬畏。 次日清晨, 叶正清轻轻轻推开徐天的房门, 只见徐天正埋头疾疏, 笔下龙蛇飞舞, 纸上墨迹斑斑。 他凑近一看, 竟是一达厚厚的卷宗, 内容繁复, 字迹工整。 定睛一瞧, 赫然是负辩函数的定义与形式, 叶正清不禁大吃一惊。 小天, 你猜不过写之金丹金剑, 为何会如此之多? 叶正清疑惑地问道。 徐天抬头, 恭敬地站起身, 微微一笑。 姑父有所不知, 我误得一法, 可轻松解决诸多函数难题, 方才兴致所致, 便将所思所想, 皆录入于此。 哦? 叶正清闻言, 心中好奇更甚。 你所言之法, 究竟为何? 徐天得意一笑, 我见一戏, 以坐标为元素, 将无形之函数, 化为有形之图, 我称之为图像。 叶正清听后, 心中欢喜不已, 急忙翻阅那部分内容, 只见一条条优美的曲线悦然纸上, 与函数表达是完美对应。 他惊叹连连, 连声称赞, 小天, 你真乃修行奇才。 此法不仅拓宽了修行思路, 更让函数规律一目了然, 真是妙不可言。 徐天心中涌起一丝感慨, 只要自己的想法能够汇集他人, 便是最大的荣耀。 突然, 叶正清灵机一动, 问道, 那复辨函数, 是否也可用此法表述? 徐天瞥了一眼手中的稿子, 叶正清顿时心领神会。 他目光一扫, 拍手叫好, 可够负平面, 以食不为横轴, 须不为纵轴, 图像立线。 他情不自禁地朗读起手稿上的字句, 赞不绝口。 他转头望向徐天, 感慨道, 自敢忘节后, 族中对你多有刁难。 你却甘愿倾囊相受, 如此绝妙之法。 徐天凝视窗外蓝天, 语气坚定。 道声德, 得处悟, 君子不弃, 海纳百川。 叶正清闻言, 愣在当场, 心中不禁感叹。 如此年纪, 便有如此间接与胸怀, 真乃天纵之才, 未来不可限量。 他见徐天一脸沉思, 忍不住问道, 近日你忙于编撰术理之事, 是否有侠细细品味我为你挑选的功法。 叶正清缓缓道来, 那些皆是叶族先被心血之作, 或是高人之地抄露而来, 皆是上乘功法。 徐天微微一笑, 多谢姑父好意。 昨夜我已专心修行了几本功法, 颇有心得。 唯有个别法门, 因修为不足, 尚不能尽如人意。 几本, 功法。 叶正清在一旁听的是瞠目结舌, 心里头那个敌过。 修炼一本功法, 都得数日苦功。 你这小子, 一夜之间, 竟然啃下了这么多气竹。 这得是什么神仙操作啊? 叶正清心里头的那个震惊啊, 简直就像是被雷劈中了一般。 他虽然知道, 徐天这小子天赋一柄, 从前就懂得不少法理, 但也没料到, 他能这么变态啊。 看着叶正清那一脸惊恶的表情, 徐天也是有点尴尬, 连忙解释道, 啊, 除了化神境界的禁止我还啃不下来之外, 其他的那些法门我都已经修炼到大成了。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叶正清一听这话, 顿时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一把捏住徐天的肩膀, 放声大笑起来。 哈哈, 没问题, 太没问题了, 你小子真是给我长脸啊。 那些还没练成的功法, 你就留着慢慢琢磨吧, 其他的姑父就先带走了, 姑父就不打扰你了, 你继续忙你的去吧。 说完这话, 叶正清就像是踩了弹簧一样, 仰天大笑, 迈着大步就往外走, 心里头对这位惊世骇俗的侄子那是满满的骄傲和兴奋啊。 他心里暗自琢磨着, 掉不了多久, 整个修仙界都得因为徐天的崛起而颤抖。 这小子, 简直就是一颗冉冉升起的超级星啊。 第二十章, 交出白影若。 徐天手中的笔风犹如狂风骤雨, 疯狂地在纸上勾勒出负变函树那优雅的曲线。 每一个弧度都透露着深邃与神秘。 紧接着, 他对函树的连续性与极限定义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总结, 仿佛要将这些数学奥秘尽收眼底。 然而, 就在这时, 姑姑那日的话语如同锋利的刀片突然刺入他的心头, 青崖门或许不久将至。 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 让他心中的焦虑如潮水般汹涌而来, 助击初期的修为在他脑海中不断盘旋, 带来一丝丝失落与无奈。 思绪纷乱如麻, 他干脆停下了笔, 闭上双眼, 心神沉入那浩瀚无垠的石海之中。 自从破碎助击以来, 他还未曾真正修行过, 对于助击修士的修炼之路充满了好奇与敬畏。 但在这石海之中, 面对那些复杂的函数求导问题, 他却如鱼得水, 游刃有鱼。 从助击初期到中期, 他需要计算那些初等函数的求导之题。 对于F、X等于X4加Synth这样的题目, 他眼神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 答案几乎在瞬间便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他落笔无悔, 毫不迟疑, 一道道题目在他的笔下迎刃而解。 半个时尚后, 500道基础的求导与导数应用题便已全部完成。 然而, 这次虽然答完, 却并未感受到灵力的突破, 反而又有一道更加艰难的题目接踵而至。 他虽有些困惑, 却并未退缩, 依旧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解题之中。 又过了约莫半个时辰, 第一千道题目终于被他攻克, 那期待已久的灵力突破瞬间降临。 如同洪水般汹涌澎湃, 让他的修为直线上涨, 几乎翻倍。 他这才深刻体会到修仙之路, 同样境界下, 不同阶段的修为差距竟然如此巨大。 而随着境界的提高, 这种差距更是愈发明显。 但他并未满足于此, 继续前行修行, 借助复合函数的运算法则进入了下一个阶段的突破。 恍若一入定便是整整一天, 当他再次睁开双眼时, 修为已经突破至助击后期, 心中不由地涌起一阵畅快淋漓的感觉。 黄昏时分, 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几日未曾踏出房门。 不如出去走走, 顺便把手中编撞好的手稿带给族人, 让他们抄写, 传阅。 于是, 他拂袖而起, 大步向外走去。 哎呀, 哥, 你终于出来了。 写得怎么样了? 怨落中, 叶灵溪放下了手中的棋子, 像吃欢快的小鸟一样奔至徐天身旁, 脸上写满了期待与好奇。 白颖若也从石凳上站起, 面带微笑, 目光温柔地望着徐天, 仿佛能融化一切寒冰。 这几日, 你恢复得如何? 徐天越过叶灵溪, 深情地询问着白颖若。 白颖若娇羞地点了点头, 眼中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似乎还带着几分含蓄与羞涩。 而叶灵溪则在一旁看得心中不快, 挥舞着双手在徐天眼前嬉戏道, 哥, 你现在有了阿若姐姐, 就连自己的妹妹都不想搭理了吗? 徐天的脸颊顿时涨得通红, 慌忙辩解道, 你胡说些什么呀? 心中却有些无奈与尴尬, 见她不愿承认, 叶灵溪也不甘示弱, 边跑边喊道, 我要告诉娘去, 我哥要娶媳妇了。 这丫头, 真是一天到晚就爱胡说。 徐天感到无地自容, 只得向白颖若解释, 而白颖若却并未介意, 只是微笑着摇了摇头, 心中早已对徐天生出了异样的情感。 那个, 我想出去走走, 你愿意陪我吗? 徐天鼓起勇气, 发出了邀请, 白颖若微微一汗手, 二人便肩并肩地走出了院门。 刚一出门, 叶族的族人们便将目光聚焦在徐天身上, 仿佛她是一颗璀璨的明星, 那些眼神中充满了惊艺与钦佩, 似乎在诉说着对她的无限好奇与敬仰。 某个敏锐的族人已经察觉到, 此时的徐天身上的灵力比几日前更加醇厚与强大, 忍不住惊呼道, 快看, 你们有没有发现徐天似乎又强大了不少? 这怎么可能? 短短几天时间, 怎么可能再度突破? 另一个族人满脸怀疑地嘀咕着, 语气中透着不解与疑惑。 好像真的如此啊, 不过, 难道这只是错觉? 助击修士的修为提升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啊。 一位族人心中浮现疑虑, 显然不愿意相信徐天的实力又有如此巨大的提升。 然而, 好奇心驱使着众人纷纷跟在徐天身后, 像是追逐着一颗滑破夜空的流星。 徐天感受到了周围的异样目光, 却并未停下脚步, 拉着白颖弱的手直奔祠堂而去。 在一时堂中, 叶正清与三位长老正为应对青木崖的来临, 而苦思冥想, 各输几件。 气氛紧张凝重, 仿佛一场大战即将来临。 我认为, 干脆把那个女子交出去算了。 青木根本来就是我族的东西, 若真动手, 他们也未必能讨到好处, 或许便不会过于纠缠。 叶一倩毫不在意地随口说道, 叶鲁文言脸上露出不快之色, 白姑娘就出了徐天, 也是间接助力我等夺回青木根。 我们怎能恩将仇报将他交出去? 叶鲁长老恐怕是误解了我的意思。 叶鲁城放下茶具, 缓缓说道, 如今青木根在徐天身上, 其传承是否真的能如他所言边撞而出, 还未可知, 何必下如此决断? 成哥所言极是。 叶一倩附和道, 叶鲁长老与其担忧徐天与白姑娘的安危, 倒不如多关心自家阿生。 我听说, 自从那日阿生与徐天比试后, 便闭门不出, 闷在房中不愿见人了呢。 够了。 吵个不停, 有什么用? 难道我叶族真要行出不仁不义之举吗? 叶正清猛拍桌子怒声打断了争论。 要说交出白颖若, 向来恩怨分明的他自然不会同意。 然而, 这些争论在门外的徐天和白颖若尔中却清晰可闻。 白颖若眼中闪过一丝忧伤与失落, 正欲转身离去, 却被徐天一把拉住, 别怕有我在。 这简短的一句话, 如同温暖的阳光, 瞬间照亮了他心中的阴霾, 给了他无尽的安全感。 仿佛无论前方多么险恶, 他都不再畏惧。 徐天牵着他的手, 坚毅地走了进去。 尤其是叶一倩和叶孤城, 两人的脸庞仿佛被夕阳染上了羞涩的飞红, 满是羞愧之色, 就像是做了错事的孩子被当场抓包。 徐天却像是没事人一样, 并未提及刚才的争论, 只是轻轻一笑, 从怀中掏出一摞沉甸甸的手稿。 那手稿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奥秘, 他郑重其事地将其递给叶正清, 眼中闪烁着炽热的光芒。 姑父, 这是我偶心力学总结的金丹修士, 以及以下的修炼诀窍, 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我亲身实践的结晶。 望您能多抄写一些, 宫族人学习修行, 让我们叶族更加强盛。 他的声音坚定而有力, 透出一股不容置疑的睿智与沉稳, 仿佛是一位指点江山的智者。 听到徐天竟然已经编撰至金丹境界的修炼诀窍, 叶一剑的眼眸猛地瞪大, 不可置信地抬起头看向他, 那眼神中既有震惊也有敬佩。 然而, 这还不是最让他震惊的。 当他仔细打量徐天时, 又发现了另一件令他瞠目结舌的事情, 徐天的身上竟然隐隐散发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威亚, 那是只有真正的高手才拥有的气质, 仿佛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曾经被众人嘲笑的废物, 而是一位真正的强者。 第二十一章给你们更多震撼, 叶一剑的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 心里头那股震撼就像是被十万伏特电了一下, 嗡嗡直响。 他惊讶地发现, 徐天的修为竟然又做上了火箭, 嗖嗖地往上窜。 徐天, 你这是又开挂了吧? 怎么又突破了? 叶一剑按那不住好奇心, 急吼吼地问道。 徐天嘴角一勾, 那笑容里藏着几分得意和从容。 长老真是会引入剧, 小座确实刚刚突破到了住击后妻。 这话一出, 就像是一颗炸弹扔进了人群, 炸得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外焦里嫩。 那堂的四位大佬, 还有那些跟在后头看热闹的叶族族人, 耳朵都竖得跟天线似的, 听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叶正清手里的手稿啪哒一声掉在地上, 眼睛里闪烁着惊喜的光芒, 愣愣地看着徐天, 半天没憋出一句话来。 想想早上见到徐天的时候, 他还只是铸鸡初期的小菜鸟。 这才一天功夫就窜到了铸鸡后期, 这速度比做火箭还快, 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叶一倩和叶孤成呢, 脸上的嚣张气焰瞬间就被浇灭了, 跟双打的茄子似的。 他俩修炼了大半辈子, 也就勉强摸到铸鸡大圆满的边。 可眼前这个小伙子, 半个月前还是个废柴, 现在却已经把他们甩出了几条街, 这打击简直比吃了苍蝇还难受。 门外的族人也是一个个目瞪口呆, 仿佛看到了外星人, 心里头那个惊讶劲儿, 就别提了。 但是, 震惊归震惊, 事儿还没完呢。 徐天又扔了个更大的炸弹, 昨天晚上, 我已经把求天指, 无相以剑谱, 画几箭术, 这些族里的法术都练到大成了。 叶孤成一听, 眉头就皱成了麻花, 无相以剑谱。 我练了几十年都没大成, 你逗我呢? 徐天怂怂间, 一脸轻松, 长老要是不信, 我给您露一手。 话音未落, 他就像一道闪电, 搜得一下穿过人群, 直奔祠堂庭院。 那堂的四位长老, 一看这架势, 也赶紧跟了出去, 生怕错过什么精彩瞬间。 叶孤成心里头那个忐忑啊, 这小子, 该不会真的把无相以剑谱, 练到大成了吧? 要是真这样, 自己的老脸, 可就要丢尽了。 哎, 你不用证明了, 我就是随口一说。 叶孤成想拦徐天, 可已经来不及了。 徐天心里明白, 叶孤成这就是想给自己留点面子。 可早上的那些话, 他还记着呢? 不过, 他没跟叶孤成计较, 一挥手里的长剑, 剑尖直指天空, 双眼一闭, 周围的一切都好, 想跟着颤抖起来。 徐天身边, 环绕着青紫色的光芒, 灵力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剑身上。 眨眼间, 一股强大的威压笼罩全场, 好多族人都觉得, 认出了这是无相以剑谱的终极大招, 山河破碎。 等徐天睁开眼睛, 常见一挥, 一道巨大的十字刀影撕裂天空, 直冲云霄。 山峰都好像在颤抖, 那道刀影又猛地落下来, 正好砸在叶族背后的高山上。 轰隆, 一声巨响, 朕的天地都抖了三斗, 那座挺拔的山峰瞬间就被轰塌了半边。 叶孤成心里头那个震撼, 就算自己修为比徐天高, 要是真打起来, 也肯定是必败无疑。 现在两人的实力差距, 已经不是招式上那么简单了, 而是全方位的碾压。 叶一倩低着头, 心里头那个懊悔啊, 自己刚才说的那些话, 简直就是往自己脸上抹黑。 他现在觉得, 自己已经没法再给徐天施加任何压力了。 祠堂里头静悄悄的, 连根真掉地上都能听见。 大家面面相去, 生怕一不小心就惹祸上身。 现在的徐天, 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可以随便拿捏的小背了。 他的气势就像庙宇里的神像, 让人不敢直视。 可徐天却把那张严肃的脸一收, 露出了一个温暖的笑容, 就像春风拂面一样。 各位长老, 这下相信我了吧? 叶孤城的嘴角抽了抽, 好像被吓得有点嘴瓢, 信, 信了, 早就信了。 大家看徐天态度这么好, 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可接下来徐天说的话, 又让所有人震惊地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他恭恭敬敬地说, 诸位长老, 不如先看看我编撰的传承汇总吧。 叶一倩连忙摆手, 不用吗? 今天一见, 我就知道, 你已经完全领悟了青木根的所有传承。 他的态度跟之前那个冷漠样完全判若两人, 现在满心都是震撼。 在场的众人也看到了这番天赋地的变化, 对这位长老的敬畏之心也大打折扣。 可徐天却坚持要让大家看看他的手稿。 等他把手稿拿出来, 叶族人一个个都伸长了脖子, 眼睛瞪得跟同龄似的, 就等着看上面的奇迹呢。 叶正卿展开手稿, 招呼其他三位长老一起看。 周围的族人恨不得变成蚊子, 从人缝里挤进去看。 叶正卿心里头那个激动啊, 就像潮水一样往外涌, 迫不及待地想跟大家分享徐天的创新法门。 大家一开始还看得云里雾里的, 直到叶正卿解释了那些奇妙的坐标戏和函数图像。 大家才恍然大悟, 原来修行还可以这么晚? 祠堂里头称赞声此起彼伏, 有的人眉开眼笑, 觉得这下修行可算是找到洁净了。 可以有的人心里头酸溜溜的, 暗骂徐天太妖孽, 却又不敢说出来。 就在大家沉浸在修行宝典的喜悦中时, 叶一欠心里头却泛起了愧疚。 他以前一直介意徐天跟青木根的融合之势, 处处给他使绊子。 可没想到徐天这么大度, 不仅没跟他计较, 还把自己的独门秘笈都拿出来了。 他抬头去找徐天, 却发现人已经没了。 山崖之上, 夕阳如火, 映照着半边天空, 就像徐天的心血在燃烧。 白颖若望着满天的晚霞, 轻声感叹, 现在的安宁, 能维持多久呢? 徐天却淡然一笑, 我以前不能修行的时候, 经常来这里看晚霞, 吹清风。 那时候我就想啊, 要是能像正常人一样修行, 该多好啊。 白颖若深情地看着徐天, 静静地听着他讲述过去。 徐天接着说, 可现在我做到了, 而且比他们更强。 白颖若轻轻汗手, 眼中闪烁着星光, 仿佛在说, 徐天大哥, 你日后的成就, 定能震撼整个苍穹。 徐天温柔地伸出手, 轻轻拨弄着白颖若纳如夜色般散落的发丝, 嘴角勾起一抹不羁而又温暖的笑意, 仿佛能融化世间所有的寒冰。 他的话语中带着一股超脱世俗的洒脱。 所以啊, 阿若, 别让那些烦恼绊住你的脚步。 世间万物, 皆是天意的安排, 我们能做的就是仰起嘴角, 用笑容去迎接每一个未知的明天。 白颖若静静地聆听着, 心中的忧愁就像是遇到了温暖的春风, 一点点地消散。 就像晨曦出现时, 山间的雾矮被第一缕阳光温柔地扶去, 他的眼中重新焕发出了光彩, 声音也变得坚定起来。 就算命运之路不满荆棘, 我也会握紧手中的剑, 劈开风雨, 在每一个清晨都以最美的笑容迎接心声。 说着, 白颖若的脸上绽放出了如花般灿烂的笑容, 那笑容温柔而坚韧, 就像是在春风中翩翩起舞的花瓣, 美得让人心醉。 徐天深情地望着眼前这位宛如月光下绽放的清丽女子, 眼中充满了温柔与决心。 她轻声说道, 阿若, 未来的日子里, 让我成为你的守护者, 好吗? 无论是风雨还是晴天, 我都愿与你同行, 护你周全。 白颖若没有言语, 只是静静地, 仿佛整个出源界的喧嚣与纷扰都被这份默契所融化。 只剩下两颗紧紧相依的心, 在彼此的守护下, 静静地跳动。 第二十二章, 求天旨。 徐秋林早已封闻, 今日祠堂风云变幻, 心中宛如湖面背头时, 涟漪四起, 难以平息。 夜幕低垂, 她宛如一缕清风, 静静助力于徐天房门外。 身姿摇曳, 宛如风中细流, 欲静缓止, 犹豫不决。 就在这时, 一阵细微的吱嘎声悄然响起, 徐天轻轻推开了房门。 一见门外姑姑的身影, 她心中猛地一颤, 连忙问道, 姑姑, 夜深人静, 您来此有何要事? 徐秋林轻轻摇头, 宛如风中落叶, 轻盈后退两步, 却又似被某种力量牵引, 漠然转身。 她神色肘蜂, 终是缓缓开口, 声音宛如沉溪微露时的露珠, 清澈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坚定。 小天, 你修为突飞猛进, 实乃我徐家之性, 但行走江湖, 仍须步步为营, 谨慎为上。 徐天文言, 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宛如雨后出情的天空, 云遮雾绕, 姑姑, 可是我在祠堂之事有所不妥。 您但说无妨。 不, 你做得很好。 徐秋林连忙否认, 语气中带着一丝急切, 随即补充道, 我只是对你未来之路有所担忧。 他微微叹息, 万千思绪涌上心头, 却终究化作一声轻叹, 难以言表。 徐天心中愈发茫然, 姑姑今日之言, 究竟意欲何为? 然而, 这一切, 唯有徐秋林心中自明。 他深知, 自己即将踏上远行之路, 离开这片生他眷恋的土地, 去追寻那未知的命运。 还有, 徐秋林目光温柔如水, 轻声问道, 你对那白姑娘是否心生情愫? 徐天瞬间面颊飞红, 微微点头, 羞涩之情溢于言表。 白姑娘的沉稳与温婉, 早已在她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你日后定要好好待她, 她是个好姑娘。 徐秋林言辞恳切, 仿佛在交代着什么至关重要的事情。 言罢, 她转身离去, 只留下一抹孤寂的背影, 和徐天心中那隐隐的不安。 徐天未曾多想, 只倒是姑姑难以接受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心中暗自思量。 而徐秋林则并未返回房中, 而是静止走向叶灵溪的房式。 她静静坐在床前, 轻轻抚摸着熟睡中女儿的脸庞, 眼中流露出难以名状的柔情与忧伤。 次日清晨, 阳光透过窗帘, 斑驳陆离地洒在房中。 徐天如常端坐于岸前, 继续编撰那道法汇总。 只差原因皆别的了, 定能在两日内完成。 她在心中默默为自己加油打气, 浑身洋溢着完成使命的喜悦与力量。 然而, 就在这时, 一声巨响宛如晴空霹雳, 瞬间打破了这份宁静。 徐天心中一颈, 连忙冲出门去, 寻声而去。 刚一跨出门槛, 便见族人四散逃窜, 惊慌失措地从东面奔来。 就在这时, 一个小女孩迎面跑来, 泪眼婆娑地望着她喊道, 徐天哥哥, 快去赶走那些贼人。 徐天微微点头, 心中暗叹, 看来清衙门的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对夜族下手了。 白颖若与夜灵溪也匆匆赶到站在了她的身旁。 有人看见白颖若便指指点点, 愤然指责, 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妖女, 否则我夜族怎会遭此大难? 徐天对着身边的两位女子说道, 你们先回去, 我去看个究竟。 然而白颖若却毫不退缩, 目光坚定地说道, 此事因我而起, 我岂能躲在你们身后, 让你们为我冒险。 见她如此坚决, 徐天心之再劝无异, 于是默默随她而去。 三人未曾停留片刻, 直奔东面而去。 当他们赶到之时, 只见徐正清、 叶一倩、 叶孤城、 叶卢等人正带领着众多助击修为的族人横空而起, 面对着前方的敌人。 而清衙门的白强武与莫团等人, 则冷冷地站在对面, 目光如刀。 他们身后的夜族之地已是一片狼藉, 房屋被毁, 烈火熊熊, 宛如人间炼狱。 我夜族定会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厉害。 白强武却毫不在意地冷笑道, 少废话, 交出白影弱那个小贱人, 我清衙门立刻退去。 然而他心中却暗自盘算着更深的阴谋。 叶正清看出了他的虚情假意, 毫不示弱地回击。 你在这里装枪做事有什么意义? 你心中所想, 难道我夜族会不知? 白强武闻言, 眼神一灵, 随即给了莫团一个示意。 莫团毫不犹豫地猛然俯冲而下, 直逼白影弱而去。 他的动作之快, 令众人皆为反应过来。 然而徐天眼疾手快, 及时出手, 一掌迎上, 顿时将莫团逼退。 众人见状, 无不震惊。 此时的徐天已是驻姬后期修为, 清衙门中见过他的人, 无不惊讶万分, 面面相去。 你, 当日不过是个凡人。 才几日功夫, 竟已击身驻姬后期, 素鸣震惊不已地喃喃自语。 他心中暗自私存着, 当初抓住这小子时, 他还不过是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少年, 如今却已与他修为齐平。 而且, 刚才那一掌的威力, 似乎还在他之上。 徐天遇见而起, 见光划破天际, 宛如一道流星划过夜空, 缓缓降临于叶正清的身旁。 他的身影轻盈而坚定, 宛如一缕清风拂过叶族众人的心头。 他们的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仿佛他就是那从天而降的救世主。 徐天未发一言, 心中默默念诵着古老的仇天纸咒语。 指尖灵动地勾勒出一个个复杂而神秘的符文。 这些符文在空中闪烁着幽蓝的光辉, 宛如沉睡已久的神秘文字被瞬间唤醒, 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指破虚空! 他的声音低沉而富有力量, 眼中透出一丝不容置疑的杀气。 指尖的符文顿时绽放出耀眼的光辉, 化为一道细长的光束直击目标。 那光束在空中扭曲, 延展, 球龙行程之际,周围的空间似乎都为之颤动, 空气在这股强大力量的牵引下旋转出一个个细小的漩涡, 仿佛在为这场决战助威。 强大的威压震慑了在场的所有人。 青衙门的众人惊恶不已, 连业族的族人也都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幕, 难以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然而, 被球龙紧紧束缚的白强舞, 嘴角却勾起一抹冷笑, 那笑容中满是不屑与轻面。 哼, 果然有两下子, 单凭你这点灵力, 就想困住我, 简直是痴人说梦。 话音未落, 他轻轻伸出手指, 指尖仿佛蕴含着千军之力, 瞬间触碰到了那看似坚不可摧的球龙。 刹那间, 强大的灵力犹如脱江的洪水, 汹涌澎湃地倾泣而出, 与那球龙上的符纹之力激烈碰撞。 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 徐天辛苦施展的法术竟如纸壶般轻易被破开。 顷刻之间, 那曾经让人心生畏惧的球龙就如同梦幻泡影一般, 轰然崩溃, 化为虚无, 消散在天地之间。 白强武健壮, 脸上更是得意非凡, 他轻蔑地一笑, 手指轻轻一挥, 身后四名护法便如同得到了某种神秘指令, 挺身而出, 站在了他的面前。 这四人皆是筑机大圆满的修为, 然而他们的眼神却空洞无比, 面无表情, 宛如被抽离了灵魂的木偶, 为白强武之命是从。 去吧, 给我狠狠地教训他们。 白强武一声令下, 声音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威严。 四名护法闻言, 身形一闪, 便如同出戎的阴笋猛地扑向夜族众人。 他们的气势汹汹, 犹如狂风骤雨, 似乎要将夜族众人彻底淹没, 不留丝毫余地。 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 就此拉开序幕。 第23章, 叶正清宛若一座不可撼动的巍峨山巒。 处立于众人之前, 他的身影在夕阳下拉长, 仿佛能遮蔽一切风雨。 然而, 就在这位叶家巨拨即将出手之际, 徐天已如离弦之剑。 率先在前方对宿明施展出了画戟剑术的最终奥义, 剑己合意。 剑翼如同潺潺流水, 悄无声息地涌入他的身体, 剑与身渐渐融为一体, 天地间仿佛只剩下, 他与那柄闪烁着寒光的剑。 他感受着剑翼与自身汽血的完美契合, 剑招愈发灵动飘逸, 威力更是成倍增长。 煞时间, 飞剑如同滑坡夜空的流星, 迅猛无比地射向宿明。 宿明身形一顿, 似乎想要硬抗着致命一击, 但剑锋却诡异地一转, 直指他身旁的另一人。 那人还来不及反应, 变化为一滩血影, 连尸体都不复存在。 血雨四溅, 场面之惨烈, 令人心惊胆战。 莫团见状, 脸色猙獰如鬼魅, 毫不犹豫地扑向徐天, 两人瞬间纠缠在一起, 如同两头猛受在争夺领地。 与此同时, 叶一倩, 叶孤城, 叶鲁三位长老也各自与一名护法激战正憨。 空中地下, 硝烟弥漫, 混战如潮, 仿佛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混沌之中。 叶正清见状, 遇上前助徐天一臂之力, 却被一柄长脊横空拦住。 你的对手是我。 白强武冷冷地说道, 眼中闪烁着令人心悸的凶光。 叶正清虽至秀为悬殊, 但心中却无丝毫畏惧, 毅然决然地迎了上去。 白颖若在一旁焦急万分, 想要出手相助, 却被叶灵溪温柔坚定地拦下。 快随我躲到后面去。 叶灵溪的声音如同春风拂面, 柔和而坚定。 我怎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为我厮杀? 白颖若眉头紧锁, 心中满是不愿。 叶灵溪见状, 只得温言相劝, 今日即便没有你, 他们也会找上门来。 更何况, 你若有个闪失, 我哥也会分心。 提到徐天的名字, 白颖若心头一紧, 终于不再犹豫, 随叶灵溪退去。 白强武目睹这一幕, 心中冷笑连连。 今日踏实, 要将叶族屠戮殆尽, 让叶灵溪夺活片刻又如何? 交手间, 白强武不禁感慨万分。 金丹初七, 你到底受了何人指点, 竟能与我抗衡致辞? 叶正清沉默不语, 只是急速出手, 会员枪法如红灌日, 然而终究修为差距显著, 屡屡被白强武挡下。 两人斗智斗勇, 虽然叶正清略处下风, 但他却以一己之力, 牵制了白强武的行动。 如同一块坚不可摧的磐石, 屹立不倒。 另一边, 徐天面对莫团的猛烈攻势, 招式层出不穷, 令莫团无暇结印施展高阶功法。 莫团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效益。 你的功法固然威力惊人, 但修为尚浅, 在我面前, 修想施展出来。 话音未落, 他已结成法印, 大喝一声, 天灵首。 徐天躲避不及, 慌忙祭出幻速金章的第二是, 金光护体。 那只巨掌拍向金色光幕的瞬间, 光幕光芒大胜, 周围灵力四散而出, 迎上那大手。 强烈的冲击, 使得天灵首颤动不已, 瞬间被散去。 莫团向后退去, 捂着胸口, 目中闪过一丝惊讶, 没想到这金光竟能反弹攻击。 虽然护体金光, 只反弹了微弱的攻击, 但仍令莫团受了些许内伤。 白强舞在一旁暗自思量, 幻速金章果然非同反响, 今日定要将之收入囊中。 趁莫团稍显恍惚之际, 徐天双手在胸前快速结印。 然而, 莫团岂会让他如愿? 攻势如潮, 一步步逼近徐天, 仿佛要将他逼入绝境。 徐天无奈之下, 只得使出幻影步连连后退。 眼见局势对徐天愈发不利, 叶鲁叙事待发, 一击中击令青衙门那名护法连连后退, 神色愈发极切。 重创大人后, 叶鲁一个闪身来到徐天面前, 为他争取了片刻的喘息之机。 然而修为的差距如同天欠一般难以逾越, 三两招之间, 叶鲁便招架不住, 连连退去, 面露疲态。 莫团怒火中烧, 冷冷地说道, 多管闲事。 随即一拳将叶鲁生生推出数十米外, 气势汹汹地再次逼向徐天。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徐天的法印已然成形, 青绿色的光芒瞬间放大, 宛如古老繁复的印记在空中疯狂闪烁。 只见法印之中, 竟然走出一只满脸獠牙, 凶神恶煞的奇异生物, 早耻。 叶鲁, 惊得目瞪口呆, 心中暗道, 这是, 早耻。 他想起这寿灵术法乃是数千年前叶家先祖的独创秘法, 曾凭此法纵横四级修真国百年之久。 没想到, 这个高深莫测的法术竟被徐天修炼至第八层, 而他自己苦修数年, 才勉强领悟召唤白虎的层次。 此情此景, 叶鲁不禁心生感慨, 对徐天的敬重之情倍增。 早耻的出现带着不可一世的威压, 令墨湃面露惧色, 连连后退, 似乎已无法承受着恐怖的压力。 在徐天的意念操控下, 早耻挥起手中长矛, 直刺墨湃。 墨湃竭尽全力调动全身灵力, 企图化解这突如其来的困境。 然而早耻的攻击如同泰山压顶一般, 汹涌而来, 墨湃竟被逼得向后滑行数百米。 他面前的灵力屏障也开始撕裂, 伴随着一声巨响, 墨湃重重倒地, 经脉禁断, 奄奄一息。 就在徐天准备施下最后一击之时, 耳边传来族人的惊呼, 组长, 小心。 定睛一看, 叶正清已然筋疲力尽, 节节败退, 竟被白强武死死掐住脖子, 狠狠摔向地面。 眼见白强武即将成胜追击, 徐天心急如焚, 赶忙操控早迟退回。 疏忽间, 早迟已然挡在叶正清面前。 可惜那兽灵仅能支撑片刻, 便被白强武击溃。 虽然只有短短一瞬, 但叶正清却趁机反应, 巧妙躲过白强武手中致出的场景。 此时墨湃已是奄奄一息, 痛苦哀嚎。 徐天终于腾出手来, 与叶正清一起, 直面这位金丹后期的劲敌。 白强武遥望那边奄奄一息的墨湃, 嘴角不由勾起一抹冷笑。 看样子, 这青木根果真是无上之宝。 一个没有灵根的废物得了他, 竟在短短几天之内, 就能斩杀我门中长老。 实在令人惊讶。 你不知道的事情, 还有很多。 徐天站在那里, 神色淡定从容, 面对金丹后期的强敌, 他毫无退缩之意。 哈哈, 真是有趣。 待我将你碎尸万段, 看看你还能否嘴硬。 白强武大笑着说道, 眼中闪烁着嗜血的寒光。 白强武心头涌上一股难以言喻的狂喜, 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同时掌握青木根 与幻塑金章这两大至宝, 僻逆天下的辉煌景象。 那股对力量的狂热渴望, 在他胸中如烈火般熊熊燃烧, 几乎要将他整个人吞噬。 徐天与叶正清交换了一个坚定的眼神, 仿佛在说, 无论前路如何, 我们都要并肩作战。 随后, 他们双双挥舞起手中的兵器, 如同两道闪电向白强武猛冲而去。 然而, 白强武只是轻蔑的一笑, 右手轻轻一挥。 刹那间, 他的脚下骤然浮现出一个诡异莫测的黑色法阵, 仿佛是从九幽之地召化而来的恶魔之眼, 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气息。 徐天和叶正清只觉一股强大的力量猛然袭来, 他们的身体竟被这股力量死死锁住, 动弹不得。 就像是被无形的枷锁紧紧束缚, 连一丝挣扎的余地都没有。 哼, 我平时可不会轻易使用这一招, 但为了尽快得到这两件宝物, 损失些修为又算得了什么? 白强武缓缓开口, 语气中充满了对力量的渴望与对牺牲的漠视。 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得意得笑, 那笑容中既有对胜利的自信, 也有对即将到手宝物的贪婪。 叶正清的脸色骤然变得惨白, 他首先察觉到了这个阵法的恐怖之处, 不妙。 这, 这是九幽轮回阵。 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惊恐与绝望, 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与徐天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 白强武咸腻了他一眼, 嘴角勾起一抹一样的笑容, 那笑容中充满了对叶正清见识的赞许 与对即将上演好戏的期待。 看来你倒是有些见识。 不错, 这正是九幽轮回阵。 虽然他有些残缺不全, 但对付你们两个绰绰有余。 他会缓缓地吸食你们的灵力, 让你们在绝望与痛苦中耗尽最后一丝力量, 最终等待你们的只有死亡。 第24章 青木神通 在那风起云涌的一刻, 叶一倩, 叶孤城与叶鲁三位高手并肩作战。 犹如猛虎下山, 锐不可当, 终究是将那两名护法斩于剑下。 然而, 当他们目睹徐天与叶正清身陷淋雨, 心中焦急万分, 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对那些虾兵蟹匠般的小喽啰, 已是视而不见。 正当三人欲奋不顾身冲向徐天之时, 叶正清那震耳欲聋的鹤声如惊雷般响起, 直步, 踏入此阵, 便是万劫不复。 一语惊醒梦中人, 三人连忙收住脚步, 转而投身到其他族人的救援之中。 此刻的徐天, 双眸紧闭, 仿佛与世隔绝, 外界的喧嚣与他无关。 白强武健壮, 心中的怒火, 犹如火山喷发, 暗自思量, 这小子竟敢如此轻视我, 今日定要先拿你开刀。 话音未落, 他的身形已如离弦之剑直逼徐天而去, 而徐天却沉浸在心中的默念之中, 对白强武的杀鸡浑然不绝。 另一边, 徐秋林正忙着组织那些修为浅薄, 惊慌失措的族人, 引领他们逃往祠堂密室避难。 待一切安顿妥当, 他的心中却仍牵挂着叶正清与徐天的安危, 于是急匆匆地赶往祠堂以东。 眼前的荧幕却让他惊呼出声, 九幽轮回阵。 他来不及多想, 右手一挥, 身形已腾空而起。 就在这时, 徐天猛然睁开双眼, 口中吐出幻灵归原四字。 瞬间, 他的周身被一道金色的灵力漩涡所包裹, 九幽轮回阵中的灵力如百川归海, 纷纷涌入那漩涡之中。 白强武看得目瞪口呆, 完全不明所以。 他试图阻止徐天, 却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靠近那被灵力漩涡笼罩的徐天。 徐秋灵见状, 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收回灵力, 轻盈落地。 小天, 你真是让姑姑刮目相看, 竟然将幻灵归原修炼至如此境界。 随着九幽轮回阵的消散, 叶正清也得以解脱, 直线下坠, 幸好叶鲁眼疾手快, 及时将他接住。 白强武望着这一幕, 心中既愤怒又疑惑。 怎么可能? 幻速金章第四层, 连废武, 白强人都未能修成。 你这助击小儿, 又怎会练到如此境界? 幻灵归原, 乃是九幽轮回阵等阵法的克星, 一旦施展, 阵法立刻土崩瓦解。 那可是我耗尽修为才不知出的阵法呀。 白强武咆哮着, 仿佛陷入了疯狂。 此时, 徐天周围的灵力漩涡, 缓缓汇聚, 不断涌入他的体内, 使得他的灵力愈发澎湃。 他高举长剑, 直指白强武, 接下来便轮到我来主导局面了。 然而, 白强武却稳若泰山, 挥舞着手中的长脊, 形成一道无懈可击的防御, 将徐天的每一击都挡在门外。 哼, 即便我灵力耗散, 修为跌落。 你这助击小儿, 也休想轻易击败我。 白强武冷冷一笑, 语气中透露出不屈与狂妄。 在大荒之类一级修真国内, 修为便是无上的资本。 尽管豪杰辈出, 但金丹修士却如凤毛麟角, 屈指可数。 罗刹杰? 白强武怒吼一声, 手中的长脊在他灵力的催动下, 黑雾弥漫, 犹如万鬼归宗, 令人心生寒意。 他怒目横扫, 瞬间数十道幻影浮现, 如同幽灵般直逼徐天而去。 徐天面色凝重, 四处躲避, 但那幻影却如影随形, 紧追不舍。 眼看难以逃脱, 他猛然停下, 色光芒。 瞬间, 那些追随而来的幻影, 尽数消散。 这是, 青木根。 白强武心中, 闪过一丝侥幸, 欲伸手夺取。 然而, 未等他得手, 徐天的身躯便骤然生出藤万, 千次丛生, 瞬间蔓延四方。 藤万向忠心汇聚, 直逼白强武而去。 这一招, 与之前的花拳绣腿截然不同, 乃是原因法宝的威能。 任凭白强武如何挥斩, 都无法割断分毫。 突然间, 几根藤万刺入白强武的右臂, 他痛苦不堪。 情急之下, 他竟自斩手臂, 方才脱身。 见自家门主如此狼狈, 青衙门的弟子们纷纷收手, 转身逃窜。 白强武心有不甘, 却也无可奈何。 临走时, 他还将奄奄一息的墨团拖走。 徐天催动原因法宝, 灵力透支。 他像征信地追击了几十米, 便收回神通。 脸上挂着胜利的笑意, 回头望了一眼远处的白颖若, 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随即坠入昏睡。 当他再度醒来时, 只见白颖若独自守在床边, 趴着睡着, 手中还紧紧攥着他的手。 徐天深情地凝视着他, 脸上洋溢着笑意。 此时, 叶灵溪轻轻轻走进屋内, 看到白颖若守在床边, 步伐变得轻盈起来。 然而, 当他目光瞄向床上的徐天时, 正欲离去, 心中却猛的一阵, 觉得哪里不对劲。 当他再次看向徐天时, 发现他竟然睁着眼睛, 顿时慌了神, 大声喊道, 爹, 娘, 我哥醒了。 这一声惊呼, 将白颖若也唤醒。 见徐天苏醒, 他激动的泪水挪筐而出。 徐天探着白颖若流泪, 心中倍感疼惜, 盲用手抚摸着他的脸庞, 我没事的, 你怎么哭了? 醒来看到你, 我应该开心才是。 白颖若扑到徐天怀中, 气声道, 都是我不好, 我太无能了, 无法帮助你, 反而成了你的累赘。 徐天轻抚他的秀法, 柔声道, 这是我应该做的。 阿若, 你是我见过最好的女子, 我保护你也是心甘情愿的, 你不必自责。 叶灵溪在一旁忙不迭地安慰白颖若, 是啊, 阿若姐姐, 你是那么英勇的女子, 怎么会是累赘呢? 就在这时, 徐秋玲和叶正清匆匆跑进屋内, 看到眼前这一幕, 惊恶无比。 叶正清故作清爽, 似乎想要打破这温馨的瞬间, 而白颖若轻轻失去脸上的泪痕, 瞬间变得更加娇俏动人, 犹如清晨的露珠在阳光下闪烁。 她缓缓站起, 神情中透出一丝坚毅与柔情。 徐秋玲走到她身旁, 握住她的双手, 眼中满是关切与鼓励。 随即转头对徐天说道, 你昏迷期间, 白姑娘一直守着你。 她的心意, 你可莫要辜负。 她心中暗自高兴, 似乎在为徐天与白颖若之间的情愫, 默默推波助澜, 努力为他们创造机会。 徐天挣扎着想要挺直腰板, 却被徐秋玲那双温柔却坚定的手轻轻按回了床榻之上。 宛如一只依恋巢穴的青鸟, 心中有千言万语翻涌, 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出口, 只能化作嘴角边一抹复杂的弧度。 让姑姑和姑父为我担忧了。 小天已无大碍, 灵力也奇迹般地恢复了六成了。 她的话语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倔强, 仿佛在向世界宣告, 她依旧是那个不屈不挠的少年。 话音未落, 她又一次试图挣脱束缚, 想要站起身, 如今危机已然烟消云散, 我应当继续投身于家族传承的编转大业中, 不容片刻耽搁。 她的眼眸中闪烁着如山巅雲鹰般坚毅的光芒, 那是一种对飞翔的渴望, 对梦想的执着。 叶正卿的笑容, 如同沉吸出肇时绽放的花朵, 明媚而温暖。 小天, 此事不急于一朝一夕。 你此次英勇地击退了青衙门的来犯之敌, 族人们亲眼所见, 对你的轻目跟传承再无半点怀疑。 这几日, 也有不少族人前来探望, 都盼着你早日康复, 共谋家族未来。 徐天文言, 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目光不由自主地转向徐秋灵, 那双清澈的眼眸里, 似乎藏着千言万语的鼓励与认可。 徐秋灵轻轻汗手, 无声却有力地传达着她的支持, 家族正直重建之际, 待一切尘埃落定, 再着手此事, 亦不视为明智之举。 徐天心中虽有万般不愿, 但终是不愿辜负长辈们的期望, 乖乖地重新躺下。 然而, 她的心中却悄然种下了一颗种子, 一颗关于未来, 只剩下徐天与白颖若两人。 相对无言, 却仿佛有一种无形的默契在空气中流淌, 带着几分期待, 几分温情, 等待着时光的雕琢, 慢慢绽放属于他们的精彩篇章。 第25章, 画干戈为玉帛。 在那幽静深邃的宅邸之内, 徐天正沉浸在一片修炼的宁静之中, 仿佛与世隔绝。 几日的光景, 她的灵力如同春日里复苏的嫩芽, 悄然间已恢复如初。 此刻, 她正全神贯注的福岸吉书, 编转着轻木传承的无上奥秘, 笔尖在纸上跳跃, 犹如精灵舞动。 正当她沉浸在线性怠数的奇妙世界, 那无尽的记忆之海仿佛要将它吞噬之时, 一阵突如其来的敲门声, 如同狂风骤雨般打破了这份难得的宁静。 咚咚咚, 那声音急促而有力, 仿佛带着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徐天初始以为, 是那调皮捣蛋的妹妹灵溪又来捣乱, 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无奈的笑意。 然而, 当她缓缓起身, 打开那扇古朴的木门时, 映入眼帘的, 竟是叶洛生那张略显紧张, 又带着几分羞涩的脸庞。 叶洛生站在那里, 支支吾吾, 仿佛心中有千言万语, 却不知从何说起。 徐天微微一笑, 但那笑容中, 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 叶洛生此来, 所为何事? 他的声音平静如水, 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含义。 叶洛生闻言, 脸色更加通红, 声音细弱文锐。 那日, 你为叶祖所做的一切, 我都已听说, 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愧疚与感激。 徐天目光如炬, 淡然一笑, 叶洛生若只为言谢而来, 大可不必。 我帮叶祖, 亦是帮自己, 无需挂怀。 他的语气冷静疏离, 仿佛一切过往都已随风而去。 叶洛生急忙摆手, 满脸诚意。 不, 其实, 我是为以前对你的种种行为道歉。 希望你能原谅我, 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他的声音虽然生硬, 但那份真诚却不容忽视。 徐天心中波澜不惊, 早已看待往昔恩怨。 他轻轻拍了拍叶洛生的肩膀, 笑道, 你我自幼相识, 那些小事我早已忘却。 你若有志, 何不外出历练一番? 等你归来, 我们在一较高下。 叶洛生闻言, 眼中闪过一丝坚毅的光芒, 仿佛找到了新的方向。 你说得对, 我打算离开此地, 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 等我再回来时, 定会让你刮目相看。 徐天微微点头, 眼中流露出几分赞许。 如此甚好, 我亦有此意。 待日后再见, 我们再定圣佛。 两人相识一笑, 仿佛过去的恩怨都已随风而去。 叶洛生又说起与灵溪的过往, 徐天听后, 心生怜悯, 安慰他道, 待你功成名就之时, 他定会接受你。 叶洛生感激地点点头, 为座多停留, 静止转身离去, 背影坚定而洒脱, 仿佛一与过往的自己彻底告别。 徐天回到屋内, 继续他的编转工作。 轻木根中, 关于积分与微分的记载, 寥寥无几。 而徐天脑中的线性怠数知识, 却如全涌般涌现, 他挥毫泼墨, 将它们一一记录在侧。 他见徐天趴在地上, 脸上绽放出如花般的笑容, 温柔地问道, 徐天, 进展如何了? 徐天心中一暖, 郑玉伸手还住他, 却被适时而至的叶灵溪打断。 啊, 大白天呢, 你们在做什么啊? 叶灵溪一见此景, 脸颊瞬间羞红, 慌忙转身跑开。 白颖若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打扰, 染上了一抹红韵。 徐天尴尬地清了清嗓子, 解释道, 那个, 是你阿若姐姐背上长针了, 我正要帮她看看。 三人顿时如同被打断的旋律, 各自匆忙起身, 向前走去。 叶灵溪又说道, 爹爹在一食堂, 有事要找你, 快去吧。 话音未落, 他已如风般飞奔而出。 徐天深情地望着白颖若, 热切地说道, 我们一起去吧。 他牵起白颖若的手, 带着手稿, 一同迈向一食堂。 一食堂外, 叶族族人们聚集一处, 见到徐天, 纷纷笑脸相迎, 恭敬之态, 异于言表。 徐天步入堂中, 四位族长端坐高坐, 叶一倩和叶孤城连忙起身, 脸上满是谄媚之色。 此次族中遭袭, 多亏徐天出手相助,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一倩的话语中, 带着一丝奉承。 叶孤城紧随其后, 连声附和。 是啊, 徐天果然少年英雄, 难怪青木根对你如此青睐。 叶正清与叶鲁对视一笑, 眼中满是细血。 徐天并未揭穿他们的虚伪面具, 而是恭敬地说道, 哪里哪里, 还是二位长老的功劳, 才让青衙门那帮人知难而退。 话音未落, 他将手中的手稿递给叶正清, 叶正清心中虽有预感, 但还是忍不住问道, 这是。 徐天答道, 这是青木根内所有传承的记录, 我也将他们悉数写下。 众人闻言, 皆面露惊喜之色, 仿佛看到了叶族未来的辉煌。 有人激动得泪光闪烁, 有人更是信心满满地谈论着 叶族未来的辉煌。 叶一切满脸欢喜, 感慨道, 往日我对你多有偏见, 如今却要为我的过往向你赔罪。 叶孤城也紧随其后, 诚恳道歉。 徐天连忙为他们解围, 往事如烟, 二位长老也是为了族中考虑, 小子不敢计较。 其实, 徐天心中明白, 二人的种种为难, 皆是为了叶族的长远之计。 若无清木根的加持, 叶族恐怕早已步入衰败之路。 因此, 他心中对那二人并无怨恨, 只有理解与包容。 叶正清轻轻挡了胆一惊, 神色凝重地开了口, 今月特地唤你前来, 乃是为了清衙门那档子棘手事。 徐天一听, 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眉头紧锁, 仿佛能夹死一只苍蝇, 莫非那帮家伙 又暗中搞起了什么新花样? 叶鲁接过话茬, 声音低沉而有力。 你且放宽心, 莫要过于焦虑。 清衙门那门主白抢舞, 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一肚子坏水, 若不趁早将他连根拔起, 迟早得闹出个大乱子来。 徐天一听这话, 心里咯噔一下, 急忙追问, 那咱们可有了什么万全之策? 这时, 叶一倩突然像变戏法似的, 从旁端来了两把椅子, 笑容满面地招呼着, 来来来, 坐着聊, 坐着聊嘛。 他这突如其来的热情, 倒是让徐天有些措手不及, 心里直犯嘀咕, 这叶一倩葫芦里, 究竟卖的什么药? 一时间, 他竟是坐也不是, 站也不是, 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第26章, 坐得了结。 叶正清沉阴片刻, 终于缓缓齐齿, 字字如锤, 掷地有声。 此刻, 正是我们根除祸患, 斩草出根的绝佳时机, 唯有如此, 方能确保后顾之忧勇爵。 叶孤城却轻轻摇头, 眉宇间透露出一丝忧虑, 我族刚丽大战, 元气卫富, 加之清衙门地势之险, 若轻率行事, 只怕凶多吉少。 就在这时, 白颖若挺身而出, 声音坚定如铁, 诸位长老无须多虑, 我对清衙门的地形了如指掌, 若有我引路, 必能事半功倍。 徐天望着白颖若那坚毅的眼神, 深知他心中既有为父报仇的执念, 也有救回明夜护法的决心。 于是, 他顺着白颖若的画风, 慷慨陈词。 白姑娘所言即是, 有他相助, 我们何惧之友, 不妨即刻商讨对策, 迅速行动。 一时间, 众人皆陷入沉思, 气氛凝重地几乎能滴水成冰。 最终, 还是叶正清打破了这份沉寂, 他的声音沉稳有力, 仿佛能穿透人心。 我认为此计可行, 诸位意下如何? 有了组长的支持, 众人心中的顾虑瞬间消散了大半, 纷纷表示赞同, 是要一举攻下青衙门。 经过一番深夜的密谋, 众人终于制定出一套周密的计划, 决定由叶鲁、叶一倩、 叶孤城各领一队人马, 从正面牵制青衙门的注意力。 而叶正清、徐天、白颖若以及叶文昌、 叶清云等人则趁着夜色掩护, 沿着一条隐蔽的小道直插青衙门的心脏, 是要斩杀白强武与马下。 计划既定, 众人纷纷散去, 各自忙碌起来,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大战。 而在组长府邸内, 徐秋林听闻这一决定后, 心中却泛起了层层涟漪。 尤其是想到白强武那诡异莫测的九幽轮回阵, 他更是难难自语。 不知那九幽轮回阵, 如今已被他修炼到了何种境界。 见姑姑神色不对, 徐天关切地问道, 姑姑, 你这是怎么了? 徐秋林一惊, 一时尽不知该如何回答。 突然, 他灵光一闪, 说道, 你妹妹今日外出, 至今未归, 你快去看看吧。 徐天与白颖若文言, 立刻出门寻找叶灵溪。 这么晚了, 他会去哪里呢? 白颖若满心忧虑, 徐天却以心有所感, 坚定地说道, 我知道他在哪里。 说吧, 他一把搂住白颖若, 腾空而起, 直奔他们曾经常去的山崖。 果然, 在那山崖之上, 一个娇小的身影正独自坐着, 双手脱腮, 似乎在沉思着什么。 徐天示意白颖若飙出声, 然后悄然靠近。 啊, 叶灵溪被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得猛然一惊, 回过神来后, 便追着徐天打闹起来。 打闹过后, 几人冷静下来。 徐天故作轻松地问道, 这么晚了, 一个人坐在这里想什么呢? 叶灵溪故作镇定地回答, 没什么呀, 就是家里太闷了, 出来透透气。 见他转过身去, 徐天不依不饶地追问, 该不会是因为叶洛生地离开, 心里不舒服吧。 被徐天一语道破心事, 叶灵溪再也忍不住心底的悲伤, 扑进他的怀里, 放声大哭起来。 白颖若缓缓靠近, 轻声细语地安慰着, 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归来。 等他日后功成名就, 自然会回来找你的。 徐天轻笑一声, 调侃道, 你不是一直最讨厌他吗? 怎么现在他走了? 你反而开始伤感起来了。 他的话语中带着一丝调侃的笑意, 然而叶灵溪却瞬间收敛了笑容, 严肃地说道, 既然他已经决定离开, 那就不要再回头了。 连一声告别都不肯留下, 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这话语中充满了责怪与不满, 如同流云般飘散在山峰之中。 徐天见状又安慰他道, 他心中最牵挂的始终是你。 之所以不见你, 是因为他自知时机尚未成熟。 等他日后能够护你周全之时, 自然会回来的。 真的吗? 叶灵溪面路疑惑, 语气中透露出几分不安。 见徐天与白颖若都认真地点头, 他的心才渐渐放下。 那我一定要苦练武技, 绝不能让他小瞧了去。 说吧, 几人便离开了山崖, 向家中走去。 晨曦出路, 叶卢等人已在青衙门外潜伏多时, 他们如同猎豹般叙事待发, 只待破晓之计便是他们施展计划之时。 另一边, 在白颖若的引领下, 徐天一行人沿着崎岖不平的小道, 悄无声息地潜入了青衙门的后山。 而此时的青衙门内, 白强武却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毫无察觉。 他从内室缓缓走出, 目光凝视着自己失去的右臂, 心中暗自发誓, 定要将叶族彻底抹去。 紧接着, 他命令手下将明页、 莫湯和宿明三人带到面前。 看着灵力已基本恢复的白强武, 莫湯急忙谄媚道, 多谢门主大人救命之恩。 虽然我修为大损, 但今后必当对门主大人忠心耿耿,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见莫湯如此卑微, 明页满脸不屑地骂道, 真是个狗腿子。 白强武却不为所动, 反而对莫湯赞赏有加。 时时务者为俊杰, 眼下正有一个机会, 供你报答我的恩情。 莫湯心中微微一惊, 似乎意识到了不祥之兆, 但仍低声回应, 门主大人尽管吩咐, 白强武的脸上浮现出一抹阴冷的笑意, 缓步走下台阶, 站在三人面前。 他的语气冰冷如霜。 那当然是要你们三人, 助我冲击金丹大圆满的境界。 就在这时, 叶鲁等人如同猛虎下山般, 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青衙门的众人猝不及防, 顿时乱作一团, 四处奔逃。 哦! 一声急促的喊声, 游远极近, 传入了白强武的耳中。 回禀门主! 业族之人来势汹汹, 已经逼近山门了。 那名弟子满脸惊恐, 神情怯懦。 白强武听罢, 眉头紧锁, 心中暗自不悦。 但他手中的动作却并未停歇, 冷哼一声道。 偏偏在这个时候来捣乱。 旋即, 他目光如炬,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你们先牵制住他们, 待我大功告成之时, 定让他们有来无回。 然而, 话音未落, 前方跪倒的弟子, 竟然被一箭封喉。 鲜血如同喷泉般狂涌而出, 瞬间染红了地面。 几张熟悉的脸庞, 骤然浮现在白强武的眼前。 尤其是那白颖若,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无尽的恨意, 仿佛要将他生吞活泼一板。 白强武, 今日, 你的死气到了。 白颖若怒声斥责道, 他的双目如火, 愤怒之情几乎要溢出眼眶。 第27章, 神秘女修士, 几人被困于青云罩内, 犹如困兽之斗, 挣扎无果。 未等众人思索破阵之策, 那梅玉佩陡然间化身为饥饿猛兽, 向他们猛扑而来。 煞时, 无数如云般的利剑从天而降, 带着绝杀之势, 直指众人要害。 白颖若心急如焚, 眼前的明叶被紧紧束缚, 毫无反抗之力, 他却束手无策, 只能眼睁睁看着。 白颖五操控着阵法, 面前的明叶, 宿明和墨团痛苦扭曲, 仿佛连灵魂都在抽搐。 墨团更是惊恐万分, 连声求饶。 门主大人, 求您饶我一命, 我对您可是忠心耿耿, 言听计从啊。 然而, 白颖五只是冷冷一笑, 语气中满是无情。 废物一个, 光会听话, 有何用? 成为我的一部分, 才是你的荣幸。 白颖五, 我对你忠心耿耿, 你怎能如此对我? 墨团愤怒地咆哮着, 言辞激烈, 却更加激怒了白颖五, 使得阵法运转的愈发猛烈。 明叶却显得格外平静, 只是将目光投向白颖若, 缓缓开口。 小姐, 有了徐天作为依靠, 我再无后顾之忧, 只愿你们能杀了这败类, 毁掉这变质的青衙门。 徐天紧握宝剑, 猛地劈向那玉佩, 只见屏障渐渐变得稀薄, 却依旧无法突破。 他心中焦急万分, 明叶曾放他离开, 这份恩情, 他铭记在心。 见徐天举动奏效, 众人纷纷护住他, 向那玉佩发起猛攻。 砰! 一声清脆的破裂声响起, 玉佩轰然碎裂, 清云照也随之被击破。 然而, 时间仿佛在此刻凝固, 众人眼前, 明叶已是一副被吸干的模样。 白颖若悲痛欲绝, 泪水如泉涌般夺矿而出。 他愤怒地举起手中长剑, 直指白强武, 徐天等人紧随其后。 但白强武只是轻轻挥手, 一股强烈且阴森的气息扑面来。 几人瞬间被击退, 破门而出, 摔倒在地。 唯有徐天勉强站立。 白强武如影随形, 向几人飞升而来。 黑色雾气在他身周游走, 片刻间在他缺失的右臂处汇聚, 化作一道虚影。 叶正清与徐天对视一眼, 打算联手出击。 可对面的白强武紧紧抬手, 便将二人吸引过去, 死死掐住他们的脖子, 令其动弹不得。 短短几日, 便已突破至助击大圆满。 若留你一命, 我白某孩, 如何在江湖上立足? 白强武口中冷笑, 手中凌厉运转, 黑色雾气迅速蔓延至二人身上。 徐天心知不好, 想施展轻木根, 却感觉四肢无力, 根本无法动手。 生死一线间, 突然间, 一阵星红的彼岸花瓣, 如同利剑般飞掠而来, 狠狠击打在白强武的双臂上。 黑色鲜血, 瞬间狂涌而出, 巨大的冲击力, 使他不得不将手中的二人抛开。 是谁胆敢多管闲尸? 白强武怒吼连连, 声音如雷, 回荡在寂静的山谷中, 仿佛要撕裂这份宁静。 歪门邪道, 竟敢如此放肆? 一道清脆悦耳的女声随风而至, 宛如沉中木骨, 直击白强武的灵魂。 那声音蕴含着浓厚的灵力, 似乎在告诉他, 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挑战。 前辈, 此事不怪我。 白强武心生忌惮, 态度瞬间转变, 双全抱起。 谗媚地说道, 我青衙门遭人欺凌, 才不得不出手, 实属自保啊。 哼, 那女子的声音中, 岂会被你这种小伎俩所迷惑? 白强武心中一领, 意识到她并不打算就此罢休, 便收起了伪善的面具。 在这阳光明媚的清晨, 她的心中却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狂乱与阴霾。 只见她冷冷道, 既然前辈不愿置身事外, 那就不妨现身较量一番, 何必躲躲藏藏藏? 话音刚落, 那位神秘女子便不再隐匿。 新红的彼岸花瓣如雨而落, 玄机在众人眼前显现出她的身影。 她身着一袭红袍, 绣发如铺, 随风飘扬, 曼妙的身姿在花瓣间显得格外夺目, 气质宛如出尘仙子。 众人都不禁被她的美貌所吸引, 唯独叶正清与徐天愣在原地, 惊恶之声不约而同地响起, 阿灵! 姑姑! 两人目光中满是难以置信, 眼前之人年轻貌美, 竟是他们朝夕相处的亲人, 浑然不似平日里那般伴老徐娘的模样。 他们的心中涌起一阵激动, 叶清云与叶文昌更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这是师娘? 她不是练弃四层的修为吗? 然而, 即使心中再多疑惑, 他们也一眼就认出了这位绝世家人, 正是他们最熟悉的人。 她从空中缓缓降落, 双手搀扶起地上的叶正清和徐天, 转而用一双狠利的眼眸瞪向白强舞, 升弱冰霜。 你伤了他们, 我必让你以命来偿。 叶正清心中满是疑惑与震惊, 急声问道, 当日我结胆反噬时, 传来的那道灵力之声, 难道是你? 徐秋玲轻轻点头, 眼神坚定无比。 可是, 你为何隐匿修为? 还用老者的音色? 叶正清又问, 但随即摇头, 算了, 我早该想到, 那人是你, 你不说也罢。 白强舞心中愤怒至极, 她怎愿看到他们再次续救? 一仗九幽轮回阵, 她那强行提升的修为 也难以维持太久。 可眼前的女人 却是实打实的金丹修士, 修为更是一致金丹大圆满, 令人心生畏惧。 一心找? 她一声怒吓, 手臂轻轻爆起, 黑色的雾气在她周围翻涌, 迅速逼近眼前的众人。 但徐秋玲却稳如泰山, 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一切。 红色光芒一闪, 一道球形光幕瞬间在众人面前呈现。 无论白强舞如何抓闹, 都无法突破这层屏障, 反而被弹了出去, 狼狈不堪。 她气急败坏, 激进疯狂, 怎么连你也会幻速金章? 听闻此言, 白颖若心中暗自揣测, 徐秋玲所施展的 正是幻速金章的第二事, 心中猜疑更甚。 徐秋玲的实力 让白强舞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压力, 因而她不敢轻易出手, 只能瞪大眼睛, 死死地盯着她。 但见徐秋玲 全然不顾旧情, 身形一跃, 横空而起, 周身被绚烂花瓣紧紧缠绕, 犹如仙子降临, 美得令人窒息。 紧接着, 这些花瓣仿佛听从她的号令, 迅速在空中交织, 凝聚, 化作一柄锋芒毕露, 巨大无比的利剑, 剑尖直指白强舞, 寒光凛冽, 是要将她一举斩于剑下。 白强舞剑状, 脸色骤变, 深知此番对手非同小可。 她咬紧牙关, 调动全身灵力, 汇聚于指尖, 猛然推出, 只见两只巨手凭空而出, 遮天蔽日, 带着毁天灭地之势, 意图以这巨手擒住那从天而降的惊天利剑, 扭转战局。 然而, 事事往往不遂人愿, 那利剑仿佛蕴含了天地之力。 锋利无比, 紧紧交锋片刻, 白强舞的巨手便如同纸壶一般, 被无情地撕裂开来。 她整个人更是遭受重创, 如受重锤, 身形亮强, 犹如秋风中的一片落叶, 毫无抵抗之力地重重摔落余地, 尘土飞扬, 狼狈至极。 第28章, 绝神古图。 此刻, 白强舞的头发凌乱, 面目扭曲, 心中充满了不甘与疑惑。 这不可能, 这怎么会如此? 明明我们同样的修为, 子女却强得如此离谱。 她在绝望的边缘挣扎, 竭尽全力, 双手之上竟搓起一个巨大的暗红色法球, 那法球越来越大, 宛如恶魔的印记, 压迫着周围空气。 狂风乍起, 正当叶正清冲向徐秋灵, 欲将他护于身后时, 他低声道, 阿灵, 此招凶险, 让我来迎上。 然而, 徐秋灵却只是轻轻一笑, 宛如春风拂面, 越过他, 坚定而优雅地说道, 还是交给我吧。 此时, 他的形象虽与往昔有些不同, 却依然散发出温柔的气息, 宛如那初春的花朵。 就在白强武抛出法球的瞬间, 周围剑主如同纸壶般纷纷崩溃, 连地面也在阵战中撕裂。 然而, 徐秋灵似乎毫不在意, 轻轻一动纤细的手指, 空中便浮现出无数比昂花瓣。 随即化为无数把利剑, 煞时间便将那股狂暴的力量遏制住。 他继续掐动法印, 那新红色的法印如同鱼网般洒出, 笼罩着那庞大的能量法球, 将白强武的绝望牢牢锁住。 在这个瞬间, 时间仿佛凝固, 胜负已在一念之间。 白强武望着眼前行事, 心中暗自焦急, 知道再硬撑下去, 只会自取灭亡。 时间他先是故作镇定, 双手运起凌厉, 那暗红色的法球瞬间光芒四射, 犹如烈焰中摇曳的烛火。 然而, 转瞬之间, 他却悄然收手, 原本的强硬化为乌有, 转身便于逃顿。 轰隆一声巨响, 璀璨的光芒四散而去, 徐秋灵的眼神如猎人那般锐利, 轻巧一闪, 已如影随形般追了上去。 白强武见他紧追不舍, 心中一灵, 已不再逃顿。 他猛然跪倒在地, 仰望空中飘飘欲现的徐秋灵, 满脸卑微。 前辈, 求您饶我一命, 日后我必改邪归正, 绝不再做伤天害理之事。 然而, 徐秋灵对此败类早已司空见惯, 右手轻轻一扬, 便要了结这个无耻之徒。 就在此时, 白颖若如疾风般杀来, 手中长剑闪烁着冰冷的白光, 直刺白强武的心口。 他口中不住喃喃, 爹, 女儿替你报仇, 亲手杀了这个小人。 随即, 剑刃一转, 弯出那颗心脏, 还以为你无心, 放在你身上, 真是无了这东西。 他的话音未落, 渐渐已将那颗还在颤动的心脏, 尽数粉碎。 眼见白颖若虚弱无力, 即将跌倒, 徐天迅速冲来, 揽住他娇弱的身躯。 看着他脸颊上滑落的泪痕, 徐天心如刀脚。 青衙门的弟子们兼自家门主落败, 纷纷缴械投降, 满脸愁苦。 叶如等人则将这些俘虏带到了叶正清面前。 叶一倩开口道, 组长, 何不将这帮小人一并斩了, 以洗前耻。 叶正清却摇头否决, 他们不过是听命行事, 并不算做恶徒。 多谢叶族长的宽恕, 那些被放过的战俘纷纷感激道, 心中对叶正清的为人愈发敬重。 快走, 带着你们的家人, 各自散去。 叶鲁说道, 语气中透出急迫。 慢。 徐天高声喝道, 轻浮着怀中的白影若缓缓起身。 青衙门的人无不心惊胆战, 曾几何时, 他们抓获了徐天, 还曾追杀前任门主的女儿。 如今都担心, 徐天会狠下杀手, 报仇血恨。 可徐天并没有如他们所想的那般心狠手辣。 反而合颜悦色地说道, 若你们愿意, 可以为叶族效力, 叶族不仅接纳你们, 还会为你们提供弃身之所。 若有想离去者, 我们也不会加以阻拦。 说吧, 徐天转向叶正清等人, 问道, 族长, 长老们, 诸位可赞同我这番话。 众人毫无意义, 纷纷被徐天的仁慈与深谋所折服。 那些背负的清衙门弟子, 约有六成选择投靠叶族, 心中不由感慨叶族人的宽广胸怀。 就在此时, 他们才发现叶正清身侧的那位仙子, 越看越觉得眼熟。 叶鲁首先认出他, 激动不已, 指着那女子道, 你是弟妹? 转念又绝不妥, 连忙改口, 前辈出手相助, 在下冒犯了。 徐秀玲微微一笑, 扶起深深居功的叶鲁, 戴然道, 我正是你弟妹, 往日隐藏修为, 实属无奈, 诸未见谅。 听闻此言, 叶族众人皆是面面相去, 惊恶难平。 平日里温文尔雅的族长夫人, 竟是修为高深的仙子, 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 尤其是人群后方的叶灵溪, 心中的震撼如潮水般涌来。 她奋力挤过人群, 直至徐秋玲面前, 难以自已地问道, 你是, 我娘? 见徐秋玲泪光闪动, 连连点头, 叶灵溪的心中, 却依然难以消化这样的真相, 恍若置身梦境。 在血腥的战场上清扫完毕, 将青衙门的积蓄一并搬空, 众人这才准备离去。 然而, 就在离开的瞬间, 白颖若突然说道, 且慢。 众人面面相去, 皆是不解其意, 竟待她娓娓道来。 徐天见白颖若似乎有些犹豫, 便关切地问道, 怎么了? 阿若? 白颖若忠于吐露, 青衙门内室地下藏有一处暗阁, 内里隐藏着一件原音法宝, 因无人破解封印, 如今仍静静地待在那里。 她的声音如细语般轻柔, 却带着一丝不容忽视的坚定。 她又补充道, 此事白强五浑然不知, 那法宝想必仍旧安然无恙。 话音未落, 业族之人却并没有表现出贪婪之色, 反而目光齐齐投向徐天。 见徐天面露为难之色, 徐秋林温柔地说道, 小天, 你去试试看吧。 徐天心中暗想, 此战之功皆是姑姑一手操控, 理应将这法宝让与她。 听了姑姑的话, 她心中更是觉得徐秋林法宝众多, 根本不应稀罕那件。 白颖若引着徐天走路内室, 她来到一座修炼台前, 轻轻在地面勾勒出一个八卦图案。 随即注入灵力, 只见修炼台缓缓下沉, 露出了一段向下延展的台阶。 她挽着徐天的手臂, 二人一同深入那幽暗的通道, 似乎又将徐天带回荡日逃命时的回忆。 只不过, 这次不同于往日, 她早已拥有保护身边女孩的能力。 走至通道尽头, 眼前的空间骤然开阔, 随着徐天灵力的流动, 四周逐渐被点亮。 那中央位置矗立着一个高台, 上面便是那件法宝。 这法宝名幻绝神古图, 和那助基丹都是同一位仙子所赠。 白颖若急切地介绍道, 徐天伸手欲去拿取, 却被那件宝物拒之门外, 仿佛在试探她的心智与决心。 第29章 来实录 那绝神古图散发着神秘的棕色光芒, 周围几圈光链若隐若现, 宛如古老的符文在空间中跳远。 白颖若轻声细语道, 你莫要心急, 且试着破开她的智骨。 徐天应了一声, 随即盘歇而坐, 双目紧闭, 似要与那法宝建立起某种神秘的共鸣。 下一瞬, 一道棕色光影子法宝中积事出, 化作一道流光, 瞬间钻入徐天的尸海之中。 紧接着, 徐天的脑海中, 竟浮现出一道令人头疼的数学题目。 f x等于x x2加stanks加1, stanks加1, 2, 求f x的不定积分。 这题目复杂至极, 犹如迷宫般曲折难解, 令人望而生畏。 此处省略解题过程, 毕竟咱现在不能插图, 想象一下那复杂的解题步骤, 就让人头大。 时间悄然流逝, 一个时辰转瞬即逝。 白影若望着那陷入沉思的徐天, 心中焦虑如同烈火烹游, 仿佛有千万只小虫在他心头爬动, 满眼皆是担忧之色。 徐天闭目凝神, 仿佛在与那纷繁复杂的法则 进行着一场无声的较量。 终于, 他在心中捕捉到了一丝破绽, 犹如黑夜中的一缕曙光。 他反复推演, 笔下生风, 几番修正后, 终于在卷轴上留下了一道清晰而完美的解答。 就在白影若心急如焚之际, 那绝神古兔的光芒愈发璀璨夺目, 灵力如江河绝地般, 汹涌澎湃地涌入徐天的体内。 仿佛有一位智慧的老者正在倾囊相受, 白影若心中悬着的巨石终于轰然落地。 待徐天缓缓睁开双眼, 白影若急切地问道, 这法宝究竟有何等威能? 他的眼中满是疑惑与期待, 想知道这个让他父亲头疼不已的法宝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 徐天嘴角勾起一抹神秘的微笑, 缓缓说道, 在战斗中, 若能寄出此图卷, 便能借助其中蕴含的法则之力, 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御屏障, 足以抵挡敌人的猛烈攻击。 他稍作停顿, 补充道, 而图卷中的那些繁复纹路, 更是能释放出惊天动地的攻击力量, 其威力之大, 足以让任何敌人闻风丧胆。 白颖若听后, 心中一阵欢喜, 忍不住为徐天感到骄傲, 由此法宝在守, 你的实力又更上一层楼了。 徐天微微一笑, 神秘莫测地说道, 不过, 还没说完呢? 这绝神古徒除了能提升修为与战斗力外, 还有着滋养灵魂的神奇功效。 白颖若闻言, 惊恶地张大了嘴巴。 难怪, 他被称为绝世宝物, 听闻原因修饰以上, 便需修炼灵魂力量, 由此宝物相助。 你未来的修行之路, 必将更加平坦无阻。 看着白颖若那肆意欢笑的模样, 徐天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幸福感如同春日的阳光般温暖明媚。 白颖若对他一往情深, 事事为他考虑周全, 如今仇恨已解, 两人心中皆是甘甜如蜜, 不愿在这废墟之地多坐停留, 二人携手并肩, 离开了那以化为灰烬的青衙门。 他们踏上了归途, 朝着叶族的方向急驰而去。 在叶族的足地中, 祥和的气氛如同春日里温暖的阳光, 庆祝的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仿佛连空气都被这份欢乐所感染。 每一个叶族族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他们尽情享受着这久违的安宁与喜悦。 当徐天归来时, 叶正清语众人早已在庭内等候多时, 他的身影如同一位凯旋而归的英雄,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徐秋林满脸焦急地迎上前来, 急切地问道, 怎么样? 可曾顺利获得那件法宝。 尽管他的容貌已有所改变, 但那份温柔而坚定的态度却依旧如初。 徐天轻轻点头, 随即从怀中取出那幅如同神灵所会的绝神古图。 此刻, 徐秋林的脸色骤然变得苍白如雪, 他沉生道, 有些事情, 我想是时候说清楚了。 说吧, 他的目光转向白颖若, 眼中似有千言万语, 欲速还修。 众人屏息静气, 全神贯注地聆听着, 对徐秋林的往事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与好奇。 他缓缓转过身去, 背对着众人, 缓缓开口, 讲述起那段尘封的往事。 其实, 我并不叫徐秋林, 我的本名是齐飞月, 来自三级修真国太英国。 我的外祖是归原宗的老祖。 十六年前, 太英国归原宗洞天之内,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静静地躺在女子的怀抱中, 他气息奄奄, 缓缓说道, 雪儿, 为父的寿缘已尽, 三千五百年了, 却依然止步于化神境。 其漫雪泪流满面, 心中悲痛欲绝。 老者又轻抚着身旁小女孩的头, 眼中满是慈爱与不舍。 飞月天资卓月, 十五岁便已是金丹大圆满之境, 我归原宗终于有了后继之人。 就在这时, 伴随着一阵清脆的笑声, 一个风韵犹存的女子, 缓步走入洞中。 她双手不断拍击着, 脸上满是得意之色。 好, 好啊, 真是一幅温馨的画面, 我都感动得一塌糊涂。 其漫雪怒目而逝, 何吃道, 大师姐, 你当年背叛宗门, 盗走法宝, 如今怎有脸再度回来? 那女子冷笑一声, 我的好师妹啊。 你和这老东西和谋夺御郎, 竟然还有脸理智气壮。 她略微收敛起那副嘴脸, 笑道, 如今老东西快要咽气了, 怎么说我也是归原宗的大师姐, 混沌青莲子这等灵性法宝, 自然也要有我一份。 老者怒吓一声, 你个混账。 随即拼尽最后一丝力气, 怒气冲天地挥出一道法力, 直逼那女子而去。 然而, 却被一束黑色气息轻易挡下, 黑袍男子现身冷冷开口, 其思环, 何必动怒, 岂不是死得更快? 其漫雪怒火中烧, 可道, 荣玉蕴, 你欺人太甚, 竟敢内外勾结, 欺师灭祖。 其思环紧紧拉着其漫雪的手臂, 闭上眼道, 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罢了, 当年之事, 老夫做得不妥, 混沌青莲子去留便听天由命。 不出半月, 其思环便寿终正寝, 一体前众弟子纷纷跪倒在地, 唯有荣玉蕴直立不动。 很快, 混沌青莲子便从其思环的体内窜出, 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 盘旋而飞。 荣玉蕴眉目流转, 是要将其收入囊中。 然而, 那法宝在空中盘旋几周, 似乎没有找到合适的归属。 其色则逐渐暗淡, 缓缓飞回其思环的遗体旁。 荣玉蕴失声尖叫, 不可能, 他竟然要隐去, 也不愿与我融合。 就在这时, 齐飞月从外奔入, 那法宝瞬间止住去世, 静止融入他的眉心之处。 荣玉蕴的双眼, 犹如两把锋利的冰刃, 死死地锁定在齐飞月身上, 他恶狠狠地咆哮着, 仿佛要将所有的愤怒与仇恨都倾泻而出。 我要将他生吞活泼, 方能解我心头之恨。 齐漫天犹如一座巍蛾挺拔的山峰, 挺身而出, 挡在女儿的身前。 他的声音冷冽如寒冰, 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千军之力。 你若敢伤了玉蕴, 那混沌青莲子永远也别想得到。 荣玉蕴的脸色在夜幕的眼影下, 如同深渊中的阴影。 他嘴角勾起一抹阴森诡异的微笑, 仿佛被某种邪恶的念头所启发。 他的态度瞬间缓和下来, 语气中充满了狡黠, 多谢师妹的提醒。 那我便让那混沌青莲子继续留在他体内, 好好滋养他的灵魂。 等我用他的精血, 助我突破化神之境后, 再好好享用也不迟。 随着一声令下, 潜伏在暗处的各大门派弟子如同潮水般汹涌而来, 将龟原宗团团围住, 密不透风, 犹如铜墙铁壁, 肩不可摧。 战火如同熊熊燃烧的烈焰, 瞬间席卷了整个龟原宗, 持续了整整半个月之久。 龟原宗在这场浩劫中被烧杀抢掠, 满目疮痍, 一片狼藉, 仿佛经历了人间炼狱。 齐曼雪在危急关头, 暗中启动了宗门的传送阵, 想要将抱着一个小女孩的齐飞月骗入其中, 让她逃离这场灭顶之灾。 然而, 龙玉运却如影随形, 追击而来。 想逃? 没门? 龙玉运冷冷一笑, 手掌一番, 绝情长如闪电般击出, 重重地轰在了齐飞月的身上。 齐飞月虽然身受重伤, 却依然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求生的欲望, 从龙玉运的掌下逃脱。 齐漫雪渐撞, 心中焦急万分。 她拼尽全力, 毁坏了通往生路的传送阵, 希望能够为齐飞月争取到一线生机。 然而, 龙玉运的笑声却如同死神的嘲笑, 无情地回荡在空中, 师妹放心, 你女儿逃不掉的。 她中了我的绝情掌, 已经注定在我的掌控之中。 此刻, 天地仿佛都在这一刻凝固, 阴云密布, 雷声轰鸣, 仿佛预示着更加可怕的灾难即将降临。 第三十章, 去石英。 传送阵轰然受损, 通道犹如被狂风搅扰的湖面, 波纹四散。 齐飞月宛如一片在风中飘零的枯叶, 被那无情的法阵肆意撕扯, 最终落入了名为于东府的二级修真国 那未知而危险的土地上。 除了那灭门之仇, 如烈火般灼烧着她的心, 她怀中紧紧抱着的女婴。 那双清澈无邪的眼睛, 似乎成了她在这冰冷世界中 唯一的温暖和牵挂。 四周, 浓密的陵墓犹如一道道天然的屏障, 苍翠欲滴的叶片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却透着一股让人不寒而栗的阴森气息。 齐飞月拖着那几乎支离破碎的身躯, 步履蹒跚, 每一步都似乎要耗尽她全部的力气。 地面上, 一串串血迹触目惊心, 宛如一曲无声的哀歌, 诉说着她的绝望与挣扎。 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密林中, 她如同一只受惊的小鹿, 奋力奔逃, 心中的紧张与恐惧如同紧绷的闲, 随时可能断裂。 然而, 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异样的声响。 齐飞月怯生生地回头, 只见一只巨大的邪文叶鹅如同从地狱中爬出的吸血鬼, 正贪婪地舔视着她留下的鲜血。 那双赤红的眼睛中, 闪烁着对混沌青帘子的渴望。 那妖兽似乎感受到了齐飞月体内潜藏的混沌青帘子, 这即将突破原因的妖兽正蠢蠢欲动, 又要化形而起。 她抬头, 胸光毕露, 犹如一头饥饿的狼, 张着血盆大口, 直扑而来。 齐飞月来不及多想, 心中的疼痛如从潮水般汹涌而来, 她只能拼尽全力遇见飞行, 试图挣托着死神的魔爪。 然而, 她已是强弩之末, 最终无力地从空中跌落, 几乎成为了那凶兽的囊中之物。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名壮汉如同天将神兵突兀地挡在了她的面前。 她声如红中, 气势汹汹, 大声说道, 姑娘别怕, 我会救你们离开。 齐飞月定睛一看, 这壮汉不过助击修为, 显然不是那邪闻夜恶的对手。 但在这生死关头, 她已无暇多想, 开始在身上翻着起来。 她将手中的婴儿, 一本珍贵的秘籍, 一件威力不凡的法宝, 以及一瓶救命的丹药, 一并放在地上, 拼进最后的气力, 朝着那妖兽杀了过去。 多谢道友相助, 快带着孩子离开, 我来拖住他。 这些物件, 全当泄烈。 齐飞月口中叮嘱道, 见那男子犹豫不决, 他更加坚定地说道, 如今我身负重伤, 必定难敌此寿, 若再不走, 我等三人都将陨落于此。 壮汉终究无法再犹豫, 抱起孩子, 拿起物件, 临走时郑重地说道, 前辈放心, 你以法宝相赠, 这孩子以后, 便是我的亲生骨肉。 说吧, 他匆匆离去, 时不时回头望向他, 眼中满是担忧与不舍。 齐飞月与那邪闻夜娥, 在密林中斗智斗勇, 苦战数日, 但那夜娥如影随形, 穷追不舍, 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 然而, 天无绝人之路。 在逃亡的途中, 他遇见了一对夫妇。 二人为家思索, 便出手相助, 联手击杀了那凶猛的邪闻夜娥。 得以解脱的齐飞月, 被这对夫妇带回了他们的家族。 刚一离去, 便有一众人满寻至此地。 为首的女子四下探查, 脸上满是焦急与愤怒, 她就在此地定离去不远, 快找。 原来, 这对夫妇乃是当地一流家族, 徐家的成员。 男子名叫徐长青, 女子名为雅禄, 二人皆是金丹大圆满境界的强者。 然而, 他们的孩子却无灵根, 无法修炼。 为了寻找能够让孩子拥有灵根的仙药, 他们多年来四处奔波, 却始终未能如愿。 但即便如此, 他们也从未放弃过希望。 齐飞月深知绝情长得厉害, 那原英大圆满强者的一掌, 其内的灵力如同复古之躯, 深深扎入他体内, 与他自身的灵力纠缠在一起。 他非但无法抵挡消洁, 反而因为动用灵力而暴露了行风。 他在徐府藏匿了半年之久, 这半年里, 他得到了徐长青夫妇的悉心照料。 徐长青更是将他收为异媚, 视如己出。 然而, 这样的日子终究难以长久。 徐长青得知了齐飞月的仇家即将找上门来的消息后, 便告知了他。 你的仇家很快会寻来, 你还是离去吧, 赶往东南方向的大荒国避难。 齐飞月不愿连累徐家夫妇, 急忙说道, 不, 此事因我而起, 自应由我来了结。 雅露见他不愿离去, 温柔地劝道, 若他们寻来未见你, 自然不会为难我们。 待此事了解后, 我们会去寻你。 听闻此言, 齐飞月在徐家夫妇的掩护下, 匆匆踏上了逃亡之路。 夜色如墨, 寒风刺骨, 他已逃得不远。 忽然回头, 只见硝烟四起, 火光冲天, 仿佛预示着不祥的命运正在逼近。 他心中暗存, 决意折回徐府。 然而, 当他赶回时, 只见徐府之内已是一片火海, 浓烟滚滚, 尸骨如山, 让人不寒而栗。 唯有那幼小的两岁男孩徐天, 孤零零地站在烟雾之中, 满脸无助, 气声欺怯, 宛如一只失去了母义的孤厨。 荣玉月, 你这狠心之人, 怎可连无辜之人都不放过。 齐飞月心如刀脚, 泪如泉涌。 他紧紧抱起徐天, 犹如抱起自己唯一的希望与救赎, 匆匆逃离了这一场人间地狱。 就在这时, 叶正清听完这一切后, 方才明白了自己对徐秋凌的误解与猜疑 是多么的愚蠢与无知。 他泪水夺眶而出, 阿玲, 不, 月儿, 你竟然遭此劫难, 我还妄加猜疑, 真是愚钝至极。 他将齐飞月紧紧搂入怀中, 轻轻为她失去脸上的泪痕, 那怀中的温度仿佛能驱散她心中所有的寒冷与伤痛。 一旁的白颖若与徐天早已泪如雨下, 情绪无法自已。 白颖若急切地问道, 那我, 就是被你托付出去的婴儿。 齐飞月点了点头, 随即从怀中取出一柄闪烁着冷冽光芒的剑, 那剑身仿佛一条被封印的灵魂, 在夜色中熠熠生辉。 他缓缓说道, 你父亲是我的大师兄, 临终前将你托付于我。 这把剑名为球星, 是他生前所用之物。 话音刚落, 齐飞月将那柄剑递至白颖若手中。 白颖若握住剑柄的那一刻, 泪水再次夺框而出。 他仿佛感受到了一种血脉相连的温暖与力量, 那是来自父亲的守护与传承。 齐飞月接着说道, 其实在我第一次见到你时, 便隐隐觉察到你, 便是我师兄临根不全的女儿, 只是一直不敢确认。 那幻塑金章或许是流落在外之物, 直到见到绝神古图后, 才令我真正地相信了自己的猜想。 可怜你就在我身边, 我竟浑然不知。 哭等了十六年, 才终于将你巡回。 说到这时, 他早已生泪俱下, 仿佛要将这些年来的痛苦与思念都倾诉出来。 徐天紧紧拉着齐飞月的手, 那双充满希望的眼睛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他恳气地问道, 姑姑, 快告诉我, 我爹娘呢? 他们怎样了? 他们是不是已经死了? 齐飞月轻轻抚摸着徐天的头, 泪水再次滑落。 他悲声说道, 我不知道, 当时折返回去时, 我并未在徐府找到他们的尸体。 徐天听罢, 心中又燃起了一丝希望。 他急忙说道, 那就是没死, 他们一定还活着,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 齐飞月站在门外, 望着那夜色中的远方, 心中千般情绪, 话作一声轻叹。 那叹息中仿佛包含了人间的悲欢离合, 爱恨情仇, 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面对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声音宛如春日里浮过水面的清风。 悠扬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决绝, 我该踏上新的旅程了, 若再拖延, 恐怕那追寻我的风暴就会席卷而至, 我绝不能让你们因我而陷入危险。 叶灵溪的泪水如同断线的珍珠, 不停地滑落, 她紧紧拥抱着母亲, 声音里充满了无尽的依恋与不舍。 娘, 您真的忍心抛下爹爹和我吗? 女儿求您了, 不要走, 好不好? 叶正清望着这母女情深的一幕, 心中如同刀割般疼痛, 但她还是强忍着悲痛, 走上前去, 温柔而又坚定地分开了这对紧紧相拥的母女。 她轻声细语, 每一个字都充满了爱意与鼓励。 灵溪, 你娘虽然要远行, 但她的心中必定有着周全的计划。 你要坚强, 记住, 爹会一直在你身边, 守护你, 疼爱你, 就像从前一样。 叶灵溪终于松开了, 紧紧抓着齐飞月一群的手, 她的眼神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坚定。 娘, 女儿一定会刻苦修炼, 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 将来为您报仇雪恨, 让双华不负这四个字成为我前进的动力。 齐飞月深情地望着女儿, 眼中满是温柔与欣慰。 灵溪, 你要乖乖听爹的话, 娘的事情娘自有分寸, 你不必为此分心。 你的未来还很长, 有很多美好的事情等着你去发现和创造。 说完, 她又回头深深看了一眼徐天和白颖若, 眼中闪过一抹决绝与不舍, 但最终还是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去, 准备踏上那条未知而充满挑战的道路。 然而, 就在她即将腾空而起的瞬间, 一个低沉而有力的声音, 如同惊雷般在她耳畔乍响。 此刻再想离开, 只怕已是迟了。 第31章, 素月宫女弟子, 齐飞月心头猛地一揪, 预感大事不妙, 连忙招呼众人隐蔽身形, 如同狡徒三窟, 急寻藏身之所。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三道身影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流星, 划破寂静, 将她团团围住, 密不透风。 围首之人, 面色冷峻, 犹如寒冬腊月中的冰封, 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归原宗的少宗主,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齐飞月定睛细看, 心中锦铃大作, 但面上却不露声色, 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 哦? 宿月宫竟然派你们这群乌合之众前来, 未免太过看不起本小姐了吧? 那女子一听, 顿时火冒三丈, 陆法冲关, 大胆, 老身修行数十载, 岂用你这乳秀未干的小丫头骗子, 再次大放厥词。 齐飞月却不以为意, 轻笑一声, 仿佛春风吹过湖面, 荡起层层涟漪。 修炼了近百年的老太婆, 也不过是金丹后妻, 口气倒是比天高。 动手! 女子一声令下, 三人犹如猛虎下山, 气势汹汹地扑向齐飞月。 然而, 齐飞月却不愿在夜族这片土地上动手, 以免伤及无辜。 于是, 她身形如同鬼魅, 左躲右闪, 迅速突破了围攻的包围圈, 向着族外急驰而去。 为首之人见状, 心中不由一领, 暗道这女人果然不简单。 她立刻转身, 对身后那名金丹中妻的女弟子冷冷吩咐, 她怕伤了那些蝼蚁, 以速速去解决掉他们。 那女弟子闻言, 立刻调转方向, 朝着祠堂飞奔而去, 树柄飞溅如同彩虹般划破长空, 直逼而来。 夜正轻剑状, 长枪舞动, 如同蛟龙出海, 迎上前去。 徐天紧随其后, 剑光闪烁, 如同繁星点点, 侥幸挡下了这一击。 哼, 那女子冷笑一声, 语气中充满了不屑。 区区一个一级修真国, 竟然也有, 你们这等修士, 胆敢与我素月公为敌, 注定只有死路一条。 话音未落, 她欲在逼近, 却被夜正轻与徐天联手缠斗, 丝毫不给她出手的机会。 齐飞跃停下脚步, 回过身来, 双手快速结印, 灵力环绕, 身后那一朵比安花缓缓绽放, 将她包裹其中, 犹如仙子降临。 糟了! 为首之人见状, 脸色大变, 她意识到, 这是齐飞跃自创的彼岸花绝。 这招是那进阶功法, 名为胜放彼岸, 威力无穷。 她连忙示意同伴逃顿, 可齐飞跃却如同踏步而行, 轻盈无比, 紧追不舍。 那彼岸花大放异彩, 她低声吟唱, 彼岸胜放去, 生死轮回。 只见星红光芒所到之处, 万物似乎都慢了下来, 任她操控。 其他舞动, 犹如双生之物, 默契十足。 见状, 先前的女子一脚踹开身后女弟子, 拼命逃离。 可那高速旋转的月刃, 如同闪电般袭来, 她无力抵挡, 顷刻间毙命。 齐飞跃穷追不舍, 那人已不再闪躲, 身后剑阵瞬间成行。 素月剑阵, 轻挥流转。 剑阵聚集月华之力, 形成一轮耀眼的月轮, 带着无比的威势展出, 直逼齐飞跃的月刃。 碰撞之间, 气浪激荡, 如同惊涛骇浪, 传遍整个山谷。 齐飞跃, 你羞得猖狂, 待圣女赶到, 必将捉你归去。 那女子怒喝道, 声音中带着一丝绝望。 齐飞跃回应以冷笑, 杜兰哥, 身为师姐, 竟还要仰仗师妹, 真是凄惨得令人心疼啊。 此刻, 场面僵持不下, 言语间刀光剑影, 锋芒毕露。 在那风云变幻之际, 另一位女子见师姐吃力, 心中焦急万分, 便试图挣脱束缚, 奔赴支援。 不料徐天冷冷一笑, 心中默念咒语, 手中速度如风, 挥下种种符文。 顷刻间, 绝神古图祭出, 光芒四射, 仿佛从天而降的神奇, 瞬间将周围的光明笼罩, 形成遮天蔽日之势。 随即, 无数符文从中飞出, 凝聚成一道道如同利刃的锁链, 直逼那欲逃离的女子。 那女子面露惊恐之色, 心中暗道, 筑机器的小子, 居然拥有原因法宝傍身。 在这弹丸之地, 怎会有此等法宝? 他心中焦急万分, 猛然一声利吼, 速月见阵, 月华蔽体。 随着他的声音, 月华之力在他身周流动, 化作一层护盾, 试图阻挡那迎面来的锁链。 徐天锦随其后, 剑气如虹, 直奔那护体光辉而去。 煞世间, 护盾破碎如同尘雾, 被那十字剑气撕裂。 刀头锁链, 刺入那女子身体, 猛然一勾, 将她提至徐天面前。 那女子奄奄一息, 感到无比愤怒与屈辱, 心中低声咒骂, 筑机小儿, 竟敢如此嚣张。 说吧, 她再无声息, 生命在绝望中悄然逝去。 见同门落败, 方才还张扬跋扈的杜兰哥, 心中不由的一景, 施展秘书, 瞬间顿出百米之外。 徐天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心道, 想逃, 没那么简单。 她运起幻影步, 身形如电, 轻松拦住杜兰哥的去路。 若你拾去, 速速让开, 老神饶你不死。 杜兰哥语气中满是威胁与恐吓, 眼神自信如阴损。 可徐天却毫不畏惧, 冷冷一笑,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今日怕不能如你所愿。 杜兰哥见其飞跃已然赶来, 怒声喝道, 助击小儿, 不识好歹。 手中剑影挥动, 险些斩中徐天。 就在这危急关头, 齐飞跃一把拉住徐天, 急声道, 小天, 别冲动, 让姑姑来。 她将徐天一推, 毅然决然地追向那, 已然逃脱的杜兰哥。 彼岸花刃如同漫天星辰般紧随其后, 但杜兰哥并非等闲之辈, 轻松挡去。 齐飞跃见对方即将逃脱, 心中焦急万分, 双手高举过头, 挥舞树下, 数十道新红色光刃如同雷霆万军般批出。 那光刃灵力浑厚, 威力惊人, 杜兰哥面色骤变, 心知难以抵挡, 急忙盘旋, 欲见山风挡住这致命一击。 但那光刃势如破竹, 锐不可当, 展开山风, 气势不减地直指他而去。 情急之下, 杜兰哥祭出一枚铜灵, 狂吼道, 铜灵守护, 破晓。 铜灵光芒四射, 璀璨夺目, 随着轻轻摇动, 激发出一层坚不可摧的铜壁护体。 那声波交织成锋利的音波刃, 以极快的速度迎向其飞跃的速引斩。 瞬间碰撞之下, 树道光刃被消去。 杜兰哥拼尽全力抵挡着这凌厉的攻势, 然而局势已然不利。 余下的光刃势如破竹般披在那铜壁之上, 轻易破防, 最终将他压倒。 随着铜灵破碎的清脆声响, 杜兰哥重重摔落在地, 捂着胸口鲜血狂吐不止, 眼神中依旧透着那股不屈的韧镜与不甘。 正当他欲强撑起身之际, 一柄长枪已然架在他的脖子上。 徐天宇叶正清等人也匆忙赶来, 齐飞月灵力消耗巨大, 面色苍白地缓缓拨回地面。 强忍着心头的熊熊怒火, 他立声质问道, 说, 你究竟是如何找到这里来的? 此刻的他, 早已将自己的伤痛置之度外, 满心都是对敌人入侵的愤怒与警惕。 哼哼哼, 杜兰哥发出一阵阴冷的笑声, 那双眼眸中闪烁着狡黠而阴险的光芒, 仿佛一只正窥视着猎物的老狐狸。 数月之前, 我便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你身上那不同寻常的灵力波动。 奉命在此地探查的我们, 自然是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只待时机一到便将你擒获。 他的话语中带着几分挑衅与得意。 虽然这段时间里, 我们一直未能寻得你的确切踪迹, 但我们素来擅长分散行动, 彼此间又保持着紧密的联络。 今日能够意外地发现, 你藏匿于此, 那自然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绝佳机会。 怎么? 难道你还天真的以为, 素月公就只有我们这三个人吗? 说到这里, 他嘴角勾起一抹神秘的微笑, 那笑容中充满了对对手的轻蔑与对自己的自信。 叶正清在一旁早已是怒火中烧, 他紧握着长枪的双手在微微颤抖, 仿佛素月公带给他们的仇恨与屈辱, 已经化作了他心中永不熄灭的火焰。 玉儿, 还等什么? 何不现在就将这妖女斩杀于此, 为你的宗门报仇雪恨? 他的声音中充满了决绝与愤怒。 然而, 就在这紧要关头, 一阵悠扬而又诡异的琴声突然响起。 那琴声仿佛拥有某种魔力, 瞬间便让徐天等人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袭来, 犹如千斤重石压在心头, 让他们纷纷定在原地, 难以挪动分毫。 就连叶正清手中紧握的长枪, 也仿佛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所禁锢, 再也无法动弹分毫。 杜兰戈健壮, 心中顿时涌起一阵狂喜。 他的目光变得炽热如燕, 充满了对即将到来胜利的渴望与敬畏。 他恭敬地高呼一声, 恭迎圣女驾到, 那声音中充满了虔诚与敬畏。 第32章, 神奇的碰撞。 秦英鸟鸟, 仿佛自九天之外悠然飘落, 缠绵翡测, 勾人心魄。 数十位修为以真金丹镜的女弟子, 紧紧环绕着那位宛若天上下凡的仙子。 那位女子赫然是一位假英境界的强者, 她身姿曼妙, 轻盈飘逸。 宛如风中摇曳的柳丝, 似乎随时都能化作一抹幽影, 与天地融为一体。 她的容颜, 如花似玉, 眉如远山寒烟, 眼若星河璀璨, 鼻梁挺拔如风, 唇角微微上扬, 勾勒出一抹冷面至极的笑意。 就像是冰雪中傲然绽放的白眉, 清冷孤傲, 绝美无双。 一头乌黑靓丽的长发, 随风肆意飞舞, 宛如黑色的瀑布倾泻而下, 为她增添了几分超凡脱俗的仙气与气质。 她面前悬浮着一把古朴典雅的古琴, 琴弦在微光中闪烁着神秘的光芒, 与她清冷的气质相得一张, 仿佛是天作之河。 当她轻轻拨动琴弦, 悠扬的音律便如泉水般流淌而出, 曲调中却隐含着一丝凌厉的杀气, 宛如无形的剑光能在无声无息间夺人性命。 四周的空气仿佛因她的存在而变得异常沉重, 无形的压力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 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就在这阴晕诡异的气氛中, 女子的指尖突然一顿, 琴声骤然而止。 她猛地抬头, 目光如电, 冷酷无情地扫射着众人, 仿佛能洞察每个人的内心。 少宗主, 久违了。 她的声音冰冷而清脆, 宛如寒风刺骨, 直透人心。 齐飞月则以同样的冷淡回应, 圣女风采依旧, 令人钦佩。 今日, 我特来邀请少宗主前往夙月宫一叙, 不知可否赏脸。 她收起古情, 与其看似柔和, 却隐含着不容置疑的强势。 齐飞月毫不退缩, 铿锵有力地达到, 圣女真是明知故问。 一旁的杜兰哥急忙插话, 她与这些人联手杀害了我们两位师妹, 还要对我下手, 求圣女为我们报仇? 那女子轻蔑地扫了杜兰哥一眼, 眉宇间满事不屑。 你这副模样, 真是丢尽了肃月宫的脸面。 说吧, 她轻轻一挥手, 便将杜兰哥解救到一旁, 低声警告, 回去后再与你侵犯。 杜兰哥当即静若寒蝉, 默默退到队伍后方。 而徐天泽挺身而出, 义正言辞地喝道, 不管你是什么圣女, 若想带走我姑姑, 先过我们这一关。 叶正清, 叶灵溪等人也纷纷站了出来, 他们齐心协力, 气势如虹, 仿佛要与这位圣女决一死战。 然而, 那女子只是淡淡地瞥了她们一眼, 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微笑, 气度不俗, 只是修为尚浅。 想要挑战我, 恐怕还需雨衣丰满。 徐天被羞辱得怒火中烧, 她高举长剑, 施展出画起剑术, 剑光如龙, 直逼那女子而去。 然而, 那女子却稳如泰山, 面露平和之色, 伸出一只手, 轻松地夹住了剑身。 她稍一用力, 便将剑势化解于无形之中。 她随手一挥, 徐天便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接着, 她淡淡地说道, 今日之事只关乎其非越一人, 旁人请自便离去。 身后的一名女弟子不满地嘀咕, 爱手爱脚, 圣女为何不将他们一并解决? 那女子却冷声呵斥, 试杀成性, 如何精进修为? 回去自领罚吧。 随后, 她转身命令道, 此行只为抓获其非越一人, 务必控制住旁人, 切不可伤及无辜。 其非越听闻此言, 心中顿时轻松了几分。 她曾以为, 这位圣女与师父同样因毒狠利, 然而今日所见, 却让她有了微妙的改变。 眼前的女子虽然面冷如霜, 但内心却透彻几分明澈与公正。 圣女果然心性超凡, 但我也不会轻易屈服。 其非越身行一跃, 腾空而起, 那女子见状, 脸上露出挑战之色, 缓步前行, 与其非越对阵力, 那我便陪少宗主过上几招。 话音刚落, 两人已然动手, 她们皆使出浑身解数, 寒光闪烁间, 轰鸣声如雷霆般响彻四眼。 山谷之中, 气浪翻滚不息, 仿佛天地都在为她们的对决而颤抖。 那女子稳住身形, 挑衅地说道, 少宗主, 瞧我这招。 她手指轻拂古琴, 杂乱的音波, 瞬间化为无数弧形刀刃, 直逼其飞越而去。 那气势之强, 仿佛要排山倒海, 席卷一切。 其飞越也不甘示弱, 她背后的比昂花映红了她的脸庞, 手中的弯刃随着她的身形舞动, 将那些攻击一一化解于无形。 然而, 周围的山河地势却饱受冲击, 轰鸣声此起彼伏, 震撼人心。 她再次腾空而起, 双手抵于眉心, 心中默念法咒。 下一刹那, 混沌青莲子从她体内爆发而出, 化为一轮璀璨的青色光芒, 紫眉心冲出。 瞬间膨胀为一朵巨大的混沌青莲虚影, 那莲花花瓣层层叠叠, 每一半都闪烁着混沌之光。 而在花心处, 有一颗缓缓旋转的迷你黑洞, 宛如能吞噬一切光明与物质。 圣女也来尝尝我这招。 其飞越大喝一声, 声势浩荡。 见状, 那女子不禁赞叹, 这混沌青莲子果然乃生出神智的神器也。 随即, 她只见轻拨手中仙音神器, 九霄明凤琴的七弦。 琴身绽放出七彩光芒, 宛如神凤玉飞。 随着她凌厉的注入, 古琴周围的空气振战不已, 形成肉眼可见的波纹向四周扩散。 此时, 她仍旧闭目凝神, 心中默念法觉。 古琴上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光辉, 一只虚幻的凤凰, 腾空而起。 那神凤翅膀遮天蔽日, 浑身散发炽烈的光芒, 仿佛要焚尽世间万物。 混沌青莲与灭杀。 天鹰涅槃, 天鹰绝杀。 两人异口同声地大喝一声。 其飞跃周围的空间, 瞬间被撕裂成无数细小的裂缝, 裂缝间巨大的灵力汹涌而出, 气势磅礴地令人窒息。 而那女子身前的凤凰虚影, 在空中翱翔, 皆在这强大的威能下, 感到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甚至连肃月宫的弟子们, 也同样无法抵抗。 两人交手之间, 天地昏暗, 电闪雷鸣, 狂风骤气。 仿佛这片天地, 都要因他们的对决而崩裂开来。 徐天心中暗自震撼, 喃喃自语。 难道这便是传说中的神器交锋, 天地未知色变得壮阔景象? 倘若双方修为再上一层楼, 那战斗该是何等的震撼人心?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 然而, 即便是如此激烈的交锋, 也难以迅速分出胜负。 但仔细观察, 不难发现宿月宫的圣女, 已渐渐显露出疲态, 那绝美的面容上, 浮现出一抹不易察觉的苍白。 齐飞月何等敏锐, 瞬间捕捉到这一微妙的变化, 他心中一喜, 直到机会千载难逢。 于是, 他咬紧牙关, 拼尽全力, 将体内残余的灵力, 毫无保留地倾泻而出, 宛如火山爆发, 势不可挡。 只见一道璀璨的光芒滑破天际,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 那圣女竟被这股强大的力量瞬间击溃, 口吐鲜血, 身形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向后倒去。 幸好, 一旁的女弟子眼疾手快, 及时将她接住, 才免去了落地之辱。 而齐飞月, 虽然成功击退对手, 但自己也已到了强弩之末, 虚弱地几乎无法站稳, 只能勉强降落在地。 即便如此, 她的眼神依旧坚定如铁, 语气中充满了不屈, 今日,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随你而去。 我的命运, 由我自己主宰。 那圣女望着齐飞月, 嘴角进入出一丝由衷的笑意。 少宗主的实力, 真是令人钦佩, 但使命在身, 我别无选择。 今日, 即便拼尽最后一丝力气, 我也要将你, 安全带回宿月宫。 尽管她此刻虚弱不堪, 仿佛连战力的力气都没有, 但那双眸中, 却闪烁着不屈的光芒。 显然, 方才那一击虽然让她凌厉透支, 但她的意志, 却并未因此而有丝毫动摇。 这是一场关乎尊严与使命的战斗, 她绝不会轻易言败。 第三十三章, 叶家学堂, 开课, 在那幽暗深邃的山谷之中, 双方如阴损对视, 空气中紧绷的弦, 仿佛随时会断裂, 释放出压抑已久的风暴。 宿月宫的弟子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回想起混沌青莲子那毁天灭地般的威力, 无不心生畏惧, 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然而, 圣女的心中却如明镜般透亮, 一切尽在掌握。 面对着僵持不下的局面, 齐飞月虽以金丹大圆满, 却仍强撑着镇定, 她深知对方同样游进灯窟, 无力再战。 但出乎意料的, 少宗主, 何不随我同行? 这对我们所有人而言, 或许都是最好的选择。 话音未落, 徐天便如寒冰般冷冷打断, 自投罗网。 你未免想得太美。 圣女面色不改, 依旧从容不迫, 继续对齐飞月说道。 你也清楚, 我们公主的性情。 若你执意不从, 你所庇护的这些无辜之人, 恐怕难逃灭顶之灾。 齐飞月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反问, 既然你深知她的狠辣, 为何还要甘愿卫虎作仓? 圣女眼神坚定, 波澜不惊, 师尊手段虽狠, 但她养育了我, 叫我修行, 我无权背叛。 徐天怒火中烧, 几乎要喷出火来。 你将助纣为虐, 说得如此冠冕堂皇。 当年她灭我徐家满门, 你们可曾有过一丝愧疚。 一名女弟子正欲上前教训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却被圣女轻轻抬手制止。 她脸上浮现出一丝疑惑, 我从未听过什么徐家满门之事, 肃月公也从未对你们有过任何不轨之举。 空口无凭, 谁会信你? 徐天双目如炬, 怒火熊熊, 我可以对天发誓。 圣女举起右手, 神色庄严如铁壁, 齐飞月心中开始动摇, 隐隐觉得当年的事情或许另有隐情。 她深吸一口气, 决定相信圣女一回。 好, 我跟你走, 但你们必须保证业族的安全。 圣女满口答应, 正中立誓, 并会全力保护业族。 徐天还想再劝, 却被齐飞月打断, 小天, 放心吧。 荣誉运不会轻易杀我, 若我真的死了, 她也得不到混沌青莲子的认可。 徐天目光坚定, 姑姑, 我们齐心协力, 一定能应对任何挑战。 齐飞月却摇了摇头, 无奈道, 那老妖婆几百年前便是原因大圆满。 我们加起来也不是她的对手。 她为了突破化神, 一直隐忍至今, 待我祖父先是, 才现身夺取混沌青莲子。 就在这时, 叶灵溪冲上前来, 紧紧握住母亲的手, 眼中满是担忧与不舍。 娘, 女儿尊重您的选择, 但您一定要保重。 等我修为有成, 定会来救您。 看着女儿泪眼婆娑的模样, 齐飞月心中一阵刺痛, 却仍毅然决然地随着宿月宫的人离去。 徐天等人目送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 心中满是不舍与无奈。 他暗暗发誓, 一定要查明当年的真相, 揭开那层笼罩在心头的迷雾。 叶正清虽然心中难受, 但面上依旧保持着族长的威严, 组织众人返回族中。 一路上, 族人皆沉默不语, 仿佛都被今日的变故深深震撼, 心头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忧虑。 叶灵溪低垂着头, 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默默抽泣。 白颖若虽然心中郁洁, 却用自己的方式安慰着师叔唯一的女儿。 他暗自下定决心, 一定要找到破解之法, 继续修行, 有朝一日定要救回师叔。 齐飞月曾在绝境中救他一命, 这份恩情他永生难忘。 叶族祠堂内, 人心惶惶, 气氛压抑的, 仿佛连空气都要凝固。 如今我们无依无靠, 本以为金丹修士已是巅峰, 没想到连原因修士都插手我大慌之势。 一位族人忧心忡忡地说道, 是啊, 若再有原因修士找上门来, 我叶族如何应对? 恐怕时日无多, 只能沦为奴仆, 任人摆布。 言语间充满了对未来的绝望与不安。 就在这时, 叶正清却振奋精神, 鼓声振振, 有我在, 我叶族定能安然无恙, 诸位请放心。 可这话如同秋风扫落夜般无力, 众人心中依旧是无尽的愁苦与迷茫。 一位族人无奈道, 族长虽有心, 但能力终究有限, 如何能敌得过那原因修士? 叶正清面露难色, 欲言又止, 却借徐天挺身而出, 沉声道, 日后不妨扩大已忘斋的规模, 不仅年轻人要来, 所有族人皆因每日前来。 众人面面相去, 心中疑惑不解。 只听徐天继续说道, 修为高深, 理解透彻者可担任老师, 为年轻人传授道理。 此言一出, 众人脸上揭露出赞同之色。 然而, 叶一倩却提出疑问, 若是大家皆已知瓶颈, 那聚在一起又有何意义? 徐天微微一笑, 回答道, 这正是提升业族实力的关键所在。 大家齐聚一堂, 共同研究传承中的公式与定理, 或许能碰撞出新的火花。 叶鲁文言点头赞同, 徐天所言极是。 之前我们各自为政, 若能共同探索与讨论, 或许真能有所突破。 他脸上满是对未来业族繁盛的憧憬与期待。 徐天满意地点头, 肯定了他的想法。 听罢此言, 众人纷纷收起哀愁之色, 眼中闪烁着斗志与决心。 他们暗自下定决心, 共同创造一个辉煌的叶族, 带领大荒国走向光明的未来, 不再受那些高等修真国的冷眼与欺凌。 此事一出, 叶族上下皆忙碌起来, 齐心协力, 扩建一望斋。 而徐天泽整日埋头于叶族的新月阁中, 那里藏有叶族多年的功法绝技。 他全神贯注地翻阅着每一卷古籍, 寻找着那能够改叶叶族命运的关键所在。 白颖若见徐天整日埋头于此, 似是在寻找什么重要的东西, 已在新月阁中待了半月未出。 他心中担忧, 便前来探望。 见他走入, 徐天停下手中的动作, 抬头问道, 阿若, 你找我有何事? 白颖若看着被卷轴包围的徐天, 无奈一笑, 我见你整日不见天日地在这里翻找, 特来看看你是否安好。 徐天从卷轴堆中缓缓探出头来, 看着白颖若满是关心的眼神, 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他微笑着说道, 我没事, 只是在找一些能够提升业族实力的方法。 他紧紧握住白颖若那碗如葱段般纤细的手, 眼神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坚定。 不久的将来, 我将踏上征程, 前往那迷雾重重的于东府, 是要揭开徐府旧事的神秘面纱, 将真相如抽丝剥茧般展现在世人面前, 绝不让任何一丝谜团逃脱我的双眼。 白颖若静静地凝视着他, 那双明亮的眼眸仿佛能洞察人心, 充满了对徐天坚定决心的支持与鼓励。 在他的注视下, 一切的不安都仿佛烟消云散, 只留下满满的心安与力量。 然而, 在我毅然决然地踏上这条未知之路前, 我必须为叶族寻得一门固若金汤的护族阵法。 如此, 我方能安心远行, 无后顾之忧。 徐天的声音如同锋利的刀刃, 划破了空气中那抹沉重的沉默。 白颖若闻言, 轻轻点头, 眼中闪烁着坚定与期待的光芒。 无论你身在何方, 我都愿与你并肩作战, 共同面对风雨。 徐天却微微皱眉, 脸色瞬间变得凝重, 眼中闪过一丝担忧。 但于东府作为二级修真国, 其凶险程度远超你的想象。 我又怎忍忍心将你牵扯进这趟浑水, 让你置身于危险之中呢? 白颖若的神情瞬间紧绷, 嘴角勾起一抹倔强的弧度, 带着几分不满与坚定。 难道你认为我会成为你的累赘? 师叔如今深陷淋雨, 我同样渴望能够尽快找到破解之法, 提升自己的实力, 将它从苦难中解救出来。 徐天听后, 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同时也带着一丝愧疚。 他轻轻晃动着, 握住他的手, 仿佛是在无声地道歉。 语气也变得柔和了几分, 充满了温情, 我又岂会嫌弃于你。 只是此事关系重大, 我还需再三思量, 方能做出最明智的决定。 第34章, 九天星辰阵, 白颖若毅然决定留在徐天身边。 这段日子, 虽看似枯燥无味, 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相同的动作, 但有了彼此的陪伴, 也变得温馨而有趣。 他们偶尔相视一笑, 谈天说地, 连空气都充满了甜蜜。 时光匆匆, 如流水般悄然逝去。 叶灵溪自那日闭关修炼以来, 今日终于走出了那扇闭关之门。 得知徐天意志为新月阁的琐事所困, 他心急如焚, 匆匆赶来。 他猛地推开房门, 映入眼帘的是, 徐天与白颖若正翻越着那些古老的典籍。 叶灵溪的声音响起, 清脆悦耳, 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坚定。 哥哥嫂嫂, 我突破到住击中期了。 他的脸上并未露出笑意, 只因心中那份对母亲被强行带走的仇恨与决心, 早已将他的笑容深藏。 听闻此言, 徐天与白颖若皆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纷纷鼓励着他。 灵溪, 继续努力修炼, 终有一日, 我们一起去救回姑姑。 正当此时, 白颖若的目光被手中刚取下的卷轴所吸引。 那卷轴上积满了岁月的尘埃, 他轻轻拂去尘埃, 文字渐渐显现。 当他看清那九天星辰阵四个字时, 心中不禁猛的一阵。 他急忙换来徐天, 声音中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激动。 徐天, 快看, 这九天星辰阵似乎非同反响。 徐天接过卷轴, 细细端向, 眼中闪烁着惊喜的光芒, 仿佛发现了无尽的宝藏。 没错, 这正是原因阵法。 顿时, 几人皆是欣喜若狂, 过去数日的辛苦仿佛都化作了此刻的甜蜜。 他们为座停留, 迅速返回府邸。 徐天独自回到房间, 叶灵溪与白颖若则静静守在门外。 叶灵溪心中有些不安, 低声问道, 阿若姐姐, 你觉得我哥能否将这九天星辰阵炼成? 白颖若的语气坚定而自信。 嗯, 他心中暗自信任徐天。 然而, 三日之后, 当徐天走出房间, 脸上却露出了愁苦的神色。 白颖若与叶灵溪心中一紧, 异口同声地问道, 发生了什么? 白颖若急忙上前安慰, 若是无法破除静止也没关系, 我们再想办法。 徐天却叹了口气, 无奈地说道, 静止倒是破除了, 可具体的阵法, 内容我却无法理清。 听闻此言, 二人心中稍感宽慰。 叶灵溪说道, 此事不必着急, 慢慢来, 总能找到办法, 礼物透彻。 徐天缓缓道出, 了结此阵法的三层条件。 第一, 需要在足中四个方位, 各自埋下由珍稀材料炼制的星辰基石, 这倒不是难事。 第二是在基石上以灵力捐刻原音符文, 我的灵力尚浅, 费点时间即可。 但第三个条件, 白颖若与叶灵溪心中焦急万分, 异口同声地问道, 是什么? 徐天面露难色, 缓缓说道, 第三个条件, 意识关键所在, 便是在叶族上空, 绘制一幅巨大的九天星辰图。 九天星辰图? 两位女子惊呼出声, 那是什么? 徐天陈音片刻解释道, 绘制九天星辰图所需灵力庞大, 恐怕一年半载也难以完成, 而且那图符更是需运用五行八卦之理, 然而我对此却一窍不通。 文言, 三人皆陷入了沉思之中, 企图寻找突破之法。 白颖若沉声道, 五行八卦我可教你, 但绘制的是, 却需另寻良策。 夜灵溪灵光一闪, 兴奋地说道, 若你能将这九天星辰图仓物透彻, 可否将其绘制出来? 岂不美在, 事不宜迟, 几人开始行动起来。 夜灵溪依照徐天所列出的清单, 鼓动族人搜集珍稀材料, 而白颖若则如同那轻盈的白云般静坐于岸前, 手指青阳, 在徐天面前勾勒出一幅神秘的八卦图, 他的声音如流水般清澈悦耳, 轻声说道, 四象生八卦, 浅者天也, 昆者地也, 训者风也, 震者雷也, 砍者谁也, 离者火也, 震者山也, 华像仿佛是在讲述着天地间无尽的奥秘, 徐天心中虽有万千疑问, 却如同雾中看花般迷茫不已, 但白颖若却笑意盈盈地耐心解释着, 仿佛在传授一门无形的艺术般, 五日光阴如白居过戏般流逝而去, 徐天终于掌握了八卦的奥妙所在, 他心中暗自欢喜不已, 开始尝试汇知那九天星辰图, 可那浮屠虽已经数倍缩小, 但凌厉的消耗, 却依旧如同那奔流不息的江河般, 汹涌澎湃, 让他感到无比沉重与艰难, 然而, 经历无数次的失败与挫折之后, 终于有一天, 在那静谧的夜晚中, 他画出了完整的九天星辰图, 那图由三幅八卦重重叠加而成, 启动阵法时更是变化万千, 奥妙无穷, 唯有那前向重合之处, 正是阵眼所在之处, 似乎隐藏着无尽的力量与奥秘, 与此同时, 叶灵溪也指挥着族人, 寻找着星辰基石所需的珍稀材料, 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他们如同在斗转信仪间穿梭般, 聚集着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与力量, 徐天耗费了整整半月之久的时间, 依照阵法所述, 将那些材料炼制成基石, 他急忙将四块基石买于叶族的四方位中, 做好了一切准备与安排, 接下来的步骤便是捐客符文了, 叶正清拍了拍徐天的肩膀, 与众心肠地说道, 小天哪, 这符文的捐客还是得靠你啊, 我等虽不懂此道, 但一样可以协助于你, 话音未落, 只见叶族众人纷纷聚集在叶正清身旁, 按照徐天所传授的样式, 晦集灵力腾空而起, 开始在空中绘制着那九天星辰图, 虽说大多数族人连一笔都难以流畅地勾勒而出, 但众人齐心协力之下, 进展却尚算顺利与迅速, 转眼之间, 时日已过, 徐天在三块星辰基石上, 捐客了不同的符文, 仅剩最后一块便可大功告成, 夜幕降临之际, 叶正清找到了徐天, 坐在他身旁轻声说道, 小天哪, 此事结束后, 便去于东府寻找父母吧, 族中有我女无须挂怀, 徐天的心就像被千万根丝线缠绕, 每一根都扯动得他内心深处的柔软, 尽管他明白, 这是条不得不走的路, 是命运对他发出的无声召唤, 不舍, 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明明灭灭在他心头闪烁, 两人就这样伴着月色的温柔, 聊到了天边泛起了鱼堵白, 每一句话都像是从心底最深处掏出的珍宝, 带着不舍的温度, 交织着对未来的憧憬与对彼此的牵挂, 但, 见以上弦不得不发, 离别的终生在无声中敲响, 接下来的日子里, 徐天像是被时间追赶的旅人, 争分夺秒, 终于在夜族众人的共同努力下, 那九天星辰图已近乎完美, 只带那决定性的一笔便能绽放他应有的光芒, 然而, 此刻的众人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战役, 灵力枯竭, 身心俱疲, 连举起画笔的力气都显得那么奢侈, 徐天, 这个一直以来都像是背负着整个世界前行的男子, 他的灵力已接近枯竭的边缘, 但那份对成功的渴望, 对使命的坚守, 让他像是被无形的力量驱动, 不顾一切的腾空而起, 是要完成那最后一笔, 然而, 现实总是那么残酷, 他发现自己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就像是攀登者即将触及封顶, 却发现脚下的石块松动, 摇摇欲坠, 就在这时, 徐天的心中仿佛有了一道闪电划过, 他毫不犹豫地运起了幻灵归缘, 那一刻, 他的灵力如同枯木逢春, 瞬间恢复至巅峰状态, 仿佛连天地都为之震撼, 众人屏息以待, 目光中充满了期待与信任, 他们知道, 这一刻, 徐天就是他们的希望, 是他们的英雄, 只见他身形一跃, 如同滑坡夜空的流星, 手中的灵力如同神来之笔, 精准无误地落在了那空缺之处, 完美地勾勒出了那决定性的一笔, 九天星辰图终于在这一刻, 绽放出了他应有的光芒, 万物似乎都在这光芒中凝固, 时间仿佛静止, 而那阵法也在这一刻, 悄然启动, 第35章, 群山环绕, 哀劳峡谷, 九天星辰阵, 轰然间仿佛天地共鸣, 一股浩瀚无垠的力量汹涌而出, 四周骤然间被一片璀璨光华所淹没, 宛如亿万星辰, 自古老基石中苏醒, 意义生辉, 绽放出令人窒息的美丽, 在那九天星辰图中, 八卦如龙腾空, 卦象更迭, 变幻莫测, 每一转都蕴含着天地之力, 星辰一随之起舞, 流光溢彩, 各色光束交织如丝, 如同九天仙女之旧的颈断, 绚烂夺目, 它们在空中交织, 盘旋, 恰似游龙俯看大地, 会就一幅超越凡尘的奇妙画卷, 那些光束在四方基石探出的光芒中, 穿梭交错, 仿佛星辰与天地之间, 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 透露出一种古老神秘的气息, 强大到令人心惊, 随着光束的交融, 基石之上的符文逐渐引入虚空, 一股古灵力如江河奔腾, 在夜族上空蜿蜒流转, 形成了一幅壮丽的图景, 徐天, 这个被命运选中的智者, 凭借星辰基石, 原音符文与九天星辰图, 巧妙构建出了一个精妙绝伦的灵力循环系统, 它将星辰之力化为宗门所需的灵气, 如同涌动机般, 维系着大阵的运转, 使之生生不息, 永恒不息, 猛然间, 一道巨大的七彩光幕, 自九天星辰图中倾泣而下, 瞬间将整个夜族足地笼罩其中, 光幕与星辰图合为一体, 宛如天地间最坚固的屏障, 悄无声息地将一切隐秘于无形之中, 仿佛这一切从未存在过一般, 夜族众人目睹此景, 无不欢欣鼓舞,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有人兴奋高呼, 从今往后, 即便是原因修饰, 也难以轻易踏入我夜族之地, 众人纷纷点头, 对徐天的感激之情如潮水般汹涌, 他们知道, 这一切都是徐天的功劳, 从此夜族再无后顾之忧, 夜一切眉眼如画, 笑夜如花, 好奇地问道, 此阵法复杂多变, 究竟拥有何等惊人的威能? 徐天恭敬地答道, 此阵的防护屏障, 足以抵御原音境修饰的攻击, 无论是法宝还是神通, 艰难伤其分毫, 同时, 他还能施展星辰神通, 一旦遭受攻击, 便会反击来犯之敌, 给予其重创。 夜一嵌听后, 心中喜悦如春风拂面, 仿佛看到了夜族未来的辉煌。 然而, 徐天并未止步, 继续补充道, 除此之外, 此阵还具备预警系统, 凭借星辰图的感应能力, 能够提前洞察外来威胁, 为族人争取宝贵的准备时间。 在场众人闻言, 无不拍手叫好, 对徐天的敬佩之情, 犹如江水滔滔不绝。 他们曾看不起的徐天, 如今却成了夜族的英雄, 这一切的转变, 让他们心中充满了感慨与敬佩。 此事了结, 徐天心中, 已然有了后续的打算。 夜灵溪坐在他身旁, 目光紧紧凝视着徐天忙碌的身影, 心中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不舍。 他略带惆怅地说道, 此去不知何时再能重逢。 徐天停下手中的动作, 轻轻抚摸他的头, 笑容温暖露春阳。 那你随我一同前去, 如何? 夜灵溪站起身, 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豪情万丈地说道, 我要留在夜族, 助爹振兴夜族, 等到那时再去寻你。 看着眼前的妹妹, 徐天心中涌起一丝柔情与欣慰。 他的成熟与懂事, 让他感到无比骄傲。 此时, 白颖若轻盈地走进房门, 轻声呼唤, 徐天, 我们该启程了。 徐天将行李收入石海, 走到白颖若身旁, 紧紧握住他的手, 又回头望向那依依不舍的妹妹, 心中柔情百转千回。 等等, 夜灵溪叫住欲出门的徐天, 将几瓶丹药递到他手中, 这些娘亲留下的, 阿爹托我交给你的, 会用得到。 徐天看着手中的丹药, 心中涌起一股酸楚。 他明白, 姑父之所以未曾露面, 不过是怕触景生情, 难以割舍。 走吧。 徐天深吸一口气, 转身踏出房门。 他们与徐天相处已久, 早已将他是做精神的支柱。 今日, 他将踏上征程, 为了寻根问祖而去, 虽然无人能够阻拦, 但心中仍难以割舍。 叶文昌与叶清云从人群中飞奔而至, 直扑徐天面前, 徐天大哥, 我们也想随你一起去, 正好历练一番。 看着这两个一起成长的兄弟, 徐天心中无比欣喜, 立刻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此时, 叶卢也走上前来, 关切地说道, 徐天, 此行路途遥远,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若是遇到我家生儿, 替我带一句话, 告诉他, 大伯不求他有多大的作为, 只希望他平安无事。 徐天立刻回应, 叶卢伯伯请放心, 若遇见他, 我定会转达。 当日, 叶洛生背着叶卢, 匆匆见过徐天后便离去, 或许心中仍觉愧对父亲的期望。 族人们纷纷表达对徐天的祝福与关心, 让他心中一阵温暖。 经过这十几年的朝夕相处, 他们虽非血清, 却胜似亲人。 徐天牵着白颖若的手, 携同叶文昌与叶青云踏出了叶族的大门, 朝西北的方向去。 心中既有对未知世界的期待, 又有对叶族的不舍。 仿佛那条路上, 埋藏着无数未解的秘密与纷争。 叶正卿躲在房内, 心中满是忧愁。 这短短数日, 原本和睦美满的家庭却因各自奔波而陷入苍凉。 她倍感神伤, 却无能为力。 门外, 叶灵溪轻轻走近, 眼中透着坚定的光芒。 她轻声安慰道, 爹, 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去做, 等娘亲回来时, 一定要让她看到一个焕然一新的叶族。 叶正卿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 女儿的话犹如清泉般滋润了她干涸的心田。 然而, 她又忍不住叹了口气, 语气中透着一丝无奈。 唉, 小天家族覆灭之事, 恐没有那么简单。 此去必定凶险重重, 我对此深感担忧。 叶灵溪信心满满地说道, 爹, 您放心吧。 我哥天资卓越, 心思缜密, 或许她离开大荒, 正是明智的选择。 她行事谨慎, 定能安然无恙。 听了这番话, 叶正卿心中的担忧总算稍稍减轻。 与此同时, 徐天一行人已经赶了六天的路途, 终于来到了大荒的边境。 眼前, 两座巍峨的山峰如同巨人般一礼, 抬头仰望, 仿佛无尽的苍穹都被他们所遮蔽。 绵延不绝的山脉, 如同巨龙般在天际蜿蜒盘旋, 唯有中间那条狭窄的峡谷, 宛如天开一线, 透出丝丝希望之光。 唉, 这山势如此险倦, 咱们怕是无法从山顶飞跃而过了。 徐天望着眼前那令人望而生畏的地势, 不禁长叹一声, 白颖若的声音温柔如春风。 我养父曾游离四方, 对于东府颇为了解。 他曾告诉我, 若想离开这茫茫大荒, 前往西北的于东府, 唯有穿过这条神秘莫测的峡谷。 叶文昌点头附和, 族中老者也曾提及, 大荒被群山紧紧环抱, 仅有三条隐秘路径可通往外界, 而眼前的这条峡谷正是其中之一。 既然如此, 那咱们便刻不容缓, 即刻启程吧。 徐天心中急切, 深知此行凶险万分, 唯有争分夺秒, 方能不负此行。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落大地, 几人欲见而行, 如离弦之剑, 风驰电掣般穿梭在云海之间。 直至夜幕降临, 星辰点点, 他们依旧未曾停歇, 是要跨越千山万水, 追寻那心中的梦想。 然而, 那幽深的峡谷, 却仿佛一条无尽的黑龙, 吞噬着每一寸光阴, 静静地等待着勇敢者的到来。 白影弱的眉宇间, 透露出一丝难以掩饰的疲惫。 徐天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不如咱们先找一处地方歇歇, 待明日再行如何。 徐天关切地提议道, 众人闻言, 皆是欣然阴云。 他们找到一片开阔之地, 围坐生火, 篝火在夜空中跳跃, 映照着他们坚毅的脸庞, 仿佛点燃了夜的灵魂, 驱散了旅途的疲惫。 叶文昌和叶清云很快便陷入了沉睡, 呼吸均匀而平静, 那星辰般的光芒, 轻声说道, 徐天, 你看那天上的星星多么璀璨多磨啊。 徐天微微一笑, 调侃道, 那星辰再美, 也急不上你的一瓶一笑。 白颖若文言, 脸颊瞬间染上了一抹红玉, 急忙转过身去。 然而, 他的心中却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甜蜜, 笑意在夜风中轻轻荡漾开来。 就在这时, 两人仿佛心有灵犀一般, 几乎同时坐起身来。 他们感受到了空气中那股若有若无的灵力波动, 心中顿时警觉起来。 徐天凝视着白颖若, 低声问道, 你也察觉到了吗? 白颖若微微点头, 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他站起身来, 与徐天并尖而立, 沿着那股灵力波动悄然叹去。 最终, 他们来到了一处崖壁前, 只见荒草丛生枯树横七树八地倒在地上, 仿佛在诉说着这里的荒凉与神秘。 而那股灵力波动正是从崖壁后隐隐传来。 白颖若目光如炬, 坚定地指向崖壁。 徐天, 那股灵力波动就是从这里传来的。 两人心中一亮, 相视一笑。 那份默契与信任, 仿佛早已超越了言语。 徐天毫不犹豫, 挥手间长风呼啸, 那层薄薄的石层硬生而裂, 露出了一个浅浅的山洞。 他们带着几分好奇与紧张, 小心翼翼地向内窥探。 然而, 眼前的景象却令他们大为震惊。 第36章 九尾狐足 徐天与白颖若, 宛若两道飘渺的青烟, 悄无声息地探入了那幽深莫测的山洞之中。 他们的目光如炬, 瞬间锁定了那位瘫倒在地, 面色苍白, 却眼神犀利的红衣女子。 她虽身受重伤, 虚弱至极, 但那双眼眸却犹如锋利的刀刃, 警惕地审视着这两个不速之客。 徐天脚步轻盈, 缓缓向前, 欲一探究竟, 却不让那女子猛然间如猛虎下山般立声喝道。 别动, 否则休怪我不客气。 语气中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 令人心生寒意。 面对她的高度戒备, 徐天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试图用眼神传递出友好与善意。 姑娘莫怕, 我二人并无恶意, 只是见姑娘身受重伤, 心生怜悯, 想助你一臂之力。 那女子闻言, 上下打量了徐天与白颖若一番, 似乎仍在犹豫是否该相信他们。 白颖若健壮, 向徐天投去一个默契的眼神, 得到了她的默许后, 她轻声细语道, 姑娘伤势严重, 若不及时救治, 恐怕凶多吉少。 我二人愿亲尽所能, 助你渡过难关, 还望你能给予信任。 女子身处绝境, 别无选择, 心中的戒备, 终于稍稍松懈, 默许了二人的靠近。 白颖若细心观察着她的伤势, 眉头紧锁, 忧虑之情, 异于言表。 她后背遭受了重见之伤, 经脉受损严重, 灵力肆意, 情况危急。 蒙上眼见。 女子突然惊慌失措地喊道, 语气中充满了紧张与恐惧。 白颖若立刻扶她盘膝而坐, 而徐天则迅速用黑布蒙住了双眼, 端坐在她身后, 心中暗自默念咒语, 准备施展救治之术。 白颖若接过徐天递来的血水丹与回原路, 小心翼翼地喂给女子。 与此同时, 徐天调动全身灵力, 源源不断地向她输送着温暖与力量。 女子在痛苦中几度挣扎, 机遇呼喊出声, 但她心中的倔强与坚韧却如同巍峨的高山, 生生忍住了这钻心刺骨的疼痛。 整整一夜的煎熬与等待, 丹药的力量终于逐渐显现。 女子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 筋脉也基本修复如初。 她缓缓睁开眼, 眼中闪烁着温柔与感激的光芒, 多谢两位道友相助之恩, 昨日多有冒犯之处, 还望海涵。 徐天心中并无戒地, 她的警惕与戒备实属情理之中。 她微微一笑, 问道, 不知姑娘为何孤身一人躲藏于此? 又为何会身受如此重伤? 女子脸上闪过一丝慌乱, 但很快便镇定下来。 她沉阴片刻后, 缓缓说道, 我名谦谦, 乃是一名散修。 得知七星宗对九尾湖族发动战争的消息后, 我便想尽一份绵薄之力, 却不料在与妖族交战中身受重伤, 逃至此处避难。 白颖若听闻此言, 心中的疑惑渐渐消散, 她微微一笑, 道, 原来如此, 我叫白颖若。 说着, 她只向徐天预介绍她的身份。 嗨嗨, 徐天突然打断道, 我名叶天。 语气中带着一丝调侃与戏血, 仿佛这只是一个化名而已。 白颖若心中暗笑, 险些说出了她的真名。 原来, 在昨日途中, 徐天曾提出用化名隐秘身份, 以便在于东府中探寻当年的真相。 听闻徐天的话, 谦谦微微行礼, 感激之情一于言表, 多谢叶天, 白颖若两位道有救命之恩, 我无以为报。 徐天白手示意她, 不必客气, 但心中却对九尾狐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她好奇地问道, 你所说的九尾狐足究竟是何方神圣? 谦谦微微一笑, 似乎并无隐瞒之意。 九尾狐足乃妖族的一大分支, 数百年前与人类修饰交战, 惨败之后被迫迁徙至哀劳峡谷。 他们依靠这里险峻的地势苟延残喘, 至今仍未恢复元气。 她的声音宛如天籁之音, 娓娓道来。 白颖若闻言微微皱眉, 语气中带着一丝惊讶。 这峡谷竟然是九尾狐足的领地? 我们从未听闻过此事。 她的目光如星辰般明亮, 闪烁着求知的光芒。 谦谦似乎看透了她的心思, 继续道, 看来你们是从一级修真国而来吧。 她的语气轻松自然, 却一语重地地猜中了二人的来路。 正是如此, 你竟然连大荒也知道。 白颖若惊讶地应道, 与其中带着一丝赞叹。 徐天心中沉音不语, 似有所思。 她突然问道, 那七星宗此次发动战争, 是否就是为了消灭九尾狐足? 是的, 但并非全因。 谦谦的目光深邃而神秘, 似乎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此时, 徐天的眼中闪烁着渴望的光芒, 她迫切地希望能听到更多的细节。 她的心跳加速, 仿佛能感受到那远古战斗的余温与悲壮。 谦谦缓缓道出了那个惊人的消息, 九尾狐足虽在那场战斗中元气大伤, 但他们的公主却在短短七十年间迅速成长, 一跃突破了原因修为。 她的化形之日即将来临, 七星宗便想利用她渡劫之际将她诛杀, 顺便剿灭整个族群。 妖兽化形? 徐天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脸上满是不可置信的神色。 她只在姑姑的口中听说过这种传说, 却从未想过竟会亲眼见证这一奇迹。 白颖若微微皱眉思索道, 我曾在古籍中见过关于妖兽化形的记载, 凡修炼至元英七的妖兽便有机会化为人形。 然而,此举违反天道, 往往要承受天道法则的惩罚。 徐天不解地问道, 那岂不是一不小心便会生死到消? 为何还要冒这个险? 夜道友有所不知。 谦谦解释道, 语气中带着一丝赞叹与敬畏。 妖兽化形虽然危机四伏, 但若能成功渡过天节, 其实力将倍增甚至强于同阶修饰。 徐天这才恍然大悟, 难怪那些妖兽宁愿历经重重劫难, 也要化为人形。 正当他沉浸在思绪中时, 洞口突然弥漫起一阵粉红色的雾气。 不好! 徐天急忙捂住口鼻, 声音急促而紧张。 这雾气古怪, 切勿吸入。 与此同时洞外传来了叶文昌和叶庆明的呼喊声。 他们这才意识到同伴尚在洞外处境危急。 三人急忙往外奔去, 却发现那浓郁的雾气早已遮蔽了他们的视线, 连身边人的身形也变得模糊不清。 这究竟是什么古怪? 白颖若的语气中充满了焦虑与不安。 谦谦解释道, 这是九尾狐足不下的迷幻症, 具有致幻的效果。 一旦吸入这雾气, 便会陷入无尽的幻想之中, 无法自拔。 他的话语如同叶峰轻浮, 带着一丝神秘的色彩。 即便徐天努力用声音引导着二人, 科尔潘叶文昌和叶轻云的呼喊声却渐渐遥远, 直至戛然而止。 此刻, 徐天的心如同被烈火炙烤, 焦急地几乎要跳出胸膛, 但他强忍着冲动, 不敢有丝毫轻举妄动。 生怕一个不留神, 就与身边的千千和白颖若失散在这茫茫迷雾之中。 千千, 这迷幻症可有什么破解的法门? 徐天终于按捺不住, 焦急地问道, 目光中闪烁着无尽的忧虑。 千千的声音依旧温柔如初, 但其中的紧迫感却如同紧绷的弦, 让人无法忽视。 破解之法我尚且不知, 但根据古籍记载, 这雾气一个时升后便会自行散去。 我们只需坚守阵地, 撑到那时便能重见天日。 听了千千的话, 徐天的心稍微安定了一些, 但白颖若的疑问却又如同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 激起了层层涟漪。 若是不小心吸入了这雾气, 会有什么后果? 千千轻叹一声, 语气中满是无奈。 一旦吸入雾气, 便会陷入无尽的幻境之中, 临时稍弱者, 恐怕再难挣脱, 最终只会因立即而亡。 这话如同一记重锤, 狠狠地砸在徐天的心上, 让他的焦急之情更甚, 恨不得立刻冲出去, 找到叶文和叶清云, 确保他们的安全。 然而, 眼前的雾气却愈发浓郁, 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这诡异的红色所吞噬, 徐天和白颖若在雾中如同无头苍蝇般乱撞, 只能凭借着彼此的声音, 缓缓地靠近, 直到两人的身影在雾中重叠, 紧紧相依。 灵力如同青沙, 将他们与外界隔绝, 他们静静地等待着, 等待着那层迷雾的消散。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凝固, 连徐天的呼唤都如同一缕微风, 消散在空气中, 没有得到千千的丝毫回应。 白颖若的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他喃喃自语, 叶文和叶清云不知所踪, 现在连千千也消失了, 他们该不会。 他不敢再想下去, 只愿他们都能平安无事。 徐天此时已无暇他顾, 他紧握着白颖若的手, 仿佛只要松开, 他就会成为这物中的一缕幻影, 永远消失在他的视线中。 他的心中充满了恐惧, 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 对失去的恐惧。 终于, 随着薄乌的渐渐散去, 两人终于看清了对方的面容, 那熟悉而温暖的感觉, 让他们都松了一口气。 但徐天却立刻奔向先前的休息之地, 却发现那里早已空无一人, 叶文和叶清云的身影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四处寻找, 却只能听到寂静的回音, 心头如同被一块巨石压住, 让他喘不过气来。 白颖若看出了徐天眼中的愧疚与自责, 他柔声安慰。 或许他们已经逃出了这阵法, 正在前面等着我们呢。 然而, 徐天却直面现实, 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绝望。 他们的修为尚且不及你, 又如何能在这迷幻阵中逃脱? 白颖若闻言, 沉阴片刻后, 心中闪过一丝推测。 若真有不测, 必然会留下些许痕迹, 又怎会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呢? 徐天听了白颖若的话, 觉得颇有道理, 心中的纠结与自责也稍稍散去。 他立刻与白颖若欲见而起, 全力向前飞去。 然而, 一路上却并未发现半点踪迹, 这过分地顺利, 反而让白颖若心生疑虑。 他看着徐天那毫不在意的神情, 心中的隐忧如同乌云般笼罩。 徐天, 难道你不觉得这一切太过顺利了吗? 仿佛那九尾狐足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亦或是, 他的话语未尽, 但心中的担忧却已异于言表。 徐天则轻描淡写地笑了笑, 即使七星宗已将这帮妖兽剿灭干净, 亦或他们早已闻风而逃, 躲得远远的了吧。 即便如此, 白颖若心中的疑虑却如同野草般疯涨, 挥之不去。 他隐隐觉得, 这一切的背后似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与危机。 第37章 误会 徐天与白颖若在这一路的沉寂中, 未曾遇见半点人影, 亦无妖兽出没。 白颖若心中那丝不安, 似乎也因这几日的平淡愈演愈烈。 看来这九尾狐族果然遭受重创, 一路行来, 竟未曾遇见。 徐天轻叹道, 确实, 一个族群说败便败, 犹如浮云散尽, 无影无踪。 言语间, 似乎勾起了他心中那段往事, 曾几何时, 他的家族在于东府也是赫赫有名, 然一夜之间却如梦幻般破灭。 忽然, 徐天心中警觉, 骤然停下身形。 白颖若见状, 眉头紧锁, 我们似乎误入了某种法阵。 话音未落, 四周的淡蓝光幕犹如沉雾般浮现, 徐天试图以灵力破阵, 然而却无济于事。 不久, 头顶上方显现出一轮庞大的法阵, 数不胜数的飞剑如雨般直逼而下。 徐天心中一颈, 迅速施展金色屏障, 护住二人。 然而攻势如潮, 金色屏障转瞬瞬即破。 无奈之下, 他只得以剑气抵挡, 然效果甚微。 白颖若此时也顾不得许多, 手中长剑狂舞, 剑光闪烁, 拼命抵挡。 二人已是筋疲力尽, 徐天心一横, 祭出绝神古图, 激发法宝, 形成一处巨大的法力屏障。 可惜, 即便绝神古图威力无比, 面对连番狂攻, 亦难以持久, 终于被击溃。 但那屏障破去之时, 四散的庞大灵力, 也致使那法阵受到些影响。 飞剑越来越少, 直至消去。 就在二人都感到一丝喘息之时, 法阵中央却骤然降下巨剑, 剑风如月, 缓缓逼近。 筋疲力尽的徐天无路可退, 心中暗道, 看来, 唯有施展幻灵归原了。 白颖若健壮, 脸色一变, 急声阻止, 距离上次时间太短, 使用此招恐会灵魂受创。 他的关切之情, 溢于言表。 徐天却凝视着白颖若, 心中决然, 无论如何, 我都要守护你。 正当他默念法咒之际, 山谷中却传了一声喊叫, 法阵困住他们了。 两人心头一紧, 暗自私存, 莫非得罪了什么人, 竟设下圈套。 就在徐天法印即将成行时, 那巨剑却缓缓缓锋芒, 向上抬起。 二位道友失恋, 实乃无意冒反, 还请海涵。 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子, 从天而降, 面带歉意, 拱手作依。 徐天心中怒火中烧, 冷声道, 我二人与阁下无冤无仇, 竟被逼至如此境地。 你一句道歉便可。 话未说完, 那男子却向前探出, 徐天的怒气瞬间烟消云散。 只见那男子的容貌与徐天有七分相似, 然气韵却截然不同, 似乎更显柔美, 举止之间透着一股彬彬有礼的风雅。 白颖若目光在两人脸上轮转, 惊呼道, 你们也太像了吧。 三人心中震惊无比, 徐天的脑海中掠过一丝猜测, 盲问道, 道友尊姓大名。 他心中满怀期待, 渴望听到那个令他熟悉的字眼。 然而, 那男子开口, 所言却出乎徐天意料。 他道, 在下古天凤, 请问二位道友的名号是。 徐天脸上的光芒瞬间暗淡, 沉申回答道, 叶天, 旁边这位是白颖若。 此时, 远处一群白衣弟子急速赶来, 为首者激动地喊道, 师弟, 此阵斩杀了多少妖兽。 妖兽倒是没见, 反而困住了两位道友。 古天凤无奈, 淡淡说道, 那男子见没能补回妖兽, 脸上不由流露出几分失落之色。 就在这时, 一个举止轻盈的女子越过他, 回头瞥了一眼, 微笑道, 张俊师兄果然是鲁莽。 虽然是嫌弃的话语, 却在张俊听来, 仿佛是师妹对他的关心。 他目光在徐天身上打量, 心中暗起波澜, 敢问这位道友姓名为何? 未等徐天开口, 古天凤便介绍道, 这是叶天叶道友, 旁边这位是他的朋友。 话未说完, 女子便不耐烦地打断, 那女孩我不感兴趣。 转而以调侃的语气对徐天说道, 叶道友真是一表人才, 虽然与我古师弟长相相似, 但却比他更加阴武。 他的目光在两人之间游走, 无嘴一笑, 流露出一丝妖媚。 见此, 徐天心中不快, 揽起白影落的手, 似是在表达对他的不满。 孙飞心似乎察觉到了, 轻轻一笑, 既然是误会, 我们便先行告辞。 说吧, 他带着身后弟子转身离去, 临走时不忘回眸, 向徐天调侃道, 若是叶道友需要陪伴, 欢迎来七星宗找我。 而张俊及其手下, 却未随他们一同离去。 只见此时张俊满脸愤怒, 愤然逼近, 冷冷问道, 叶道友从何而来? 徐天却以礼相待, 淡淡道, 我们二人自大荒谷而来。 张俊的面色瞬间阴沉, 瞪大眼睛道, 把这两人拿下。 古天凤立刻挡在徐天与白影若面前, 满脸困惑, 师兄此举为何? 张俊冷冷回应, 他们自胡祖领地而出, 难保不是化形之妖, 小师弟可不要被迷惑。 此时徐天再也不愿隐忍, 冷声道, 若我真是化形大妖, 方才便一刀斩了你。 哪里等到眼下你对我二人移植气势? 古天凤立刻为徐天辩护, 张俊迫于无奈, 愤然退去。 古天凤满脸陪着微笑, 语气中带着几分谦恭, 二位道友可莫要放在心上, 我这师兄向来直言不讳, 行事莽撞。 他急忙解释道, 徐天并非小心眼之人, 只是看不惯那种倚仗权势, 欺凌弱小的行径。 古道友言重了, 纵然不计, 也要顾忌你的面子。 他淡淡说道, 眼中隐含几分坚定。 古天凤一脸期待, 问道, 敢问叶兄是否要前往于东府? 徐天点了点头, 表示无意。 那真是太好了, 我们不久也要回去。 若叶兄不嫌弃, 何不结伴同行? 古天凤诚恳地邀请道, 面带微笑, 似乎对于这个心结石的朋友格外亲切。 徐天内心一动, 头像白颖弱, 见他微微点头, 他便答应了下来。 于是, 三人随古天凤向七星宗的营地而去, 却发现, 之前那帮人引宗全无, 似乎不在这里。 白颖弱好奇地问, 七星宗可有好几个营地。 古天凤摇了摇头, 解释道, 白姑娘有所不知, 狐足的化形大妖早已被我们斩杀, 剩下的不过是些余孽。 此番我们基层弟子再次倾角, 眼下进展缓慢, 宗门便调动我们返回, 孙师姐和张师兄还需再次助手一段时日, 故不在此处。 听完这些, 徐天心中也不再顾忌, 心想那妖女与莽夫, 他一眼也不愿再见。 第三十八章, 于东府, 我回来了。 徐天宇白颖若, 紧紧跟在七星宗那浩浩荡荡的队伍后面, 仿佛两颗微不足道的小石子, 被这股庞大的洪流轻轻携带前行。 这几日, 他们亲眼目睹了古天凤在弟子们中的超然地位。 那小子, 虽然只是金丹初期的修为, 却仿佛自带王者光环, 被众人如众星捧月般恭敬地围绕着。 就连那些修为在他之上的金丹中后七弟子, 也对他毕恭毕敬, 简直就像是在面对一位高高在上的仙君。 你说这古天凤到底是何方神尚? 年纪轻轻的, 居然能指挥这么多人。 白颖若压低声音, 在徐天耳边嘀咕, 语气中满是疑惑。 徐天眉头紧锁, 心中同样充满了问号。 这小子的来头确实有些难以捉摸。 咱们暂且静观其变, 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手段。 两人随着七星宗的弟子们缓缓前行, 虽然速度不快, 但在这危机四伏的哀劳峡谷中, 也算得上是稳扎稳打。 古天凤一路上对二人照顾有加, 似乎是因为他与徐天外表有几分相似, 无形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夜幕降临, 众人纷纷在一处营地驻扎下来。 古天凤的目光在人群中扫尸一圈, 很快就发现了角落里的徐天和白颖若。 他脸上挂着春风般的笑容, 大不留心地走了过来。 夜兄啊, 我借你修为已是筑基大圆满, 何不趁此良机, 一举冲击金丹之境呢? 古天凤的话语中带着几分诱惑。 徐天无奈地笑了笑, 摇头道, 在我们大慌, 金丹修是稀少得如同凤毛麟角, 结丹失败的后果更是严重地令人不敢想象。 叶某岂敢轻易尝试。 古天凤似乎恍然大悟, 点了点头道, 原来如此, 叶兄是在担忧此事啊。 若是有宁气丹相助, 或许能大大减少风险。 宁气丹? 白颖若和徐天对视一眼, 心中都充满了陌生感。 见状, 古天凤耐心地解释道, 筑基突破金丹, 需要将体内七处穴位的灵气凝结为实体。 最终将这七枚灵丹汇聚于丹田, 融为一体, 才算成功。 而这宁气丹, 便是在这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听完他的讲解, 两人仿佛醍醐灌顶, 终于明白了, 杰丹之道, 竟是如此复杂繁琐。 徐天又追问道, 那这宁气丹该如何炼制呢? 炼制宁气丹所需的灵药极为珍贵, 通常只有大宗门才会精心培育。 古天凤的语气中, 透露出一丝无奈。 徐天文言, 眉头微微一挑, 心中暗自思量, 或许有朝一日能加入七星中这样的宗门, 对他来说, 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夜深人静之时, 徐天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思绪如潮水般汹涌澎湃。 最终, 他决定起身打坐, 试图将灵力凝结成实体。 整夜之间, 他周身灵力环绕, 宛如苍穹中的璀璨星辰, 不眠不休地运转着。 待到晨光出路之时, 古天凤回过神来, 目光打亮着徐天, 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夜兄, 你的修为似乎又有所精进啊。 徐天微微一笑, 淡然说道, 昨日听你所言, 今朝我已将天突, 但中, 七门三处学位的灵力凝结成形。 果然如此。 古天凤心中震撼不已, 继续追问道, 夜兄是说, 一夜之间, 便将三处灵力凝结了吗? 他的语气中充满了不可置信。 此时, 身边一位金丹修为的女弟子, 月上前来, 目光如炬地打亮着徐天, 脸上满是惊讶之色。 我看不出夜道有哪里与众不同, 怎么会有如此惊人的天赋? 古天凤连忙制止了他, 寒衣师妹, 不得失礼。 他又转向徐天, 嘴角挂着笑一道, 夜兄莫要见怪啊, 寻常修士要踏出这一步, 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 你的神术, 实在是令我们惊叹不已。 徐天微微一摆手, 淡淡道, 哪里哪里, 不过是一时侥幸罢了。 寒衣却调皮地笑道, 你与古师兄相貌相似, 天赋又多卓绝。 难道你们真是有亲缘关系不成? 说吧, 他无嘴轻笑, 眼中闪烁着调皮的光芒。 古天凤起初对寒衣的话颇有不悦, 但随即又笑道, 我倒觉得与夜道友甚为投缘, 若真是兄弟, 那也是一桩美事。 虽然只是调侃之言, 但徐天却听出了其间流露的真情。 他微微一拱手, 沉声道, 不如我二人结为异性兄弟, 算是不负这次相遇。 心中暗自盘算着, 古天凤在弟子中显得特别出众, 若能借他之力, 或许能顺利进入七星宗, 祝他日后结单之事。 听了此话, 古天凤立刻喜心于色, 那就一言为定, 今后小弟便尊业道友为兄长。 这一幕引来了七星宗众弟子的注目, 他们之前对这两位助姬修师并不在意, 可此时见古天凤如此热情, 纷纷围了上来, 试图拉近与这位义兄的关系。 接下来的路途依然顺畅无阻, 不出三日, 众人便抵达了于东府的边境。 七星宗凭借得天独厚的帝氏, 再次设立了关卡, 门人众多且守卫严谨。 经过身份验证后, 众人顺利同行。 站在关口前, 徐天与白颖若面面相去, 瞧着那密密麻麻的金丹修士, 他们心中不禁惊叹连连。 在大荒之地, 何曾见过如此壮观的景象? 而在这关口前, 便有数十名金丹修士守护着气势恢弘。 七星宗果然是强者如云啊。 白颖若由衷地赞叹道, 是啊, 我七星宗乃于东府第一大宗门, 不仅金丹修士众多, 连缘因强者也有十余位之多。 含义自豪地回应道, 话音未落, 突然一名老者从空中落下, 挡在众人面前。 众弟子齐齐拱手行礼, 古天凤更是恭敬地喊道, 张静师伯, 不知您有何教诲? 老者缓缓靠近, 搀扶起古天凤, 关切地问道, 你们此次出行可有遇到什么危险? 师伯请放心, 此次我们并未遭遇任何危险。 古天凤恭敬地回答道, 那就好, 你那张俊师兄老者的话语中带着几分关切。 张俊师兄一切安好, 此次他奋勇杀敌, 应用无比。 古天凤连忙汇报, 听完古天凤的回复, 张静不禁哈哈大笑。 你们这些小子真是长大了, 见你们一个个气欲轩昂, 英姿勃发, 老夫也就放心了。 说吧, 他便扬长而去。 待张静离开之后, 徐天心中隐隐有了几分猜测。 他凑近古天凤道, 刚才那位前辈, 是你张俊师兄的长辈。 古天凤点了点头道, 正是, 我这位师伯三百岁才得义子, 对张俊师兄期望甚高呢。 徐天心中恍然大悟, 难怪那张俊如此嚣张跋扈, 目中无人, 原来背后有如此强大的人物撑腰啊。 就在那离别的当口, 古天凤忽然从石海中缓缓掏出一袋沉甸甸的灵石, 面色凝重, 仿佛这不仅仅是一袋石头, 而是承戴着无数情感与期望的重宝。 他轻轻地将那带灵石递到徐天面前, 声音低沉而温柔。 大哥, 这些灵石你务必收下, 莫要跟我客气。 徐天的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暖流, 眼眶都有些湿润了。 这一路走来, 若没有古天凤的庇护与照料, 他还真不知道自己能否平安走到这里。 古天凤健壮, 嘴角勾起一抹温暖的微笑, 那眼中的光芒仿佛璀璨的星辰, 坚定而明亮。 大哥, 你我之间何须如此见万? 你若心中有所向往, 我定当竭尽全力, 替你向宗门长老秉明一切, 祝你顺利加入七星宗。 徐天的心中顿时乐开了花, 就像是九汉冯甘霖的田地, 终于迎来了滋润的雨水。 但他却不愿在言语中流露出过多的欢喜, 只是淡淡地回应道, 七星宗底蕴深厚, 我自然是心向往之。 只是不知, 贵宗是否愿意收留我这无名小卒, 恐怕还要劳烦贤弟, 你费一番周折了。 古天凤一听, 心中也是喜上眉梢, 仿佛看到了美好的未来正在向他们招手。 他告别了徐天, 如同一阵清风般迅速赶回了七星宗。 然而, 当古天凤的身影逐渐消失在视线中时, 徐天的脸色却瞬间变得阴沉起来, 就像是被乌云笼罩的天空, 暗藏着无尽的苦涩与波涛汹涌的内心。 他的眼神中闪烁着复杂的情绪, 有期待, 有哀伤, 但更多的却是对未来的迷茫与不安。 第39章 七星法会 望着徐天脸上那如同翻涌云海般的情绪波动, 白颖若仿佛能洞察人心, 捕捉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妙。 此刻, 咱们已脚踏于东府的土地, 你大可不必急于一时, 慢慢揭开当年徐家的谜团。 白颖若的声音柔和而坚定, 宛如春风拂面。 徐天缓缓抬头, 那双深邃的眼眸仿佛能穿透云霄, 只是那浩瀚无垠的苍穹。 爹娘, 你们曾在这片天空下笑谈风雨, 如今却不知魂归何处。 但请放心, 无论前路多么坎坷, 我是要追寻真相, 救出那幕后黑手, 亲手为他们讨回公道。 两人选定了一家古色古香的客栈作为落脚点, 随后漫步至一家茶楼小器。 刚一落座, 林桌的低雨便如磁石般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一人摇头晃脑, 满是惋惜, 想当年徐家可是于东府的龙头老大, 不知怎变, 竟招惹了不该惹的人, 全家上下无疑幸免, 连宅邸都化作了飞灰。 另一人立刻接话, 眼中闪烁着诡异的光芒。 可不是吗? 一夜之间, 徐家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连个泡影都没留下。 我看啊, 定是徐家得罪了某位大佬, 这才招致面门之灾。 又有人插嘴道, 你们都猜错了, 我听我祖父说, 徐家是被要挟所害。 那晚, 徐家血流成河, 四周还弥漫着一股 令人毛骨悚然的诡异气息。 一个面色凝重的年轻人压低声音, 神秘兮兮兮地说道。 茶楼内议论纷纷, 各种猜测层出不穷, 徐天与白颖若对视一眼, 心中皆是疑于密布。 这时, 茶楼的掌柜笑眯眯地凑了上来, 打断了众人的议论, 各位客观, 往事如烟, 还是品茶, 论到来的实在。 徐天眉头微醋, 问道, 掌柜的, 你可知道, 当年徐家究竟遭遇了什么? 掌柜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一个平头百姓, 哪知道那些陈年旧长。 不过, 我听说徐家曾藏了个了不得的人物。 难怪, 定是有人为了那个神秘人物找上门来, 才酿成了徐家灭门惨案。 旁边一人恍然大悟道, 徐天轻轻摇头, 淡然品茶, 心中却无味杂陈。 他们的话与姑姑的叙述并无二致, 并未给他带来任何新的线索。 虽然对那位肃月公圣女的言辞心存疑虑, 但他深知此事绝非表面那般简单。 哎, 别聊那些沉枝麻烂骨子了, 听说七星综过几天要举办一场盛大的比试, 名曰七星法会。 一人突然话锋一转, 眉宇间透露出几分兴奋。 那比试跟咱们有啥关系? 另一人不屑地撇嘴。 听说这次比试的圣者能得到法宝作为奖励, 你们想不想去试试? 一人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 法宝? 还不是落入他们弟子囊中, 跟咱们有啥关系? 有人冷笑。 此言诧异, 我听说七星综最近刚剿灭了一处妖族老巢, 伤亡惨重。 这次法会怕是想借此机会招收新弟子。 有人分析得头头是道, 若真如此, 那咱们还真得去碰碰运气, 不为法宝。 若能被哪位长老看中成为七星综的弟子, 那可就发达了。 另一人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七星综底蕴身厚, 到时候肯定人满为患, 咱们去也不过是凑个热闹。 有人叹息道, 徐天闻言, 精神未知一阵。 若能加入七星综, 宁气丹便指日可待, 节丹之日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然而, 徐天与白颖若在于东府四处探访, 却始终未能得到关于徐家灭门的丝毫线索。 无奈之下, 两人只能黯然离去, 回到那间青砖带瓦的客栈。 徐天一进门便紧闭双眼, 开始凝聚灵力, 这一闭关便是数日。 白颖若焦急地在门外徘徊, 心中暗自担忧。 他深知徐天的心思, 但眼看明日便是七星法会。 徐天却依然沉浸在闭关之中, 对外界的风云变换毫不在意。 他抬手欲敲门, 却又犹豫不决, 最终还是放下了手, 心中暗道, 不行, 若是打扰了他的修行, 恐怕会适得其反。 就在这时, 一阵猥琐的笑声打破了夜的宁静。 哟, 哪来的小美人儿, 长得如此水灵? 白颖若寻声望去, 只见几个身形猥琐的男子, 正朝他逼近。 他心中一紧, 立刻挺直了腰杆, 目光如炬。 哪里来的小混混, 还不速速退却? 白颖若的声音冷若寒冰。 猥琐的男子见他如此不屑, 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色。 哟喝, 性子还挺烈, 看来小爷, 我得好好调教调教。 他满脸吟笑, 似乎打算对白颖若不轨。 然而, 白颖若却毫不畏惧, 正要反击, 却见到猥琐之徒 已被一脚踢飞, 狼狈地摔在地上。 身后的小弟们慌忙上前搀扶。 那男子捂着肚子, 怒吼道, 你活腻了, 敢对小爷我动手, 看我怎么收拾你。 他一抬头, 便看见徐天冷冷地站在那里, 目光如刀, 寒气逼人。 你要说是谁? 徐天的声音冷冽如霜, 没有丝毫温度。 哼, 原来是为了这个小白脸, 才对我下手啊。 那男子整了整衣衫, 心中暗自得意, 傲然道, 小爷我可是李家少爷, 七星宗内门弟子, 在于东府, 还没人敢这样跟我说话。 我家少爷天资聪颖, 如今已是助击后妻, 你们敢惹他, 简直是找死。 他的小弟们一阵附和, 言语中尽是谄媚。 李家少爷听了, 越发得意忘形。 若是你跟了我, 我倒是可以考虑放过这个小白脸。 话音未落, 徐天已如鬼魅般出现在他面前, 刀光剑影间, 那几人被打得鼻青脸肿, 哭爹喊娘。 一个小弟惊恐地喊道, 假, 假丹修士。 然而, 那顽固子弟仍心有不甘, 怒吼道, 管你什么修为, 敢惹我理。 他的话未说完, 便被身后的小弟捂住了嘴。 求前辈饶命, 我家少爷年少无知, 您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一名仆丛跪在徐天面前, 连连磕头。 赶紧滚, 再让我看到你们, 我见一次打一次。 徐天霸气净险, 威严十足, 那帮人捂着李家少爷的嘴巴, 按住他不安分的手脚, 将他声拉硬拽地架了出去。 白颖若看着这一切, 心中暗自欢喜, 走上前来, 挽住徐天的胳膊。 他满脸笑意。 你, 突破了。 真好。 此刻的徐天, 犹如一座巍蛾的山岳, 屹立在他身旁, 为他撑起了一片天, 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无论如何坎坷, 只要有他在, 白颖若的心中便再无半点畏惧, 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温柔而宁静。 哎, 我本欲尝试着冲击那金丹之静, 怎料那些灵丹却如同顽童般互相排斥, 我苦苦寻觅, 却始终未能找到让他们和谐共处的方法。 徐天轻叹一声, 声音中透露出一丝无奈与遗憾。 白颖若闻言, 轻轻一笑, 宛如春风拂面, 温柔地安慰道。 你的修炼速度已是惊世骇俗, 犹如天际流星般迅疾。 或许, 那七星法会正是你突破瓶颈, 迎来心机遇的绝佳舞台。 徐天深情地握住白颖若的柔仪, 轻轻地将其贴在自己的胸口, 那里跳动着的是为他而燃的热烈火焰。 这几日, 你可曾受到过半分委屈, 我徐天是要护你周全, 不容任何人欺你半分。 白颖若轻轻摇头,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犹如绽放的花朵。 你看, 这不刚遇到危险, 你就如神兵天将般出现在我面前, 将我护在身后。 有你, 真好。 两人相视一笑, 那笑容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希望, 仿佛世间的一切纷扰与忧愁都以随风而示, 只剩下他们彼此的陪伴与守护。 夜幕降临, 星辰点点, 徐天与白颖若在客栈中共度了一夜温馨时光。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如同金色的绸缎般洒落大地时, 他们以携手并肩急匆匆地踏上了前往七星宗的路途。 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期待与渴望, 因为他们知道, 在那里, 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全新的挑战与机遇。 第四十章, 不是后门, 是我太强。 在七星宗那古老庄严的门外, 古天凤端坐于考核场中央, 神色凝重地仿佛能滴出水来, 目光如炬, 逐一审视着那些前来参加法会的修士。 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透露出他对这次法会的重视。 就在这时, 他的目光突然锁定了远处走来的徐天和白颖若。 整个人瞬间像是被打了鸡血一般, 兴奋地丢下手中的事物, 如同脱缰野马般向二人狂奔而去。 口中还兴奋地大喊着, 大哥, 你也来了。 我在族中长老面前可没少提你, 他们一个个都对你充满了期待, 恨不得立马见见你。 徐天淡然一笑, 语期中透着一股从容不迫, 多谢贤弟好意。 不过这次法会, 我也想来试试自己的精良。 古天奉听后, 也不多废话, 直接拉着徐天和白颖若就向宗门深处走去。 然而, 就在这时, 旁边突然有人不乐意了, 见着两位居然没参加测试, 就直接往里走, 顿时高声质疑起来。 七星宗这是倒什么无边? 凭什么他们可以不测验就直接进去? 这一声怒吼, 如同晴天霹雳, 瞬间吸引了无数目光。 围观的人群如同潮水般涌来, 将他们团团围在中间。 都是来参加法会的, 凭什么对他们就另眼相看? 有人愤愤不平, 言辞激烈地仿佛要吃人一般。 是啊, 七星宗形势如此偏颇, 必须对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人群的情绪被彻底点燃, 人声鼎沸, 群情激愤。 徐天心中一动, 随即运转起灵力, 只见青紫色的光芒如同闪电般划破长空, 瞬间将周围的人潮逼退数步。 甚至有人因躲避不及, 狼狈不堪地摔倒在地。 那些方才还气焰嚣张的质疑者们, 见状顿时如同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 一个个脸色苍白, 心中暗叫不好。 假丹, 他竟然是半步惊丹修饰。 他们再也不敢多言, 纷纷灰溜溜地退去。 古天凤则是一脸恶然, 心中惊叹不已。 大哥, 你, 你的修炼速度也太逆天了吧。 徐天对此却只是微微一笑, 没有丝毫的张扬之意, 他只是想尽快摆脱眼前的麻烦。 接着冷静地说道, 若无意义, 那我们便进去了。 周围的人群瞬间鸦雀无声, 再无人敢质疑他们的权利。 古天凤见状, 目光落在白颖若身上, 关切地问道, 我看白姑娘也是助击中期的高手, 可是也要参加此次比试。 白颖若轻轻摇头, 嘴角挂着一丝温柔如水的笑意, 我就不参加了, 能陪在他身边变好。 他的目光如同火焰般锁定在徐天身上, 流露出无尽的柔情与依恋。 古天凤将两人安顿在外门一处幽静的院落里, 叮嘱道, 你们先好声歇歇, 明日便是第一轮比试, 早上我会来接你们。 此刻, 天色渐暗, 月色如霜, 院落里一片宁静祥和。 一日清晨, 晨光细微, 古天凤带着徐天与白颖若来到演舞场。 映入眼帘的, 是一个直径百米的巨大圆形坑洼之地, 四周坐满了前来观战的修饰和看热闹的闲人。 古天凤见徐天和白颖若一脸震撼之色, 连忙解释道, 此处便是宗门鄙视的圣地, 闲人大多在四周围观驻微。 他又指向远处的高台补充道, 那里是宗门长老们观战的地方。 就在这时, 忽然一声洪亮的钟声响起, 瞬间全场肃然起敬。 只见高台之上站着一位身形魁梧, 先锋盗鼓的男子, 他手中闪烁着五彩斑斓的光芒, 那光芒正是从他手中的长剑上散发而出的。 那剑身细长而锋利, 剑脊上刻画着繁复的星辰图谱与符文, 每一道符文都如同星河一般璀璨夺目, 蕴藏着无穷的力量。 那人缓缓开口, 声音如雷霆般响亮, 此剑剑柄, 乃千年寒玉所致, 正是我七星宗已故长老的法器, 也是此次法会圣者的奖励。 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惊叹之声, 这便是七星宗宗主。 果然气度非凡。 激荡的掌声如潮水般涌起, 回荡在整个演武场, 似乎预示着一场风云变幻的舞蹈盛宴, 即将拉开帷幕。 七星法会, 乃是七星宗这样的大宗举办的试炼盛会, 共分为三大阶段, 星辰试炼, 七星夺魁与天罡对决。 今日便是那首个阶段, 星辰试炼的比试。 各种奥妙, 非一同小可。 此次试炼以个人挑战为主, 参与者需穿行于星辰幻境之中, 接受法力控制, 心境稳定与应变能力的重重考验。 若能在一炷香的时间里, 挣脱幻境者, 即算合格。 而能够晋级者, 更是寥寥无几, 仅有一百四十位。 长老们宣告完毕, 比赛便如同狂风骤雨般拉开帷幕。 只见几位长老齐去法阵之中, 随手一挥, 圆形挖地内便浮现出一扇巨大的门形虚影, 仿佛是一道通往未知的神秘之门。 进入此门, 便是第一轮考验。 进去之时, 计时便开始。 古天凤已靠在徐天身旁, 轻声解释着, 目光中透着几分期待与紧张。 试炼者们纷纷踏入那扇传送门中。 徐天与古天凤对视一眼, 眼神中充满了坚定与信心, 也齐齐走入那扇通往未知世界的神秘之门。 就在他踏入瞬间的那一刻, 眼前的世界骤然转变。 仿佛被无尽的星河卷入其中一般, 四周星辰闪烁, 犹如无数双冷冽的眼睛在注视着他。 每一颗星辰都散发着诱人的光辉, 然而在那光辉之下, 却潜藏着不可名状的危险与挑战。 徐天心中清楚得很, 这些星辰正是他试炼的考验所在。 片刻之间, 他的视野开始扭曲变形, 眼前的星辰变幻莫测, 光怪陆离, 斑斓的光芒刺得他难以睁开眼睛, 他只得用胳膊遮挡着那刺眼的光芒。 紧接着, 他的身体也开始不受控制地旋转起来。 当他再次睁开双眼之时, 已然置身于一片火海之中。 眼前遍地都是熊熊燃烧的烈火, 高温之下, 热浪滚滚, 令人窒息。 他根本无法靠近那片火海半部。 而在那火海中央, 赫然插着一面硕大的惊奇, 在熊熊烈火中迎风飘扬, 仿佛再向他发出召唤一般。 他心中暗道, 莫非此层试炼, 便是要夺得那面惊奇。 说时迟那时快, 他即刻闭目凝神, 双手飞速结印, 口中默念咒语, 只见炽热的力量自他掌心喷涌而出, 化作一条威武霸气的龙影。 他乘着那龙影的虚影瞬间腾空而起, 直奔向那面惊奇而去。 然而就在这时, 火海上突然风起云涌, 电闪雷鸣。 突如其来的一阵诡异的火焰龙卷风席卷而来, 那火焰瞬间化为一条巨大的火蛇, 张着血盆大口, 向徐天扑来。 徐天见壮芒掉转方向, 手中长剑一挥, 气势如虹地斩出一记山河破碎。 只见见光如毗链般划破长空, 将那火蛇劈得四散飞去, 化作点点火星, 消散在空中。 然而还未等他喘息片刻, 新的危机便已再度降临。 更多的火蛇凝聚而成, 如同潮水般向他围攻而来。 此时徐天不再纠缠于这些火蛇之上, 而是将目标锁定在那面惊奇之上。 他佯装愤怒地与那些火蛇厮杀缠斗, 实则一边与它们周旋, 一边慢慢逼近那面惊奇所在之地。 然而, 就在那火海上空, 风云突变, 仿佛有某种神秘力量在暗中搅动。 突然间, 一阵诡异至极的火焰龙卷风平地而起, 那炽热的火焰竟凝聚成一条猙獰恐怖的巨蛇, 带着毁灭性的气息向徐天猛扑而来。 徐天眼神一领, 身形瞬间调整, 手中的长剑如同被赋予了生命, 剑光一闪, 气势磅礴地斩出一记山河破碎。 只见剑芒如龙出海, 带着山崩地裂之势, 硬生生地将那火焰巨蛇披得四散飞剑, 化作无数火星, 在夜空中绚烂绽放。 然而, 战斗远未结束。 还未等徐天松一口气, 新的危机便已如影随形。 更多的火焰巨蛇从四面八方凝聚而成, 如同潮水般向它汹涌而来, 每一双血红的眼睛中都充满了对猎物的渴望。 面对着铺天带地的攻势, 徐天却并未选择硬碰硬。 他深知, 此刻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面在火海中屹立不倒的惊奇。 于是, 他佯装愤怒, 与那些巨蛇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厮杀。 实则是在利用这场战斗, 一步步向那面惊奇逼近。 徐天的灵力在体内疯狂续击, 如同即将喷涌而出的火山, 杀气如虹, 直冲云霄。 而那些巨蛇们也是叙事待发, 准备给予他致命一击。 然而, 就在这一刻, 徐天却突然运起了幻影布。 他的身形如同鬼魅般一闪而逝, 在出现时, 已然来到了那面惊奇的旁边。 他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 仿佛在戏弄那些被他耍得团团转的巨蛇。 那些火焰巨蛇见状, 顿时怒不可遏, 他们急速吐着杏子, 发出阵阵嘶吼, 仿佛要将徐天生吞活泼。 然而, 就在他们即将将徐天彻底包裹的瞬间, 却突然暴跳如雷, 原来, 徐天在那一瞬间, 竟然利用幻影布制造出了一个完美的假象, 让巨蛇们误以为他已经陷入了绝境。 而实际上, 他却早已暗中蓄力, 准备给这些嚣张的火焰巨蛇致命一击。 只见他手中长剑再次挥出, 一道璀璨的剑芒划破夜空, 如同流星陨落, 直接将那面惊奇斩落, 同时也将那些巨蛇彻底击溃。 第41章, 怎会比我还快? 就在那巨蛇的獠牙, 即将洞穿徐天胸膛的千军一发之际, 他猛然间拔起了那面闪烁着神秘光泽的惊奇。 刹那间, 周遭景象如泡影般破灭, 他的身体宛如被狂风席卷, 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旋转, 再度坠入了下一层更为诡异的幻境之中。 这一层, 名为水之试炼, 入目所及, 皆是一片浩瀚无垠的汪洋大海。 波涛汹涌, 寒一刺骨, 仿佛每一寸海水都蕴含着无尽的危机, 预示着更为凶险的挑战, 正悄然临近。 徐天目光深邃, 晨阴片刻后, 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脑门, 喃喃自语, 既然是水之试炼, 那答案必然潜藏于水下深处。 望着那似乎没有尽头的海面, 他深吸一口气, 法力涌动, 化身一条矫健的水中游龙, 毅然决然地潜入那幽暗深邃的水底世界。 然而, 海底的景象远比他想象中更为恐怖。 尽管那最深处有微弱的光点闪烁, 似是通关的指引, 但想要接近它, 却如同攀登九天之上的阶梯, 艰难无比。 难怪海面之上波涛汹涌, 原来这海底之下隐藏着如此恐怖的漩涡。 徐天望着眼前那几乎占据了整片海域的巨大漩涡, 心中暗自惊叹。 时间紧迫, 考核的实现如同悬在头顶的利剑, 他再不敢有丝毫有余。 随即调动全身灵力, 凝聚成一层坚不可摧的护盾, 鼓足勇气, 向着那未知的深渊猛冲而去。 起初, 一切似乎还算顺利, 但随着下潜的深度不断增加, 那来自海底的恐怖水流愈发猛烈, 护盾在剧烈的冲击下开始摇摇欲坠。 情急之下, 徐天急忙祭出了金光护盾, 但即便如此, 那护盾的光芒也在剧力的碾压下变得岌岌可危。 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 徐天脑海中灵光一闪, 想起了绝神古图中蕴含的强大防御技能。 他来不及多想, 果断将绝神古图祭出。 一时间, 青紫色的光芒如星辰般璀璨, 照亮了整片海底世界, 他的脸色也随之变得轻松了许多。 看来, 这水之试炼比起之前的火之试炼, 竟是简单了许多。 徐天心中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兴奋。 然而, 就在他自认为即将轻松抵达那颗散发着瑰丽光辉的神珠之时, 意外却再次降临。 就在他即将跨越试炼出口的那一刻, 一只体型庞大的巨型海兽猛然现身, 张开血盆大口, 被那海兽撞得身形亮呛, 险些被卷入那致命的漩涡之中。 幸好他反应迅捷, 才勉强避开了这致命遗迹。 扯我, 竟然敢暗算我! 徐天心中怒火中烧, 手中法印翻飞, 瞬间召唤出九鹰与海兽缠斗在一起。 但在这水下, 乃是海兽的主场, 九鹰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徐天心念一动, 灵力化为数道灵力的冰刃, 直取海兽的双眼。 趁其咆哮之际, 他巧妙利用海兽的盲点, 成功突围, 最终顺利通过了水之试炼。 随后, 徐天来到了一片幽暗的森林深处, 他明白, 自己已经踏入了更为神秘的木之试炼。 四周苍翠欲滴的树木环绕, 空气中却弥漫着一层令人窒息的浓雾, 仿佛隐藏着无尽的杀鸡, 让他心中坠坠不安。 就在这时, 前方突然出现了两道熟悉的人影。 徐天心中一惊, 紧握长剑, 剑光闪烁, 准备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危险。 徐天, 杀娘呀! 一个温柔婉约的女声在雾中响起, 宛如沉露滴落在嫩绿的柳梢上。 徐天, 快来见爹! 另一道声音也随之响起, 带着无尽的召唤。 徐天心中那股激动与思念瞬间如潮水般涌来, 眼角微微湿润。 他喃喃自语, 爹, 娘, 你们竟然还活着, 滑落, 映出他心底的柔情, 手中的长剑也应声落地, 发出清脆的声响。 他不由自主地向着那两道身影靠近, 然而那两人却始终背对着他, 似乎与他隔着一道无形的屏障。 徐天满怀期待地喊道, 爹娘, 难道你们不想看到我吗? 然而, 回应他的只有沉默。 内心的疑虑如毒蛇般悄然游动, 徐天的脚步不由地迟疑起来。 你们不是幻影吧?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飞快逼近那两人。 徐天定睛一看, 竟是白影若, 他的面容如花般娇艳, 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彩。 阿若, 快回来, 那地方太危险。 徐天急声呼喊, 想要将他拉回, 然而, 却遭到了他的呵斥。 叶天, 这可是你爹娘。 只要你过来, 我们就能团聚, 从此回到大荒, 过上安稳的日子。 徐天的嘴角浮起一抹冷笑, 抹去脸上的泪水, 缓缓说道, 别再虚张声势了, 你根本不是阿若。 他从不叫我叶天, 更不会向往于我归于平淡的生活。 那身影依然不愿放弃, 声音如气如素。 叶天, 你到底在说什么? 难道你连我也不认识了吗? 只要你过来, 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 徐天冷冷一笑, 心中已决然。 他退后一步, 拾起掉落的长剑, 目光坚定地说道, 你不是他, 你也不会懂, 我可没时间与你们虚好。 刹那间, 龙乌如潮水般退去, 那三道身影不过是几株树木的幻影罢了。 而他面前, 却赫然出现了一道深不见底的裂缝, 宛如深渊般漆黑。 徐天心中猛然一震, 庆幸自己刚才没有迈出那一步。 否则, 恐怕早已深陷绝境。 在接下来的金枝试炼中, 他穿越了一片锋利无比的金属世界。 这里的金属, 如刀锋般锐利, 潜藏着无数致命的机关, 稍有不慎便会陨落。 而在土枝试炼里, 他则在由石阵构成的迷宫中徘徊。 这里无法施展飞剑, 他初时迷失了方向, 几经环绕, 竟陷入了无尽的循环之中。 尽管他尽力做出标记, 却始终无法逃脱被抹去的命运。 然而, 就在这时, 他心生一计。 虽然石阵瞬息万变, 但只要抓住那一瞬的破绽, 便能探得些许路径与方向。 于是, 他手握长剑, 在石阵中奋力砍杀, 终于冲破了这一关。 精力重重险阻, 徐天全力以赴, 进入破竹之势, 快速通过了所有试炼。 他心中暗自得意, 我恐怕是第一个, 以如此速度, 冲过以五行之法创出的星辰试炼之人吧。 夜天, 耗石半炷香, 星辰试炼通过。 随着一道洪亮的声音响起, 徐天的试炼之旅, 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紧接着, 五色光芒犹如天界神奇洒落的繁星, 密密麻麻, 绚烂夺目, 将徐天的身影瞬间包裹。 再一闪, 他已稳稳当当地回到了演武场之上, 仿佛跨越了时空的界限。 夜天, 以精士之才, 成功征服星辰试炼, 荣耀加冕, 成为既往开来的第二位通关强者。 一位长老, 双目如炬, 见徐天如天神降临, 立刻扯开嗓子, 声音洪亮如钟, 宣告着这一震撼人心的消息。 那人何方神圣? 怎地如此迅疾便破关而出? 人群中, 有人压低声音, 满是好奇与不解。 嘿, 我也不甚寥寥, 但观其气势辉弘, 举手投足间, 净显大家风范, 修为定是深不可测。 另一人摇头晃脑, 分析得头头是道。 所言即是, 七星宗清朝而出, 金丹弟子如云, 他能在众多高手中脱颖而出, 稳居第二, 绝非池中之物。 差之毫厘, 六亿千里, 若非运气稍逊, 他便是那独步天下的第一人, 此等天赋, 真乃旷世奇才。 四周的修士们议论纷纷, 声音此起彼伏, 犹如潮水般汹涌, 对这个横空出世的星星, 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与期待。 第二吗? 徐天心中赏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 但这份情绪, 犹如流星划过夜空, 转瞬即逝, 不留痕迹。 他的目光如阴笋般锐利, 一扫四周, 最终定格在了一名俊朗非凡的男子身上。 那男子, 手持长剑, 剑锋未出鞘, 却以寒气逼人, 副手而立, 孤傲中带着几分超然无外的洒脱, 仿佛整个世界的喧嚣都与他无关。 第四十二章, 不是真容的女长老。 那男子, 眼神锐利如寒剑, 直射徐天, 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 笑道, 叶天, 你便是古师弟, 从埃老峡谷带回的那位奇人吗? 徐天虽无法窥探其内心波澜, 但见他也是七星宗弟子, 便以微笑回应, 正是在下, 不知阁下尊姓大名。 林宇晨, 七星宗第五代弟子中的大师兄, 他语气淡然, 却透露出不容小觑的威严。 原来是林大师兄, 失敬失敬。 徐天连忙恭敬行礼, 心中暗赞, 果然名不虚传, 宗门中的翘楚人物。 莫要如此轻蔑, 你虽有些能耐, 却还未正式成为我七星宗的一员。 林宇晨的语气依旧轻冷, 似乎有意保持距离, 却又不禁多打量了徐天几眼。 就在这时, 两道光芒如电, 瞬间传送出两人。 张俊, 排名第三, 古天凤, 位列第四。 长老的声音再次响彻云霄。 哈, 古诗殿, 终究还是我略胜一筹。 张俊的笑声如雷鸣般响起, 满是得意之色。 古天凤则面露恭敬之色, 微笑道, 恭喜师兄荣登前三甲。 两人目光交汇, 赫然发现演武场上已有两人处理, 正是大师兄林宇晨与徐天。 张俊眼中闪过一丝惊疑, 随即怒声道, 你怎会如此迅速? 他突然露出一副不屑的神情, 冷笑道, 莫非夜道友自知无法通过试炼, 索性未曾深入? 也难怪, 试炼对于助击修饰而言, 确实是场艰难考验, 你倒是挺有自知之明。 徐天只是淡然一笑, 为作争辩。 古天凤见状立刻挺身而出, 微笑道, 恭喜夜兄成功通关试炼。 你这是在做什么? 张俊猛然逼近古天凤, 念路不悦。 师兄有所不知, 夜兄与我同入密境。 古天凤连忙解释, 即便如此, 也有可能被淘汰传出, 怎可能比你我还快? 张俊不懈地冷笑。 古天凤依旧面带微笑, 继续说道, 师兄莫非未曾听闻, 中断试炼者皆会被传送至外场。 张俊顿绝颜面扫地, 怒火中烧。 长老, 这小子定是作弊, 以他助机修为, 怎能如此迅速通关? 他语气中充满了自信, 然而高抬之上突然传来一声怒喝。 胡闹! 张俊一听这呵斥声, 瞬间如霜打得茄子, 不敢再坑一声。 徐天顺着声音望去, 只见那日关口所见的张敬正怒目而逝。 七星宗的星辰试炼, 静置重重, 力求公平公正, 怎会有人有机会作弊? 宗主也开口了, 目光始终落在徐天身上, 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似乎对他充满了好奇。 古天凤微微一笑, 柔声道, 师兄能如此迅速通关, 实在令人钦佩。 这一番话, 宛如春风拂面, 让张俊心中的怒火烧减。 然而, 张俊似乎并不满足, 仍在低声对古天凤嘀咕着什么。 他眉头紧锁, 对自己的表现耿耿于怀, 对徐天更是充满质疑。 此时, 徐天的目光被宗主身旁的一抹幽影所吸引, 那面杀女子竟让他心中涌起一丝莫名的熟悉感。 那位是儒雅长老, 宗主的道理。 林宇辰缓步靠近, 低声提醒, 你如此指示他, 未免太过失礼。 徐天顿时回过神来, 心中暗想, 失礼。 我只是觉得好奇而已。 何至于此, 为何卢长老要遮住容颜? 他不禁追问道, 林宇辰摇了摇头, 眉宇间透露出一丝神秘。 自从卢长老成为七星宗的客卿长老, 他便一直以念杀世人。 他性情古怪, 向来不惜与人交往。 徐天听罢, 心中暗自揣测。 古怪? 不惜交往的女子, 背后是否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不久, 失恋者们纷纷走出秘境, 一个个神情各异, 有的欢喜雀跃, 有的失落沮丧。 叶道友, 真是不错啊。 徐天的肩膀被轻轻一拍, 回头一看, 竟是孙飞星。 恭喜孙道友, 成功闯过失恋。 徐天抱拳恭喜道, 他一脸娇媚, 笑意盈盈, 叶道友何须如此客气, 叫奴家小心心就好。 张俊在一旁看着这一幕, 暗自咬牙, 心中满是不愿。 他走进徐天, 推丧着他, 一声警告, 莫要调戏我师妹。 徐天一愣, 心中暗道, 明明是他在调戏我, 怎的道成了我的不是。 不过, 他并不想与此人过多纠缠, 便转身离去。 见徐天懂得分寸, 张俊嘴角含笑, 馋妹道, 师妹辛苦了, 待会我自会送些安神茶去你呢。 孙飞星翻了个白眼, 仰起下巴道, 看见师兄确实挺辛苦的。 你那安神茶, 还是留着自己享用吧。 说吧, 便扭身离去。 张俊看着他摇曳的身姿, 眼中满是痴迷, 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肃静! 高台上传来一声威严的贺令, 所有失恋者已从星辰幻境中出关, 通关者共计134人。 接下来, 我们将通过抽签分组, 一组20人, 其余6组个19人。 言罢, 那长老将手中名牌抛向空中, 灵力催动之下, 名牌纷纷飞舞, 最终分作7组。 徐天接过自己的名牌, 目光一瞥, 上面赫然写着, 7。 古天凤凑近一看, 眼中闪烁着期待, 大哥, 你是第几组? 徐天微微一笑, 第七组, 你呢? 第六组, 差点就能与大哥你交手了。 古天凤心中欢喜, 真希望最后的鄙视能见到你, 怕是难以如愿了。 张俊走来, 甩着名牌, 与其中满是得意, 原来他也在第七组。 按照规矩, 一组只能有一人晋级。 张俊言罢, 便如同风卷残云般离去。 看着那一抹远去的背影, 古天凤心中透着几分不安, 却又不禁流露出对徐天的关切。 他心中暗念, 若能让徐天好好教训一下那位师兄, 心中定能舒畅许多。 徐天一眼便看穿了古天凤的忧虑, 微微一笑道, 贤弟, 无须挂怀, 明日我自会让他领教一番。 他的话语中, 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 仿佛早已遇见到了即将到来的对决。 古天凤轻轻汗手, 心中暗自思量。 张静师伯如此纵容, 简直让那家伙, 目中无人到了极点, 真该是时候给他点颜色瞧瞧, 让他好好领教一下, 什么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此刻, 一道白银宛若仙子般注立于高处, 静静地注视着徐天的一举一动, 眼中闪烁着兴奋与期待的光芒, 仿佛对接下来的好戏已经迫不及待。 而七星宗的宗主, 也时不时地将目光投向徐天, 眼中满是好奇与期许, 仿佛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特别的东西。 他缓缓转身, 对着身旁的女子轻声说道, 呀, 我对这个夜天可是颇为看好。 你觉得如何? 卢亚的脸色依旧如常, 淡然如水, 但他的目光却仿佛被徐天牢牢吸引, 对宗主的话竟是充耳不闻。 他口中轻轻呢喃, 夜天吗? 围头微微促起, 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 仿佛有什么难以言说的心事, 正在心头盘旋, 挥之不去。 第43章, 不过偷袭罢了。 第二日, 演舞场早早地便沸腾起来, 人声鼎沸, 热闹非凡。 观众如潮水般涌来, 将整个演舞场围得水泄不通, 一双双七代的目光犹如繁星点点, 照亮了整颗天空。 参赛者们则是神情紧绷, 犹如即将离闲的剑, 蓄势待发。 在这万众瞩目的氛围中, 第一组修仙者的较量终于拉开了帷幕。 林宇辰, 韩依等二十位修士, 犹如二十颗璀璨的星辰, 齐聚一堂。 他们的眼中都燃烧着熊熊的斗志, 是要夺取那枚像争着晋级的天书星法球。 法球在半空中若隐若现, 仿佛拥有灵性, 它游走于人群之中, 时而高高飘起, 如天空中的明月。 时而俯冲而下, 如深海中的鱿鱼, 激起了众人的追逐之心。 随着一声响亮的号令, 战斗瞬间爆发。 仙树交织, 光滑灿烂, 整个演舞场仿佛变成了一片梦幻的海洋。 韩依轻起朱唇, 吐气如蓝, 一道寒冰箭矢犹如银丝的闪电, 直刺法球而去。 然而, 法球却如同调皮的孩童, 灵巧地避开, 仿佛在戏耍着这些追逐者。 其他弟子也纷纷展现出了自己的绝技, 有的驾剑飞行, 如同天空中的雄鹰, 有的召唤灵兽, 犹如森林中的霸主。 场面混乱而激烈, 犹如一场盛大的狂欢节。 就在这时, 一名修士突然注意到了直冲而上的林宇晨。 他高声提议道, 我们何不联手, 先将最强的林宇晨击退, 在各凭本事争夺法球。 此言一出, 立刻得到了几位修士的响应。 他们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鲨鱼, 纷纷向林宇晨逼近, 企图将他为而兼致。 然而, 面对众人的逼近, 林宇晨的脸上却并无丝毫慌乱之色。 他的嘴角浮现出一抹淡然而自信的微笑, 仿佛早已预料到这一切的发生。 星辰流转, 羽化灯线。 他轻声迎送着, 双手缓缓抬起, 食指倾扣, 仿佛在与无形的天地之力沟通。 瞬间, 周围涌动起一股神秘的星辰之力, 光芒璀璨夺目, 犹如万千星辰汇聚于他一身。 他仿佛成为了这片天地的主宰, 掌控着星辰的运转。 接着, 林宇晨的身形移动, 化作一道流星, 速度快地令人窒息。 他犹如一颗划过夜空的彗星, 瞬间冲破了众人的包围圈。 星河落约。 他双手猛然一推, 一道璀璨的光柱自掌心爆发而出。 这道光柱中蕴含着无尽的星辰之力, 仿佛将整个夜空都凝聚在了一处。 随着光柱的扩散, 无数光点如细雨般洒落。 每一颗光点都蕴含着能摧毁山月的力量。 他们在空中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 将试图围攻他的修士们牢牢笼罩其中。 当光点触及那些弟子的护体仙光时, 立刻爆发出耀眼的火花。 伴随着轰鸣之声, 护体仙光纷纷破碎, 弟子们面露惊恐之色, 纷纷后退, 再也不敢轻易靠近林雨晨。 趁此机会, 林雨晨化为一道流光, 犹如闪电般掠过演舞场。 他的身影快若鬼魅, 瞬间出现在天书星法球的旁边。 他轻轻伸出手掌, 法球似乎感应到了他的气息, 自动飞入他的掌心之中。 至此, 林雨晨凭借超凡的实力和华丽的招式, 成功夺得了天书星法球, 成为了这场鄙视中无可争议的胜者。 在璀璨的光芒中, 林雨晨的身影愈发高大挺拔, 宛如真正的星辰之子降临人间。 他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无尽的魅力与风采, 令在场众人无不震撼不已。 果然是大师兄, 如此轻松便获胜了。 一人惊叹道, 一人击退十九名修士。 这实力简直是太恐怖了, 另有人感慨万分。 是啊, 真乃天才之人, 若是最后一轮与他对上, 那绝对是倒霉透顶了。 众人纷纷低声议论着, 目光中充满了对林雨晨的崇敬与敬畏。 方才那瞬间施展的星河落雨之招, 让徐天震撼不已。 他心中暗自唏嘘不已, 若是他拼尽全力, 也未必能挡下如此惊天动地的攻击。 更何况, 这恐怕还不是林雨晨的终极一击。 不久之后, 天玄、天机、天拳、玉衡、 开阳诸心的归属也陆许尘埃落定。 局势渐渐明朗起来, 只剩下最后一轮的争夺战, 姚光星的归属尚未确定。 小子, 如果你后悔的话, 还不算晚。 张俊走至徐天身旁,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满是嘲讽之意。 他的眼中闪烁着很力的光芒, 仿佛要将徐天生吞活泼一般。 我可不会后悔。 倒是你。 等会儿才会哭得后悔。 徐天的目光如电, 毫不示弱地反击道。 他的眼神坚定而果敢, 仿佛已经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 你这小子, 别太自信了。 等会儿, 我定要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真正的实力差距。 张俊咬牙切齿地放下狠话, 然后纵身跃入阳舞场之中。 徐天一行人也紧随其后, 姚光星的争夺战即将拉开帷幕。 六名散修与包括张俊在内的十二位七星宗弟子, 合计十九人成为最后这场比试的参与者。 他们如同十九颗璀璨的星辰般闪耀在阎舞场上, 准备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 随着比试的开始, 一颗璀璨夺目的光球如流星般自天际缓缓降落。 它悬浮在众人头顶之上,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那便是名为姚光星的法球。 光芒四射之下, 众人纷纷施展出身法绝技, 向法球扑去。 他们犹如一群饥饿的狼, 争心恐后地抢夺着这块诱人的肥肉。 转瞬之间, 各种仙术法宝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卷。 场面微微壮观, 令人叹为观止。 张俊见状,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他将此刻制作报复徐天的良机, 决意先发制人。 他身形一闪, 化作一道金色流光, 犹如一道金色的闪电般, 向徐天直扑而来。 哼, 区区甲丹境界, 竟敢与我争锋。 今日便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差距。 张俊口中冷声讽刺道, 他的语气中充满了不屑与嘲讽之意。 然而, 面对张俊的挑衅与攻击, 徐天却面不白色心不挑。 他的心中充满了警觉与冷静。 他知道, 张俊的实力不可小觑。 但他也深知, 自己并非等闲之辈, 有着足够的实力与智慧来应对这场挑战。 徐天身形微动, 仿佛与空气融为一体般, 施展出了他的傍身绝技。 幻影步。 他的身影犹如鬼魅般忽左忽右, 忽前忽后地闪烁着, 令人难以捉摸其踪迹。 张俊一招落空后, 脸色微变, 正欲在攻时, 却见徐天已然出现在他身后。 徐天手中常见一挥低鹤道, 山河破碎。 随着话音落下, 一股磅礴的力量自剑中喷涌而出, 化作一道巨大的剑影。 这道剑影携带着毁灭的气息, 犹如一座崩塌的山岳般, 向张俊斩去。 张俊仓促之间, 虽勉强抵挡住了这一击, 但终究还是被朕的气血翻腾, 脸色惨白如指。 这一幕, 令在场众人无不惊恶不已。 四周瞬间变得鸦雀无声, 他们都被徐天这突如其来的一击给, 震惊到了。 七星宗宗主更是忍不住赞叹道, 此子当真非同凡响啊。 另一长老也附和道, 能趁金丹中气的张俊, 无备寄出如此强招。 这小子确实有些手段, 然而张俊却面色阴沉地冷哼一声道, 哼, 而不过是偷袭而已。 何足挂齿? 第四十四章, 你给我站住。 张俊心中愤怒如焚。 他向身边的七星宗弟子使了个眼色, 七人瞬间心领神会, 纷纷寄出法宝, 联手向徐天发起进攻。 其余的六位散修, 剑状欲趁机夺取法球, 却被七星宗弟子联手阻挡。 正当局势陷入一片混乱之间, 一道清冷的声音忽然响起, 哼, 仗是七人? 这场比试, 真是无趣至极。 说话之人, 竟是七星宗那位气质冷艳, 行事不羁的克卿长老卢雅。 他言辞犀利, 字字如冰锥, 直刺张俊那虚伪的面具, 满含不屑之情, 随后便是衣袖清灰, 转身离去, 只留下一抹孤傲的背影。 张俊脸色一沉, 眸中寒光闪烁, 仿佛深渊般深邃。 他望向卢雅的背影,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那笑中既有讥讽, 又有不屑, 卢雅长老, 你这是在指桑骂怀吗? 哼, 自以为是的女人, 难道你就不是那顺风倒的墙头草, 只会借事为? 够了, 七星宗宗主的声音游如惊雷, 打断了张俊的讥讽。 他轻轻摇头, 目光深邃, 仿佛在告诫众人, 别让这些琐事扰了心神, 且看看接下来的鄙视吧。 卢雅心头怒火中烧, 但他深知此时不是发作之时。 于是, 他只是冷冷地挥一挥衣袖, 转身离去, 那背影中透露出的决绝与孤傲, 让人心生敬畏。 此时, 徐天深吸一口气, 仿佛要吸进天地间的浩然之气。 他闭目凝神, 片刻之后, 双目骤然睁开, 其中似有星辰闪烁, 一彩流转, 仿佛在这一刻, 他与天地共鸣, 与万物相通。 幻灵竹, 九鹰! 徐天低刻一声, 手中法印迅速凝结, 犹如繁星汇聚, 璀璨夺目。 紧接着, 一道黑影撕裂虚空, 自那法印中呼啸而出, 瞬间化作一只九头巨兽, 九鹰。 这九鹰乃是上古凶兽, 力大无穷, 掌控水火之能, 其气势如虹, 震天焊地。 他一现身, 便仰天咆哮, 那咆哮之声, 仿佛能撼动山河, 瞬间占领了整个战场。 他的身影, 犹如一座移动的山岳, 让人心生畏惧。 九鹰张嘴一吐, 便是熊熊烈焰与滔滔洪水, 逼得众人节节后退, 甚至有人, 在这恐怖的气势下, 当场晕厥。 见此情形, 高抬之上的众人面面相去, 心中不安如潮水般汹涌。 他们坐立难安, 目光紧盯着那九鹰, 生怕这上古凶兽一个不高兴, 便将整个阎舞场先个底朝天。 七星宗宗主猛地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目光中闪烁着熊熊燃烧的兴奋之火, 仿佛看到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奇迹即将发生。 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 也想进阶? 做梦吧。 张军怒吼着, 声音如同滚滚雷霆, 在阎舞场上空炸响。 话音未落, 他已与身旁的六名同伴一同汇聚灵力, 气势如虹, 仿佛要将整个天地都吞噬进去。 天罡北斗七星剑阵, 起! 七人身形流转, 如同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 手中法应纷飞, 阵法迅速成形。 刹那间, 剑光乍现, 犹如银河道挂, 心河倾向下, 将整个阎舞场都笼罩在一片璀璨的光芒之中。 场外, 那道白影焦急万分, 眉头紧锁, 目光如炬, 紧紧盯着场上的局势, 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古天凤虽然心中同样焦急如焚, 但还是尽力安慰道。 大哥身怀绝技, 这剑阵未必能困得住他。 然而, 他心中却也不禁暗自敲起了小谷, 对这镇宗之法的威力也是心知肚明。 天罡北斗七星剑阵, 那可是七星宗的镇宗之宝, 凝结七人灵力, 威力之强, 足以汗天动地。 只见飞剑如潮, 齐刷刷地向着九鹰猛攻而去, 剑光闪烁, 变幻无穷。 九鹰虽然奋力反击, 但在那铺天盖地的剑光之下, 却始终无法挣脱束缚, 形势岌岌可危。 原本还在争夺遥光星的散修与七星宗弟子们, 此刻也都纷纷停下身形, 躲在一旁, 生怕被这恐怖的剑阵波及, 成为无辜的牺牲品。 剑势头不利, 徐天也顾不得许多了, 他深知此刻不能再寄希望于九鹰的法力, 只能靠自己争取一线生机。 只见他双目紧闭又猛然睁开, 心中默念法咒, 双手环绕一周, 聚于胸前。 刹那间, 那九鹰幻影瞬间消散, 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 而就在此时, 无数飞剑已如狂风骤雨般直逼而来。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徐天胸前突然绽放出耀眼的青紫色光芒, 瞬间将整个阎武场都照亮了一片。 紧接着, 一般自他身后猛然生长而出, 遮天蔽日, 气势磅礴。 原因法宝? 高抬之上的众人几乎一口同声地惊呼出声, 眼中满是震撼与不敢置信。 那原本锋利无比的飞剑在触碰到青藤的瞬间, 仿佛失去了灵性一般, 纷纷落地, 再也无法飞起。 而青藤则如同锋利的刀刃, 瞬间逼近众人面前, 剑阵在这恐怖的攻势之下, 顷刻间崩溃瓦解, 剑起一阵尘埃。 徐天趁机转身跃至法球之前, 一把将其紧紧握在手中, 剩下的众人健壮, 无不心生畏惧, 无人再敢上前争抢。 比试结束, 徐天凭借着绝对的优势夺得遥光新法球, 成功赢得晋级的机会。 而张俊则被吓得呆愣在原地, 久久不能回神。 在这一战中, 他颜面尽失, 心中充满了不甘与无奈, 却也只能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七星宗宗主, 声音如红中般响彻天际。 霸气宣告, 此轮比拼尘埃落定, 林宇晨, 孙飞心, 张灵, 莫云轩, 萧逸臣, 古天凤, 夜天, 七位强者脱颖而出, 成功晋级。 紧接着, 一场紧张刺激的抽签仪式拉开序幕, 决定接下来的天罡对决名单。 众人屏息以待, 只见千罗人手, 对决双方逐一揭晓。 徐天人品爆发, 莫云轩和古天凤也将上演一场巅峰对决。 抽签结果一出, 张灵嘴角勾起一抹脚侠的笑容, 向林宇晨拱了拱手。 大师兄秀为身后, 师妹我自认不敌, 还望手下留情哦。 林宇晨微微一笑, 眼神中透露出对新遇见的志在必得。 师妹客气了, 不过这场胜利, 我林宇晨是一定要拿下的。 张灵闻言, 笑意更浓。 既然大师兄如此坚定, 那师妹我就大放点, 把机会让给你了。 此言一出, 全场瞬间炸开了锅。 我没听错吧? 张灵大师姐竟然主动认说。 林宇晨的威名果然不是盖的, 谁敢跟他硬碰硬。 哼, 看来七星宗早就内定好了法宝的归属。 我们这些人不过是来凑热闹的。 一名散修不满地嘀咕道。 七星宗门人闻言, 纷纷怒斥, 修耀胡说, 七星法会向来公正无私。 林宇晨的名字, 如今已是响彻整个修真剑。 他出战, 喧嚣不已。 正当众人准备散去之时, 宗主的声音却如雷鸣般再次响起。 叶天, 你给我站住。 第四十五章, 开宗老祖姓叶。 一股强大的灵力威压瞬间弥漫开来,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 徐天心中疑惑丛生, 不明白宗主为何突然对自己产生了兴趣。 而白颖若则紧张地握紧了徐天的手, 徐天却反过来安慰他。 没事的, 别担心。 宗主面色凝重地看着徐天, 我有件事要问你。 张静和张俊两人心中暗自窃喜, 难道宗主这事要为张俊出头? 徐天恭敬地行了一礼, 宗主请问, 晚辈定当知无不言。 你所使用的幻灵之术, 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 宗主语气中带着一丝威严。 徐天心中快速盘算着对策, 回答道, 那是我家族世代传承的秘法。 哼, 这可是我七星宗的不传之秘法, 而且我们只保留了前五重的残隽。 你又是如何洗得第七层呢? 宗主的声音中充满了质疑。 徐天面不改色心不跳, 宗主此言诧异。 我倒想反过来问问, 七星宗的功法又是从何而来呢? 大胆! 张静怒吓一声, 你竟敢颠倒黑白。 幻灵之术, 还是我七星宗开宗老祖自创, 岂若你如此诋毁。 古天凤健壮, 挺身而出, 父亲, 孩儿听闻七星宗开宗老祖也信念。 宗主脸色一沉, 凤儿, 此事非同小可, 你不要胡闹。 就在这时, 一位老玉从天而降, 周身气息霸道无比, 修为更是深不可测。 七星宗门人见状, 纷纷恭敬行礼, 恭迎孟姬老祖。 孟姬老祖摆了摆手, 免礼。 随后将目光转向了古梁宗主。 古梁, 我似乎感应到了师父的幻灵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古梁宗主温和地解释道, 师叔祖有所不知, 指示着徐天仿佛要看穿他的灵魂。 徐天只觉一股强大的力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身形不由自主地亮枪了一下。 叶天, 师父也姓叶, 莫非? 孟姬老祖似乎从他身上看到了什么, 瞬间闪至徐天前, 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 师父的灵根怎么会在你身上? 徐天强忍着剧痛回答道, 那是我仙祖传承下来的青木根。 此言一出, 全场皆惊。 孟姬老祖松开手后陷入了沉思, 不要听信这个小子胡说八道, 张静焦急地喊道, 多嘴, 孟姬老祖一挥衣袖, 张静顿时被禁言。 你来自大荒? 孟姬老祖问徐天, 徐天点了点头, 唉, 师父终究没能踏出那一步啊。 不过在大荒, 我为何没呢? 孟姬老祖转念一想, 又摇了摇头苦笑起来, 也是, 如果师父真的不想现身的话, 我们又怎么可能找得到他呢? 说完这句话后, 孟姬老祖轻浮衣袖,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只留下了一句回荡在空中的话语, 不要为难他。 古梁宗主这时才恍然大悟, 心中的疑虑也随之消散。 原本他还想收徐天为徒呢, 但因为这个秘法的事情, 一直犹豫不决。 现在真相大白后, 他再也没有什么顾虑了。 既然叶天是开宗老祖的子孙后代的话, 那大家就各自散去吧。 说完这句话后, 古梁宗主嘴角露出了一抹笑意, 随后也消失在了原地。 张俊此时面色猙獰地逼近徐天。 你怎么可能是开宗老祖的后人? 古天凤挺身而出, 挡在了徐天面前, 梦基老祖都已经说了, 师兄你这是在质疑老祖吗? 张俊迫于梦基老祖的威压, 只能无奈地作罢。 但他在心中暗自发誓, 叶天, 就算你是开宗老祖的后人, 又怎么样? 我张俊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徐天目送着张俊渐行渐远的背影, 心中那股紧绷的弦并未因此而有丝毫松懈。 白颖若轻柔地拽了拽徐天的衣袖, 那双眸子仿佛能洞察人心, 充满了无尽的关切。 没事吧? 徐天轻轻摇了摇头, 嘴角勾起一抹淡然而又神秘的微笑。 我无碍, 阿弱。 古天凤迈不至徐天身旁, 与其中带着几分难以掩饰的敬佩之情。 叶天, 你果真是我们七星宗开宗老祖的后裔啊。 徐天苦笑了一下, 这其中的滋味, 唯有他自己最为清楚。 然而, 他还是微微点了点头, 算是默认了。 就在这时, 一名七星宗弟子火急火燎地跑来, 神色间满是紧张与焦虑。 宗主有令, 请叶道友和古师兄速速前往天书门, 有钥匙相伤。 徐天, 白颖若与古天凤三人相视一眼, 心中皆已明了, 这所谓的钥匙, 八成与他们刚刚经历的那场风波脱不了干系。 天书门内, 古梁宗主端坐于守卫, 神色庄重而威严。 随着三人的道场, 古梁缓缓开口, 声音中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威严。 叶天, 今日本宗特意召你前来, 意在收你为本宗弟子, 你可愿意。 古天凤听闻此言, 瞬间喜上眉梢, 手舞足蹈地欢呼道, 叶大哥,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徐天却微微皱眉, 脸上露出几分犹豫之色, 承蒙宗主厚爱。 他拱手作衣, 目光又落在了身旁的白颖若身上, 轻声说道, 不过, 晚辈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哦? 古梁宗主面露疑惑之色, 不知我们二人能否一同败入七星宗。 徐天的话语中带着几分期盼, 古梁宗主笑意盈盈, 似乎这样的请求, 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大事。 他捋了捋面前的一小撮胡须, 悠然道, 这倒也并非难事, 想必你身边这位姑娘也绝非耻中之物。 正当徐天心中稍感宽慰之际, 古梁宗主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一样。 这位姑娘可是灵根不全, 白颖若的眼神瞬间变得飘忽不定, 轻声道, 前辈所言极是。 则啊! 古梁宗主面露难色, 我虽看中夜天小有的资质, 但七星宗有明文规定, 不收等闲之辈。 古天凤眉头紧锁, 焦急地说道, 父亲就不能破例一次吗? 古梁宗主长叹一声, 若只是资质平庸也就罢了, 可灵根残缺无法继续修行, 这事着实难办。 徐天眼见古梁宗主面露为难之色, 无奈地摇了摇头, 若是如此, 便不为难古宗主了。 白颖若听出了徐天话中的意思, 心中满是愧疚。 他紧紧握着徐天的手, 深情地说道, 能得古宗主青睐, 实乃大幸。 你不必为了我而放弃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父亲, 您秀为高深莫测, 难道就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帮助白姑娘吗? 古天凤焦急地恳求道, 古梁宗主无奈地摇了摇头, 眼看着徐天即将转身离去, 他突然灵光一闪, 我倒是想起一人。 这句话如同一束光芒, 瞬间点燃了三人心中的希望之火。 他们纷纷将目光投向古梁宗主, 眼中满是期待。 古梁宗主缓缓道来, 当年太阴国经线上古修士动天伏地, 我曾随师父一同前往。 在那里, 我遇到了一个名曰奇云居士的化神修士。 师父与那人有些交情, 据说那人便是灵根残缺, 但似乎创造了一种神奇的功法, 从而补全了灵根。 古天凤听完之后, 眼睛一亮, 那岂不是有办法解决了? 然而, 古梁宗主却又叹了口气, 可你师祖如今已经闭关五十多年了, 也不知何时能出关啊。 第四十六章, 母亲何故如此? 徐天宇白颖若眼中的光芒, 宛如夜空中流星般一闪即逝, 瞬间暗淡, 仿佛被无尽的黑暗吞噬。 既如此, 那我们这晚辈便只好再去另寻他法了。 徐天的话语中带着一丝无奈与不甘。 古梁宗主眉头紧锁, 心中权衡再三, 终究是不愿轻易放弃徐天这颗潜力无限的修真戒心苗。 二位且慢, 荣本宗再细细思量几日。 或许, 我宗门的老祖会有其他的气策。 古天凤健壮, 连忙宽慰道, 叶大哥请放宽心, 既然前人有类似困境, 亦能寻得转机。 想必白姑娘的灵根也并非全无补救之法。 嗯。 徐天重重地点了点头, 心中的希望之火, 因着微末的线索而再次熊熊燃起。 三人缓缓走出天书门, 步伐中带着几分轻松, 话题也转到了即将到来的天罡对决上, 仿佛一切烦恼都已随风而去。 就在这时, 一名女子欲见而来, 见光如龙, 气势非凡, 正是那日神秘莫测的卢亚长老。 即便是静在咫尺, 也无人能窥见其真容, 仿佛她的面容被那层面纱所笼罩。 古天凤连忙跑上前去, 恭敬地行礼, 母亲大人安好。 嗯。 卢亚长老只是冷冷地应了一声, 甚至连正眼都未瞧她一眼, 便静止与她擦肩而过, 仿佛她是空气一般。 七日后便是儿子的生辰, 母亲大人可还记得。 古天凤满怀期待地问道, 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 然而, 卢亚长老似乎对此毫不在意, 只是脚步微微一顿, 回头瞟了她一眼, 便再次转身离去, 未留一言一语。 古天凤的眼中闪过一丝泪光, 心碎成无数碎片, 眼神却仍痴痴地停留在卢亚长老的背影上, 直到她完全消失在视线之中。 而此刻的卢亚长老眼中一饱含热泪, 心中默念, 三日后, 也是她的生辰, 不知她此刻身在何方, 是否安好。 徐天看着这一幕, 心中满是疑惑与不解, 却不知该如何开口安慰古天凤, 只能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古天凤却强颜欢笑, 将心中的忧伤深藏。 叶大哥不必为我担忧, 我母亲向来如此, 或许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 惹她不高兴了吧? 她这句话, 虽然带着笑意, 却更显得她内心的脆弱与无助, 让人忍不住心生怜悯。 叶大哥, 你快去休息吧。 说完, 古天凤便快步离去, 仿佛是在逃避什么。 白颖若看着古天凤的背影, 眼中透露出几分同情与感慨。 难怪都说儒雅长老性情古怪, 连对自己的亲儿子都如此冷漠, 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外人呢? 两人虽然对古天凤的遭遇深感同情, 却似乎忘记了, 他们自己也是漂泊无一的可怜人。 演舞场上, 狂风呼啸, 似在为即将爆发的大战奏响续曲。 孙飞星与萧一辰如两头太古凶兽对峙, 目光交汇间, 空间仿若都要被那无形的气势碾碎。 萧道友, 请指教。 孙飞星微微躬身, 谦逊之态, 难掩眼眼底那如燎原烈火般的战役, 那是一种即便压抑, 也能让人心惊的力量。 萧一辰冷哼, 刹那间身形如烟云消散, 只欲一道残影在空气中闪烁, 如梦似幻, 似有魔力。 引得观众席上一片哗然, 适应顿竹。 这速度, 简直超多想象。 有人瞪大双眼, 满脸震撼的高呼。 孙飞星却神色不变, 眼眸如电, 似能洞穿一切虚妄。 只见他身形一侧, 动作流畅自然, 宛如淋鱼细雨水中, 轻松避开萧一辰这灵力一击。 哼, 不过如此。 七星剑法, 第一势, 星芒出战。 孙飞星嘴角上扬, 双手结印, 瞬间剑芒如, 繁星闪烁, 朝萧逸臣刺去。 每一道剑光都似有灵智, 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 萧逸臣身形闪动, 显之又显低避开。 孙飞星剑招不停, 七星剑法。 第二势, 星雨分落。 刹那间, 剑如咒雨, 密密麻麻的笼罩向萧逸臣, 仿若一片璀璨星河坠落人间。 萧逸臣眼神一领, 急速后退, 同时双手快速结印, 周身涌起一股森寒之力, 化作冰霜铠甲。 寒冰护铁。 剑光与冰霜相遇, 发出滋滋声响, 宛如冰火之灵, 在激烈争斗。 两人激战, 每一次碰撞, 都如星辰碰撞, 震撼天地。 观众们心跳加速, 惊叹声如雷。 战况愈演愈烈, 孙飞星猛地睁眼, 大喝一声, 七星剑法, 七星要事。 只见七道剑光冲天起, 如七条怒龙, 光芒璀璨, 似要撕裂苍穹。 七道剑光相互交织, 化作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 朝着萧逸臣轰去。 这剑法, 太可怕了。 观众中有人颤声说道, 萧逸臣脸色巨变, 全力调动灵力抵抗, 可在这七星要事的威力下, 他的防御如宝纸般脆弱。 最终, 在剑光的冲击下, 萧逸臣被击飞出去, 重重地摔落在地, 剑起一片尘土。 孙飞兴晋级四强。 长老威严的声音响起, 演舞场瞬间沸腾, 欢呼与呐喊交织, 仿若胜利的战歌。 另一边战场上, 古天凤与莫云轩的战斗一触即发, 气氛紧张得如同攻险紧绷。 莫兄, 请指教。 古天凤微笑着轻挥长剑, 渐渐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弧线, 似韵含着天地治理, 战斗的失忆与杀鸡在这一挥间竞陷。 莫云轩神色凝重, 缓缓抬手, 与大地沟通, 随着一声低鹤, 地面震动, 土黄色光芒涌现, 汇聚成古朴神秘的土灵铠甲。 七星剑法, 第一是, 星辉出现。 古天凤身形如流星, 剑化星光, 直击莫云轩。 莫云轩面不改色, 结印鹤道, 土墙竹, 土墙拔地而起, 尖如磐石, 挡住古天凤的剑招, 火星似剑, 宛如烟火。 古天凤身形翻转, 七星剑法, 第二是, 星河道挂。 剑光如银河倾泻, 气势磅礴。 莫云轩双手一挥, 泥土化作巨大土灵之手, 与剑光交织, 轰鸣声中, 战场颤抖, 仿若天地都在为之呐喊。 战斗愈发激烈, 两人昭示精妙, 令人目不暇接。 激战至白热化, 古天凤身形骤停, 如轻松毅力。 他常见斜指地面, 剑亦与星辰共鸣, 整个人仿佛与天地相容。 七星剑法终极是, 七星连珠。 古天凤大鹤, 双目如电。 七道剑光如宇宙星辰连为一线, 带着毁灭之力冲向莫云轩, 呼啸声如死神降临。 莫云轩深知此招威力, 全力防御, 可土灵光照在剑光轰击下, 如泡沫般破碎。 七道剑光击中莫云轩, 他身形矩阵, 一口鲜血喷出, 眼神不甘, 最终倒地。 古天凤收剑归翘, 微笑灿烂如羊, 此战彰显其强大实力, 成功晋级四强。 对决结结束, 宗门举行抽签仪式。 林宇晨与古天凤, 徐天与孙飞星成为下一轮对手, 宗门上下热血沸腾, 期待新的精彩战斗。 徐天皱眉, 孙飞星的七星剑法不容小觑。 第47章 妖女, 看招! 古天凤身姿挺拔如崇山峻岭, 矫剑灵动, 刺裂暴及持。 那双眸之中, 灵力之光犹如破晓之剑, 能洞穿虚空, 让风云未知色变, 犀利程度, 令人叹为观止。 他的气场仿佛风暴之星, 狂暴而汹涌。 犹如无数风暴在演舞场中肆虐, 将周遭空气搅得粉碎, 威势惊人。 而对面的林雨晨, 神色淡然若水, 平静之下, 却暗藏惊涛海浪。 那压迫感, 犹如太古神山压顶, 让人灵魂颤抖, 喘不过气。 大师兄, 得罪了! 古天凤一声朗鹤, 声音如红中大驴, 回荡在演舞场上空, 震战人心。 林雨晨微微汗手, 神色平和, 而话语坚定。 小师弟, 师兄可不会手下留情。 话音未落, 战斗瞬间爆发, 犹如混沌初开, 光芒与力量交织在一起, 如怒海狂涛, 汹涌澎湃。 然而,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 战局在瞬息之间, 便以尘埃落定。 林雨晨身形快若闪电, 昭示灵力如流星滑坡夜空, 仅一道残影闪过, 古天凤便如断翅之音, 重重衰落。 这画面快得如同幻影, 观众们甚至来不及眨眼, 震撼便已如潮水般汹涌而来, 灵力波动如海啸鱼波, 在演舞场上久久回荡。 天哪,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眼花了吗? 一位观众瞪大双眼, 满脸惊骇, 如见鬼魅般扯着身旁之人的衣袖, 手上青筋抱起, 仿佛要将衣袖扯碎。 刚刚那是什么? 我都没看清, 古天凤就败了。 林雨晨这家伙, 到底是什么怪物? 一个年轻修饰满脸惊恐, 嘴巴大张, 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仿佛见到了世间最不可思议之事。 这不可能。 古天凤那般强大, 怎会在一瞬间就被击溃?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用力揉着眼睛, 浑浊的眼眸中满是震惊。 他试图确认, 眼前这一切是否只是虚幻的错觉, 可那残酷的现实, 却如重锤般一次次敲打着他的心神, 让他无法接受。 徐天也是一脸惊恶, 呆立当场, 难难自语。 这林雨晨的实力, 太恐怖了。 这到底是何种逆天之力, 竟能如此迅速地结束战斗, 仿佛打破了天地规则, 颠覆了常理。 白颖若玉手轻眼红唇, 美眸中满是诧异之色。 太快了, 完全超乎想象, 这一非寻常战斗技巧所能企及, 此乃绝对的实力碾压, 让人心声敬畏。 与其惊讶, 不如想想, 接下来咱们怎么玩? 孙飞星嘴角含笑, 捂着嘴巴打断二人, 眼中闪烁着脚侠的光芒, 仿佛早已胸有成竹。 徐天眉头一皱, 眼中闪过一丝脑木, 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旋即率先出手。 几道青紫色光芦如绝世凶刃般, 从他手中劈出, 划破空气, 发出尖锐的呼啸声, 如狂龙出海, 气势汹汹地直逼孙飞星而去, 仿佛要将天地都割裂开来。 然而, 孙飞星只是轻轻一挥手中长剑, 动作优雅而从容, 仿若在翩翩起舞, 那看似随意的一挥, 却如有一种神秘威力, 竟将那灵力无比的光刃尽数挡下。 光刃与剑身相交, 剑起一串串绚烂的火花, 如璀璨烟火般在烟舞场上空绽放, 美不胜收。 叶道友, 怎么这么猴急啊? 孙飞星声音魅惑如魔音贯耳, 言语间透着轻薄之意, 似要扰乱徐天的心绪, 让他方寸大乱。 徐天愈发恼怒, 手中长剑猛灰, 数道剑气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张巨大的灵力之网。 每一道剑气都蕴含着毁天灭地之威, 裹挟着汪洋般浩瀚的灵力, 整个阎舞场都在这鼓力量下颤抖, 仿佛下一刻就要被彻底掀翻。 而孙飞星依旧从容不迫, 神色淡定, 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只见他手中长剑轻舞, 七道璀璨星芒从中射出, 划破长空, 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那声音在阎舞场上空不断回荡, 久久不绝, 仿若远古战鼓在雷动, 奏响着死亡与毁灭的乐章。 这夜天什么来头? 贾丹静, 却能和金丹中期打得有来有往。 观战席上有人满脸不解, 眉头紧皱, 眼中满是疑惑之色, 仿佛见到了世间最不可思议之事。 好像是个散修, 你们不知道吗? 据说他, 还是这七星宗开宗祖师的后人。 旁边一人赶忙回答, 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仿佛发现了什么惊天秘密。 竟有这事, 难怪实力如此惊人。 众人恍然大悟, 眼中满是惊叹之色, 仿佛见到了世间最耀眼的星辰。 交手之间, 孙飞星屡次想要近身徐天, 可每一次都被徐天敏锐地拦截。 那场面仿若灵猫细数, 却又凶险万分, 令人目不暇接。 哟, 就让姐姐摸一下咯。 孙飞星娇笑道, 眼中并无丝毫恼怒之意, 依旧在言语上调戏着徐天, 仿佛要将他玩弄于鼓掌之间。 妖念, 看招。 徐天神色冷峻, 不为所动, 依旧全力以赴, 手中招式愈发灵力, 仿若要将孙飞星彻底镇压, 让他再也无法嚣张。 突然, 徐天施展出一记求天指, 刹那间, 一股神秘伟力如牢笼般将孙飞星牢牢锁住。 孙飞星只觉身体仿若被万千山岳镇压, 动弹不得。 徐天身形一闪, 刹那之间便将锋利地剑架在了孙飞星的脖子上, 寒芒闪烁, 仿若死神之连随时准备收割他的性命。 徐天胜! 随着长老威严的声音响起, 这场对决中有了分晓。 一切尘埃落定, 只留下观众们在那震撼与惊叹中久久无法回神。 叶道友, 可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啊。 林宇晨嘴角勾起一抹弧度, 眼神中既有赞赏也有战役熊熊。 对立而战的徐天则是淡然一笑, 回应道, 林道友过奖了, 您才是七星宗的真龙天子, 让人钦佩不已。 话音未落, 空气中仿佛凝固了一般, 四周的观众秉析一带。 这场天才与散修之间的巅峰对决, 无疑是今日最大的看点。 然而, 就在这微妙的平衡中, 林宇晨突然身形一闪, 一道灵力的灵力如同暗夜中的流星, 悄无声息地射向徐天。 徐天猝不及防, 脚步一个亮呛, 险些失态。 他心中暗惊, 林宇晨的实力果然不容小觑。 当下也顾不得许多, 双手迅速结印, 体内灵力涌动, 九鹰兽灵应声而出, 咆哮着冲向林宇晨。 哼, 雕虫小技, 不过如此。 第四十八章, 不打不相识。 林宇晨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身旁的长剑仿佛有了生命, 化作万千剑影, 每一道都闪烁着寒芒, 精准无误地迎向九鹰。 眼见九鹰被剑影缠绕, 难以脱身, 徐天心中一横, 再次催动灵力, 法印光芒大放, 竟是硬生生地将原本的法阵扩大了一倍, 紧接着, 早使兽灵也轰然登场, 双兽并肩作战, 气势如虹。 天哪, 这小子竟然能同时驾驭两道兽灵, 这。 古梁从座位上猛地站起, 双眼圆睁, 一脸不可思议。 一旁的长老也是面面相去, 随即纷纷点头, 心中暗赞徐天的潜力无限。 高台上, 张静的脸色阴沉地能滴出水来, 心中暗骂不已。 而林雨晨见状, 脸上首次露出了凝重之色, 喃喃自语, 这怎么可能, 连宗门长老都未必能做到的事。 不再犹豫, 林雨晨同样催动灵力, 召唤出穷奇巨兽, 三大寿灵在空中激战, 余波震荡, 整个阎舞场仿佛都在颤抖。 尽管林雨晨修为高深, 一翼敌尔仍显吃力, 他不得不借助腰间的御带。 那云影龙闻御带一出, 瞬间化为一道墨绿色的光幕, 将整个阎舞场的空间折叠扭曲, 徐天只觉四周景象变幻莫测, 难以逃脱。 哈哈, 夜道友, 此刻投降还来得及。 林雨晨得意洋洋, 常见直指徐天。 林雨晨仿佛被某种神秘力量唤醒, 绝神古图猛然展开, 树道锁链如灵蛇般缠绕向林雨晨。 就凭这些? 笑话? 林雨晨身形灵动, 轻松躲避, 步步紧逼。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徐天周身林力暴涨, 仿佛浴火重生, 一双眸子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 他大喝一声, 常见腾空, 化作一道遮天蔽日的剑影, 带着毁天灭地之势, 硬生生地将林雨晨震退。 紧接着, 那去剑斩向光幕, 云引龙闻玉带锁不下的空间秘术, 竟在众人惊恶的目光中轰然破碎。 这, 怎么可能? 林雨晨瞪大了眼睛, 满脸不可置信地望着徐天, 仿佛见证了不可能发生的奇迹。 但他依旧咬紧牙关, 凭借着体内最后一缕摇曳不定的灵力, 挣扎着站了起来。 星河落雨, 给我落。 伴随着他一声低贺, 那气势犹如洪水猛兽, 令人无法闪避。 徐天苦笑一声, 只能调动起全身灵力, 大喝一声, 山河破碎。 刹那间, 无数十字刀影如同鬼魅般在虚空中交织, 与那些光点碰撞在一起, 爆发出耀眼夺目的光芒, 如同夜空中绽放的绚烂烟花, 将整片场地映照得如梦如幻。 这两人, 简直就是棋逢对手, 降与良才啊。 有人忍不住惊叹出声, 真不知道这夜天究竟是如何修炼的, 竟然能够与七星东的大师兄林雨晨 打得难解难分, 真是了不起。 高台之上, 邱波长老眼中闪烁着欣赏的光芒, 缓缓说道, 这夜天天赋一禀, 我天际门若是能够得到它, 必然是如虎天意。 古良长老却是眉头紧锁, 与其中带着一丝急切, 恐怕要让邱波长老失望了。 依我看, 夜天小友与我天书门才是天作之和。 我觉得, 还是天旋门更适合他。 哎呀, 还是我遥光才是他的上上之选。 二人之间的激战持续了许久, 终于, 随着灵力的枯竭, 他们再也无法维持攻势, 纷纷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徐天强忍着疲惫, 勉强站稳身形, 对着林雨晨拱手道, 林道友实力非凡, 在下佩服。 林雨晨也是气息奄奄, 但仍强称着孝道, 夜道友更是天资卓月, 区区贾丹之敬, 竟然让我这个七星宗大师兄 都应付得如此吃力。 眼看二人都已无力再战, 古梁长老终于站起身来, 朗声宣布, 哈哈, 依本宗之见, 此次比试便算作夜天和林雨晨平手。 如何? 此言一出, 众人皆是面面相去, 要知道, 在七星宗的历史上, 任何比试都从未有过平手之说。 林雨晨却是眉头微皱, 道, 师父, 可是这法宝只有一个呀。 古梁长老闻言也是有些为难, 若是真的并列第一, 那这奖赏该如何分配? 就在这时, 徐天却忽然开口, 这法宝便让雨林凶吧。 在下能够撞到现在, 已经是侥幸之至。 林雨晨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心中不禁暗自思量, 他究竟为何如此? 难道不是为了这法宝来? 但面上却是连忙道谢, 生怕徐天会反悔。 古梁长老见状也是露出欣慰的笑容, 叶天, 既然你如此身兵大义, 那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出来, 本宗一定尽力满足你。 在下只希望宗主能够信守承诺, 祝白颖若重塑灵根。 白颖若闻言, 眼中泪光闪烁, 心中满是感动。 古梁长老则是神色温和地点了点头, 这件事, 本宗已经答应你了。 既然你别无他求, 那本宗便赐你三颗凝气丹作为补偿, 祝你早日结丹。 徐天接过古梁长老隔空递来的丹药, 心中满是感激。 这些日子, 你就先在七星宗委屈委屈, 等白姑娘的事一了, 若诸位长老便跟炸了锅似的一个个争先恐后, 恨不得立马将徐天抢到自己麾下。 可徐天却是个有情有义之人, 他坚定地说道, 只要宗主能帮阿若重塑灵根, 晚辈就算败入天书门, 也是心甘情愿。 这话一出, 众长老纷纷摇头叹息, 脸上写满了惋惜。 最终, 莫云轩被天机门收入囊中, 萧逸臣则归了天玄门, 其他那些资质还不错的散修, 大哥, 你可真是威风八面啊, 连大师兄都能打个平手, 小弟佩服得五体投地。 徐天却是个低调之人, 他微微一笑, 谦虚道, 哪里哪里, 不过是侥幸罢了, 若非如此, 我哪能有机会。 这时, 林宇晨取了宝剑过来, 一脸诚恳地向徐天致谢。 叶兄, 你心胸宽广, 将这碧云剑都让给了我, 小弟再次谢过了。 徐天本就对这炳剑没什么兴趣, 他笑着说道, 林兄剑法抄群, 这碧云剑跟了你, 才算是找到了真正的主人。 叶兄太客气了, 林宇晨也是个爽快之人, 他拍了拍徐天的肩膀, 以后再欺心踪, 若是有啥麻烦, 尽管开口, 林某定当顶力相助。 两人聊得投机, 倒像是不打不相识的挚友一般, 气氛融洽地让人羡慕。 第四十九章, 宁洁金丹。 徐天借助古良那日慷慨赠予的宁气丹, 踏上了冲击金丹的征途, 心中既有忐忑又满怀期待。 大哥, 还在闭关之中吗? 古天凤步入徐天外门的简陋居所, 向白颖若轻声询问。 白颖若轻轻摇头, 眉宇间透着一丝忧虑, 还未见出来, 已经足足十几日了。 无需过于忧虑, 叶大哥天赋非凡, 此番闭关并会马到成功。 古天凤话音未落, 白颖若微微汗手, 心中也暗自其愿。 是的, 他一定会成功的。 对了, 你来此地有何要事? 古天凤面上洋溢着喜悦之情, 达到, 圣灵老祖与齐云居士有所交情, 听闻他近期正在冰关国游历, 以派遣弟子前去拜访, 希望能得见前辈风采。 白颖若闻言, 眼中闪过一丝期盼, 但随即又暗淡下去, 不知前辈是否愿意垂青于我。 古天凤见状连忙安抚, 齐云居士虽有些不尽人情, 却渴望将自己的秘法传承下去, 想来阴无大碍。 二人正言谈间, 屋内猛然间涌动起一股磅礴的灵力波动, 犹如山红爆发, 势不可挡。 一道青紫色的光芒滑破天际, 直冲云霄, 耀眼夺目。 外门弟子们纷纷驻足, 抬头仰望那直插云霄的光柱, 惊叹连连。 难道有人正在接单? 一人惊讶地喊道, 外门之中, 何人能有如此惊人的资质? 莫不是那位叶天? 我记得他近日在外门暂住。 如此声势浩大, 恐怕真是他无疑了。 难怪宗主对他青睐有加。 徐帖的居所外, 众弟子越聚越多, 将此地围得水泄不通。 哼, 你们这些人在此作甚? 张俊一脸傲慢地走来, 语气中满是轻蔑, 不就是结单吗? 有何可看? 白颖若见张俊神色不善, 心中生起一股警觉。 你来此有何目的? 白姑娘何必如此紧张? 我不过是来看看叶道友的结单过程, 是否会出现什么意外罢了。 张俊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师兄, 你这是在咒谁呢? 古天凤挺身而出, 挡在房门前, 双眸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生怕张俊那丝会趁机搞破坏。 嘿, 师弟啊, 你怎么老是向着外人? 我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 咱们师兄弟几个, 除了大师兄一举结单, 你我哪个不是几经波折才成功? 张俊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徐天的亲密, 仿佛徐天在他眼中只是个不值一提的蝼蚁。 然而, 就在这时, 那原本直冲云霄的灵力光柱, 却如昙花一现, 瞬间消散的无影无踪。 张俊见状, 脸上顿时浮现出一抹得意之色, 仿佛奸计得逞了一般。 哼, 我就知道, 这废物怎么可能一次就成功结单? 说完, 他便洋洋得意地扭头离去, 留下一群看热闹的外门弟子也随之散去。 白颖若和古天峰的脸上都露出了一丝遗憾和担忧, 仿佛在为徐天的不幸感到难过。 然而, 就在这时, 一个弟子突然高声喊道, 快看, 这次的灵力波动更强烈了。 张俊闻言, 不禁回头望去, 只见一道更为粗壮的灵力光柱直冲天际, 将屋顶都掀了个底朝天。 那浑厚的灵力波动, 让张俊心中不禁生出一丝恐惧。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张俊瞪大了眼睛, 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房屋的四壁在巨大的灵力冲击下轰然炸开, 木屑四溅。 窥的古天峰反应迅速, 以灵力为影, 将那些木屑稳稳地控制住了, 没有让它们造成更大的破坏。 一道身影猛然自破碎的巫射中冲天起, 犹如蛟龙出海, 气势磅礴, 但那身影稳稳悬浮于半空, 众人才看清, 竟是徐天。 它周身环绕着浓郁的灵力, 如同被掀气包裹, 修为气息之强, 赫然已超越了金丹之境, 仿佛踏入了另一个天地。 哈哈, 张军道友, 恐怕让你失望了。 叶某, 已成功凝结金丹。 徐天的话语不急不缓, 却蕴含着难以言喻的威严与自信。 张军脸色殷勤不定, 望着徐天那高高在上的身影, 心中惊涛海浪。 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谄媚道, 哎呀, 我就知道叶道友天赋一柄, 必能成功。 这不, 我特意来祝贺夜道友洗洁金丹。 然而, 徐天心中明静似的将张军的虚伪尽收眼底。 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声音低沉而有力, 张军道友, 你的变脸之术倒是炉火纯青, 若非亲耳所闻, 我还真不敢相信。 话音未落, 徐天周身灵力涌动, 一股无形的威压笼罩全场, 让张军心头一沉, 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深知此时已无法再逗留, 只好灰溜溜地找个借口逃离现场。 徐天收回目光, 温柔地看向一旁的白颖若, 轻声道, 阿若, 这几日让你为我担忧了。 白颖若微微一笑, 眼中满是柔情, 只要你没事, 我便心安。 嗨嗨。 这时, 古天凤的咳嗽声打破了二人之间的温馨氛围。 徐天这才意识到, 自己还忽略了这位好兄弟。 哦, 对了, 贤弟有何事? 徐天转头看向古天凤, 眼中带着几分歉意。 古天凤脸上露出喜色, 连忙道, 我父亲说, 他有办法联络到奇云居士。 徐天一听, 心中大喜, 一把抓住古天凤的肩膀, 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真的吗? 他好了。 天凤, 你真是我的福星。 古天凤被徐天这一抱弄得有些茫然, 带他反应过来, 连忙从腰间取出一枚金光闪闪的令牌, 解释道, 这是藏宝阁的通行令牌, 金牌级别, 你拿着它, 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功法。 徐天望着手中的令牌, 心中五味杂陈。 他深知这份礼物的重量, 也明白古天凤及其父亲的厚望。 他由于片刻, 终是坚定地点了点头, 天凤, 这份恩情我记下了, 日后无论我身在何方, 定不会忘记你们的恩情。 古天凤见状, 心中也是一阵欣慰。 他拍了拍徐天的肩膀, 笑道, 兄弟之间, 何须言线? 你只需记得, 无论何时何地, 我们都会支持你。 第五十章, 狐族公主还活着? 三日之后, 古天凤带着徐天和白颖若 来到了这座传说中的藏宝阁前。 藏宝阁, 那座屹立于宗门七门交汇的 林书之地的宏伟建筑, 形如七星连珠, 巍峨挺拔, 直插云霄, 仿佛要捅破天际。 隔体由千年寒铁 与珍锡零石交织铸就, 外表闪烁着淡淡的灵光。 犹如夜空中最耀眼的星辰, 即便在白昼之下, 亦能吸引无数修仙者的目光, 让人心生向往。 隔顶之上, 镶嵌着一颗巨大的夜明珠, 散发着柔和的光芒, 为藏宝阁增添了几分神秘与高贵。 四周, 茂密的灵植环绕, 这些灵植不仅美化了环境, 更形成了天然的防护屏障, 使得藏宝阁内的灵气更加浓郁纯净, 仿佛每一口呼吸都能让人修为大增。 一条由轻石铺就的通道直通大门, 两旁矗立着庶尊栩栩如生的灵兽雕像, 他们或威严或灵动, 守护着这片圣地, 让人心生敬畏。 这便是藏宝阁了, 叶大哥和白姑娘随我一同进去吧。 古天凤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激动, 这些灵植? 徐天不解, 在元初界, 天地灵气早已枯竭, 怎会遇出这些灵植? 古天凤解释道, 虽说天地间灵气枯竭, 这些灵植可都是遥光门的同门以灵力滋养的。 他一脸骄傲, 接着道, 这些不过是装饰, 遥光门可是有着于东府最大的灵植药源。 徐天这才了然, 原来这些都是人工培育的, 终于理解了丹药的珍贵。 进入藏宝阁, 只见里面弟子众多, 却初期的安静, 每个人都沉浸在手中的书本中细细越览。 一层整整齐齐地摆着许多书架, 书架上的书籍塞得满满当当, 仿佛知识的海洋让人目不暇接。 这些都记载着什么? 白颖若好奇地问道, 哦, 这些都是宗门老祖长老们总结的修行经验, 有一些公式总结和习题册。 古天凤解释道, 语期中带着一丝自豪。 徐天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秘籍, 翻开一看, 竟然写着论函数单调性。 他心头一震, 瞬间明白了七星宗为何能在于东府屹立不倒。 原来是因为历代老祖将他们的修行心得和智慧 都凝聚在这些典籍之中流传后世。 古天凤领着他们逐层参观, 一层是筑基期的树里修行秘籍, 二层则是金丹期的知识宝库, 三层则是元英期的智慧殿堂。 至于那传说中的第四层, 则是宗门至高无上的功法传承。 据说, 以往只有宗门长老或是立下赫赫战功的弟子, 才有资格踏入这片圣地。 而今天, 古梁竟然让徐天也一同前来, 这份器重让徐天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咦? 为何第三层的秘籍如此之少? 徐天好奇地问道, 古天凤摇了摇头, 猜测道, 或许是因为元英期的修行太过艰难, 能够总结出来的经验也就相对稀少吧。 参观完毕, 他们正准备离开藏宝阁, 却迎面遇上了林雨晨。 小师弟, 刘破! 林雨晨热情地招呼道, 徐天拱手笑道, 真是巧啊, 林兄, 好久不见。 林雨晨也客气地回应, 眼神却紧紧盯着徐天, 惊讶道, 叶兄, 你, 你竟然结单了? 徐天微笑着点了点头, 古天凤迫不及待地问, 大师兄, 你来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林雨晨正色道, 天书门来了两位元英期的修士, 师父让我来请你们过去。 徐天心中咯噔一下, 难道他们是奇云居士派来的? 别愣着了, 既然师父找我们, 我们赶紧去吧。 徐天催促道, 在天书门的大殿上, 他们恭敬了行礼。 古良向他们介绍道, 这两位便是奇云居士座下的高徒, 云深和云妙, 他们再次恭敬了行礼。 云深冷冷地开口问道, 哪位是古宗主所说的, 林根残缺的弟子? 白颖若上前一步, 轻声答道, 正是晚辈。 云深和云妙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 对视一眼后点了点头, 师父愿意收你为徒, 你可愿意随我们去冰关。 白颖若犹豫地看了看徐天, 古良健壮, 劝说道, 冰关国是三级修真国, 那里机缘众多。 等你修为有成, 再回来找徐天也不迟。 徐天朝白颖若点了点头, 他才下定决心, 晚辈愿意, 不知何时启程。 现在? 云深和云妙的回答简洁明了, 突如其来的离别, 让白颖若心中充满不舍。 他抚摸着徐天的脸庞, 深情地说, 等我重塑林根, 一定回来找你。 云深和云妙带着白颖若向外走去。 徐天却觉得他们二人有些古怪, 忍不住问道, 不知齐云前辈的重塑林根之法, 是否会有反噬之鱼? 云妙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若有质疑,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徐天无奈,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白颖若消失在天际。 古良拍了拍他的肩膀, 安慰道, 齐云居士修为高深莫测, 白姑娘一定会没事的。 想到白颖若即将实现心愿, 徐天的心情也稍微放松了一些。 古天凤激动地拉着他的手说, 太好了, 以后叶大哥就是我们的师兄弟了。 古良哈哈大笑, 从今天起, 我门下就有林语辰, 张灵, 凤儿, 和你四位天骄了。 日后七星宗的发扬光大, 就靠你们了。 徐天恭敬地跪拜在地, 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古良欣喜若狂, 从怀中掏出五张天雷破鞋符, 这是为师给你的见面礼。 徐天连忙拱手推辞, 上次师父赐予的宁气丹, 已经是莫大的恩赐了, 弟子知足了。 林语辰见状, 将符纸硬塞到徐天手中。 叶师弟, 师父如此器重你, 你怎能服了他的好意? 对啊对啊, 大哥你就收下吧。 古天凤也附和着, 徐天无奈地笑了笑, 最终还是收下了这天雷破鞋符。 孙飞心脚步匆匆, 带着一抹慌乱的神色踏进了大殿之内, 她的声音因急切而略显颤抖。 宗主大人, 紧急请报。 我御衡门探子近日探查道, 那狐族公主竟然并未陨落, 而是隐匿在了哀劳峡谷的幽深之处。 古梁宗主闻言, 眉头紧锁, 仿佛能夹死一只苍蝇。 他沉身问道, 哦, 此事可真? 那日张敬长老不是信誓旦旦, 声称那妖娆狐妖已被他一箭封喉, 彻底除去了吗? 孙飞心心头一领, 连忙躬身达道, 弟子也是满心疑惑, 但情报确凿无疑, 此事关乎我宗门安危, 不敢有丝毫隐瞒。 还请宗主大人, 及诸位长老, 慈悲为怀, 赐下妙计, 以绝后患。 古梁的目光在殿内众人身上一一扫过, 最终定格在徐天等几位得力助手的身上。 他的声音沉稳有力, 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叶天, 你们几人速速行动, 即刻前往各大门派, 恭请各门长老, 历临天书门。 此事关乎整个于东府的安宁, 我们必须联手, 共伤大计, 制定出万全之策, 将那狡猾的狐族公主彻底揪出, 绳之以法。 徐天等人闻言, 神色一领, 随即领命而去。 大殿之内, 只留下古梁宗主一人, 他凝视着窗外翻滚的云海, 心中暗自思量, 这次定要将那九尾狐族一网打尽。 第五十一章, 妖影弥宗。 天书门大殿之中, 古梁宗主端坐守卫, 面容犹如万古寒冰, 威严之气如狂风骤雨, 席卷整个大殿, 令空气都为之凝固。 两旁, 六门长老如重心拱月, 神色斑斓, 却无一步透露着凝重与庄严。 天玄门的张敬长老, 眉宇间倾锁着忧虑的云雾, 心中暗自盘算, 上次说是将那画形大妖斩于剑下, 但万一宗主追究起来。 他眼中闪过一抹决绝, 紧握的拳头如同磐石, 彰显着不屈的意志。 紧接着, 天玄门的秋波长老挺身而出, 身姿挺拔, 宛如轻松, 屹立于风雪之中。 表面平静如水, 内心却波涛汹涌, 权衡着利弊的天平。 此行危机四伏, 但若任由那画形大妖成长, 后果不堪设想。 他的目光坚定如炬, 只是宗主, 仿佛要将决心烙印在其心间。 众长老中, 有的面露忧色, 为同门的安危忧心忡忡, 有的则一脸信任, 深知张静与秋波的非凡实力。 宗主微微汗手, 目光如炬, 扫尸众人, 有你们二位出马, 本宗自然放心。 此行哀劳峡谷, 务必小心为上。 狐足狡诈, 尤其是那画形的公主, 更是棘手。 堂下弟子闻言, 顿时议论声四起, 如同春风拂过湖面, 激起层层涟漪。 年轻弟子们, 有的面露巨色, 心跳如骨, 仿佛怀揣着一只小鹿, 哀劳峡谷。 又是那个令人胆寒之地。 旁边的师兄, 则轻轻拍打着他的肩膀, 虽内心同样紧张, 却故作镇定。 别怕, 有两位长老在, 我们修仙之人, 降妖除魔, 本就是天职。 更有热血沸腾的弟子, 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仿佛看到了阳明立万的曙光, 终于有机会大展拳脚, 若能擒祝狐足公主, 必将名震四方。 是。 张静长老与秋波长老齐声应命, 声如红中, 震撼人心。 众人得令, 如同离弦之剑, 直奔哀劳峡谷而去。 踏入峡谷腹地, 一股阴森之气扑面而来, 仿佛置身于幽名鬼域。 四周怪事临巡, 宛如怪兽张牙舞爪, 欲要将一切吞噬。 弟子们不自觉地握紧手中武器, 警惕地环顾四周, 生怕稍有松懈, 便落入万劫不复之地。 张静长老走在前方, 灵力如枝, 化作一层防护结界, 将众人紧紧包裹。 大家莫慌, 紧跟我和秋波长老, 切莫走散。 他低声叮嘱, 声音虽轻, 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秋波长老则时刻留意着周围的动静, 他深知这峡谷之中暗藏杀鸡, 稍有不慎, 便可能万劫不复。 突然, 一阵阴风吹过, 风中夹杂着隐隐的呼啸之声, 如同幽灵的低语, 令人毛骨悚然。 弟子们脸色大变, 有的甚至开始瑟瑟发抖。 哼, 不过是些雕虫小技。 张静长老冷哼一声, 手中灵箭一挥, 一道灵力如闪电般 斩向风声传来的方向。 刹那间, 一只小狐妖献出身形, 惨叫一声后化为飞灰。 莫要被这些小喽啰乱了心神。 我们的目标是, 狐足公主。 邱伯长老大声喝道, 声音在峡谷中回荡, 如同雷鸣般震耳欲聋。 然而, 随着众人深入峡谷, 呼啸声越来越多, 周围的迷雾也越来越浓。 不少弟子开始出现幻觉, 有的看到了亲人的呼唤, 有的看到了自己最恐惧的场景。 张静长老与邱伯长老忙施展清新咒, 帮助弟子们稳住心神, 如同灯塔指引着迷失的航船。 长老, 这峡谷太诡异了, 我们真的能找到狐足公主吗? 寒一满脸担忧地问道, 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 张静长老神色坚定如磐石, 我们必须找到他。 就在这时, 前方迷雾中出现了一双双忧虑的眼睛, 如同鬼火般闪烁, 令人心生寒意。 那些眼睛逐渐靠近, 众弟子纷纷拔剑出鞘, 严阵以待, 仿佛即将面临一场生死决战。 徐天紧握着手中的剑, 手心已满是汗水。 他虽紧张, 但眼中却透着一股不屈的倔强。 身旁的大师兄林宇辰一脸严肃, 低声对徐天说, 小师弟, 一会儿紧跟在我身后。 声音虽轻, 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古天凤神色傲然, 看着那忧虑的眼睛, 不懈地哼了一声。 不过是些狐妖, 看我将他们一网打尽。 话语中充满了自信与霸气, 大师姐张灵白了他一眼, 别轻敌, 这里处处是危险。 如同警钟般在众人耳边响起, 张军站在父亲张静长老身后, 全然没了往日那般神气。 孙飞心瞧着他这样, 不免讥讽, 废物。 话语尖锐如刀, 刺痛着张军的心。 天机门的寒仪和莫云轩相互对视一眼, 从彼此眼中看到了凝重与决心。 莫云轩低声道, 这次可真是棘手。 声音虽低, 却透露出不容小觑的力量。 韩一微微点头, 手中的法掌握得更紧了, 仿佛要将所有的力量都凝聚在这一刻。 萧一辰皱着眉头, 他感受到了这股狐妖群的强大气势, 心中暗自警惕。 为天拳门的玉舔心默默运转灵力, 准备随时应对攻击, 如同近代猎物的猎豹。 啊我! 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狐豪, 狐妖群如潮水般涌来。 张靖长老和邱伯长老率先出手, 灵力如绚烂的光弧冲向狐妖群, 如同滑破夜空的流星。 林宇晨大喝一声, 带着徐天冲向一只扑来的狐妖。 他的剑法灵力如风, 瞬间将那狐妖击退, 仿佛是在为众人树立榜样。 古天凤也不甘示弱, 他手中的法宝散发出耀眼光芒, 所到之处狐妖惨叫连连, 仿佛是在为这场战斗增添一抹血腥的色彩。 张靖和孙飞心相互配合默契无剑, 张靖的长鞭如同灵蛇般困住狐妖, 孙飞心则用剑给予致命一击, 两人一攻一守, 仿佛是天作之合。 张巨与萧一辰背靠背, 抵御着周围的狐妖。 他们的身影在狐妖群中穿梭如飞, 剑法灵力如电, 将一只只狐妖斩于剑下。 寒衣施展法术, 一道道冰锥射向狐妖, 如同冬日里的寒风刺骨。 莫云轩则在一旁保护他, 防止狐妖偷袭, 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玉舔心身形如电, 在狐妖群中穿梭自如, 所过之处血花飞溅, 如同修罗场上的死神。 狐群如潮水般褪去, 那一双双忧绿的眼睛消失在迷雾深处, 只留下一片死寂。 众人皆以为狐足胆怯, 士气大震, 当下决定乘胜追击。 为了探寻更多线索, 张静长老和邱波长老决定兵分几路, 对崖壁上那些疑似藏有秘密的洞穴展开探查。 众人如同猎人般, 小心翼翼地朝着洞穴摸去。 洞穴内阴暗潮湿, 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 仿佛置身于地狱的深渊。 他们四人背靠背缓缓前行, 灵力在周身流转, 警惕着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 然而, 一番探寻下来, 并未发现任何异常。 林雨晨低声说道, 看来这里没什么线索, 我们走吧。 声音中带着一丝失望。 众人点头正准备离开之际, 一阵浓烈的红烟毫无征兆地 从洞穴深处涌起, 瞬间弥漫了整个空间。 红烟中, 几只巨大的九尾狐若隐若现, 他们那妖野的眸子闪烁着危险的光芒, 仿佛要将一切吞噬。 小心! 徐天大喊一声, 率先挥剑斩向一只扑来的九尾狐, 剑光如电, 瞬间划破了黑暗。 林雨晨, 寒仪和古天凤也迅速反应过来, 纷纷施展法术。 一时间, 洞穴内光芒四射, 法术与狐妖的妖力碰撞在一起, 发出阵阵轰鸣之声, 仿佛要将这洞穴炸裂开来。 几人配合默契, 经过一番苦战, 终于合力斩杀了几只九尾狐。 然而, 当面对最后一只九尾狐时, 情况却发生了突变。 这只九尾狐垂死之际, 突然动用了一种古老而神秘的秘法。 徐天等人只觉眼前一花, 便陷入了一片奇异的幻境之中。 在幻境里, 他们各自被内心深处最恐惧的事物所困扰, 渐渐失去了意识。 也不知过了多久, 徐天迷迷糊糊中听到一个女孩轻柔的呼唤声。 那声音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将她从黑暗的深渊中慢慢拉了回来。 第五十二章, 血战狐妖。 徐天缓缓地睁开了双眸, 映入眼帘的, 竟是那个在哀劳峡谷中被她救下的女子, 芊芊。 芊芊? 你怎么会在这里? 徐天的心中既有惊讶, 又有喜悦。 但随即, 她想起了她当初的不辞而别, 心中不禁涌起一丝怨念。 你当日为何一声不响地就走了? 芊芊的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但很快就恢复了阵点。 她眼眶微红, 仿佛受了莫大的委屈。 柔声道, 那日我被那阵法的力量所迷晕, 醒来时, 你们已经不见了踪影。 这些日子, 我一直在峡谷边缘徘徊, 见七星宗再次出动, 便悄悄地跟了过来。 没想到, 竟然在这里遇到了你。 说着, 她的眼神都变得明亮起来。 徐天看着眼前的芊芊, 心中五味杂沉, 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她的话。 芊芊的美眸流转, 一眼就看出了徐天已经成功结单,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随即称赞道, 叶天, 你竟然已经结单了, 真是了不起啊。 然而, 徐天却无心回应她的夸奖, 她的目光紧紧锁定在芊芊身上, 心中的疑云越积越厚。 她明显感觉到, 芊芊的修为与之前大不相同。 当日相见时, 她不过是住击中期, 如今却变得深不可测, 自己的灵力探查竟然如石沉大海, 毫无反应。 这让徐天心中不仅有些生气, 但更多的是怀疑。 此时, 林雨晨, 韩仪和古天凤仍然昏迷不醒, 被困在幻境之中, 眉头紧锁, 面露痛苦之色。 徐天心急如焚, 她深知, 幻境之中每多停留一刻, 对他们的伤害就会多一分。 无奈之下, 她只能看向芊芊, 请求道, 芊芊, 他们还被困在幻境中, 请你救救他们吧。 芊芊微微点头, 手中法觉变幻, 口中念念有词, 一道柔和的光芒从她的手中涌出, 瞬间笼罩在了昏迷的三人身上。 只见那光芒缓缓渗透进他们的身体, 原本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 不多时, 林雨晨率先醒了过来, 她晃了晃有些昏尘的脑袋, 疑惑地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这是在哪里? 徐天急忙上前扶住她, 关切地询问, 大师兄, 你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林雨晨摇了摇头, 表示并无大碍。 然而, 就在这时, 徐天环顾四周, 却发现芊芊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的眉头紧锁在一起, 心中思绪万千。 她看着刚刚醒来, 还一脸茫然的三人, 最终还是没有把芊芊出现的事情告诉他们。 她只是谎称自己在幻境中找到了一丝破绽, 率先脱困, 这才得以解救他们。 但她心中对芊芊的怀疑却愈发深沉, 她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秀卫会突飞猛进? 又为何再次不辞而别? 这一切的谜团如同重重迷雾一般, 笼罩在徐天的心头, 让她难以释怀。 四人退出洞穴后, 迅速来到了张敬长老指定的集合地点。 搜寻行动已经进行了三日, 看着那些满脸疲惫且一无所获的弟子们, 张敬长老和邱波长老的眉头紧锁在一起, 低声商讨着对策。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 我们不能一直在这里耗着。 张敬长老的面色凝重无比, 邱波长老点头表示同意, 可是如今毫无头绪啊, 也不能让弟子们一直涉险。 最终, 二人决定由张敬长老带领一众弟子留下继续搜寻线索, 包括天玄门所有前来的弟子以及林宇辰、张灵。 这里或许还有潜在的线索存在, 不能轻易放弃。 而邱波长老则带领其余人暂且返回七星宗, 从长计议。 然而, 就在邱波长老带着徐天等人离开不过百里之余时, 众人正急行之际,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切的呼喊声。 众人纷纷回头望去, 只见满身重伤的张俊正拼尽全力向他们追来。 他衣衫褛褛, 血迹斑斑, 气息紊乱。 邱波长老脸色一变, 急忙上前扶住张俊, 焦急地问道, 张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怎么会弄成这副模样? 张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眼中满是惊恐之色, 哭嚎着, 师叔啊! 那划行大妖不知为何突然自己现身了。 身后还带着一大群小妖, 他像是认准了目标一般, 只追着我父亲打。 我父亲他, 他已经处于下风了。 身受重伤啊, 情况危急啊, 恳请长老速去支援啊。 邱波长老一听这话, 脸色瞬间变得铁青无比。 他深知张进长老的实力之强横, 能将其重伤的划行大妖绝对是极为厉害的存在。 当下不再犹豫, 大手一挥, 走, 我们速速折返回去。 众人二话不说, 急忙调转方向, 急匆匆地朝着来时的路赶去。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紧张与担忧之色。 折返回去之时, 眼前的景象令人心惊, 张进长老已然是强弩之末。 只见他身上伤痕累累, 灵力仿佛干涸的泉眼几乎要枯竭殆尽。 邱波长老见状, 怒法冲冠, 一声怒吼, 震战天地。 灵力如同江河决堤, 汹涌澎湃地冲向那只围攻张进的化形大妖, 是要为张进杀出一条血路。 另一边, 古天凤的眼神如阴笋般锐利, 一眼便瞥见了张灵被九尾狐群围困的危急状况。 他心急火燎, 身形化作一道闪电, 瞬间冲入战局。 法宝祭出, 璀璨光芒划破天际, 与九尾狐们展开了激烈的厮杀, 是要保护张灵周全。 徐天和韩仪亦不甘落后, 他们如同两道离弦之剑, 迅速奔向灵宇辰。 此时的灵宇辰正以一己之力对抗树枝狡猾的狐妖, 剑法虽灵力无双, 却也渐渐显露疲态。 徐天和韩仪的加入如同一股新鲜血液注入, 局势瞬间逆转, 三人背靠背, 默契无剑, 与狐妖们展开了生死较量。 这场大战, 犹如熊熊燃烧的烈火, 喊杀声, 惨叫声, 此起彼伏, 交织成一首悲壮的战歌。 七星宗的弟子们一个个倒下, 鲜血如同泼沫般染红了这片土地, 悲壮而惨烈。 而悬浮于空中的狐族公主, 此刻却面露苦涩。 为了斩杀张静, 他不惜耗费大量灵力, 本以为胜券在握, 却没想到邱波长老会突然杀毁。 他深知, 继续缠斗下去, 自己绝非张静与邱波二人的对手。 于是, 他心声一记, 灵力涌动, 将声音远远传开, 宛如寒冰刺骨。 我只要张静, 其他人速速离去, 否则, 休怪我手下无情, 大开杀箭。 这一声, 如同惊雷乍响, 战场上瞬间寂静无声,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狐族公主的身上。 而徐天, 在抬头的瞬间, 心中仿佛被万箭穿星,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第五十三章, 红衣幻影, 真相裂心。 只见那空中, 一袭红衣翻飞, 宛如燃烧的火焰, 风姿绰约, 宛若仙子踏云而下, 美得令人窒息。 可那仙子般的身影, 竟是九尾狐族化形大妖, 正是千千。 那个他曾不顾生死相救, 曾在洞穴中温柔相依的千千。 原来, 这一切从一开始, 都只是他精心编织的谎言, 如同一张无形的网, 将他紧紧束缚, 直至此刻, 才猛然撕裂开来。 徐天的心仿佛被万箭穿心, 痛得他几乎窒息, 一股深深的负罪感, 如潮水般涌来, 将他淹没。 哀劳峡谷内, 本就阴森可不的氛围, 在这场大战中, 更是被推向了极致。 四周的崖壁, 仿佛也感受到了, 这股浓烈的杀意。 不时有碎石速速落下, 扬起阵阵尘土, 遮天蔽日。 空中乌云密布, 黑沉沉地压下来, 宛如一块巨大的牵绊, 将这昏暗的峡谷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狂风呼啸, 如同厉鬼的嘶吼, 为这场血腥的厮杀助威。 邱伯长老眉头紧锁, 眼中满是警惕与不屑, 他大声喝道, 哼, 你休要再此蛊惑人心, 你不过刚刚化行, 原因出气修为罢了, 灵力想必已所剩无几, 量你也撑不了多久。 他的声音如红中大驴, 在战场上回荡, 却也被狂风扯得支离破碎。 身旁的弟子焦急地问道, 长老, 我们现在怎么办? 邱伯长老神色镇定, 高声下令, 众弟子听令, 布天刚北斗七星见阵。 四十二名七星宗弟子, 齐声应道, 是, 他们身形迅速移动, 口中念念有词, 手中灵剑光芒大胜, 宛如点点繁星, 在这昏暗的峡谷中, 努力驱散着黑暗。 烈阵! 随着一声高呼, 剑阵瞬间成形, 光芒耀眼, 宛如烈日当空, 却也只能照亮着峡谷的异域。 剑阵的光辉 与周围的黑暗交织在一起, 光影在崖壁上不断晃动, 宛如群魔乱舞, 令人心悸。 放! 邱伯长老一声令下, 飞剑如流星般横出, 带着呼啸之声 攻向那些狐足妖念。 飞剑划破空气, 发出尖锐的破空声, 在狂风中显得更加刺耳。 一时间, 扑扑之声不绝于耳, 狐妖们被打得惨叫连连, 鲜血似箭, 为这冷酷的战场增添了几分惨烈。 七星宗弟子们士气高涨, 有人兴奋地大喊, 杀呀! 为死去的同门报仇! 那声音在峡谷中回荡, 却很快被风声和厮杀声淹没。 更有几位伸手矫健的弟子, 边冲向狐足公主边喊, 长老, 我们来助您! 他们的身影在光影交错中如鬼魅一般, 令人难以捉摸。 他咬牙应对, 但在众人的夹击下, 渐渐有些支撑不住。 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那血滴落在他的红衣上, 宛如盛开的红眉, 凄美而绝望。 他心中明白, 再这样下去, 自己今日必将性命不保。 于是, 他美目圆睁, 大喊道, 可恶! 听了! 他慧及全身灵力, 双手舞动, 口中念出古老而神秘的咒语, 猛地朝着剑阵释放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伴随着他的怒吼, 给我破, 竟将那看似肩不可摧的剑阵, 硬生生地撕开了一道口子。 强大的灵力冲击, 使得周围的尘土飞扬得更高, 几乎遮蔽了众人的视线。 撤! 快撤! 狐族公主声嘶力竭地娇喝一声, 狐族大军如潮水般朝着那道口子涌去。 在撤退之际, 他愿毒地看向七星宗众人, 双手一挥, 释放一阵浓郁的红色雾气。 雾气在狂风中迅速蔓延, 与黑暗融为一体, 只留下若有若无的兴起。 他口中喊道, 今日之仇, 日后必报。 待雾气渐渐散去, 狐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张俊心急如焚, 眼眶泛红, 朝着邱波长老大喊, 长老, 追! 不能让他们就这么跑了, 他们杀了我们那么多同门。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哭腔, 却被狂风吹得有些飘忽。 然而, 邱波长老却摇了摇头, 喘着粗气说道, 不可, 我们现在追击, 恐有埋伏。 七星宗弟子莫要轻举妄动, 原地休整。 他眉头紧锁, 心中懊恼不已, 自责道, 都怪我, 太过粗心大意了。 明知哀劳峡谷地形险要, 是狐族的天然屏障, 竟还是让他们有了可乘之计。 此次行动, 损失惨重啊。 就在这时, 寒衣神色凝重地, 悄悄趴在玉舔心耳旁, 低语了几句。 言罢, 玉舔心眼眸一闪,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和怀疑。 他微微点头, 猛地转身, 神色威严地大声命令天拳门弟子, 将叶天拿下。 不得有误,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众人惊愕不已, 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徐天。 有人疑惑地问,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抓叶天? 古天凤挡在徐天身前, 疑惑地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抓叶大哥? 林宇辰也拖着受伤的身躯道, 是啊, 你天拳门虽主执法, 可也要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 韩依却坚定地说道, 那日在洞穴中, 我四人身陷幻境, 我冲破幻境之时, 见叶天身旁有一女子, 那女子正是这狐族公主。 此话一出, 众人面露错愕, 林宇辰和古天凤等人一脸不可置信。 林宇辰急切地问道, 小师弟, 师妹所言可是事实。 徐天一言不发, 古天凤心急如焚, 韩师妹可莫要信口慈黄, 叶大哥正气凛然, 怎会与胡族有瓜葛? 此时, 张军却是一脸得意, 全然不顾身受重伤的疼痛, 开心地向其父亲道, 我早就说过, 叶天来历不明, 兴许与胡族有关联。 古天凤立声道, 张军, 你修要血口喷人? 够了。 张军立声训斥道, 若不是古师之一再袒护, 恐怕今日或是也不会发生。 孙飞心却不这样觉得, 他恭敬道, 师父, 我看叶师弟似乎真的不知情, 或许其中有什么误会也说不准。 邱伯却道, 先拿下他, 带回了宗门再发落。 天拳门弟子一拥而上, 将徐天擒住, 一旁的古天凤却无可奈何, 大师兄, 这可怎么办呢? 林玉成摇了摇头, 我也相信小师弟的清白, 可眼下韩师妹亲眼所见, 还是等回了宗门再看吧。 第五十四章, 究竟是不是叛徒? 在天书门内, 气氛压抑的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 犹如暴风雨即将倾泻前的宁静。 诸位长老神色各异, 齐聚一堂, 整个大殿仿佛被一层无形的重压笼罩。 徐天被两名弟子牢牢压借在堂中, 尽管身处困境, 但他的眼神依旧倔强不屈, 仿佛要用这双眼眸证明自己的清白。 寒衣倾起朱唇, 将自己所见的情景娓娓道来, 言辞间带着几分决绝。 而张俊则在一旁添油加醋, 将此次的遭遇描绘得惊心动魄, 仿佛徐天就是那场灾难的罪魁祸首。 张静满脸通红, 双眼仿佛燃烧着熊熊怒火, 他向前猛地踏出一步, 只见他手指如箭直指徐天, 大声吼道, 宗主, 这次我们落败, 全是这小子倒的鬼。 我敢断定, 他和那九位狐族公主勾结在一起, 设下了这天衣无缝的计谋, 这才让我们陷入被动, 眉宇间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坚决, 他目光如炬, 直视着张静, 语气中带着几分责备与不容反驳的力量。 张师伯, 你如此断言叶大哥与那九位狐族公主有染, 设下计谋害我宗门弟子, 可有何确凿证据? 我与他相识已久, 深知他为人正直, 绝非是那种会背叛宗门之人。 张静闻言, 脸色一沉, 眼中闪过一丝不甘与愤闷, 他猛地向前一步, 声音因激动而略显颤抖。 古天凤, 你如此维护叶天, 莫非是也被他蒙蔽了双眼? 此次事件, 我弃心中损失惨重。 难道就因为你的个人情感, 就要致宗门立于不顾吗? 若非他与那妖女勾结, 何以会有如此多的弟子伤亡? 古天凤冷哼一声, 眼中闪过一丝不屑, 他反驳道, 师伯, 你此言诧异。 身为宗门长老, 应以事实为依据, 而非仅凭猜测语一段。 叶大哥救人之事, 我亲眼所见, 他心怀慈悲, 怎会是那等阴险狡诈之辈? 你若真有证据, 不妨拿出来, 让大家心服口服。 张靖被古天凤一番话, 噎得半上无语, 他脸色战红, 拳头紧握, 显然心中极为不甘。 七星宗的古梁宗主, 面色阴沉如水, 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 他怒吼道, 都别吵了。 这一声怒吓, 如同惊雷, 瞬间将大殿内的嘈杂声压下。 殿内瞬间安静下来, 古梁宗主心中气愤难平。 当初只顾着徐天天资卓绝, 却不想引狼入室。 他本想说些什么, 却看见徐天那坚毅的神情和倔强的眼神, 心中不禁泛起一丝疑虑。 他长出一口气, 问道, 你自己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徐天深吸一口气, 声音沉稳而坚定。 宗主, 各位长老, 弟子离开大荒国, 途径挨劳峡谷时, 偶然遇到身受重伤的姑娘。 当时他生命垂危, 我不能见死不救, 便出手救了他。 我们当时各自分开, 并无瓜葛。 直到这次的相遇, 也只是偶然。 我对什么计谋毫不知情, 更不会做出背叛宗门之事。 徐天的目光坦荡地指示着古梁宗主, 仿佛要用这双眼眸穿透一切谎言与虚伪。 古梁宗主听着徐天的叙述, 看着他诚恳的模样, 心中的怒火渐渐平息, 脸色也缓和了一些。 他问道, 徐天, 你所言句句属实。 宗主, 我以性命担保, 绝无虚言。 徐天斩钉截铁的回答, 语气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坚定。 然而, 就在这时, 天拳门的玄机长老却猛地一拍桌子, 震得桌上的茶杯都跳了起来。 他怒吼道, 哼, 不管你怎么说, 这次我们这么多同门伤亡, 这事儿和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你休想逃脱罪则, 必须依法惩治。 其他长老也纷纷点头, 有人附和道, 是啊, 玄机长老说得对, 不能就这么算了。 古梁宗主刚要开口, 却被众人的声音淹没, 无奈地皱起了眉头。 然而, 更令人震惊的是, 玄机长老眼中闪过一丝狠力, 大声道, 我天拳门向来谨遵法指, 这种叛徒, 就应该将他彻底震杀, 以谨笑由。 这万万不可呀, 小师弟不可能是叛徒, 这样的惩处太重了。 古天凤也急切地劝道, 是啊, 长老, 徐大哥一心求心论道, 我们不能仅凭猜测, 就下如此重手。 张灵和孙飞心也纷纷点头附和, 还请长老三思啊。 古梁宗主更是怒目原睁, 大声呵斥道, 玄机长老, 你莫要冲动。 徐天的为人, 大家有目共睹, 你如此草率地决定他的生死, 若有差池, 如何向世人交代? 莫非要让七心踪背负残害同门的罪责? 邱伯长老怒目原睁, 反驳道, 师兄, 徐天都不怕被冠以残害同门的名声。 难道我七心踪还要畏手畏脚? 师妹说得没错, 我七心踪依法处置叛徒, 怕什么流言蜚语。 遥光门的敬月长老也开口道, 张静语气中带着不满, 古师弟, 你虽为宗主, 可也不能这样偏袒自己的弟子啊。 古梁见证长老义愤填膺, 只得拿出徐天的身份说是, 徐天是我七心踪开宗祖师的后人, 岂能随意成志。 宗主明见, 这夜天来路不明, 也不知道他身上怎么会有祖师的灵根, 更不知道他的幻灵之术从何处偷袭而来。 张俊一副要致徐天于死地的神情, 透着一丝狡诈的气息。 古梁无奈, 却又灵机一动, 此事的确无从考证。 可若惊动了孟姬老祖, 不知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 此言一出, 众人皆是一惊, 场面顿时安静了下来。 古梁扫视众人, 只见他们面露难色, 为难至极。 可很快, 静岳长老说道, 宗主, 即便不振杀, 也绝不能轻柔。 一时间, 双方争执不下, 互不相让。 大殿内的气氛再次变得剑拔弩张。 古梁宗主看着这混乱的局面, 心中暗瘫一口气, 知道此时无法完全护住徐天。 他只能退一步, 高声道, 各位长老, 如今事情尚未完全明了, 我们不能冤枉了好人, 但也不能放过可能的罪人。 我的意思, 先将徐天暂时关押在天牢, 待我们详细查明真相后, 再做定夺。 诸位长老虽然心中仍有不满, 可也知道, 此时再僵持下去, 也不是办法。 他们只能不情不愿地点头同意。 好吧, 就依宗主所言。 徐天被押入天牢, 可。 第55章, 良苦用心。 徐天, 脚步踉呛, 被天拳门弟子粗暴地推嗓着, 随着哐当一声巨响, 沉重的铁门在他身后轰然闭合, 仿佛也将他心中的希望一并锁死。 他的眼神里, 一抹绝望如流星划过夜空, 转瞬即逝, 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苦笑。 他本以为, 这天牢之内定是污秽不堪, 如同人间炼狱, 毕竟沿途所见, 无疑不是如此。 那刺敌的气味, 那肮脏的画面, 依旧在他脑海中盘旋, 挥之不去。 然而, 当他缓缓抬起头, 目光扫过这间属于自己的小小求是时, 整个人却愣住了。 这里, 虽无金玉满堂之奢华, 却也整洁舒适地出奇。 床铺整洁, 食物充足, 日常所需一应俱全, 仿佛是这黑暗世界中的一抹亮光, 照亮了他心中的角落。 徐天喃喃自语, 声音中带着几分不可置信。 这是为何? 正当他满心疑惑, 不知所措之际, 一道熟悉的身影, 悄然出现在天牢的过道上。 那是张灵, 他的大师姐, 一身素衣, 如同仙子下凡, 为他带来了这黑暗中的第一缕温暖。 大师姐, 你怎么来了? 徐天的声音因激动而变得沙哑, 他快步跑到牢房栏杆前, 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师弟, 你受苦了。 张灵轻声说道, 语气中满是心疼。 师姐, 这牢房徐天疑惑地环顾四周, 满心不解。 张灵看着他, 眼神凝重, 缓缓开口, 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 师父! 徐天文言, 心中猛地一颤, 眼眶竟有些湿润。 在这被冤枉的绝望时刻, 师父的信任如同一道曙光, 穿透了黑暗, 照亮了他的心田。 是的, 师父一直都很信任你。 张灵微微点头, 目光坚定。 他继续说道, 师弟, 你一定要记住, 师父如此看重你, 你可千万不能辜负他的期望。 张灵的话语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让徐天原本颓丧的心瞬间充满了斗志。 他紧紧握住栏杆, 目光坚定如铁。 师姐, 你放心, 我夜天定不会让师父失望。 说吧, 张灵缓缓靠近牢房, 从袖中掏出几本书, 轻轻递给徐天。 他的声音温柔如春风, 这是师父托我带给你的。 他希望你不要颓废, 即便身处天牢, 也不要荒废修行。 他还说了, 他定会设法救你出去。 徐天双手接过书籍, 眼中闪烁着感动的泪光。 他声音哽咽。 师姐, 我原以为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 师父对我恩重如沙啊。 在我如此境地, 还如此为我着想。 他紧紧抱着那几本书, 仿佛抱着世间最珍贵的宝物。 心中对师父的尊敬如潮水般汹涌澎湃, 神色坚定无比。 师姐, 你告诉师父, 我夜天坚决不会辜负他老人家的一片厚爱。 我定要让师父知道, 他没有看错人。 张灵微微一笑, 如同春日暖阳般温暖人心, 我会转达的。 你莫要心结, 好好再次等待。 言罢, 他便转身离去。 徐天望着师姐远去的背影, 大声喊道, 师姐, 替我多谢师父。 戴张灵的身影完全消失在视线中, 徐天才缓缓回过神来。 他回到床边坐下, 小心翼翼地翻开那几本书。 只见封面上写着, 金丹修士修炼之法。 他一边翻阅一边嘀咕, 这书写得倒是详细得很, 不过吗? 他微微皱眉, 随即又示然一笑。 哼, 我还以为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秘籍呢? 这些和我已有的储备比起来, 还是差了些。 然而, 徐天心里明白, 这是师父古良宗主的一片好意。 他轻轻巴撒着书页, 喃喃自语, 师父啊, 您的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都承载着对我的关怀与期望。 徒儿都懂, 他仿佛在与师父面对面倾诉心生。 那神情专注而虔诚, 仿佛触碰着师父温暖的手掌。 随后, 他将书仔细收好, 深吸一口气, 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我不能让师父失望, 我要变强。 临时缓缓进入石海, 徐天开始了在这暗无天日的天牢中的修行。 如果说金丹之前的修行对他来说轻而易举的话, 那么此时他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金丹初期修士的修行, 要求他掌握函数的连续性和极限问题。 虽然有着丰富的理论支持, 但他从未接触过这类问题。 面对题目时, 他感到无从下手。 他沉生自语, 可惜师父给的书里面没有立体解析。 然而, 这并不能阻挡他修行的脚步。 他以修行作为纽带, 临时在一次又一次的计算错误中被排出石海。 但他依旧不放弃, 反复尝试, 反复练习。 终于, 在一次次的失败中, 他找到了解题的技巧。 一入定便是三天三夜。 在这漫长的修行过程中, 他丝毫不敢松懈。 每次演算完成之后, 他都要仔细验证答案的正确性, 才敢将解析步骤写在题目之下的答题区。 不知何时, 在那幽二沉寂的牢房之外, 两道身影翘无声息的浮现。 宛如夜色中的幽灵, 正是张俊与李云彻, 一对心怀叵测的师兄弟。 哟, 这待遇, 可真是阔绰得很啊。 一个背叛师门的叛徒, 怎配享有如此殊荣? 李云彻的话语如同锋利的刀刃, 字字割人心。 张俊则是满脸猙獰, 仿佛要将牙齿咬碎。 这家伙, 难道还在修炼不成? 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那眼神中闪烁着不怀好意的光芒, 如同恶狼窥视着猎物, 心中已然盘算起了一个阴险的计划。 只见他轻轻一挥手, 一串沉甸甸的钥匙便落入了身旁之人的掌中, 张俊的声音低沉而阴森。 去, 把牢门给我打开。 李云彻显得有些胆怯, 身体微微颤抖, 声音中带着一丝恐惧。 万一他醒了, 咱俩岂不是, 岂不是要栽在他手里? 叫你去你就去, 我就是要让他醒来。 张俊的语气中透露出明显的不耐烦, 他的耐心已经消磨殆尽, 复仇的火焰在心中熊熊燃烧。 身旁那人似乎瞬间领悟了张俊的意图, 脸上浮现出一抹谄媚的笑容。 还是师兄高明啊。 若是他在修炼的关键时刻被惊扰, 临时被迫从石海中强行抽出, 那必然是元气大伤, 到时候, 他一边谄笑, 一边熟练地打开了牢门, 那得意洋洋的模样, 活脱脱一个小人得志的写照。 张俊与李云彻步步紧逼, 如同两座即将崩塌的山岳, 压向了徐天。 李云彻高举长剑, 渐渐闪烁着寒光, 正欲刺向徐天, 却被张俊一把拦下。 师弟且慢, 这等美事, 还是让我来干吧。 话音未落, 张俊右手猛然一握, 灵力在他掌心汇聚, 化作一股汹涌澎湃的力量, 猛地推向徐天。 煞时间, 整个天牢被一片青紫色的光芒所笼罩, 仿佛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所封印。 光荡! 一声巨响, 张俊与李云彻如同断线的风筝, 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狠狠弹飞, 重重地摔在地上, 模样狼狈不堪, 仿佛刚从泥潭中爬出。 哼, 夜师弟呀夜师弟, 你果真是年少有为, 无论何时何地, 都只知道对同门下手, 这份情业, 可真是让人感动啊。 张俊的话语中带着几分讥讽, 几分挑衅, 李云彻也赶紧附和道, 叶天, 你这些日子苦休, 想必是想要一招攻城, 却没想到会落得个前功近期的下场吧。 这样的滋味, 可不好受吧? 两人虽然言语间满是讥笑, 但心中却早已忘却了自己此刻的狼狈模样, 仿佛胜利就在眼前触手可及。 徐天冷冷一笑, 缓缓站起身来, 目光如炬, 是吗? 第五十六章, 天牢深处的哀嚎, 是吗? 徐天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话音未落, 他体内灵力骤然涌动, 宛如江河绝地, 奔腾不息, 气势磅礴。 李云彻还沉浸在自己那可笑的得意之中, 浑然不觉即将到来的危机。 而张俊, 这个老狐狸却因敏锐地捕捉到了徐天体内灵力翻涌的异常。 这, 这怎么可能? 张俊喃喃自语, 眼中满是不可置信的惊恐。 他深知, 此刻的徐天已经不再是他们能够轻易拿捏的软柿子了。 不敢多坐停留, 张俊如同丧家之犬, 一溜烟地逃离了牢房, 只留下一脸茫然的李云彻。 李云彻回头看了看, 那逃之夭夭的张俊不禁嗤之以鼻。 师兄, 瞧你那熊样, 怕什么啊? 难不成叶天还真敢在这天牢里对我们动手? 你懂什么? 他已经突破金丹中期了。 你再不跑, 就等着被他打成狗吧。 张俊的声音在远处忽明忽暗。 李云彻这才如梦初醒, 意识到危险的降临。 他怯生生地瞅着徐天, 眼中满是恐惧与哀求。 叶师兄, 您就大人有大量, 别跟我这种小人一般见识, 饶了我吧。 徐天哪里会听他的废话, 轮起沙包大的拳头, 就向李云彻那张欠揍的脸上招呼过去。 拳风呼啸, 带着阵阵凌厉波动, 直打的李云彻眼冒惊心, 哭爹喊娘。 好你个李家公子, 不好好修炼, 整天就知道徐歇歪门邪道, 今天我就替天行道, 好好教训教训你。 徐天一边打, 一边还念念有词, 仿佛是在进行一场正义的审判。 师兄, 我知错了, 快住手啊。 李云彻被打得哭爹喊娘, 连声求饶。 我虽不知道, 你师父是哪位高人, 但今天我就替他好好管教管教你这个不成器的徒弟。 徐天越打越上瘾, 仿佛要将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在这个可恶的家伙身上。 李云彻被打得满地爪牙, 下意识地向着牢门如洞, 直到他艰难地爬出牢门的那一刻, 才仿佛获得了心生一般,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若不是有静止束缚, 恐怕徐天还真要一直追出去, 将他打个半死不可。 李云彻从地上爬起来, 也顾不得胆去身上的尘土, 先是从怀里掏出一面镜子。 看着镜子里自己被揍得猪头一般的脑袋, 他那已经眯成一条缝的眼睛里, 竟然流出了两行屈辱的泪水。 他哇哇大哭起来, 直指着徐天怒喝道, 本少爷要是破了像, 一定饶不了你。 然而, 当他看到徐天那怒目缘争, 杀气腾腾的眼神时, 瞬间又吓得捏了下来。 他远远地探出手去, 锁上牢门, 然后一溜烟地逃走了, 连头都不敢回一下。 但那两人身影消失于视线尽头, 徐天缓缓盘膝而坐, 周身灵力如同江河之水, 滔滔不绝地运转起来, 嘴角勾起一抹淡笑。 哼, 这金丹中气的修为, 果真是如虎天意, 一日千里啊。 正当他沉浸于修为提升的喜悦之中, 一阵凄厉至极的男人哀嚎声。 犹如破空力剑, 猛然穿透天牢的死寂, 自那幽暗深处狠狠刺来。 那声音, 仿若宝金风霜的苍牢古树, 在狂风咒语中无助地颤抖, 哀嚎着, 啊, 好痛。 每一个字都沉重而痛苦, 直击人心最深处的恐惧, 一听便知识正在承受难以想象的酷刑。 徐天眉头紧锁, 心中疑惑丛生, 这天牢深处, 怎会有如此惨烈之声? 他目光如炬, 穿透层层黑暗, 仿佛能洞察一切虚妄, 最终定得在天牢最深处的牢房之上。 只见那里, 铁板森然, 犹如铜墙铁壁, 将牢房围得水泄不通, 其上静置光芒闪烁, 比别处更为强烈, 连他的灵石都被无情地弹回, 无法窥探其中奥秘。 那哀嚎声, 如气如素, 如血如泪, 持续了整整一刻钟, 仿佛要将这天牢的黑暗都撕裂开来。 突然, 徐天猛地转头, 只见对面牢房内, 一个蓬头垢面的男子, 正死死地盯着他, 目光阴森如鬼魅, 让人不寒而栗。 徐天, 只觉背后一股寒气直冲脑门, 仿佛被死神之手轻轻抚摸。 带他回过神来, 正欲开口询问这哀嚎声的来源, 却见那男子神情激动, 手舞足蹈。 可他只是阿巴阿巴地叫着, 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 显然是个哑巴, 原来是个哑巴。 徐天眉头皱得更紧, 喃喃自语道, 再仔细打量, 却发现这男子身着的服饰, 竟是天书门弟子的样式。 这一下, 徐天心中的疑惑, 如同乌云压顶, 龙雾弥漫, 天书门弟子, 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 被关押在此。 然而, 还不等他细想, 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哀嚎声再次响起, 如同恶魔在耳边咆哮, 再次持续了一刻钟。 夜幕降临, 这哀嚎声如同催命的音符, 在天牢中反复回荡, 一夜之间, 竟想了七次之多。 徐天心中的好奇, 如同春日野草, 疯狂生长。 究竟是什么样的刑犯, 竟被关押在天牢最深处, 还要承受如此非人的折磨? 这背后, 定有惊天大秘密。 第二天清晨,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厚重的铁窗, 洒落在阴冷的牢房内。 徐天思虑再三, 准备再次探寻那神秘哀嚎的秘密。 正当他凝神俱力, 准备施展手段时, 一位弟子匆匆而来, 手里提着简陋的牢犯。 徐天眼前一亮, 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 他故作随意地与那弟子攀谈起来, 借机询问起那哀嚎声的真相。 哪知那弟子一听, 脸色瞬间变得比白纸还要惨白, 压低声音, 用颤抖的语调说道, 那可是个禁忌, 千万别多问, 否则惹祸上身, 后悔莫及啊。 言罢, 也不等徐天反应, 便如同受惊的兔子般, 匆匆逃离了牢房。 徐天心中越发好奇,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他不甘心就此放弃, 决定亲自出手。 于是, 他悄悄凝聚其体内的灵力, 试图用一缕零食潜入那间神秘的牢房。 然而, 就在他刚刚将灵力射出之际, 一边凸起。 如同地狱之门被悄然打开。 紧接着, 一团诡异的雾气从法阵中凝结而出, 带着令人心悸的寒意, 朝着徐天急速袭来。 徐天猝不及防, 被这雾气击中的瞬间, 只觉意识开始模糊, 四肢传来阵阵剧痛, 仿佛有千万根针在同时扎刺。 他拼尽全力想要抵抗, 却终究敌不过这雾气的诡异力量, 最终昏死过去。 当徐天再次醒来时, 已是日落西山。 他发现自己四肢乏力, 连抬起一根手指都显得异常艰难。 体内灵力更是涣散不堪, 仿佛被抽空了所有力量。 他心中惊骇万分, 这究竟是什么法阵? 其中关押之人又得是何种罪孽? 这时, 哑巴男子看见他醒来, 眼中再次露出惊恐之色。 他阿巴阿巴地叫着, 一边指着徐天, 一边又指向那间牢房, 双手在面前使劲摇摆。 那神情, 那动作, 分明是在示意徐天不要靠近那里, 第五十七章, 疯子, 脸小。 接下来的几日, 徐天的世界仿佛被一层温柔的宁静所包裹。 那曾如厉鬼夜窟般骇人的嚎叫声, 竟奇迹般的销声匿迹, 在未侵扰他的耳畔。 然而, 宁静只是短暂的幻影, 仅仅四天, 是的, 仅仅四天之后, 那令人心悸的嚎叫, 如同被诅咒的回声, 再次在耳畔阴森地响起。 在这几日里, 徐天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对面牢房中的那个哑巴。 那哑巴真是个奇人, 每当徐天的视线落在他身上, 他便咧开嘴, 露出一抹傻笑, 那傻气之浓, 简直能凝成实质。 徐天心中暗自赋斐, 这家伙不仅是个哑巴, 怕是连脑子也一并丢了吧。 喂? 你这家伙, 老是盯着, 我看到什么? 徐天终于忍不住, 冲着哑巴喊道。 可那哑巴只是继续傻笑着, 嘴巴嘟嘟囔囔, 没有声音, 但似乎想表达什么。 徐天无奈地摇了摇头, 心中也升起一阵同情。 没过几天, 古天凤踏进了这天牢的阴森之地。 他刚一踏入, 便皱起了眉头, 满脸, 嫌弃地嚷嚷着。 这什么鬼地方, 又湿又暗, 简直要人命。 当他看到徐天那兽骨灵巡, 因静置之力而违静不振的模样时, 顿时心急如焚, 眼中满是关切。 叶大哥, 你这是怎么了? 为何灵力溃散至此? 徐天苦笑一声, 贤弟, 我前些日子探查了一间牢房, 之后就变成了这样。 什么? 古天凤瞪大了眼睛, 满脸震惊, 那牢房有古怪。 嗯, 有强大的符文静置, 我不小心出发了。 徐天无奈地解释道, 古天凤眉头紧锁, 我竟不知这牢狱之中, 还有如此强大的符文静置封印。 徐天赶忙追问, 那牢房里关着的到底是谁? 古天凤摇了摇头, 我也不清楚, 只听宗门长老们偶尔提及, 说是背叛了于东府的穷凶极恶之徒。 穷凶极恶之徒? 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知不知道? 徐天心中好奇, 想要套取些八卦来。 古天凤急忙打断, 叶大哥, 眼下你身体如此虚弱, 临时也为你不振, 别再操心那些不相干的人和事了。 我这就回去求父亲帮你解除这禁止之力。 别啊, 不要总是麻烦师父, 我这伤不碍事的。 徐天劝阻道, 叶大哥, 你都这样啊, 还说这种话,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受苦。 古天凤一脸决然, 转身就要走。 徐天连忙叫住他, 真的不用。 可古天凤心意已决, 一边说着, 叶大哥, 你放心, 我一定让你恢复如初。 一边火急火燎地出了天牢, 只留下徐天在原地无奈的叹息。 转眼间, 古梁与古天凤便急匆匆地赶到了天牢。 徐天见了古梁, 赶忙恭敬行礼, 满心愧疚。 师父, 弟子老师让您操心, 真是该死。 古梁却大手一挥, 与其中带着几分慈爱。 徒儿, 莫要如此说, 为师所作一切都是盼你能有出息。 这些小事何足挂齿。 言罢, 灵力自他掌心涌出, 探入徐天体内。 他察觉到, 那静止之力竟源自牢房静止, 神色微微一灵, 古梁看向徐天, 叮嘱道, 叶天, 那门后的家伙穷凶极恶, 你知道他的是没半分好处, 别再购问了。 徐天面露犹豫, 师父, 可弟子心中实在好奇, 那到底是怎样的人物。 古梁眉头一皱, 好奇害死猫, 莫要多问, 为师不会害你。 徐天不敢反驳, 恭敬应道, 弟子定牢记师父教会。 恰在此时, 对面牢房中那蓬头垢面的男子, 像是被什么刺激了一般, 疯狂地摇晃着栅栏, 他双眼布满血丝, 额头轻轻抱起如舌, 即便尽致之力抽打着他探出的双手, 他仍如蜂魔般向外扑去。 古梁回手瞥了他一眼, 那男子竟愈发癫狂。 古天凤怒吓, 放肆! 宗主在此, 休得胡闹! 那男子仿若未闻, 还张着嘴巴, 似要表达什么。 古天凤眉头紧皱, 这人莫不是失心疯了? 真是可怕。 古梁衣袖一挥, 一股灵力涌出, 直接将他扇飞, 狠狠砸在墙上, 昏死过去。 徐天趁机发问, 师父, 他好像是我们天书门的弟子, 他是谁啊? 古天凤皱眉道, 叶大哥, 别瞎猜, 咱们天书门, 怎么会有这等疯子? 古梁却神色凝重, 他的确是天书门弟子。 古天凤一下愣住, 那他是何人? 我怎从未听说过。 徐天也满脸好奇, 眼巴巴地等着古梁解答。 古梁长叹一声, 他是我的第一个弟子, 名叫廉晓。 当年我只收了他一人, 曾带着他游历四方。 那时候, 他是多么一气风发啊。 古梁陷入回忆, 眼中闪过一丝温柔。 徐天追问, 那后来呢? 他怎么变成这样啊? 古梁眼中的温柔转为痛苦, 不知为何, 一次游历归来后, 他便渐渐神志不清, 举止癫狂。 我尝试了各种方法, 都无法让他恢复。 也不该把他求于这天牢啊。 古梁眼中闪过一丝痛苦, 正因如此, 我才将他幽禁在门内。 谁料看守弟子疏忽, 他跑了出去, 在七星踪横冲直撞, 见人就看, 那场面, 哎, 古天凤震惊, 竟如此严重, 那长老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古梁点头, 长老们都出面了, 要将他正法。 可我是他如亲子, 怎忍心? 我苦苦哀求, 最后长老们退了一步, 这才封了他的经脉, 将他囚禁在此。 古梁说着, 两行热泪滑落, 那是对莲小深深的惋惜与痛心。 徐天和古天凤听到这儿, 才恍然大悟, 一时之间气氛凝重。 古梁深吸一口气, 瞬间收起那萦绕在眼中的哀伤, 大手一挥拍在徐天的肩膀上, 眼中满是期许。 徒儿, 你有绝佳的修行之姿, 莫要被旁的琐事扰乱了心境。 话语未落, 他敏锐的灵觉, 察觉到徐天体内那澎湃的灵力波动。 那是修为提升的征兆, 他不禁脱口惊呼, 又突破了。 徐天目光坚定, 犹如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 重重地点了点头。 嗯, 一旁的古天凤听到这话, 美眸中满是震惊, 急忙探查徐天的修为, 这才发现他竟又有了质的飞跃。 他又惊又喜, 拉着徐天的胳膊急急问道, 叶大哥,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你看我, 都已经结单三年了, 修为却停滞不前。 你为何能这般土匪猛进呢? 徐天挠了挠后脑勺, 一脸无奈, 眼珠一转, 灵光乍现, 赶忙说道, 这可多亏了师父给我的两本修行法典啊。 那里面的法门精妙无比。 古梁一听, 脸上笑意绽放, 捋了捋胡须, 开怀笑道, 哈哈, 我就知道, 我没看错人。 林雨晨当年拜我为师时, 不过结单终其修为, 而且在此之前, 已经苦苦修行数十年。 在为师的细心教导之下, 也是耗费了十六年才踏入经单后期, 因此被众人赞为修行奇才。 我本以为, 富尔你已是出类拔萃的少年英才, 没想到你叶天比他们都要杰出。 话语中, 古梁对徐天的欣赏和满意, 一于言表。 古天凤也是眉眼含笑, 真心为徐天感到高兴, 叶大哥, 你这天赋真是让人羡慕, 以后可得多指点我一下。 古梁笑一烧脸, 神色变得严肃了些。 为师虽然相信你的清白, 可长老那边, 他们固执己见, 这次的是没那么容易平息, 恐怕还得委屈你在这待上一段时间。 徐天一脸决然, 弟子明白。 古梁又叮嘱了几句, 便带着古天凤缓缓缓离去, 他们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通道的尽头。 第五十八章, 卢亚长老来干嘛? 徐天心中暗自盘算, 即便身陷着天牢的铜墙铁壁之中, 也绝不能有丝毫懈怠。 修行之路, 片刻不能荒废。 他缓缓舒展着被囚禁多日的筋骨, 仿佛有股无形的力量在体内涌动。 前几日的疲惫与困倦, 在这一刻被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舒畅与轻盈。 他深知时间的宝贵, 不愿浪费一分一秒, 临时瞬间沉入石海深处。 金丹中期的修炼之路, 对他来说, 一道道难题, 在他手中化作了通往更高境界的阶梯, 他一步步攀登, 不辞辛劳, 不畏艰难。 转眼间, 一跃有余的时光悄然流逝。 这天, 几名天拳门的值班弟子在巡视途中, 无意间路过徐天的牢房。 其中一人忍不住惊叹道, 这都一个多月了, 他怎么还在修炼? 真是个疯子。 另一人则摇头苦笑, 哎, 你说这该不会真让他突破到结丹后期了吧? 那可就太可怕了。 怎么可能? 大师兄当年跨越结丹中期和结丹后期, 可是用了整整十几年的光阴啊。 就凭他? 哼, 做梦吧。 那可还真说不准。 你看他这架势, 连续修炼一个多月, 指不定真就突破了。 正当众人议论纷纷之际, 一阵突如其来的强烈灵力波动打破了周围的宁静。 几人瞬间警觉起来, 紧握长剑, 面面相觑, 眼中满是惊慌。 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灵力波动? 难道有人要来结丹? 不知道啊。 快! 快去告诉师父。 这事情可大可小。 正当几人准备转身离去时, 一道淡然的声音从牢房内传来。 喂, 别大惊小怪的, 不过是我修为提升罢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两人文言, 连忙倒退回去, 只见牢房内凌厉高涨, 徐天正站在那里, 嘴角挂着一抹淡然的微笑。 他们惊讶得不知所以, 其中一人更是脱口而出, 叶天? 你是魔鬼吧? 这才被关进来多久, 竟然都金丹后期了。 这怎么可能? 徐天微微一笑, 极力压制着内心的喜悦与激动, 不过金丹而已, 不足挂齿。 不足挂齿? 然而, 另一人却显然不这么认为, 不行。 我要告诉师父, 万一他哪天突破原因期, 越越了可不怪咱们。 另一人拍了拍他的脑袋, 你傻呀。 这天牢就在天拳门内, 长老再次坐镇, 他能跑得了吗? 那人挠了挠头, 憨笑道, 师兄你说的也是, 我都被吓傻了。 看着眼前这两个憨厚可爱的师弟, 徐天也被逗笑了, 几位师兄还有别的事情吗? 若是没有的话, 就请回吧, 我还要继续修炼呢。 两人这才想起自己的职责, 信信离去。 然而, 刚走出没多远, 就听见远处传来一道威严的声音, 长老好。 徐天刚躺下, 准备继续修炼, 心中却猛的一紧, 长老, 莫不是来处置我的。 他心中闪过这样一个念头, 但转念一想, 自己行的正坐的端, 并未做过任何亏心事, 也就渐渐平静下来。 不过他还是翻了个身, 侧过头看向牢门外, 心中暗自警惕。 突然, 一道熟悉的身影掠过他的视线, 徐天猛地从床上坐起。 卢亚长老, 他来这里做什么? 他好奇地跑到门口, 透过铁栅栏的缝隙, 眼神紧紧跟随着卢亚的身影。 只见卢亚竟禁止走向天牢最深处的那间牢房, 那里囚禁着的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狂徒吗? 他去那里做什么? 徐天心中疑惑重重, 卢亚在那扇铁门前站了许久, 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似乎在对着里面的人诉说着什么。 然而, 由于他设了结界, 徐天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 卢亚长老转过身来, 徐天连忙回到床上, 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然而, 他的一举一动却都被卢亚捕捉到了。 他走到徐天牢房外, 忽然停下脚步, 扭过头来, 目光如炬地看着他, 说吧, 看到什么? 又听到什么? 徐天心中一惊, 但面上却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 恭敬地站起身来, 用手指了指自己。 我? 我什么可都不知道啊。 他抬头看了眼卢亚, 发现他脸上似乎有泪水的痕迹, 心中更加好奇与不解, 但也不敢多言。 卢亚却看着徐天的脸出了神, 不自觉地呢喃道, 像, 太像了, 简直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啊? 像什么? 徐天一脸茫然地问道。 卢亚的思绪被拉回现实, 他上下打量了一遍徐天, 神情稍微有些吃惊, 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他云淡风轻地说道, 果然是个天赋极高的, 短短时日就已经攀升到这样的修为。 假以时日, 必成大气。 就在这时, 对面牢狱里的脸小又像个疯子一般, 冲着卢亚张牙舞爪, 大喊大叫。 卢亚看向他时, 眼中满是狠粒与厌恶, 周身被阴森之气包裹着, 连徐天都感到一丝胆战心惊。 他右手握着, 缓缓向那疯子逼近。 徐天见状, 连忙喊道, 连小师兄吃傻无知, 长老何必和他计较。 卢亚听完此话, 怒气似乎也消了不少。 他收起外放的灵力, 瞥了一眼徐天。 你也得安分点, 别让我发现, 你有什么不该有的念头, 否则, 后果自负。 说完, 他便头也不回地快步离开。 这句警告, 却让徐天摸不着头脑, 什么叫我也安分点。 我怎么了? 我什么也没做啊。 看着又恢复平静的连小, 徐天冲他喊道, 若不是我替你求情, 你就要挨打了, 还不快谢谢我。 不知那连小是否听懂了他的话, 但他却又冲着徐天傻笑起来。 徐天无奈地摇了摇头, 笑笑笑, 一天就知道傻笑。 我一看就知道, 你之前发疯, 肯定得罪了这个女人。 哎, 真是可怜又可悲啊。 就在这时, 天牢里似乎来了许多人, 他们在外面叽叽喳喳地叫嚷着, 声音越来越近。 徐天心中一惊, 难道是要对我动手了? 他紧张地站起身来, 透过铁栅栏的缝隙向外望去。 只见一群身穿黑衣的天拳门弟子正朝着这边赶来。 他们边走边喊道, 一夜天, 哪里呢? 把他给我带出来。 第五十九章, 他绝不仅金丹中期, 那帮人脚步轻盈如风, 每一步都似乎踏着无形的旋律。 薛迪与地面的每一次接触都激起喷喷的声响, 宛如战鼓催争, 眨眼间已至牢房之前。 徐天闻此动静, 身躯陡然僵直, 缓缓抬眼望去, 眼中闪烁着惊疑不定的光芒。 他双眸微微扩张, 一股不祥的预感自脚底攀爬而上, 直至脑门。 在这群人之中, 徐天闻能辨认出徐天兴的身影。 他深吸一口气, 试图平复内心的慌乱, 强压下心头的不安, 嘴唇微动, 试探性的开口。 徐师兄, 诸位师兄此番前来, 究竟所为何事? 言语间, 他的目光紧紧锁定在徐天兴身上, 眼中满是紧张, 双手在身旁不自觉地紧握成拳。 然而, 欲舔心却仿佛未曾听见, 只是微微眯起双眸, 以一种不屑一顾的眼神, 冷冷地打亮着徐天, 犹如在审视一只微不足道的蝼蚁。 他随意地挥了挥手臂, 动作中透露出几分傲慢与不羁, 朝身后的弟子高声喊道, 带他出来。 师兄, 这究竟是为何? 你们为何要带我走? 徐天挣扎着喊道, 身体前倾, 试图挣脱束缚, 却被两名弟子牢牢按住, 双脚在地上胡乱蹬踹, 扬起一片灰尘。 几个弟子迅速上前, 一人伸出粗壮的手臂, 如铁钳般紧紧牵住徐天的胳膊。 另一人则一把揪住他的衣领, 仿佛拎起一只小羁斑架起徐天。 徐天不停地扭动着身体, 却无济于事, 只能被拖着紧跟在欲舔心身后, 朝着天牢外亮呛而去。 徐天心中慌乱如骨, 连连追问, 徐师兄, 你倒是说句话,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边说边用力扭动脖子, 试图引起欲舔心的注意。 然而, 欲舔心却满脸不耐烦, 眉头紧锁, 嘴角下撇, 冷哼一声。 等见了宗主和长老们, 你自然就知道了, 别再啰嗦。 说着, 他加快了脚步, 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 宗主? 长老? 他们为何突然要见我? 徐天心中不祥地预感加剧, 目光快速扫视着周围之人, 发现这些人大多是金丹中气的修为。 他的眉头微微皱起, 手指不自觉地动了动, 心中暗自思量, 若是出手, 或许有逃脱的机会。 然而, 这个念头刚一起, 他又犹豫了, 眼神中闪过一丝挣扎, 咬了咬嘴唇, 心中暗念。 不行, 我若逃了, 师父必定会受牵连, 我不能这么做。 想到此处, 他渐渐停止了挣扎, 任由弟子们压着前行。 他们压着徐天出了天牢, 一路风驰电撤板直奔天拳门大殿去。 弟子们的脚步急促而有力, 几乎是拽着徐天在奔跑, 徐天被扯得亮亮呛呛, 几乎无法站稳。 还未踏入大殿之门, 徐天便努力伸长脖子, 目光在殿内快速扫尸。 他瞧见了张灵, 古天凤和林雨晨的身影。 奇怪的是, 他们看向自己的眼神中似乎带着几分欢喜, 嘴角微微上扬, 这令徐天有些疑惑。 徐天满心茫然, 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微微皱眉, 歪着头, 眼神中满是不解, 嘴唇微微息动, 却未发出任何声音。 踏入大殿之后, 徐天缓缓抬头望去, 目光逐渐变得凝重。 只见古梁威严的端坐于上, 坐姿端正, 双手自然垂放于膝盖之上, 神情威严。 其余六位长老分坐两侧, 有的面色阴沉如水, 有的眉头紧锁, 整个大殿内的气氛压抑得几乎令人窒息。 不知师父和长老们换弟子前来, 究竟所为何事? 徐天恭敬地问道, 他向前一步, 双腿并拢, 弯腰行了一个大礼, 双手抱拳, 低头垂目, 态度十分谦逊。 苍松长老冷哼一声, 从座位上猛地站起, 以自因他的动作而向后滑去, 发出刺耳的声响。 他双手抱胸, 眼神犀利地盯着徐天, 哼, 小子, 你心里没点数吗? 说话时, 他的胸膛微微起伏, 显示出了内心的愤怒。 徐天一脸无辜, 眼睛睁得大大的, 满脸茫然地看着苍松长老, 连连摇头, 双手摊开。 弟子实在不知长老所指何事啊。 他的身体微微前倾, 一副急于解释的模样。 赤霄长老侧目打亮了他两眼, 眼睛微微眯起, 不懈地撇撇嘴, 身子往以背上依靠, 双手交叉放在胸前。 就凭他? 连宇晨失职都未必能有把握, 他能有什么能耐? 眼中带着嘲讽, 吃笑道。 就是, 当日不过是靠着法宝, 才和灵师纸打成平手。 难道还能指望他出手? 这时, 谷梁眉头一皱, 手掌重重地拍在扶手上, 发出啪的一声巨响。 诸位长老, 莫要在这般言语。 我既然能推荐叶天, 自然有我的道理。 徐天满脸疑惑地看向谷梁, 眼睛眨了眨, 歪着头, 一脸茫然。 师父, 弟子真的不明白。 谷梁微笑着说, 他微微点头, 眼神温和地看着徐天。 一月之前, 你既然已经突破到金丹中期, 今日不妨让长老们和师兄弟们都看一看。 徐天点头, 是, 师父。 说着, 他微微闭眼, 双手在胸前快速结印, 灵力在他的体内汹涌澎湃, 衣衫也随之微微鼓起。 就在那一瞬间, 一股浑厚磅礴的灵力如同怒海狂涛, 自徐天体内喷不而出, 席卷四周。 空气仿佛被这股力量疯狂搅动, 化作一场小型旋风, 呼啸着旋转不息。 周围那些弟子们, 一个个被这突如其来的灵力冲击得东歪西倒, 狼狈不堪。 有的弟子被震得连连后退, 脚步踉跄, 仿佛醉酒的汉子, 站都站不稳。 有的双手紧紧捂住耳朵, 脸上露出难以忍受的痛苦之色, 仿佛耳膜都要被这力量撕裂。 还有的瞪大了惊恐的双眼, 望着徐天, 就像看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恐怖景象。 这, 这灵力好强。 一个弟子惊呼出声, 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 显然被震撼到了极致。 在座的长老们也是神色大变, 玄机长老身子不由自主地微微前倾, 一双眼睛瞪得滚圆, 仿佛要将徐天看得通透。 赤霄长老更是眉头紧锁, 不自觉地握紧了座椅扶手, 直接因用力过度而泛白, 显然心中充满了疑惑与震惊。 看来宗主所言非虚, 他的修为的确精进神术。 玄机长老感慨道, 与其中带着一丝惊叹。 然而, 赤霄长老却满脸怀疑, 他猛地站起身, 椅子都被带得晃动起来, 手指指指徐天, 声音尖锐。 夜天的修为绝不只是惊丹中气, 这里面定有蹊跷。 第六十章, 灵葬谷将现。 这句话就像是一枚火星, 瞬间点燃了火药桶, 大殿内顿时炸开了锅。 弟子们纷纷议论, 有的焦头接耳, 不时偷偷看向徐天, 眼神中满是惊讶与疑惑。 有的挥舞着手臂, 满脸激动, 唾沫横飞地争论着。 怎么可能? 他怎么会进步得这么快? 不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邪术吧? 古梁也从座位上猛地站起, 动作急促, 脚步沉重, 一步步朝徐天逼近。 他的眼神如炬, 紧紧锁定着徐天。 叶天, 你这一个月的修为, 难道又有所突破? 古梁的声音低沉而有力, 带着一丝质问的意味。 徐天只是点了点头, 淡淡地道, 回师父, 是的。 张静见状, 脸色瞬间变得通红, 仿佛被烈火灼烧一般。 他猛地站起身, 动作太过猛烈, 竟将旁边的茶杯带翻在地。 双手紧握成拳, 手臂上的青筋抱起, 额头上也浮现出条条青筋, 指着徐天怒吼道。 叶天, 你别再耍那些花哨的把戏了。 你究竟用了什么妖法, 才营造出这样的假象? 你是不是想欺骗大家, 为自己开作罪名? 徐天他向前一步, 双手抱拳于胸前, 眼神诚恳地看着张静, 辩解道。 长老, 弟子绝无此意, 更何罪之忧。 况且, 这都是弟子日夜苦休的结果。 张俊也跳出来帮腔, 眼睛瞪得同龄般大, 指着徐天的手微微颤抖。 哼, 日夜修炼? 谁信啊? 你这个心术不正的家伙, 怎么可能修炼得这么快? 肯定有鬼。 他的声音尖锐刺耳, 在大殿内回荡不绝。 然而, 古天凤却毫不示弱, 他柳梅倒树, 眼中似有火焰在燃烧, 向前一步气势汹汹地反驳道。 张俊师兄, 你修要血口喷人。 你自己修炼得慢, 难道就不许别人进步吗? 莫非普天之下, 就该像你一样不思进去吗? 张灵也附和道, 他跺了跺小脚, 气愤地说, 就是, 你这是极度夜小师弟。 林宇晨也站了出来, 他上前一步, 手按在剑柄上, 眼神坚定地看着众人。 我与小师弟交过手, 他的实力是实打实的, 绝不会弄虚作假。 张俊被气得恼羞成怒, 他咬牙切齿地挥舞着手臂, 仿佛要扑上来一般。 你们懂什么? 他肯定是用了不正当的手段。 一时间, 大殿之上争吵声四起, 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 震耳欲聋。 古梁终于发话了, 他猛地一挥衣袖, 袖风烈烈作响, 怒喝道, 吵什么吵? 都给我安静。 他的眼神威严无比, 扫视着众人, 刹那间, 大殿内安静地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 徐天见状, 再次双手抱拳, 目光中流露出无尽的诚恳, 直勾勾地盯着古梁, 语气中满是急切。 师父, 您就别跟我绕弯子了, 究竟是什么大事? 快告诉我吧。 古梁微微汗手, 神色瞬间变得凝重如霜, 缓缓起唇道。 灵葬谷即将重现于世, 那可是个蕴藏着无数奇遇与机缘的神秘之地。 梵天阁与翠宇宗与我们七星宗实力相当, 此番必然会一同争夺其中的机缘。 他稍稍一顿, 目光如炬, 紧紧锁定着徐天, 眼中满是期望与信任, 提高声音继续道。 这次争夺, 谁能夺得更多的高级宝物, 便能决定宗门未来在修行界的地位, 更关乎我七星宗的兴衰荣辱。 你可明白, 徐天心中微微一动, 似乎有所领悟, 眼中闪过一丝恍然之色。 师父, 我大概懂了。 难道说, 您将我从那天劳之中提出来, 是打算让我前去? 可我, 我真的能行吗? 古梁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语气坚定。 三宗曾有盟约, 唯有六十岁以下的弟子方可进入。 如今我七星宗六十岁以下, 唯有你大师兄一人是金丹后妻。 但我得到消息, 梵天阁与翠宇宗都有金丹大圆满的年轻修士, 形势对我们极为不利啊。 徐天眉头一挑, 结果话头, 所以师父是想让我也一同前去, 和那些金丹大圆满的高手争锋。 这太难了, 他们可都不是好惹的。 秋波长老一听这话, 眉头紧锁, 语气不善地呵斥道。 哼, 难? 怎么? 你一个戴罪之身, 有这样的机会, 还挑三拣四? 还不乐意? 真是给脸不要脸。 徐天连忙摇头, 神色坚定如磐石, 身姿挺拔如轻松。 长老误会了, 弟子并非不愿, 而是惊喜。 能为宗门出力, 弟子求之不得, 弟子自然愿意前往, 定当为宗门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古梁文言, 捋着胡须, 仰头哈哈大笑起来, 那笑声爽朗而豪迈。 好, 不愧是我七星宗的弟子。 若你此次表现卓越, 从前之事便既往不救了。 诸位长老意下如何? 张静长老脸色一沉, 猛地站起身来, 大声反对。 宗主, 这万万不可。 即便他能铸宗门稳住地位, 可他勾结妖族, 残害同门, 此等大罪, 岂能轻易放过。 这要是传出去, 我七星宗的声誉何在? 玄机长老眼珠一转, 心中暗自权衡利弊, 缓缓说道, 师兄, 话虽如此, 但我们也不能仅凭猜测, 就定人罪名啊。 从前那些事, 不也没有确凿的直接证据吗? 不可贸然决断。 张静长老怒目原争, 大声质问道, 没有证据。 和胡族勾结是有人亲眼所见, 还算不得证据吗? 静岳长老猛地一拍桌子, 豁然站起身来, 大声说道, 还是玄机长老明示脸。 我倒想问问, 从前是谁喊着, 要将叶天救地正法? 现在又在这儿强词夺理。 他阴阳怪气地说了几句后, 又冷哼一声, 哼, 你们在这儿商讨吧, 我近日身体不适, 就先到辞了。 说吧, 狠狠地瞪了玄机长老一眼, 甩袖而去。 其他人面面相去, 皆不表态。 古, 梁剑壮, 神色愈发严肃, 我已派人前往叶族故地仔细查探, 都说叶天从小未曾离开过大荒, 也是不久前才来到于东府, 他怎可能与妖族有瓜葛? 一位长老犹豫着开口, 宗主, 那万一情报有误呢? 古梁摇了摇头, 我相信我的调查, 而且我们也不能阴烟废食, 此时正需要人手。 众人听了, 微微点头, 不再坚持, 纷纷起身, 恭敬道, 听从宗主安排。 唯有张静, 张俊和李云彻三人仍站在原地, 无动于衷。 张静脸色铁青, 一挥衣袖, 怒气冲冲地离开, 那脚步沉重而有力, 仿佛要将地面踏出个窟窿来, 一边走一边骂道, 糊涂, 宗主只是被这小子给迷惑了。 张俊则咧着嘴角, 冷哼一声, 满脸不屑地对李云彻说, 咱们走, 看他们到时候怎么后悔。 李云彻微皱眉, 却只好跟着张俊离去。 第61章 号月仙子柳梦月 古梁一行人浩浩荡荡地重返天书门, 他双手紧紧牵住徐天的双肩,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之色, 沉声道, 叶天, 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在短短三月之间, 秀为静突飞猛进至此等地步。 徐天依旧一口咬定, 神色坚定, 自然是师父赐予文本的功劳。 古梁文言, 缓缓松开双手, 眼神复杂。 你拥有如此惊世骇俗的天资, 恐怕会招来无数人的嫉妒与忌惮。 古天凤剑状连忙上前一步, 柔声劝慰, 父亲何必如此担忧? 叶大哥修为精进至此, 已是事实, 我们又何必顾虑那些闲言碎语? 鸣枪一躲, 暗箭难防, 日后行事还需小心谨慎才是。 林雨晨轻声提醒, 言罢, 他上前一步, 攻身行礼, 师父, 弟子, 尚有要事处理, 先行告退。 徐天望着林雨晨那略显落寞的身影, 心中已猜出几分。 他用了五十余载光阴, 方有今日之修为, 却被小师弟一招追上, 心中怎能不犯起一丝酸涩。 你们速去准备, 明日便启程前往林葬谷。 古梁沉声吩咐, 徐天, 古天凤与张灵三人缓缓不出天书门大殿。 古天凤热情地拉着徐天的手臂, 笑叶如花, 叶大哥, 你还从未在天书门住过呢? 父亲早早就为你准备好了房间。 徐天满面春风, 随着古天凤一路前行, 两人谈笑风生, 轻如手足。 踏入房间, 那奢华至极的布置, 瞬间映入眼帘。 精美的雕花大床被青纱环绕, 如梦似幻。 桌椅皆用上等林木打造, 泛着神秘光泽, 其上摆放的茶具等物, 皆透着非凡之气。 徐天心头涌起一股暖流, 对这份周到与用心感动不已。 就在这时, 孙非兴款步而来。 他连布轻仪宛若仙子降临, 来到徐天面前, 娇声道, 叶师弟, 方才在天群门内未能为你仗义之言。 你可别因此与师姐我生疏了呀。 徐天笑着白手, 打去道, 说起来我还要向孙师姐道谢呢? 当日叶某遭人诬陷, 若非师姐仗义之言, 恐怕我早已身陷淋雨。 孙非兴嘴角含笑, 靠近徐天, 御守自然而然地搭在他的肩头, 身子也紧跟着靠了过去, 姿态暧昧至极。 徐天反应机敏, 脚步轻移, 巧妙地躲开了这一轻密举动。 孙非兴见状, 柳眉一条, 娇称道, 哎呀, 叶师弟, 你怎么就记不住呢? 要叫人家小心心吗? 一旁的古天凤看不下去了, 眉头紧锁, 怒声道, 孙师姐, 你这是做什么? 别把叶大哥吓坏了。 孙非兴柳眉倒数, 伸手将古天凤推到一旁, 小朋友, 一边玩去。 徐天神色一正, 道, 我有些累了, 就不留二位了, 明日临葬古见。 他这明显是颂客之意, 孙非兴虽心有不甘, 却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气鼓鼓地快步离去, 那背影竟有几分狼狈。 次日, 天边出路曙光, 晨曦洒满七星宗的每一寸土地。 宗主古梁, 长老张静与赤肖腾在前引路, 身后是浩浩荡荡的弟子队伍, 宛如一条气势辉煌的巨龙, 朝着灵葬古的现实质地进发。 徐天走在队伍之中, 周围投来的目光如芒在背, 如见传心。 哼, 就是他, 一个叛徒也赶来灵葬古, 也不怕丢了我们七星宗的脸面。 一个弟子撇着嘴, 满脸不屑地说道, 就是, 真不知道宗主是怎么想的, 带他来能有什么用? 另一个弟子附和道, 话语中满是嘲讽。 徐天听着这些风言风语, 拳头微微握紧, 却又缓缓松开。 好在大师兄林雨晨 如一座巍峨的山峰般 挡在他身前, 沉声道, 都给我闭嘴, 少在这里嚼舌根, 有这闲工夫, 不如想想等会儿 怎么在灵葬古中获取机缘。 大师姐张灵也柳梅道树, 交合道, 你们若是再敢胡言乱语, 休怪我不客气。 古天凤更是直接, 怒目而是那些说坏话的弟子, 谁再敢说叶大哥的坏话, 我定不饶他。 有了他们的维护, 徐天心中的郁闷消散了不少, 并未将这些闲言碎语放在心上。 然而, 张俊和李云彻却不甘心, 他们在人群中窜来窜去, 继续煽风点火。 你们看看他, 一个背叛宗门的家伙, 还想在灵葬古中捞好处, 简直是吃人说梦。 张俊扯着嗓子喊道, 正当他们说得兴起之时, 孙飞星却突然出现, 将他们的恶行逮了个阵阵。 张俊一见到孙飞星, 两眼瞬间放光, 那眼神就像恶狼看到了猎物一般。 他满脸堆笑地凑上前去, 孙师妹, 你来了, 我们这也是为了门派着想, 他这种人真的不配来灵葬古啊。 孙飞星柳眉紧促, 美目寒怒, 何知道, 谁让你们对同门如此无礼, 同门之间因互帮互助。 你们这般行径, 与邪魔歪道有何意? 被孙飞星如此指责, 张俊却丝毫不生气, 依旧闲着脸讨好。 孙师姐, 我这也是为了大家好啊, 你别生气。 孙飞星根本不理会他, 连不轻移, 转身便朝着徐天飞去。 张俊望着孙飞星离去的背影, 眼中怒火中烧, 咬牙切齿道, 哼, 徐天, 你给我等着。 可面对孙飞星的维护, 他也无可奈何。 在众人的喧闹声中, 他们很快便来到了灵葬古的现世之地。 这里群山巍蛾, 山巍起伏如巨龙盘踞, 云雾缭绕间, 仿若仙境一般。 而范天格的众人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那场面, 透着一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氛围。 于灵葬古之盼, 古梁眼神骤宁, 一眼便捕捉到 范天格之主云淼的身影。 随即朗声笑道, 云淼兄, 岁月匆匆, 别来无恙呼。 真是久违了啊。 云淼亦是笑容满面, 客气地拱手回应, 古梁雄风采更胜往昔, 真乃意气风发之事也。 此时, 张静与赤霄亦不甘落后, 纷纷上前, 与云淼及范天格长老宁霜拱手行礼, 言笑艳艳, 一派和谐景象。 然而, 众人目光却不由自主地 被云淼与宁霜身后的一位女子所吸引。 古梁双眸微眯, 细细打量, 忠实开口问道, 此为莫非便是范天格中 那位明镇四方的天纵之才? 那女子轻轻挑眉, 神色间虽带几分傲慢, 却仍恭敬地回道。 弟子柳孟月, 拜见诗书。 弟子侥幸得尽, 以至荆丹大圆满之境。 七星踪一侧, 古梁, 张静与赤霄文言, 皆是赞不绝口。 眼中满是对这位年轻才俊的欣赏与赞叹。 柳孟月却突然将视线移至林宇晨身上, 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 似有若无, 道。 林师兄亦在此处, 真是难得。 师妹心中甚是怀念, 不知可否再有机会与师兄切磋一二。 第六十二章, 林葬现世。 徐天立于一旁, 虽不明其中缘由, 却从那语迹中听出了几分讽刺之意。 林宇晨甘大一笑, 连忙摆手道, 哪里哪里, 林某修为浅薄, 昔日便以败于浩月仙子之手, 如今更是难以望其向背。 柳孟月却愈发趾高气昂, 眼中闪过一丝得意之色, 继续说道, 林师兄过谦了, 你身为七星宗之翘楚, 又怎可如此贬低自己。 此言一出, 暗藏锋芒, 分明是在嘲讽七星宗, 无人能与范天阁相提并论。 古良闻言, 脸色瞬间暗沉下来, 眼中闪过一丝不悦。 云渺见状, 脸色亦是亦沉, 当即呵斥柳孟月道, 羞得再次胡言乱语。 随即, 他又对古良笑道, 我这弟子年轻气盛, 不懂人情世故, 还望古良兄莫要见怪。 古良深吸一口气, 强行压下心中不悦, 摆了摆手, 道, 我怎会与小辈一般见识。 况且, 他所言亦非全然无惧。 徐天在一旁听得心中暗怒, 暗自嘀咕, 看着柳孟月外表端庄秀丽, 没想到竟是个仗势欺人的小人。 他悄悄靠近古天凤, 压低声音道, 等近了灵脏骨, 看我怎么收拾他。 古天凤文言, 神色却愈发紧张, 连忙劝阻道。 叶大哥, 他已是金丹大圆满之境, 咱们还是避其锋芒为好。 切莫与他正面起冲突, 否则恐有大祸临头。 遥望远方, 一群身着蓝衣的修饰脚踏飞溅, 气势辉弘, 宛如天兵天将降临凡尘。 为首之人, 乃一位风华绝代的女子, 身姿曼妙, 如一朵绽放于云端之巅的蓝色妖姬, 正是翠宇宗之主, 冯颖。 他步履轻盈, 宛若灵波微步, 缓缓落在古梁等人身旁。 诸位来得真早, 其声如朱玉落盘, 清翠月耳, 令人心旷神疑。 柳梦月目光流转, 于翠宇宗弟子中细细搜寻。 待见到那位身姿挺拔, 如苍松翠柏的风无痕时, 眼中顿时绽放出璀璨光芒, 犹如夜空中最亮的星辰。 他快步上前, 声音音激动而略显颤抖。 吴恒师兄, 别来无恙, 真是久违了。 言罢, 他白皙的脸颊上泛起一抹飞红, 犹如天边绚烂的云霞, 娇羞之态, 令人怜爱。 风吴恒亦是笑容满面, 目光温柔如水, 轻声问道, 师妹近日可好。 柳梦月闻言, 如小鸟一人般羞涩地点了点头, 宛如春日里绽放的花朵。 一旁, 徐天冷眼旁观, 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 低声嘀咕。 哼, 原来这两个便是金丹大圆满的高手, 瞧着腻歪样, 果真是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张灵健壮, 急忙碰了碰他的胳膊, 神色紧张地提醒, 小师弟, 慎言。 古天凤也连忙复合, 是啊, 叶师弟, 咱们可别节外生枝,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正当此时, 沉寂多年的灵葬鼓仿佛被一只无形巨手轻轻搅动, 突然间有了异响。 古中灵力汹涌澎湃, 犹如惊涛骇浪, 仿佛有一头沉睡千年的巨兽正在缓缓苏醒。 巨大的法阵在灵力的激荡下若隐若现, 散发着古老而神秘的气息, 令人心生敬畏。 年轻弟子们健壮, 无不激动万分, 人群中议润纷纷, 热闹非凡。 快看, 那法阵, 里面定有无数珍宝。 此番若能得此机缘, 我必能突破瓶颈, 修为更上一层楼。 灵葬古啊, 这可是百年难遇的机会, 绝不能错过。 众人的目光, 皆被这奇异的景象所吸引, 眼中闪烁着渴望与期待的光芒。 古梁神色凝重, 右手负于背后, 一昧随风飘扬, 他凝视着那法阵, 目光深邃如鸢, 朗声宣布, 时机已到。 云苗语逢引文言, 亦是微微汗手, 亦是赞同。 刹那间, 三人腾空而起, 一袍随风烈烈作响, 宛如三颗璀璨的星辰, 各自立于法阵的三角之位。 他们催动体内强大的灵力, 一时间, 灵力如江河奔腾, 汹涌澎湃地朝着法阵汇聚而去。 那法阵在灵力的滋养下, 愈发清晰可见, 光芒四射, 犹如烈日当空, 照亮了整个天际。 光芒交织之处, 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在编织着空间, 光芒不断凝聚, 最终汇聚成一道巨大的传颂门。 那传颂门散发着神秘的光运, 仿佛通往无尽的宝藏之地, 周围的空间都因它的出现微微扭曲, 彰显着其蕴含的强大力量。 这三位原音修士所展现出的法力高强, 令在场众人无不心生敬畏, 肃然起敬。 古良目光威严的扫视众人, 大声宣布, 诸位弟子听令, 速速进入灵葬谷, 十日之后务必归来, 否则将被困于其间百年, 切勿自悟。 云苗紧接着补充道, 此传颂门有灵, 仅限六十岁以下修士通过, 若有人妄图应闯, 被法阵误伤, 后果自负。 众人闻言, 皆是整装待发, 眼中闪烁着兴奋与决绝的光芒。 柳梦月与风无痕相视一笑, 手牵手, 宛如一对神仙眷侣, 率先朝着传颂门飞去, 身影瞬间消失在璀璨的光芒之中。 光深邃, 心中暗自思量, 这灵葬谷中必有诸多奇遇, 我若能得到一二, 修为定能突飞猛进。 但其中也必然危机四伏, 需得小心行事。 他转头看向身旁的林雨晨, 张灵和古天凤, 微微一笑, 道, 师兄师姐, 我们也进去吧。 说吧, 徐天身形一动, 犹如离弦之剑般朝着传颂门飞去。 张灵和古天凤剑撞, 也连忙跟上, 三人一同消失在传颂门的光芒之中。 这时, 张静却一把拉住张俊, 眼中满是担忧, 与众心肠地叮嘱。 俊二, 临葬谷内危机四伏, 生死有命, 你定要小心行事。 别忘了爹给你的法宝, 关键时刻能保你性命, 切莫大意。 张俊却一脸不以为然, 敷衍地摆了摆手, 哎呀, 知道了。 话音未落, 他转头看见孙飞星正朝着传颂门飞去, 连忙喊道, 师妹, 等等我呀。 说着, 便迫不及待地追了上去, 身影很快便消失在传颂门的光芒之中。 第六十三章, 寿远果。 临藏谷内, 雾气如愁, 粘稠而深邃, 周遭的静谜中, 透着一股令人心悸的诡异。 大师姐和古天凤他们人呢? 徐天眉心轻醋, 临时如同无形的触手, 向四周蔓延探寻, 却一无所获。 林宇辰轻轻摇头, 目光凝重, 小师弟, 不必再寻了, 看来我们是被某种力量分散开了。 徐天眉头紧锁, 点了点头, 神色间透露出一丝坚决, 也罢, 那我们就先向前探索, 说不定就能与他们相遇。 言罢, 二人寄出飞剑, 化作两道璀璨流光, 划破浓雾, 向前急驰而去。 不多时, 前方有一处散发着奇异光芒, 引人注目。 二人对视一眼, 无需多言, 便以心领神会, 朝着那光芒处预见而去。 小师弟, 快看! 林雨晨的声音因心范微微颤抖, 眼中闪烁着惊喜的光芒, 这里居然有这么多的寿元果。 徐天一脸愕然, 疑惑地问道, 这些果子真的能增加寿元? 林雨晨连忙点头, 神色肃穆, 正是, 这等灵植极难培育, 就连摇光门也不过于有一株, 百年才结一次果, 珍贵无比。 徐天闻言, 顿时明白了这些果子的珍惜程度, 眼中闪过一抹炙热, 那这里有这么多, 若是能全带回去, 岂不是大功一剑? 大功一剑, 也得看你们带不带得走。 就在这时, 两道身影突兀的浮现, 打断了徐天的遐想。 徐天眉头一挑, 目光如炬, 你们算什么东西? 带不带得走? 可由不得你们说了算。 林雨晨却面色谨慎, 伸手一探, 以悄然明了这二人的实力。 他忙将徐天往身后扯了扯, 笛声说道, 小师弟, 切勿冲动, 这二人皆是金丹后期修为, 不可小觑。 转身又对那两人说道, 既然二位道友也来到此处, 倒不如我们各自一办如何? 那二人乃是梵天阁弟子, 女子名为红莲, 男子则是张帆。 红莲不屑地冷笑一声, 此中机缘本就是强者得之, 又岂有平分之说。 徐天不顾林雨晨的阻拦, 上前一步, 浑身凌厉涌动, 气势如红, 听你的意思, 是要动手了。 红莲手中, 红莲如火焰般翻飞, 带着着人的热浪, 朝徐天席卷而来。 红莲之上符文闪烁, 似有灵性, 专攻徐天要害。 徐天身形一侧, 灵巧地躲过了这一击, 同时反手一剑, 剑光如龙, 直取红莲咽喉。 红莲冷哼一声, 身形击退, 如灵蛇般舞动, 挡住了徐天的剑招。 张帆则从袖口祭出一把黑色飞剑, 剑身泛着幽光, 化作树道剑影, 从侧面夹击徐天。 徐天身形微沉, 脚步如垫, 在剑影中穿梭自如, 同时手中零剑挥舞, 剑光如枝, 将张帆的剑影一一击溃。 林宇辰见状, 手中零剑挥舞, 洒出一片光幕, 挡住了部分攻击。 但那红莲刁钻异常, 竟绕过光幕, 朝他攻来。 他侧身一闪, 显之又显得避开了这一击, 同时反手一剑, 与红莲相撞, 发出清脆的金属焦鸣声。 徐天眼中寒光一闪, 施展幻影步, 身形瞬间变得模糊, 在红莲与剑影间穿梭自如。 他看准时机, 使出求天指, 指尖灵力凝聚, 化作一道光柱, 射向张帆。 张帆大惊失色, 连忙以飞剑抵挡, 却被震得后退束步, 脸色微变, 终究还是被束缚住。 徐天那是不饶人, 口中念念有词, 施展幻灵术法。 一圈符文环绕之下, 囚牛现身, 浑身散发着威严之气, 双脚如利刃, 朝着红莲和张帆冲去。 红莲和张帆大惊失色, 关键时刻, 张帆挣脱裘天指, 二人合力抵挡, 但囚牛之力太过强大, 他们节节败退, 身上已有多处伤痕。 张帆气喘吁吁地问道, 你一个刚踏入金丹后期的小子, 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实力? 徐天冷笑一声, 修士怎能只以修为论高低? 看着红莲眼中满事不甘, 徐天又道, 既不如人, 何必自讨没趣? 现下我要想想, 要不要杀了你们? 那二人闻言, 顿时慌了神。 红莲连忙求饶, 望师兄饶了我二人? 徐天摊开右手, 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 总不能就这样轻易就放过你们吧。 他们两个会议, 忙将身上的零食和法宝交了出来, 一脸惶恐。 我们身上只有这些, 还望师兄不要嫌少。 徐天收起东西, 满意地点了点头, 罢了, 赶紧滚吧, 再遇到我, 记得躲着店。 那两人灰头土脸地溜走, 红莲仍心又不甘, 等我告诉柳师姐, 定要她加倍奉还。 徐天和林雨晨将寿元国小心收好, 随后再次踏上飞剑, 朝着前方急驰而去。 飞剑划破浓雾, 带起一阵气流, 二人身形渐行渐远。 小师弟, 我一直好奇, 你怎么总是能有高出修为限制的招式和法宝? 林雨晨满脸疑惑地看向徐天, 眼中闪烁着好奇的光芒。 徐天挠了挠头, 眼珠一转, 露出神秘兮兮的模样。 那我可只告诉你一人哈, 你可不许跟别人说。 林雨晨赶紧伸着脖子, 眼睛瞪得大大的, 生怕漏听一个字。 其实, 那些都是我在梦里学到的。 徐天一本正经地说道, 脸上满是认真之色。 林雨晨先是一愣, 随后不可思议地瞪着徐天捧腹大笑。 小师弟莫要开玩笑了。 你要不愿说, 也不必编出这样荒唐的理由吧。 我哪里胡说了? 本来就是吗? 徐天耿着脖子争辩, 脸上满是倔强。 两人正有说有笑, 突然, 徐天眉头一皱, 林雨晨也神色一领。 他们察觉到, 线下经过之处有些异样, 空气中残留着灵力波动, 周围的草木有明显的打斗痕迹。 林雨晨急急道, 小师弟, 这里似乎有人交手, 快去前面看看。 说着不要加速向前, 却被徐天一把拉住。 徐天摇了摇头, 神色沉稳, 大师兄何必请及? 兴许是梵天门和翠宇宗的争斗, 咱们何必掺和其中? 林雨晨一听, 觉得颇有道理, 眼珠一转, 记上心来, 那咱们潜伏一下。 徐天嘴角上扬, 赞许地点了点头, 上道。 二人施展隐匿身形之法, 将自身气息收敛得无影无踪, 减缓飞剑速度, 小心翼翼地向前探去。 第六十四章, 交手翠宇宗。 林雨晨与徐天隐密于暗处, 犹如夜色中的幽灵, 缓缓向前摸索。 雾气缭绕间, 前方隐约传来阵阵静气交击之声, 战况激烈。 大师兄, 你可瞧得清前方, 是何人在交手? 徐天压低声音问道。 林雨晨眉头紧锁, 目光穿透浓雾, 却只能看见模糊的身影交缠, 却摇了摇头, 道, 这雾气太过浓重, 瞧不真切。 然而, 下一秒, 林雨晨仿若遭受雷击, 眼中闪过一丝惊恶。 他身形一盏, 如同离弦之剑, 不顾一切地朝着激战之处飞掠而去。 大师兄, 咱不是说好, 只在这看戏吗? 徐天急得大喊, 声音中带着一丝无奈。 但眨眼间, 林雨晨已在老远之处, 只留下一句有人使的是七星剑绝。 回荡在空中, 徐天狠狠一跺脚, 心中暗骂。 奶奶的, 搞了半天, 竟是自家人。 话落, 他也不再停留, 追了上去, 口中大喊, 大师兄, 等等我。 林雨晨飞至近前, 才看清是古天凤正与三名翠羽宗弟子苦苦缠斗。 他剑法伶俐, 但显然已落入下风, 身上多处受伤。 林雨晨二话不说, 长剑一挥, 庞博剑气如怒龙出海, 带着滔天之势, 向着那三人席卷而去。 那三人背着强大的气势, 震得连连后退, 脸色大变。 什么人, 竟敢多管我翠羽宗的闲事? 那几人怒吓, 声音中带着一丝惊恐。 林雨晨仿若未闻, 只是赶忙搀扶着身受重伤的古天凤, 急切询问, 天凤, 你伤势如何? 此时徐天也赶了过来, 见古天凤伤势惨重, 顿时怒火中烧。 他上前几步, 怒目而生那几名翠羽宗弟子, 大声喝道, 什么人, 竟敢伤我们七星宗的人? 为首那男子南宫锦满脸不屑, 冷笑道, 七星宗徒有虚名, 连个金丹大圆满都没有, 还竟干些偷金摸狗之事。 徐天却不气, 反而笑道, 那你又是何修为? 金丹大圆满吗? 南宫锦气得握紧拳头, 怒喝道, 你? 他身后一女子拍了拍他, 轻声道, 师兄, 莫要与他计较, 不过是金丹后期罢了, 动手便是。 南宫锦神色英质, 猛地祭出一面棋子。 那棋面之上, 雷电图腾繁复无比, 似有雷电在其中奔腾咆哮, 仿佛要撕裂天地。 他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 大声喝道, 九霄神雷, 落。 一言方出, 天色瞬间变得漆黑如墨, 雷云滚滚而来, 眨眼间便密布天空, 仿佛要将整个世界吞噬。 几道天雷如猙獰的蛟龙, 从那雷云间直直落下, 带着毁天灭地之势, 朝着徐天三人轰然而去。 叶大哥, 小心! 古天凤满脸焦急, 大声呼喊, 声音中带着一丝忧虑, 可徐天却仿若泰山般稳稳站立, 毫无惊慌之色。 他双眼微眯, 嘴角勾起一抹淡笑, 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他回头对着古天凤和凌雨晨朗声道, 你们无需惊慌, 且看着, 这等雕虫小技不足为惧。 言罢, 他双手一挥, 祭出绝神古图。 刹那间, 一道暗棕色的防御屏障 从那法宝上蔓延开来, 将它们稳稳罩住。 那天雷轰在防御罩上, 如同银蛇在玻璃上爬行, 虽光芒闪烁, 震耳欲聋, 却无法突破这坚固的屏障分喉。 南宫锦身后的司徒镜和韩玉玲剑壮, 起声高呼, 我们来助你。 随后, 二人各自祭出法宝, 法宝光芒大盛, 带着凌厉的气势, 向着那层防御屏障狠狠攻去。 徐天嘴角的笑意更甚, 他手指如飞, 快速掐印, 催动绝神古图。 神奇的是, 那周围的光幕, 竟开始缓缓吸收那些攻击而来的能量。 翠宇宗三人剑壮大惊失色, 想要收回法宝, 可那法宝却像是被紧紧牵引, 根本不听使唤。 有古怪, 气宝! 司徒镜大喊一声, 三人身形如电, 飞速朝着远处撤离。 哪里逃? 徐天大喝一声, 只见光幕之上突然迸发出一柱强烈的光柱。 所过之处, 雾气如被狂风席卷般瞬间驱散, 形成一个通透的通道。 那光柱视如破竹, 三宝瞬间被毁, 继续朝着三人追去。 司徒镜回头一望, 顿赶死亡的气息逼近。 他心意狠, 抓起身旁的韩玉玲, 往后用力一扔, 大喊道, 你去挡住。 可怜那韩玉玲, 毫无反抗之力, 瞬间被光柱击中, 当场殒命, 只留下一声惨叫, 回荡在空中。 南宫锦和司徒镜虽逃过一劫, 却也身受重伤, 拼尽全力顿出树里。 徐天欲追, 却被林宇晨一把拉住。 小师殿, 就此收手吧。 这外围危险重重, 若是我们分散, 更加不利。 徐天听闻, 觉得有理, 便停下身形。 他急忙走到古天凤身旁, 关切地问, 你怎么样? 古天凤白白手, 脸色苍白如纸, 勉强笑道, 不过是些皮外伤, 只是林里有些枯竭罢了。 林宇晨眉头微皱, 看向古天凤, 眼中带着一丝疑惑, 方才那几人说, 七星宗竟会些偷鸡摸狗, 是怎么回事? 古天凤眼神有些闪躲, 略显心虚道, 我看见, 他们三人进了一处洞穴, 便偷偷跟了上去, 抢了件法宝。 说着, 他从怀中掏出一枚灵珠, 递给徐天和林宇晨。 徐天见状, 无奈笑道, 原来, 你就是因为这么个珠子, 才被他们追杀啊。 林宇晨也点头道, 他们要救给他们, 何必争强? 古天凤却坚决地摇了摇头, 坚定地说道, 此珠是土灵珠, 咱们七星宗秘境阵法, 正好缺少他。 有了他以后, 父亲和长老们, 也不必总是耗费灵力, 去维系阵法了。 看着古天凤处处处为宗门考虑, 林宇晨不禁动容, 他轻轻拍了拍古天凤的肩膀, 与众心长地说道, 再重要, 以后也要先保全自己。 古天凤点头称是, 又看向徐天, 满脸钦佩, 叶大哥真是好手段, 凭一人之力战退三名金丹修士, 那难攻警, 不足挂齿。 说起法宝, 林宇晨眼中露出疑惑之色, 看着徐天手中的绝神古图, 好奇地问道, 怎么你修为提升? 法宝似乎也更强悍, 莫非这又是件原因法宝? 徐天轻轻点头, 古天凤和林宇晨顿时瞪大双眼, 满脸不可思议。 林宇晨更是惊叹道, 小师爹, 你可真是个怪胎啊。 第65章, 翠与凌鸾, 待古天凤体内伤势全然复原, 徐天, 林宇晨与古天凤三人, 脚踏飞剑, 直朝那林葬谷深处急迟而去。 咦, 师爹, 你可曾遇见张灵师妹? 林宇晨见眉轻醋, 与带关切地问道。 古天凤轻轻摇头, 神色间透露出一抹凝重。 未曾, 我一入林葬谷便与你们分散开来。 徐天则宽慰道, 大师姐修为已达金丹中期, 只要不与那两名大圆满境界的强者照面, 理应无恙。 这一路上, 林侄繁多, 却皆是些繁俗之物, 难入法眼。 林宇晨却也未曾错过, 逐一将其采摘而下。 毕竟, 以灵力滋养林侄, 使之开花结果, 实乃不易之举。 一日时光匆匆流逝, 三人终于穿透了那重重迷雾, 正是踏入了林葬谷的内部。 此地在乌纳遮蔽视线的浓雾, 但见四周环境清幽雅致, 古墓参天, 枝叶繁茂, 仿佛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仙境。 啊, 真是舒畅至极, 此地空气中似乎蕴含着丝丝灵气, 正在流动。 徐天一脸陶醉, 闭目躺在柔软的草地上, 由衷感叹。 林宇晨也随之躺下, 微微汗手道, 的确如此, 不愧是上古修士的修炼圣地, 灵气竟是如此充沛。 古天凤眉头微皱, 心中涌起疑惑, 这些灵气究竟源自何处? 此问一出, 竟让徐天和林宇晨一时之间无言以对。 对啊, 不是说数个纪元之前, 灵气便以酷竭殆尽了吗? 林宇晨一时满脸困惑, 徐天却洒然一笑, 毫不在意, 管他呢, 咱们只需专心寻宝便是。 言罢, 三人不再耽搁, 再次踏上飞剑, 向前方飞去。 徐得尽快穿过这片密铃, 去晚了, 那宝物可都要被他人杰足先登了。 古天凤神色略显焦急, 徐天却神色淡然, 笑道, 这些机缘全凭运气, 去得早不如去的巧。 就在这时, 一阵凄厉的呼救之声, 骤然划破长空, 传入三人耳中。 徐天, 林宇晨, 古天凤三人相视一眼, 身形顿时在半空中停滞。 过去看看, 究竟是何人在呼救? 林宇晨双眸中闪过一丝决绝, 提议道, 古天凤却眉头紧锁, 满脸警惕, 万一是个陷阱吗? 切不可轻举妄动。 徐天亦是点头赞同, 小心为上。 刹那间, 只见一群弟子朝着他们这边狂奔而来。 徐天等人定睛望去, 来者共有七人, 其中竟有两名七星宗弟子, 另有两名梵天阁弟子, 和三名翠宇宗弟子。 有咱们宗门的师兄弟, 快走, 看看究竟发生了何事。 林宇晨心急如焚, 当即驾驭飞剑, 朝他们飞去。 古天凤无奈地叹了口气, 都叫他小心谨慎了, 还是这般鲁莽。 徐天朝他耸了耸肩, 没办法, 跟上吧。 待他们靠近, 才看清那两名七星宗弟子, 买是张俊和萧义晨。 二人瞧见林宇晨, 犹如溺水之人, 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张俊扯着嗓子大喊, 大师兄, 快救我们。 林宇晨赶忙问道, 师弟, 究竟怎么回事? 为何如此慌张? 萧义晨神色惊恐, 语无伦次, 别问了, 赶紧跑, 再磨葬, 等会儿追上来就完了。 徐天凑上前去, 什么追上来? 说清楚啊。 萧义晨急得面红耳赤, 刚要开口, 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最后一跺脚, 哎呀, 你们不跑我跑了。 言罢, 拉着张俊驾驭飞剑, 急迟而去。 你们明白他们什么意思了吗? 古天凤满脸茫然, 林宇晨也是一头雾水, 只说是有东西在追他们。 突然, 徐天瞳孔皱缩, 盯着林宇晨身后, 只见一只巨大的鸟不知何时悄然出现。 那鸟的羽毛, 犹如翡翠惊心雕琢而成, 散发着淡淡的绿色光韵。 双眸四两颗璀璨夺目的绿宝石, 身后, 拖着修长且分散的维宇, 宛如仙境中的精灵。 大师兄, 小心身后。 徐天惊呼, 林宇晨急忙转身, 瞧见这庞然大雾, 心中大海。 那大鸟仰头鸣叫一声, 声音如锐利之剑, 直刺众人灵食。 徐天三人脸色骤变, 连忙转身驾驭飞剑逃窜, 那大鸟却正式猛追, 气势害人。 这是什么怪物啊? 古天凤崩溃大喊, 不知道啊, 难道是大妖? 徐天神色紧张, 林宇晨边飞边解释, 这不是大妖, 是灵兽。 灵兽? 什么灵兽? 古天凤追问, 灵兽靠吸食灵力为生, 吸食越多, 能力越强。 林宇晨继续说道, 那为何从未见过? 外界的灵兽, 早已灭绝了。 林宇晨一边解释, 一边回头观察那大鸟, 这只应该是翠羽灵鸾, 擅长攻击灵食。 徐天却无心探究, 只是抱怨, 这个张军, 没事去招惹他们的麻。 徐天猛地顿住身形, 一昧随风而动, 神色凝重。 不行, 这般逃下去, 我们就要被撵出谷去了。 林宇晨和古天凤赶忙停下, 回首望向徐天, 起身问道, 那如何是好? 徐天手托下巴, 目光闪动, 呼得灵光乍现。 你们俩先藏起来, 我去引开这畜生, 待他追我之时, 你们再现身, 然后我再绕回。 这样, 他不就把我们亡谷内感? 林宇晨和古天凤相视一笑, 眼中满是赞赏, 还是你鬼点子多。 言罢, 二人施展隐匿之术, 身形一闪, 便引入了茂密的灌木丛中。 徐天则泰然自若地候在原地, 朝那翠宇灵鸾挑衅道, 嘿, 傻鸟, 有本事来追本大雅。 翠宇灵鸾听闻, 头顶那五彩斑斓的羽毛, 根根竖起。 似是被彻底激怒, 发出两声尖锐刺耳的鸣叫, 震翅朝徐天猛扑而去。 徐天嘴角上扬, 身形如电, 瞬间飞尸而出。 他身后那片高耸入云的树木, 竟被翠宇灵鸾那巨大的翅膀拦, 目屑纷飞。 哟, 这畜生可真凶惨。 徐天暗自咋舌, 眨眼间, 徐天已将翠宇灵鸾引出百米之窑, 他施展幻影步, 身形在一侧绕了一圈, 眨眼便闪至那大鸟身后。 翠宇灵鸾大惊, 紧急刹车, 航大的身躯在半空硬生生止住, 随后猛地掉转方向, 朝回追来。 你们俩傻愣着干嘛, 还不跑? 徐天急呼, 林雨晨和古天凤瞬间现身, 林雨晨笑道, 怕是脑子糊涂了。 徐天抱怨道, 兴许是受了什么刺激, 才这般疯狂。 林雨晨猜测道, 第66章, 一个淡, 不多时, 三人眼前赫然显现一座孤峰, 其上引线意幽碎洞口。 古天凤急声呼道, 速入此洞, 此洞狭窄, 那翠宇灵鸾体型庞大, 难以涉足。 言罢, 但见那翠宇灵鸾果在洞口盘旋, 羽翼遮天, 却因洞口之线, 无法得逞。 他低着头, 在洞口看了一眼, 忽然起身, 向上飞去。 徐天见状, 心头大石落地, 长叹一声, 哎, 总算是摆脱了这只傻鸟。 徐天拱着腰, 临时向洞内探去, 打量着, 里面有什么宝贝。 然而, 林雨晨却眉头紧锁, 心绪难平, 一股莫名的不安涌上心头。 此鸟先前穷追不舍, 怎会突然放弃? 皆此刻竟无半点声响, 着实可疑。 他低声自语, 目光如炬, 四处探查。 呼得, 他抬头仰望, 目光所及之处, 不禁浑身一颤, 惊声道, 二位师弟, 素官上方。 徐天与古天凤文言, 急忙仰手, 只见高处竟别有洞天。 一句大洞口赫然在目, 翠玉凌鸾正傲然立于洞口, 碧玉双眸深邃, 冷冷注视着他们。 哎呀, 这剧情反转得太快了吧。 徐天惊呼一声, 转身欲逃, 却见古天凤与凌语尘 一向洞内急奔。 你们? 徐天脚步一顿, 左右摇摆不定, 中势咬咬牙, 紧随其后。 纳翠与凌鸾剑三人 逃入洞穴深处, 再次长鸣, 振翅而飞, 紧追不舍。 三人被追得狼狈异常, 直至一处深渊之前, 退路已绝。 这可如何是后? 前面已是无路可逃。 古天凤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高声唬喊, 拼了, 今日不是他死, 便是我们亡。 林雨晨紧握灵剑, 眼中闪烁着不屈的光芒。 徐天却道, 何必白费力气, 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下去? 去下面岂不是进了死胡同? 古天凤显然被徐天的话惊叨。 是啊, 倒不如咱们联手, 还有一战之力。 正当林雨晨与古天凤犹豫不决之时, 那翠与凌鸾已追至, 立于对面。 他双翅展开, 鸣声如雷, 四代警告三人莫要轻举妄动。 徐天眼珠一转, 心声一计。 下一秒, 他趁古天凤不备, 一脚将他踹入深渊。 小师爹, 你这是何意? 林雨晨惊呼, 转身遇救古天凤。 我来助你。 徐天从上方腹窗下, 助古天凤稳住身形。 小师爹, 我等分明可与此妖兽周旋。 为何要跳下这深渊? 林雨晨不解地问道。 徐天向下指去, 只见那里微弱的蓝光闪烁, 宛如星河。 我猜这便是他的巢穴, 其中必有珍宝。 林雨晨无语至极, 小师爹, 怎么从前没发现, 你这么贪心啊? 三人很快便落入深渊底部, 只见此处临时遍布, 光芒璀璨, 照得深渊底下亮堂堂的。 哈哈, 看吧, 这趟可大转特转。 徐天兴奋地喊道。 是啊, 还是叶大哥有远见。 古天凤眼中满是惊喜, 急忙肯定徐天。 然而, 三人尚未来得及收取多少, 那翠宇凌鸾便已追了下来。 他双目圆睁, 怒火中烧, 几乎要将这深渊点燃, 口中发出阵阵愤怒的鸣叫。 不好, 他追来了, 快躲。 林雨晨大喊, 三人不敢有丝毫耽搁, 在这狭小的空间中东躲西藏, 顺便收取着灵石, 慌乱的脚步声在山洞中回荡。 忽然, 徐天在角落发现一枚巨弹, 其上灵片密布, 每一片都散发着翠绿的光芒。 这是他的弹? 徐天惊呼, 小师弟, 这还用你说吗? 林雨晨瞥了一眼吐槽道, 眼睛却紧紧盯着那翠雨凌鸾, 防备着他的下一轮攻击。 先别管这个, 我们得想办法摆脱这大鸟。 古天凤焦急地说道, 这弹或许是个关键, 我们得好好利用一番。 徐天眼中闪过一丝脚侠的光芒。 如何利用? 林雨晨转头看向徐天。 瞧好了, 徐天抱着那枚巨弹, 缓缓走到最前面, 将其高高举起。 翠雨凌鸾见状, 情绪更加激动, 猛烈地扇动着翅膀, 鸣叫声震耳欲聋。 喂, 安静点, 再叫我就把他砸了。 徐天警告道, 然而, 翠雨凌鸾听了这话, 却渐渐平静下来, 反过来向他们步步紧逼。 叶大哥, 这真的行吗? 古天凤看着翠雨凌鸾 并没有罢休的意思, 心中不太自信。 他们逼近。 徐天见状, 看了眼手中的蛋, 传音给古天凤和林玉成, 我砸了这颗蛋, 咱们立马跑。 说完, 他用力将那颗蛋向地面砸去。 啪, 啪啪啪啪啪。 三人目瞪口呆, 只见那蛋竟如皮球般弹跳起来。 这, 这是个皮球? 徐天的眼珠子差点瞪了出来。 那翠雨凌鸾用爪子稳住弹动的蛋, 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们。 愣着干啥? 跑啊。 徐天大喊一声, 三人再次遇见向上飞去, 可那翠雨凌鸾却从下面死死咬住徐天的右腿。 徐天猛踹脊脚, 却未能使其松口, 反倒震得自己脚生疼。 小师爹! 叶大哥! 看着徐天被拖了下去, 古天凤和林玉成心急如焚, 两人对视一眼, 决定与那灵兽决一死战。 徐天被重重摔在地上, 那灵兽抬起锯肘, 欲将它踩成肉泥。 然而, 徐天有金光护体, 自然未让其得逞。 古天凤和林玉成从两侧夹击, 灵剑与他的羽毛擦出阵阵火花, 将它推后数米, 却仍未伤其根本。 徐天趁机挣脱, 右手灵力汇集, 猛然劈出数道光刃。 光刃落在翠雨凌鸾身上, 他长笑一声, 显然被伤到。 好久没使素银斩了, 没想到又变强了。 徐天笑着说道, 得意极了。 走! 只见林玉成和古天凤都已飞出甚远, 却不见徐天跟上来。 二人目光齐齐向下探去, 只见徐天又跑去抱起那颗灵兽弹。 叶大哥, 都什么时候了? 还抱着他做什么? 哎呀, 都被打了, 总得带点什么走吧。 快走吧, 小师弟, 来了来了。 徐天抱着灵兽弹, 快速追上那二人。 然而, 被夺走孩子的翠雨凌鸾更加焦急, 全然不顾受伤的翅膀, 以极快的速度向上攀升。 眼看就要被他再次追上, 三人眼前却忽然出现了。 第六十七章, 有人来背锅。 徐天双瞳骤然凝聚, 眼前之人身影急剧下坠, 带其容颜映入眼帘, 竟是柳梦月。 小师弟, 大事不妙啊。 咱们竟伤了梵天阁之人, 这柳梦月, 莫非是前来所摘的? 林玉成神色黄极, 声音颤抖, 竟显内心之剧。 徐天仅是微微醋眉, 目光邪逆下方, 那急迟而来的翠雨凌鸾, 眼中闪过一抹灵光, 心中顿声妙计。 他嘴角勾起一抹淡笑, 道, 慌什么? 他此番前来, 乃是就咱们于水火之中。 啊? 林玉成与古天凤皆是面露茫然, 满心疑惑, 不解其意。 古天凤急忙追问, 叶大哥, 你莫不是在开玩笑? 这柳梦月气势汹汹, 怎会是来援救? 徐天微微一笑, 并未直接回答, 只是眼神中透露出自信与神秘。 然而, 此刻翠雨凌鸾已经红温, 双眼如同火焰般炽热, 紧紧盯着徐天等人, 仿佛要将他们生吞活泼。 就在下一瞬, 徐天身形宛若闪电, 一闪而逝, 竟与柳梦月擦肩而过。 柳梦月只觉手中突兀多了一物, 低头一瞧, 净是一枚蛋。 他嗅眉轻醋, 满脸困惑, 此乃何物? 与此同时, 林雨晨与古天凤一同他身旁掠过。 快看下方! 林雨晨大喊道, 声音中带着一丝慌张。 柳梦月顿时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眉眸远睁, 朝下望去, 只见那只大鸟正迎面扑来, 紧紧盯着他手中的蛋, 气势汹汹。 他瞬间恍然大悟, 翘脸之上寒霜密布, 怒喝道, 叶天, 我是要杀你。 言罢, 他猛地转身, 朝上方急驰而去, 试图躲避大鸟的追击。 然而, 大鸟却如影随形, 紧紧追赶着柳梦月, 那气势分明是要将他置于死地。 守候在洞口的红莲与张帆, 远远望见徐天等人, 自动内掠出。 师弟, 怎给柳师姐竟将他们放走了? 红莲美眸瞪大, 满心疑惑。 张帆也是满头雾水, 摇了摇头道, 不知道啊, 师姐呢? 二人同时朝洞内望去, 只见柳梦月如一道流星, 火急火燎地往外掠来, 从他们身旁一闪而过。 师姐手中拿了什么? 红莲好奇地问道, 没看清, 好似一枚蛋。 张帆努力回忆着, 是灵兽蛋吗? 这可是天大的机缘啊。 红莲眼中闪过一抹贪婪之色, 他与张帆对视一眼, 二人连忙跟了上去, 试图从中分得一杯羹。 柳梦月抱着那枚灵兽蛋, 速度极快, 但即便如此, 他也自知难以摆脱大鸟的追击。 柳梦月心中焦急万分, 他深知自己此刻必须和这颗蛋分开, 否则即使击退那大鸟, 也得被徐天他们捡漏。 不一会, 他就追上了徐天他们。 叶天, 休想让我替你收拾烂摊子, 我犯天阁与你的账, 咱们慢慢算。 柳梦月语气冰冷, 带着一丝愤怒。 说完, 他一甩手, 将那灵兽蛋朝着徐天智去。 然而, 他并未远离, 毕竟这灵兽蛋若是带出, 必将在外界掀起轩然大波, 他又怎会不动心? 只是不愿独自承担可能带来的风险罢了。 徐天心中暗自冷笑, 对他的意图动落观火。 可谓等徐天多想, 他便察觉到身后有两道气息急速逼近, 回头一瞧, 正是红莲与张帆。 徐天嘴角勾起一抹弧度, 忍俊不惊。 谷天凤在一旁瞅了他一眼, 满脸忧色道, 叶大哥, 你莫不是失心疯了, 都这时候了, 怎还笑得出来? 他低声对谷天凤道, 你们看好了, 这口黑锅, 范天阁今日是悲定了。 言罢, 他猛然将那灵兽弹向后置去。 红莲见状, 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犹如恶狼见到肥羊。 他身形如离弦之剑, 一把将灵兽弹抓在手中。 他小心翼翼地将其护在怀里, 仿佛那是世间最珍贵的鬼宝。 但他二人并未停下身形, 别以为你让出灵兽弹, 今日便能逃脱。 二人仍不断朝着, 徐天叫嚣着, 浑然不知, 徐天已然笑得何不拢嘴。 然而, 他们的话音未落, 便听见大鸟的怒吼声震耳欲聋, 仿佛要将整个天地都吞噬进去。 红莲和张帆向后望去, 他们哪里想到螳螂补蝉, 黄雀在后。 煞时间, 他们吓得连连浑身冒汗, 使尽全力在密林中逃窜。 一路尾随的柳梦月并未瞧见这一幕, 可他突然发觉, 徐天手中的弹不见了。 他美眸原争, 不假思索地拦在徐天等人面前, 用那略显声音的语气质问道, 你们不会将灵兽弹还给那大鸟了吧? 古天凤摊开双手, 耸了耸肩, 一脸无辜道, 没有啊, 反正不在我们这儿。 那究竟在何处? 柳梦月怒喝道, 徐天指了指身后, 不知从哪儿冒出两个傻子, 自己接过去了。 还不带柳梦月回头去看, 便听见红莲与张帆的呼救声传来, 师姐, 快救我们! 那声音中充满了惊恐, 气息紊乱。 柳梦月气得浑身发抖, 御手不停地拍着胸脯, 呼吸急促, 你们两个笨蛋。 言罢, 他身形一闪, 朝着呼救声传来的后方, 急驰而去。 柳梦月见状, 心中暗自冷笑。 他知道自己虽然摆脱了大鸟的追击, 但这场混乱却远未结束。 他身形一闪, 朝着红莲和张帆的方向, 急驰而去。 却见张帆正和那翠雨灵鸾缠斗在一起, 握着灵剑的双臂, 鲜血直流。 而红莲死死抱着那枚灵兽弹, 晕倒在地, 意识满身伤痕。 回到那大鸟张开血奔大口, 将要吞下张帆之时, 柳梦月双手一挥, 凭空一面镜子横在翠雨灵鸾和张帆之间。 虽说很快, 那面防御镜子破碎, 但柳梦月此时已经闪身到张帆身旁。 他急忙掐印, 一张灵力会支的大网从他手中撒出, 那翠雨灵鸾被罩在其中。 果然是金丹大圆满, 一招就制服了那灵兽。 林雨晨不由则舌, 徐天却不以为然, 可没这么容易的, 咱们就坐山观虎斗吧。 果然如徐天所说, 那翠雨灵鸾身上燃起绿色火焰, 那张大王请客间就被灼烧消散, 随之而来的是一片肃杀之气。 翠雨灵鸾腾空而起, 他那庞大的身躯遮天蔽日, 羽毛在阳光下闪烁着诡异的光芒。 他双目之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死死地盯着下方的柳梦月。 柳梦月手持长剑, 身姿恶挪。 他面色凝重, 深知眼前这翠雨灵鸾的厉害, 不敢有丝毫大意。 第六十八章 以笔之道, 还至笔身。 翠雨灵鸾率先发动攻击, 双翅猛的一扇, 顿时狂风大作, 无数把利刃朝着柳梦月席卷而来。 柳梦月娇喝一声, 手中长剑挥舞, 化作一道光幕, 将那狂风利刃一一挡下。 然而, 这只是开始, 翠雨灵鸾身形一闪, 冲向柳梦月, 立爪朝着他狠狠抓去。 柳梦月身形灵动, 巧妙地避开了这灵力的一击。 但翠雨灵鸾的速度极快, 在柳梦月闪避的瞬间, 他那长长的维羽似是鞭子一样, 抽向他。 柳梦月躲避不及, 被维羽抽中, 身形倒飞出去, 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他似乎不是那翠雨灵鸾的对手。 古天凤道, 林雨晨顺着说道, 可要去帮他一把。 徐天却窥然不动, 丝毫没有上去帮忙的意思, 不用, 咱们就等着坐收鱼翁之礼。 林雨晨却皱了皱眉, 若有所思, 可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 徐天却道, 林雨晨却还是觉得不太好, 总归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徐天无奈看着这个一根筋的大师兄, 他本来就打算让我们打, 他坐收鱼翼, 就算要帮, 那也得等他筋疲力尽了再说。 可, 这次没等林雨晨说下去, 古天凤就问道, 大师兄, 叶大哥说得对, 咱们还要不要那零售蛋了, 柳梦月为人, 你还不知道吗? 这一次, 林雨晨没再说什么, 三人只是在那里远远看着。 柳梦月稳住身形, 眼中闪过一丝决然, 哼, 畜生, 别小看我。 他施展出梵天阁的独特身法梵天影术, 只见他幻化出几道分身, 朝着翠羽灵鸾冲去。 翠羽灵鸾一时分不清真假, 慌乱地挥舞着爪子。 柳梦月看准时机, 长剑刺出, 一道剑气朝着翠羽灵鸾射去。 翠羽灵鸾感觉到危险, 连忙用翅膀护住自己。 剑气击中翅膀, 溅起一片火花, 但也只是在翠羽灵鸾的翅膀上留下了一道浅浅的伤痕。 翠羽灵鸾被激怒了, 他仰天发出一声高亢的鸣叫, 身上的灵力波动愈发强烈。 他张开锯口, 一颗巨大的灵力光球在口中凝聚, 那光球散发着毁灭般的气息。 柳梦月脸色大变, 他能感觉到这光球的威力, 若是被击中, 自己必死无疑。 他不敢怠慢, 连忙施展范天阁的防御功法范天护盾, 一层暗金色的护盾在他身前浮现。 灵力光球如炮弹般朝着柳梦月射来, 与范天护盾碰撞在一起。 刹那间光芒万丈, 强大的冲击力向四周扩散, 周围的山峰都为之震战。 柳梦月咬紧牙关, 全力维持着护盾, 但那巨大的力量还是不断地将他向后推。 就在他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 灵力光球的力量终于耗尽, 光芒渐渐消散。 柳梦月趁机发起反击, 他身形如电, 朝着翠羽灵鸾冲去。 手中长剑挥舞, 一道道剑气如雨点般朝着翠羽灵鸾射去。 翠羽灵鸾也不甘示弱, 双翅连拍, 一道道锋刃与剑气相互碰撞, 在空中爆发出一朵朵绚烂的火花。 柳梦月的剑法越来越灵力, 他施展出了梵天阁的绝学梵天剑法, 每一剑都蕴含着强大的灵力, 仿佛能斩断虚空。 翠羽灵鸾也展现出了他作为强大灵兽的实力, 他的攻击越发凶猛, 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 在一次激烈的碰撞中, 柳梦月的长剑终于突破了翠羽灵鸾的防御, 刺中了他的腹部。 翠羽灵鸾发出一声痛苦的鸣叫, 鲜血如泉涌般喷出。 但他也在这瞬间, 用利爪狠狠地抓向柳梦月。 柳梦月躲闪不及, 被利爪划伤了胸口, 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 柳梦月强忍着剧痛, 继续攻击。 他知道, 这是生死之战, 若是此时退缩, 自己和同伴都将性命不保。 他再次施展梵天剑法, 这一次, 他将全身的灵力都灌注到了长剑之中。 长剑光芒大圣化作一道巨大的剑影, 朝着翠羽灵鸾斩去。 翠羽灵鸾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他想要躲避, 可受伤的身体让他行动迟缓。 剑影斩下, 翠羽灵鸾的头颅被斩落, 庞大的身躯如小山般轰然倒塌。 柳梦月看着倒下的翠羽灵鸾, 松了一口气。 还真别说, 范天阁的浩月仙子确实有两把刷子。 徐天缓缓逼近, 拍手称赞, 柳梦月抬起头看了他们一眼。 哼, 少在这假星星。 古天凤夺过红莲怀中的灵兽弹, 但柳梦月看在眼里, 却也无力阻止。 你们这帮小人, 利用我们在这和灵兽缠斗, 你们在坐收于力。 张帆瘫坐在地, 怒声道, 可徐天却并不在意, 咱们谁也别说谁, 你不也干过这种事吗? 而且, 你家师姐也想这么干, 谁让你蠢呢? 非得抢走这个差事。 张帆背对得哑口无言, 只是愤怒地指着徐天, 说不出一句话来。 拿了蛋, 就快点走吧, 少在这话。 柳梦月道, 古天凤却又跑到那翠雨凌鸩的尸体旁边, 又敲又打, 大师兄, 叶大哥, 这皮毛甚好, 炼制一套护甲, 定然好看。 徐天笑着对古天凤说道, 还是算, 他的话被堵在嘴边, 柳梦月举起手中长剑, 对着古天凤, 你们别欺人太甚, 那蛋也就罢了, 这只灵兽是我杀的, 凭什么要让给你们? 古天凤却一脸纯真, 开口道, 咱们修饰夺宝, 本来就是强者多得, 一点用场都派不上, 徐天却拿出一堆灵石扔给柳梦月, 我们也不想占你便宜, 但这翠雨我小弟实在喜欢, 你就忍痛割爱吧。 虽说徐天语气平和, 但柳梦月却只觉得自己被威胁, 眼下也别无他法, 只得同意交换, 他心中暗道, 带我和无痕师兄会合, 你们夺走的都得给我吐出来。 徐天将那颗蛋和翠雨凌丸的尸体收起来, 三人身形一闪, 接着向那位遇见而去, 在这密林中倒也见到不少灵兽, 他们灵力高深, 但都性情温和, 不像那翠雨凌鸾一般性情暴躁。 我看这些灵兽也无人能驯服, 咱们真走运啊。 林雨晨满脸笑意, 是啊, 咱们带个这颗蛋回去, 宗门地位算是稳了。 古天凤附和道, 徐天也发自内心欢喜, 这还是得多亏张俊他们。 此话怎讲? 第69章, 狗男美女 林雨晨眉头微皱, 目光疑惑地投向徐天, 此事与张俊师弟能有何关联? 古天凤道是机灵, 急忙抢答, 我知晓, 若不是他们招惹那翠雨凌鸾, 我们怎会被其追赶? 若不被追, 又怎会发现这霉蛋? 徐天赞道, 还是你聪慧, 不像大师兄那般一根筋。 几人急行, 很快穿过那茂密的丛林, 一座气势辉弘的电雨赫然出现在眼前, 它坐落在群山环绕之间。 那电雨竟是由散发着幽光的灵域所住, 电门仿若巨兽张开的大口, 其上刻满古老符文, 符文隐隐散发着灵力波动。 待几人靠近了些, 才瞧见匾额之上有灵藏宝殿四个大字。 林雨晨眼中浮现几分惊喜, 道, 看来我们已至最核心之点。 古天凤最为激动, 身形一动, 手当其冲地向前飞去。 啊, 一声惨叫划破长空, 只见他脚下的灵剑竟似失控一般, 直直朝着地面坠去。 徐天和林雨晨见识不妙, 赶忙朝他方向略去, 又要接住他。 然而, 下一刻, 他们也遭遇同样状况, 徐天大喊, 不好, 此处是进空区, 三人重重地摔落在地。 哎呦, 古天凤双手捂着腰, 满脸痛苦地唏嘘。 哈哈哈哈, 真是三个蠢才。 忽然, 三人后方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几人回首望去, 来者正是风无痕, 还以为是哪个厉害角色, 原来是个狗男。 徐天嘲讽道, 风无痕一脸茫然, 你在说什么? 女不在。 徐天补充, 风无痕顿时怒法冲关, 眼神犀利, 大声吼道, 你敢羞辱我? 你们都得死。 周围随风飘落的树叶, 瞬间如被赋予生命, 化作锐气般树于空中, 他咬牙切齿地喊, 去死吧。 下一秒, 那些叶片朝着徐天几人急射而去, 徐天却镇定自若, 只见他身前隐隐浮现一道金色屏障, 徐天冷笑, 就这点小把戏, 也想伤我们。 那些树叶撞在屏障上, 却无法突破分喉。 大师姐, 徐天突然瞪大双眼, 满脸惊愕, 只见风无痕身后树人, 压着背绑的张灵和孙飞兴走上前来。 孙飞兴朝着徐天喊道, 叶师弟, 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呢? 你就只看得见大师姐吗? 林语尘怒目元争, 怒吼道, 你们翠玉宗粉, 如此卑鄙, 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到底想怎样? 快把师妹们放了, 否则有你们好看。 古天凤也大喊, 快放了两位师姐。 你们这样做, 未免太过分了。 风无痕阴险一笑, 嘴角勾起一抹糊度, 紧张什么? 我可舍不得让他们受苦, 只要你们乖乖听话, 或许我会考虑放了他们哦。 徐天怒火在胸腔中燃烧, 眼中杀意涌动, 快放了他们, 否则, 否则怎样? 风无痕依旧张狂无比, 自是有人质在手, 有恃无恐, 仰天大笑, 你们能奈我何? 可他万万没想到, 下一秒, 啪的一声, 徐天身形如电, 狠狠地扇在他脸上, 徐天怒喝道, 这就是代价。 一道鲜红的掌印瞬间浮现, 几乎同时, 林语尘和古天凤出手, 林语尘喊道, 救出师妹, 瞬间把张灵从他们手中抢了过来, 风无痕气得浑身发抖, 死死盯着撤去的徐天, 怒吼道, 你, 你竟敢打我阴静的脸,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不是, 你们有没有搞错, 我也是七星宗的人啊, 孙飞心满脸震惊, 眼中满是委屈, 带着哭腔喊, 你们怎么都不管我, 我好可怜啊, 风无痕转过头, 怒视着他, 吼道, 你喊什么喊, 挨打的是我, 你在这哭哭啼啼地烦死了, 说完, 不假思索地朝着他扇了两耳光, 大骂道, 闭嘴, 你有病吗, 打你的又不是我, 孙飞心气急败坏, 一口唾沫吐在他脸上, 骂道, 你这个混蛋, 我咒你不得好死, 风无痕不敢置信地瞪大双眼, 仿佛听到了这世间最荒谬之事, 你这贱人, 竟敢如此对我, 我要杀了你, 就在他举起长剑, 欲砍向孙飞心之时, 徐天三人合力出招, 徐天大鹤, 一起上, 击退他, 强大的力量, 将封无痕震退术步, 孙师妹, 我来救你了, 张灵娇鹤一声, 身形旋转, 手中灵剑闪耀着寒光, 朝着压着孙飞心的几人冲去, 喊道, 看见, 剑光一闪, 那几人还来不及反应, 便纷纷倒地, 孙飞心也因此得救, 带解开绳索, 孙飞心靠在张灵肩头撒娇, 还是师姐疼我, 我就知道, 师姐不会不管我的, 张灵娇躯一颤, 如触电般立即远离, 称道, 师妹你再这样我可不管你了, 孙飞心健壮, 收起方才那副娇柔模样, 眼中闪过一丝灵力, 和张灵并肩而立, 她说道, 师姐, 我们一起战斗, 让这些家伙, 知道我们的厉害, 远处, 风无痕和徐天三人已陷入苦战, 古天凤大喝一声, 看我的七星剑法, 手中灵剑一挥, 口中念念有词, 星辰之力, 汇聚我见, 碎星斩, 那灵剑瞬间光芒大圣, 化作一道道凌厉无比的剑影, 她喊道, 风无痕, 受死吧, 每一道剑影所过之处, 空气被割裂, 发出痴痴的恐怖声响, 仿佛空间都要被切碎, 风无痕冷哼一声, 边闪边骂, 雕虫小技, 轻松避开了大部分剑影, 可仍有几道剑影, 擦过她的衣衫, 带起丝丝血迹, 在她的白衣上留下刺眼的红痕, 她眉头一皱, 哼, 有点本事, 风无痕大怒, 眼中沙意弥漫, 双手一挥, 大声吼道, 风卷残余, 狂风骤起, 那风中竟夹杂着无数细小的锋刃, 密密麻麻如蝗虫过境, 朝着古天凤席卷去, 徐天见状, 大喝一声, 金光护体, 刹那间, 他浑身燃起金色的火焰, 火焰迅速蔓延, 眨眼间形成一道屏障, 将风刃尽数挡下, 随后, 徐天双手快速结印, 口中喝道, 球牛献士, 降妖除魔, 只见他手中法印放大, 化作一条巨大无比的兽灵, 球牛张牙舞爪, 威风凛凛地朝着风无痕扑去, 风无痕感受到球牛的强大威力, 脸色微变, 眼中闪过一丝凝重, 暗自道, 这小子竟有如此强大的功法。 第七十章, 一个, 我不满足, 他双脚猛地一跺地, 大地剧烈颤抖, 仿若地震降临, 他大喝, 土墙壁垒, 给我挡住。 一道土墙从地下迅速升起, 土墙之上布满了古老神秘的符文, 他嘟囔着, 哼, 别想轻易突破我的防御。 球牛狠狠地撞击在土墙上, 轰得一声巨响, 爆发出一阵强烈的冲击波, 向四周扩散。 一时间, 尘土飞扬, 遮天蔽日。 徐天被反振之力震得后退几步, 稳住身形后喊道, 大家一起上, 别给他喘息的机会。 林宇晨手中长剑挥舞, 带起振振绚丽的剑花, 口中喊道, 避云枪法, 破。 每一朵剑花都闪着荧光, 朝着风无恒的要害刺去, 攻势凌厉无比。 风无恒被三人围攻, 心中气愤填膺, 怒吼道, 你们这群蝼蚁, 休要张狂, 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打败我? 简直是做梦。 他的双眼变得通红如血, 头发无风刺动, 仿若恶魔降临。 只见他双手如幻影般快速舞动, 周围的灵力疯狂聚集。 他咆哮着, 雷动九天, 灭尸之雷, 给我劈。 瞬间形成一个巨大无比的灵力漩涡。 漩涡之中, 隐隐有雷电闪烁, 轰的一声, 一道粗壮的雷柱朝着三人劈去。 徐天, 古天凤, 林雨晨三人不敢有丝毫大意, 连忙联手抵御。 古天凤的剑影, 徐天的寿灵, 林雨晨的剑花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道五彩斑斓的光幕。 雷电与光幕碰撞在一起, 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仿若天地崩塌。 强大的冲击力向四周扩散, 所到之处, 一切都被夷为平地, 只留下一片狼藉的战场。 激战正憨, 众人杀得眼红。 你们都住手! 就在这时, 那道声音如平地惊雷, 硬生生将这沸腾的场面震住。 司徒竟与南宫颈匆而来, 眨眼便智, 稳稳站在风无痕身后。 司徒竟负在风无痕耳边轻鱼几句, 风无痕眉头微皱, 玄机收敛周身灵力, 那汹涌澎湃的灵力气息, 退去。 他冷冷瞥了一眼对面之人, 今日暂且放过你们。 徐天翻了的大大的白眼, 满脸不屑, 又打什么小算盘呢? 谁怕谁啊, 有种接着打。 那语气中的挑衅之意, 浓烈得如同实质。 你…… 风无痕气的面色涨红, 坐视就要向前, 却被司徒竟一把拉住衣袖。 司徒竟微微摇头, 目光中带着几分劝阻。 风无痕冷哼一声, 长袖一挥, 带着翠宇宗众人转身向着那宏伟的宫殿内走去。 张灵连不轻移, 站到徐天三人面前, 神色凝重, 咱们可得多小心, 这封无痕, 很不好对付。 是啊, 方才我们联手, 才和她斗个旗鼓相当, 谁知道她还有什么底牌。 林雨晨眉头紧锁, 眼中有些忌惮。 这时, 孙飞心气喘吁吁地跟了上来, 小拳头如雨点般落在徐天, 林雨晨和古天凤身上, 没良心地, 就撇下我。 那模样, 柔弱中带着几分娇撑, 眼睛里有泪花在打转。 哎呀, 孙师姐, 这不是情况紧急, 当时只能就一个吗? 古天凤赶忙解释, 满脸陪笑, 可孙飞心却不依不饶, 小嘴一撅, 背过身去。 哼, 今天不哄哄我, 我就不走了。 徐天眉头一皱, 左右看了林雨晨和古天凤一眼, 咧咧嘴, 二话不说, 大不留心迈向宫殿入口。 林雨晨和古天凤对视一眼, 也赶忙跟上, 嘴里还不住地低声吐槽, 矫情什么呢? 爱走不走。 张灵看着这一幕, 无奈地摇摇头, 上前挽住孙飞心的胳膊, 温柔笑道, 孙师妹, 再不走, 可跟不上他们了。 孙飞心看着徐天几人, 毫不犹豫地撇下自己, 气得直跺脚。 等着我, 说吧, 和张灵一起向着宫殿追去。 五人脚步沉沸, 穿过石桥, 来到了林藏宝殿门前。 刚一靠近, 浓郁的灵气波动, 汹涌澎湃地向他们席卷而来。 哇, 这里灵气充裕, 上古修士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修行的吧。 孙飞心美目之中满是惊叹, 小嘴微张, 感慨不已。 是啊, 想象不到在他们那个纪元, 修士都怎么修炼的? 古天凤亦是一脸向往, 眼中闪烁着对上古修士神秘修炼之法的好奇。 别想那么多了, 咱们也快进去吧。 林宇晨点了点头, 率先迈出步伐。 当他们踏入那扇古老厚重的大门, 仿若踏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里面空间辽阔无垠, 仿若一片神秘之欲, 空中漂浮着无数蓝色光点, 如同繁星闪烁。 呼得, 众人眼前光芒一闪, 一段古老的文字浮现而出。 此为林仓宝殿第一层, 空中是些法宝和秘籍, 每人只可取一剑, 围者, 驱逐。 孙飞心见状, 不屑地哼了一声, 又没人看着, 我想取几剑就取几剑。 你傻呀, 肯定有精致。 徐天毫不留情地吐槽, 眼中满是对孙飞心鲁莽想法的鄙夷。 可孙飞心压根不以为意, 身形如电, 竟直接朝着一颗蓝色光点冲了过去, 一把夺过。 贪心不足的他, 竟还想伸手去拿第二颗。 就在此时, 他身后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光洞, 散发出强大的犀利, 将他强行扯了进去。 孙师妹, 张灵花容失色, 心急如焚。 林宇晨却赶忙稳住他, 看向光洞消失之处, 应该没什么危险, 估摸着是被传送到下一层了。 众人听闻, 这才稍稍放下玄者的心。 这都不知道是些什么法宝, 怎么选呢? 古天凤眉头紧皱, 满脸疑惑。 是啊, 跟开芒合适的, 全靠运气吗? 张灵也附和道, 眼中满是无奈。 徐天眼珠子一转, 方才孙飞心的话他可是听了进去。 他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抹脚侠的笑, 也不理会其他几人在那议论, 只是独自喃喃了一句, 有了。 他们三个被打断, 齐齐看向徐天, 其身问道, 有什么了? 徐天激动万分, 满脸兴奋地大喊, 若是在被传送走的瞬间, 多搂几个, 不就成了吗? 可怜雨晨却当场泼了一盆冷水, 小师弟, 你也太一想天开了, 即便是传送到下一层, 也仍旧在灵藏宝殿内, 怎么可能不触发静止? 徐天却像是铁了星药试试, 只见他猛地一跃而起, 飞到一颗光珠前, 他双手快速掐印, 祭出绝神古图, 下一秒, 他伸手抓住那枚光珠, 身后光洞果然显现, 强大的犀利将他死死扯住,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他运转灵力, 全力催动绝神古图, 只见十六根散发着棕色光芒的锁链, 瞬间伸至四周, 精准地抓住十六颗光珠, 成了! 徐天激动大喊, 声音在这空旷的空间中回荡, 张灵等人见状, 也不禁为此激动万分, 眼中满是兴奋, 可下一秒, 那光洞却突然收缩起来, 如泡沫般瞬间消失, 怎么回事啊? 林宇辰神色慌张地大喊, 紧接着,